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43章 要么battle一下 哦 居然要老夫来出手 小娃娃 你的胆子可是真不小啊 孔老先生的目光剩下打量一下陈怀安 他失声笑道 老夫听说过 你有些本事 青潭山中的莫蒙主还有杜家的杜老 对你都有颇为不俗的评价 老夫虽比不上这等决定高手 但手底下的轻重也不是你们这些个小辈能够轻易拿捏的 若是不慎可免不了伤惊动骨 你可想好了 无需再想 请前辈出手便是 陈怀依旧笑得坦荡荡的 赛场的列位前辈之中就属前辈您的实力最强 晚辈与灵大公子要分高下 咱也是您最有发言权 也免得某些无能数倍 输了不认 找些借口 自欺欺人 陈怀这话反倒是将孔如灵搞得一愣 竟而放声朗笑起来 看来那些个顶上高人们所说的一点都不假 你这个小子真是太有意思了 孔如灵朗笑着站起身来 走到宴堂中央 将沈温的目光投向灵末 灵公子 这位陈公子自性满满 那你呢 可敢应战 灵末咬咬牙 这心里头已将陈怀咒骂了千百遍 灵末心说 你他妈是疯子还是傻子 知道你最近开始习武了 这是练武把脑子练坏了不成 孔老先生的实力 别说是他们这些个习武本就不成的小辈 混作红印 堂堂天罡三十六位副统领 都难说有把握招架 让孔老先生出手考教 活腻了不成 但此刻全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 所有人都在等待他的答复 显然根本没有给他留下回绝的余地 今日上门 原本只是为了逼得金韵瑶现身 将两家婚约之士谈妥了 方便今后拿捏机甲 却不成想 陈怀的出现 让此事多出许多的麻烦 且不说此刻 是否还好拿捏机甲了 单单是眼下孔老先生的考教 是否能够平安过关 都还要两说 银牌九品级别的顶尖高手 出手考教 这威能该是何等惊人 陈默完全不敢去想象 亦是全然没有信心能够招架 他也习武 且是自幼开始习武 但并不是武林众人那般 将习武看走一切 为时说来武艺稀松得很 但此刻他没什么回绝的余地可言 此刻认怂退却 那恐怕不只是孔如林老爷子 这在场的习武之人 都会理所当然地倾向于陈怀安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静闻公府此来的目的 就是想借助鸡家的名头 将这些习武之人 笼络到账下 若是让这些人 转而站在陈怀安那一边 对于静闻公府而言 可就是大麻烦了 而今 他也只能相信 孔老先生作为武林前辈 顶尖高手 手中会拿捏好分寸 相信陈怀安 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短短不过一年左右的习武经历 实力比他更差 林默望向父亲 立即瞧见 父亲此刻 也正露出颇为焦虑的神色 但终究 父亲朝他点点头 显然父亲也想明白了道理 心里有了定数 这一招 非比不可 有 有什么不敢的 林默踏前一步 故作镇定道 如何比试 就请前辈来定吧 孔如灵 飘了一眼林默 不免心下暗笑 只凭此刻一眼望去 这两人之间的差距 就已经十分的明显了 陈怀乃是自成一世 即便是方才 他将威胁的话说得十分明白 陈怀依旧没有丝毫又退缩的打算 反倒使这林默 明面上洗舞时间更长 比陈怀根底更深厚 却是还没开始就已经露出胆怯来 这么一笔 便可知道 陈怀恩更要优秀许多 孔如灵搓着手心的铁担子 他笑看二人 老夫手中这一对铁球 重量不小 之后老夫会用抛射暗器的手法 将铁球抛向你二人 你二人随便用什么手段 出手接住即可 如此 你二人意下如何呀 全凭前辈指教 陈怀拱手一笑 一时傲然走上前来 灵默却是脸皮一抽 猛得咽了口唾沫 方才站定 我也没问题 孔如灵再是心头一阵的发笑 好 老夫最后重申一次 老夫出手会很重 你二人自行拿捏 若是逞强伤了筋骨 可就莫怪老夫没提醒过你们了 二人皆是摆好架势 静候着孔老的出手 陈怀呼出一口气来 脚下站定 手头摆出架势来 此则用的路数是杜家的全掌之法 怎生如此眼熟啊 孔老瞧着陈怀摆出的架势 不由按下疑惑 小娃娃 看来你挺来劲的呀 不如就从你开始吧 你可要接好了 瞧见陈怀准备好了 孔老当即手臂一震 将其中一枚铁弹子打向陈怀安 那铁球出手的瞬间 陈怀立刻意识到了 这位孔老是何等厉害 看似随手一抛 那铁球却是快得惊人 连眨眼的功夫都不曾有 已是到了眼前 必无可避 暗器抛射之法 习武之人都会 无非是准头与力道上的区别 孔老先生发出的铁球之识 显示动用了浑厚内力 怕是换个什么 人字王水平的小背过来 打在身上 这骨头都得被打猎的口 但这却让陈怀安下一笑 肃柔功可不是寻常武学 刚柔并济 最擅长的就是泄力化镜 只见陈怀伸手一探 用一种让在场诸多前辈高手 瞰目结舌的出手速度 反手一掌 探上了铁球 以肃柔功中绵柔的泄力之法 引着那铁球环身一绕 脚下划出一个完美的圆 重新站定 铁球脱手抛出 高高的抛去 在落下之时 骑上的威力 却是已经完全被泄去 陈怀一把抓住铁球 暗叹一声这玩意儿 当真是重得离谱啊 吉儿方才松了口气 朝孔如灵一拱手 双手捧着铁球 递还给过去 晚辈惭愧 现丑了 孔如灵扑出一声朗笑起来 好小子 你管这叫现丑 看来老夫下手轻了 应当再对你下更重的手 才赔得上你这一身毫无意呀 此刻孔如灵心中 已是感慨万千 此等小辈 怎能生在了别家 没有生在他义武堂之中呢 可惜呀 在场的武灵中人 个个都是眼尖的 陈怀方才是看似简单的出手 实则在场许多人 都不见得能做得到 他们当中 也有练绵柔内功的 也有擅长这种泄力手段的 但却没有人敢说 直面孔老的出手 还能做到如此滴水不漏 还能如此轻描淡写 这等实力 即便是弟子榜级别的 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显然 这简单的出手 已经暴露了陈怀恩的实力 让在场之人立刻意识到 这看上去年纪轻轻的小辈 可不是什么刚开始习武 拳脚笨拙的晚辈 最起码 也得是弟子榜前100级别 赢牌五品以上的高手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四章 打不死你丫的 笑过之后 孔如灵便将目光转向了灵墨 陈公子戒得十分轻松 现在该你了 你可准备好了 孔先生这一问 问得灵墨心头发寒 他可做梦都没想到 陈寰竟然如此轻易地 接下了这一击 他原本想着 陈寰戏舞时间 比他短多了 必然谈不上什么本事 之前陈寰能和 武灵盟主平分秋色 也不过是仗着些 稀奇古怪的 兴式武器罢了 他哪里能想到 陈寰短短一年时间 居然有了如此 惊人的武学造诣 他本以为 陈寰必败在孔老手底下 他只要表现得不那么狼狈 就能胜过陈寰安 却不成想 此时此刻 陈寰给他出了一个 天大的难题 陈寰轻松接下了 他想赢 只能用更完美 更轻松的表现来赢 这还比个屁呀 他连自己 能不能接得住 孔老的一击 都没有半分底气可言 咕噜一声 灵墨用力地咽下一口唾沫 尽力地让自己平复下来 这小子都能轻松接下 我必然也可以 短短一年 怎么可能练成如此手段 必是孔老手下留情 心头打着这般主意 灵墨方才好受了一些 抄着孔老一抱拳 准备好了 前辈请 好 孔老先生淡淡打了一句 发出另一媒体 但就在孔老出手的一瞬间 灵墨立刻意识到不妙 这哪里是随意出手 孔老这次出手 比至于刚才的陈怀恩的出手 少说用了三倍以上的力道 这绝不是他能对付的 察觉到这一点 灵墨心头顿时凉了一大截 几乎仰面倒地 可那铁球来得太快了 不过眨眼之间 已经到了灵墨眼前 眼看着便要取了灵墨的性命 说时迟那时快 只瞧间一旁静坐的静文公 终于是忍不住了 鬼魅般闪身上前 伸手一把懒弓的铁球 但即便是他 面对此等危能 也颇有几分吃力 皆是接住了 但却免不了手心抽痛 手臂都在微微地颤抖 孔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静文公冷眼瞪着孔如林 沉声喝道 莫不是吴儿在何处得罪了你 要下如此死守 你是想与我静文公府开战不成 老夫这出手 有问题吗 孔如林冷笑一声 松松肩膀 我且问你 你家公子习武多少年了 是否应当有陈公子数倍的跟谍啊 静文公被狠狠地掖了一下 孔如林的言外之意 他何尝不明白 陈寰自习武一史至今 满打满算不过一年 而灵末却是自幼习武 寻常来说 灵末的实力超过陈寰三倍乃至五倍 再争上不过了 不说话 算是灵公默认了 孔如林依旧冷笑 哼 若是默认了 那不是灵公觉得 老夫将考核灵公子的标准 抬高三倍 有何处不妥呀 并无不妥 静文公沉默了好片刻 方才从牙缝里恶狠狠地挤出这几个字来 哼 那就好 瞧见静文公松口 孔老的神色也平添几分戏谑 他很是清楚 此刻静文公没有这个胆量与他叫板 静文公今日将他们请来 所谓合适 在场这些个武林中人大都是明白的 也原本就并无几分附庸的打算 今日来 也不过是卖给鸡家的面子罢了 倘若鸡家真的做了静文公府的走狗 昔日勤奋 不要也罢 晓得众人大都是和孔如灵差不离的态度 静文公的脸色更是难看许多 这些人的态度 倒是并未让他多么意外 毕竟这些个武林中人 本就都是些硬骨头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拿下的 真正让他心中惊诧的是陈怀安 他做梦都未曾想见 短短一年时间 陈怀安的本事居然已经飞涨到这种地步 他曾听说过陈怀身怀内力之事 也曾有所耳闻 陈怀安拜了其风言为师 学习武艺 但再怎么身怀内力 再怎么明示教导 一年时间 实力飞涨到此等地步 都是一件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 今日婚约不成 都还可以另做打算 但陈怀安 今日必须要设法处理了 放任如此一个年轻小辈 肆无忌惮的成长 是件最恐怖不过的事情 当真是不知什么时候 这个曾经不被他放在眼中的小辈 便会以不可阻挡的趋势 对他发出致命的遗迹 孔如灵望了一眼陈怀安 又望了一眼一旁惊魂未定的灵墨 最终将冷笑投向静闻公 灵公 看这价时 今日之时 旧无陈公子所言 乃是你静闻公府上门找茬 咱们这些人呢都是粗人 不懂你们官场上的规矩礼数 不过老夫还是劝你一句 趁早离去吧 免得脸上不好看了 孔如灵这话一出来 陈怀安便完全放心了 这话已经把立场摆得十分清晰了 毫无疑问 此时此刻 这些个武灵之中的老前辈们 大家都会站在他这边 都会为他呈腰 虽说是不靠这些 想要对付静闻公府 也有的是办法 但终归是此刻人心所向 办起事情来 要轻松太多太多了 静闻公望向宴堂之内 那一众武灵中人扫视一圈之后 将目光投向姬成辉 当他瞧见姬成辉 此刻正埋头不语 完全不打算有任何表态 便是清楚 今日婚约之事 算是彻底黄了 想到此处 静闻公不由怒及返笑 好啊 早就听闻你们这些个人 最是沆瀣一气 今日算是领教了 静闻公一边笑着 一边将目光望向陈怀安 小子 你很好 我得承认你是个天才 就不知你这大天才 今天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你想赌什么呀 陈怀弄弄下巴 他笑问道 全子武艺稀松 方才逊色于你 我关你武艺 已有排进弟子榜前一百 列入银牌五品以上的水准 就不知你敢不敢与我切磋一二 让我今日输得心服口服啊 静闻公冷眼望着陈怀安 森然笑道 实话告诉你 我今日来带足了给鸡家下聘的礼数 你若是能赢得了我 这些个聘礼我悉数送你 如何 此言一出 满座之人无不失笑 孔如灵冷眼望着静闻公 笑容冷淡 哎呀 灵公啊灵公 看来你这一把年纪 都活到脸皮上去了 你习武多少年了 三十年还是四十年 而竟跑来对一个小辈出手 还能如此一争言辞 不得不说 论脸皮老夫不如你 这不干你是 静闻公瞪了孔如灵一眼 怒声呵斥道 这是我静闻公府与他之间的私事 而等外人 识相的便把嘴闭上 小子 你且说 敢还是不敢 啊 话音一落 众人皆是朝陈怀投去目光 而也就在此刻 人群之中不少前辈高手 皆是朝陈怀使眼色 轻轻摇头 言外之意 便是让他莫要接招 即便是静闻公小 借此发作 在场这些个老前辈们 也都会替他撑腰的 孔如灵更是直接 大步走向陈怀安 一把将陈怀拉到身旁 拍着陈怀肩膀笑道 嘿 小子 不必理他 姓灵的 老夫今日把话撂这儿了 今天谁敢动他 便是与我义武堂过不去 休怪老夫当众翻脸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五章 来 我陪你打 感受着身旁孔老 那霸气十足的模样 陈怀不由暗下感慨 心说 有这等老前辈关照 属实是太好了 不过他早也不是当年 那个事实都只能寄希望于别人 需要被别人小心翼翼保护起来的那个少年狼了 岂有畏首畏尾的道理 便见陈怀不退反镜 一步上前 傲然看向静闻宫 他笑道 陈某算不得什么高手 但终归还算是没有辜负加持的教诲 就凭你这不要脸的老贼 还不够格让我确证呢 不就想撕破脸皮打一下吗 我陪你打 陈怀这一句话抛出来 顿时惊得满堂宾客面色骤变 甚至坐得静下的几位 方才吃下去一口茶水 听罢这话 便是将满口茶水给喷了出来 小子 你疯了 孔如灵一皱眉 一把拉住陈怀安 在陈怀安耳边低声劝诫道 这个老贼摆明了想出手害你 你硬下作甚呢 今日在场这么多老兄弟护着你 还怕他发作不成 这老贼虽说不是什么顶尖高手 但也苦练了几十年 你才吸污多久 如何与他斗啊 前辈安心吧 没等孔如灵说完 陈怀安便是微笑打断 晚辈敢接招 咱是心中有分寸 前辈都明白 这老贼算不得高手 有何可拒啊 这话听得孔如灵一阵地发愁 眉毛已是皱成一个穿字 陈怀安有高手传功 又有名师指点 这一点不假 从方才的考教之中 孔如灵一能看得出来 陈怀安的实力不俗 排进银牌五品 绝无问题 但他依旧心中存疑 他之前出手 是计算过陈怀安的根底 把出手的力道 控制在了一个银牌三品左右实力 能招架的水准上出手 料定了陈怀安即便招架不住 也不会受伤 但此刻 静文公可不像是要和他点到为止的切磋较量 诚然 静文公算不上什么武学高手 实力能摆在银牌七品上下 应当是极限了 但这恐怕远远不是陈怀安 一届习武不过一年的小辈 能够对付得了的 小子 你听好了 放在官家 你是皇帝陛下身边的红人 可谓是国之栋梁 放在武林上 你一时盟主大人 杜老前辈关照之人 于公于私 我们这些个人都该护着你 你如实说来 到底有几分的把握 若是拿捏不稳的话 你只管开口 孔如林还是不放心 继续追问道 真要到底的话 大概也就十二成左右吧 多了 陈怀安倒是并未当回事情 只是咧嘴一笑 前辈安心便是 三招之内 晚辈必拿下 行 老夫信你 不过 你得答应老夫 孔如林终究是熬不过陈怀安 只好点点头 却依旧严肃叮嘱 若是自觉招架不住 万万不可逞强 立刻呼救 老夫不敢说绝对保你周全 但有老夫在一旁 那老贼 害不了你性命的 晚辈 一定老计 陈怀点点头 拜谢了一声 实则这劝解 却并未放在心上 银牌五品 地字榜前一百 银牌七品的林老贼 你们呀 是真看不起天字榜级别 连齐风炎都自叹不如的高手 穿得毕生功力 以及那玄妙无穷的素柔功 林公 请吧 陈某也一直有心 想领教一下林公的高招 今日 你我尽兴 一边说着 陈怀一边便是朝静门宫勾勾手掌 摆出一副极端挑衅的姿态来 旁人可谓是看得尤为揪心 就连姬承辉都不例外 反倒是一旁的姬云瑶和莫渊渊 似乎并未如何上心 甚至是坐到桌边喝起了茶 而作为护卫的红叶 亦是不管不问 默默站在二人身边伺候着 丝毫也不担心陈怀安的安危 旁人不清楚陈怀安而今是强是弱 这红叶还能不清楚吗 身为天罡三十六位的副统领 寒州的接班人 对他而言 陈怀安的安全 是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连他都未曾阻拦 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陈怀安话音落下的同时 静门宫也做出了最直接的反应 他快步前冲 迎面出手 指着一个骑手 便能看得出这静门宫 练得是硬碟子功夫 拳掌刚猛 直逼陈怀安面门而来 一出手 便是摆明了要给陈怀安一个下马威 却不成想 此举正中陈怀的下怀 肃柔宫讲求刚柔相继 以刚破柔 以柔可刚 刚猛全掌到了眼前 反倒是陈怀安最善处理的情形 便瞧得 陈怀只伸手一探一缠 已是盘住静门宫的手臂 化解了这批面而来的一掌不说 已是在一瞬之间摆好了还击的架势 只见陈怀猛地踏前一步 右臂横在静门宫肋下 手肘猛力顶出 即刻听闻 陈怀口臂之中 发出哈的一声咒响 一记顶心肘 已是扣在静门宫的胸口之上 醒 醒气 听得陈怀口臂之中的那声气动声响 四下里不少连硬底子功夫的老辈们 皆是瞪大眼睛 醒气一词放在现代 大家都用在八级拳之中 包括陈怀方才使出的顶心肘 也是八级拳中的一门路数 又称两仪顶 在八级拳的拳法路数里 属于静身威力极为惊人 路数极尽刚猛凶利的一招 当然 而今这个世界 没有八级拳这样成系统的路数 这门路数 陈怀是从肃罗宫里学来的 这是肃罗宫里刚的那一部分 也是而今 陈怀手头一招制胜的绝招 那一声惊人的气动鼻音 醒气 最上周围老辈们震惊 醒气 用现代人好理解的词汇来解释 便是发力的时候 打开口鼻枪 在发力的同时 将胸肺里的气息猛地挤压出来 从而造成一声洪亮的出气声 有着释放胸肺压力 稳固自身气息的作用 若是没有这一下 这一记顶心者的距离 甚至可能憋伤自己的肺腑 而放在武林高手眼中看来 这一声醒气 乃是功力的体现 没有足够浑厚的内力支撑 单凭骨肉的力气 是断然挤不出这一声醒气的 且是这一声醒气 不单功力要足 呼吸吐吶之间 亦是要游刃有余 收放自如 方才能将这一声醒气 发得清晰响亮 别的不说 在场之人 能够发出如此一声的 满打满算 不超过十个 老辈们只觉得脸皮都在抽搐 这晨槐才多大 习武才多久啊 这一声醒气 许多人练半辈子 都还没能练成呢 而听闻这一声醒气时 在场的武林高手们 便纷纷没有看下去的兴趣了 没得打 就只一记顶心肘下去 那静闻宫 怕是站都站不起来了 不出所料的 晨槐这一记顶心肘下去 静闻宫脚底下 顿时连退了七八步 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地上 捂着胸口 脸色一阵青 一阵红 挣扎了好几下 耿在胸中那股气 方才吐了出来 呼吸方才算是恢复了几分顺畅 手脚却已无力 卧倒在地上 动也动不了分毫 满场众人 皆是将惊悚的目光 投向陈怀安 但显然 陈怀安并没觉得自己 做了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只是挠挠头 看向倒地不起的静闻宫 怪笑道 就这 就这 不会吧 不会吧 堂堂静闻宫 不会真连我一下子都戒不住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六章 你是魔鬼 还是秀啊 静闻宫本就一阵气血翻涌 耿在胸中 上不来又下不去 陈怀这怪话一入耳 更是将他气得 又要一口老血喷出来 反观旁人 却是一个个地转头偷笑起来 放肆些的 已是毫不遮掩地笑出了声 比如孔老 林公这是怎么了 方才的气势哪儿去了呀 这才一回 林公该不会连陈公子手下 一回合都走不过吧 你可是练了三十几年了呀 孔老的无情补刀 更伤四下众人 无从忍耐 倾刻之间 爆笑声已是响彻整个宴堂 一旁的林末和一众林家家仆们 纷纷想要上前去搀扶 却是叫着满堂老辈们轰笑阻拦着 无从凑惊 林末心里那个恨哪 之前在京城外的酒庄里 陈怀自己都没出手 晴秋妍便将他狠狠奚落了一顿 之后林雪茵的生存上 他们一家子又被陈怀搞得狼狈退场 今日他本是自信满满 心想着必能将鸡甲拿下 父亲必能成大师 却不成想 此时此刻 陈怀只是一个照面 便将其父放倒在地上 林末只觉 在看向陈怀的时候 心头不由生出几分恐惧来 这个人太可怕了 明明和他差不多的年纪 明明曾经 不过是京城一介四平五官家中 连个下仆都不如的废墟 明明是一个 根本就不该有资格翻身的废人 这才过去多少时 他依稀还记得 陈怀这个名字 第一次出现在静门公府的书信文案里 是当年秋为大考之时 那时的陈怀在他的眼中 连只蚂蚁都比不上 这才过去几年呢 写礼堂第一重臣 寻查御史 师先将神 公部制造厂总督查 数之不敬的盛名之下 陈怀已然站在了与他 啊不 与他父亲静门公 近乎对等的高度上 而在这同时 一介败王之身出身的陈怀安 习武不过一年 却已然超越了他父亲 三十几年的武学造诣 这还是人吗 同样的惊诧 此刻也出现在宴堂之上 每一个人的心里 但凡是对陈怀的过去 有几分了解之人 此刻心中皆在感慨 这个家伙 还是人吗 莫非正如皇帝陛下 所说的那样 这丝是天上下凡的 神仙不成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 静门公终于恢复几分力气 得以颤颤巍巍地爬起身来 什么话都不必说 他自己清楚得很 今日可谓是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 走 静门公几乎是扯开嗓子 怒吼了一声 也以此来将胸中仍旧挤压的那股闷劲 给宣泄出来 凌末和凌家家仆们 此刻哪里还敢多留 四下老辈们让开路 凌末便是赶忙带着家仆们 上前搀扶静门公 转身便要走 且慢 忽然 陈怀开口招呼道 满座众人那个乐呀 新书的陈怀安属实太坏了 早不招呼 晚不招呼 偏偏等到静门公一家子走到门前 才开口招呼 还有何事 静门公咬牙切齿地转过身来 他贺问道 凌公莫不是忘了 方才你我打个赌 你今日带来的东西得留下 陈怀扬扬嘴角 也语道 哼 用不着你提醒 静门公的声音猛地抬高了八度 确实一声吼 惹得自己一阵气短 猛咳好几声 方才好转 几儿他恶狠狠地瞪着陈怀安道 哼 愿赌服输 今日我静门公府带来的东西 归你了 不愧是灵公啊 够大气 陈怀点点头 朗笑几声 不过呢 灵公恐怕还得过来一下 你又要坐身 静门公只觉得 连肺都快气炸了 是这么回事 今天呢 我陪娘子回来 主要是为了与灵公你聊聊两家婚约的事情 情况呢 就是你看见的情况 这一纸婚约 还请灵公还我 免得今后此事掰扯不清啊 拿去 静门公辞之 此刻再纠缠下去 只会给陈怀更多借题发挥的机会 更何况此刻 满场众人皆是已经站在陈怀那一边 就连姬成辉都好似默许了似的 在旁一言不发 这一纸婚约留在手头 也已经无用了 然而就在静门公 掏出那一纸婚约文书之时 陈怀却是脚下一辆枪 低足于地上 哎呦 林公好强的内力啊 隔着这么远 都把我震得双腿发软 看来没个三五个时辰 我是站不起来了 陈怀盘足于地上 一脸揶揄地看向静门公 恐怕要辛苦林公 亲自过来一下了 你 静门公一听 快把自己的牙给咬碎了 这摆明了 陈怀是在戏弄他 周围之人也是一个个心知肚明 见陈怀坐下 一个也不去扶 一个也不去帮 就等着他吞下这羞辱 自己走上前去 被陈怀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他何曾受过此等羞辱啊 林默见状 赶忙接骨文书 父亲 我去 哎 林公子 昆约大事 可不是你一个小辈能做主的 陈怀忽然痒痒嘴角 话音一落 便见红月一个闪身上前 便是将林默按住 林家一中家谱想动手 却是叫红月一个冷眼 便瞪他不敢出声了 红月一把夺过林默手中文书 重新拍在静文公的手中 林公请 林公子方才切孔老前辈的招 看样子也精疲力竭了 怕是没法带牢了 好 姓陈的 你有种 静文公深吸口气 终是忍着胸间的剧痛与苦闷 步履蹒跚地走向陈怀安 走进陈怀跟前 当着陈怀安的面 将那一纸昏约拍在地上 俯身画鸭 同时他压低声音 抄陈怀低声说道 小子 你给我等着 今日是我林某人记下了 他日别叫我逮到你 莫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我等着你 陈怀安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将那一纸画鸭好的婚约收下 立刻站起身来 朝着红叶摆来摆手 松客吧 得了陈怀安的话 红叶方才松开林墨 放了静文公府一众人离去 堂上之人本以为 静文公一家次走了 此事也便算是结束了 却是不过几次呼吸的功夫 便听闻姬家府之外 传了一声悲痛欲绝的哀嚎之声 众人皆是不解 何事能让静文公 当街发出此等哀嚎呢 却见堂下 胡燕领着两个轻位 滚着一堆木轮子 贼兮兮地跑到了陈怀跟前 立刻便有眼尖之人 一眼认出那堆木轮子 正是从静文公府的马车上拆下来的 嘿 公子 你要的车孤落 胡燕贼兮兮地汇报道 陈怀便毫不避讳地竖起大拇指 干得漂亮 留得满堂之人 猛吸口凉气的同时 心头惊呼道 你他妈是魔鬼 还是秀啊 好办傻 堂上的哄笑声 方才算是消停下来 以孔老为首的武林中人们 皆是清楚接下来的事情 乃是鸡家的家事了 陈怀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也是让他们倍感经验 他们也很清楚 后面的事情 犯不上他们在旁帮臣了 老鸡啊 今日我等就先告辞了 不是我说你 挑女靴 念上点心 你看看陈公子 多好啊 那姓灵的 有什么值得考虑的 走了啊 你们爷俩慢慢地唠 赶着你家府上安生了 我们这几个老兄弟 再来拜会 说着 孔老便是振臂一挥 堂上绝大多数人 皆是起身朝着鸡城辉 抱抱拳 转身离去 余下的那三五号人 瞧得四下人群散了 也便自知 就算留下来 也是自讨没趣 于是便跟着出了鸡家府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七章 穿帮了 那就上嘴顿吧 片刻过后 宴堂之中 便是只剩下陈寰几人 可算是清静了 带得旁人走近了 陈寰方才算是松了口气 红叶 胡燕 你们去清点一下 禁闻公府送来的东西 都是些什么 看看其中有没有什么 来路不干净的东西 若是有 暂且收敛起来 等我验查 若是没有 送到鸡家库房去 是 红叶和胡燕 皆是抱拳作答 转身便领着 两名轻尾出了门 宴堂主座之上 姬承辉看着陈怀安 心情颇有几分复杂 好片刻 姬承辉方才开口 陈寓使 既然没别人了 就挑明了说吧 今日陈寓使撕毁了 我鸡家与静闻公府的婚约 打算如何交代呀 陈寓刚要开口 姬承辉便是白白手打断 陈寓使莫要张口 喊我岳父 更别提你与小女之间 有何渊源 姬某人乃是一家之人 还没蠢到这个地步 我家小女乃是习武过度 导致破身 房中之事都还尚未触及过 更不必说繁衍子嗣了 陈寓使大可不必用这种拙劣的谎言 欺瞒鸡某人 温婷此言 陈寓不免有些尴尬 他倒是猜到了 姬承辉定然会看出端倪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原本他还想着姬承辉不幸 恐怕还得搞个什么低血 认清之类的路数 甚至准备好了应对的办法 却不想姬承辉也不愧为当今一道之中 泰山北斗级别的高人 一眼便看破了他和姬运瑶设下的局 姬家主好眼力 晚辈惭愧啊 惭愧 陈寓是这话说的 坏了小女的婚事 让我姬家与静闻公府反目成仇 到头来 也只是让陈寓是略感惭愧 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 父亲 听闻父亲颇有几分抱怨 姬运瑶赶忙上前阻拦 父亲莫不是昏了头了 那静闻公府死咬着这一纸婚约 摆明了美娅好心 想拿我姬家当刀子似的 而今请他来相助 乃是为了我姬家不被带上贼船 父亲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吗 不必提这些了 为父明白与否 此事都已过去了 再提也无用 还是务实些吧 姬承辉摇了头 长叹了一声 看向陈怀安 哎 陈御使 看你今日来我姬家府上 诸多事宜都打点得十分妥善 准备十足 想必你也应当是准备好了 许多话要对姬某人说 你且说吧 姬某 吸耳恭听 不敢当 屈屈在下 显然是不够资格 让姬家主 吸耳恭听的 陈怀却是失笑起来 随手扯过一把椅子坐下 姬家主是个实在人 我便实在些吧 圆圆 来 说着 陈怀便是朝莫圆圆招了招手 辛苦你画这个小花脸了 一边笑着 陈怀一边摸出了 鹦鹉未营中所用的 能够迅速抹去 易容装扮的特殊药液 倒在随身的方巾上 给莫圆圆擦干净了脸 结而牵着莫圆圆 看向姬承辉 姬家主可认得她 陈怀弄弄下巴问道 渊源 这是 娃娃 你 姓莫 姬承辉似是想到什么 猛吸口凉气 清潭山庄 莫圆圆 见过姬伯伯 莫圆圆 很是坦然地笑答道 不出陈怀恩所料 一听清潭山庄几个字 姬承辉的脸色 立刻就变了 姬家主应该明白 静闻功夫 咬着婚约不放 图的是 姬家在武林中的影响力 可是呢 陈怀扬扬嘴角 他笑道 姬家影响力再大 我想在武林之中 也比不过清潭山庄吧 莫蒙主肯将 女儿托付给我 乃至于任我做父 所以我同来 替姬家主排邮解难 就不知在这武林之中 区区在下 是否还算有几份排面呢 姬承辉沉默不达 这也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他本以为 陈怀和姬云瑶 不过是找了一个没什么身份 可言的小姑娘回来做戏 却不想 方才对着陈怀 一口一声爹爹喊得清热的 竟是莫渊渊 莫渊渊是何许人也 武林盟主 莫清云的宝贝女儿 这等地位 莫清云 却是甘愿让莫渊渊 同来做戏 丝毫也不介意此事 可想而知 陈怀和清潭山庄 关系几何 习武必清这个道理 姬承辉自然清楚 也立刻能够猜到 能让清潭山庄 与陈怀如此亲近的可能 应当只有一个 便是陈怀 乃是莫渊渊行过失礼 一拜终生的师父 有这一层关系在 便可毫不夸张地说 陈怀一个人 在武林之中的排场颜面 能大过姬家数倍之多 且都不论陈怀的 那些官阶权位 在民间的声望美名 只凭她是清潭山庄 二小姐的师父 她的立场 便是清潭山庄的立场 试问武林之中 又谁人敢说 自家门庭 能和清潭山庄争雄 能和武林盟主夺位 所以今日 陈玉石 是来告诉姬某人 区区姬家 陈玉石 根本不曾放在眼里 即便是今日 我姬家 与静闻公府成婚 陈玉石 也能轻易对付 姬承辉按下咬咬牙 低声地问道 姬家主这话 说对了一半 陈环环失笑起来 陈某不才 即便今日 姬家与静闻公府成婚 陈某又有一百种 一千种办法 让静闻公府 无法从姬家 讨到一丝一毫的好处 不过呢 陈某此来 倒是并不打算 和姬家起什么矛盾 恰恰相反 陈某今日 是还和姬家主 交朋友的 不知陈玉石这话 姬某人 该怎么理解 姬承辉眯着眼睛 用打量的目光 看向陈怀安 陈玉石 有此等才华 权威 无论是在朝堂之上 还是在武林之中 皆是声名显赫之人 只需一句话的功夫 即可令人 俯首称臣 姬某人何德何能 与陈玉石 交这个朋友 他一边说着 一边露出几分冷色 不妨陈玉石 把话说直白些 今日 你想如何处置我姬家 若是我猜得不错 皆当营私之罪 我姬家 是逃不过了吧 听得姬承辉口中 这般说辞 反倒是陈环 颇有些哭笑不得 他倒是没想到 这姬家家主 是这么爱钻牛角尖的家伙 不过如此也好 这样的人 总会把事情 朝着最坏的方向去打算 甚至是到了 被害妄想症的地步 对付这样的人 倒也大可用不着刻意地留守 比原定计划 恶劣十倍百倍的恶意 早已被对方揣摩过了 也罢 看来姬家主 是不打算与我好好坐下聊了 那索性 今日陈某就把话说得直白些 陈环不再将方才的笑意挂在脸上 转而露出身为玉石 应有的冷傲与危言 双眼一须 便是瞪得姬承辉 后背一凉 好生可怕的气场 这便是 这便是皇帝陛下重用之人吗 姬承辉心头暗自惊叹 即便是之前的靖文公 都未曾给他如此压迫感 但此刻 陈环却是根本还没说出什么唬人的话 根本还没有对姬家有任何的作为 仅仅只是神色一变 一股压抑感 便已是油然而生 姬家主是个明白人 应当不难想到 靖文公府如此执着于与姬家的婚约 是为了怎样的目的 陈环翘起二郎腿 朝着姬承辉挪挪下巴 方才姬家主说到了一点 结党营私之罪 不知姬家主是否知道 结党营私 尤其是与皇室宗卿结党营私 是何罪责呀 罪当问斩 姬承辉暗下里咽了口唾沫 让自己能在说出话的时候 面色显得平静一些 不错 罪当问斩 那陈某就想不明白了 明知此罪 乃是吊脑袋的大罪 姬家主又是何缘由 非但不必而远之 反倒是一味的苟同呢 莫不是姬家主活得太久 贤命长了 陈寰继续施压 脸上冷笑着 好似专门练习过似的 拿捏得恰到好处 很有分寸 全无一丝松懈 嘴角扬起的弧度 带着满满的威胁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八章 不知道傲娇毁一声吗 陈寓室小小年纪 就已算得上是全世滔天 自然不会明白 我们这些个人的生存之道 积成辉依旧冷笑 陈寓室有皇帝陛下关照着 有武林盟主关照着 走到哪里 无论是官场上还是武林中 皆有人做你的靠山 你当然不必再委屈求全 就不知道陈寓室是否想过 倘若有朝一日 你失去了这些靠山 在这世道上 又还能苟活几日 我姬家 名为一道魁首 但实则呢 陈寓室是否瞧见了 今日前来的这些个人 面上敬我姬家 与我姬家 有深厚情意 可若是有朝一日 我姬家遭了难 又有几个肯站出来 替我姬家出头 所以姬家主宁愿冒着死罪 要给自己找一个足够牢靠的靠山 陈寓室听得心头好笑 伸手指指燕堂墙角 从静门工马车上撸下的两个轱辘 就这样的人 便是姬家主眼中足够牢靠的靠山吗 今日来的是你陈寓室 莫不然 江州地界上 没有第二个人能有这个本事 姬承惠的话 不由抬高几分 姬某人倒是做梦都没想到 今日陈寓室会大驾光临 也该说不愧是大名鼎鼎的陈寓室 手段之强 姬某人 今日算是领教了 好个软硬不吃 油盐不敬的家伙啊 陈寓捏捏鼻梁 心头暗自叹息 不免颇有些无奈 这姬承辉 还真是脑子里就一根精 他这言外之意 已经表达得挺明白了 静门工府算个屁啊 要抱大腿 抱我陈某人不好吗 我这粗壮好似遗嘱擒天的大毛腿 这不都递到你面前了吗 你他们倒是抱啊 不知道傲娇毁一声吗 非得小爷挑明了说 把你家闺女许给我 你才放心是吗 姬家主 我话都说到如此了 你就没有听出点别的意思来 陈寓忍不住点了一句 盼望姬承辉能够明白她的言外之意 自然是听出来了 陈寓忍点点头 期待姬承辉的答复 陈御使的意思 姬某人乃是一介御夫 如此做派乃是自寻死路 既然陈寓忍不愿聊下去了 如何处置 陈寓忍且说吧 姬某人 忍了 陈寓忍打算在江州处置我姬家 还是交由京城审判 西厅尊便 陈寓忍终是忍不住 把嘴中的茶水给喷了出来 人才 护真价实的人才啊 一旁的姬韵瑶 一时近乎哀嚎般地叹了一声 将无比绝望的眼神投向陈怀安 仿佛在问 哼 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要离家求学了吗 陈寓忍 你是真不明白我的意思 还是跟我装糊涂呢 陈寓忍有几分抓狂的问道 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几时说要处置姬家了 姬家主如此一心求死 莫不是今日 陈寓不将姬家踏平了 便走不出姬家大门 堂堂巡查御史 又何必如此假惺惺的 你也说了 此事 按律应当以结党营私定罪 你替皇帝陛下办事 处置匪徒 不正是你的职责所在吗 姬承辉依旧没有反应过来 他冷哼的 哼 莫非你堂堂陈寓室 今日是上门来提携我姬家不成 哎呀 姬家主 你可算说到点子上了 陈寓忍只觉欲酷无泪 太不容易了 姬承辉这才稍微一愣 眼中闪过几分疑惑之色 哎 这提携呢 说不上 陈某虽收几分职权在手 但也没有那么大本事 能许你姬家荣华富贵 陈寓忍这脸 用力粗两下 他苦笑道 但是保你姬家太平 陈某自命还是有这个本事的 别的不敢说 起码往后 我能让姬家 不必再看静闻公府的脸色 这话 让姬承辉听得更是迷糊了 几个意思呀 不是来治姬家的罪吗 没听明白啊 陈寓忍望着姬承辉 那一脸诧异的模样 更是哭笑不得 是 是不太明白 姬承辉点点头 陈御史今日 不是来拿我姬家问罪的 陈寓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我拿你治罪做什么呀 今日我来了 姬家和静闻公府的婚约 便没有落成一说 结党因此的罪呀 咱也便不成立 罪子都不成立 我拿什么治罪呀 那 不知陈御史今日为何 就当我闲得没事 不想瞧见姬家 堂堂一道第一名门 沦落为静闻公府 随意使唤的工具行了吧 姬家主不是朝堂中人 有些缘由便愿你说不得 你只需知道 我并无恶意 今日来 也是来帮你计家的就足够了 陈寓忍是有些按捺不住了 赶忙给出一个解释 来结束姬承辉的追问 莫不然她都怀疑 以姬承辉的理解能力 今天天黑之前 能不能跟她说清楚 自己的来意呢 一如她所料 姬承辉带着一脸疑惑地 看向姬云瑶 似是想从女儿那里 得到一些更好理解的答复 却见姬云瑶 有些无奈地摆她一眼 苦笑道 父亲呢 你现在怎么愈发地糊涂了 静闻公府 死死咬着这婚约 打的什么主意 你心里没个数吗 我姬家 再怎么说也是一道名门 再不计 当今太医院院室 都是我姬家门人 何至于 要依附于静闻公府 即使退一万步来说 我姬家遇上了什么天大的麻烦 不得不寻求哪家权贵的庇护 那你也不能去找静闻公府啊 攀附皇亲 还是陛下颇为不放心的皇亲 您这不是把姬家 往绝路上带吗 可 也罢 也罢 话都说到这一步了 为父也不瞒你 姬承辉本时还想辩解 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他长叹了一声 转而问道 唉 姚儿 你可还记得 当年家中 你最小的弟弟 袁庆 一听这话 陈寰和姬云瑶 皆是愣住了神 怎么还扯到姬袁庆身上了 自然记得呀 父亲 不知袁庆 他怎么了 此事跟他有何关系 姬云瑶赶忙追问 你也知道 袁庆那孩子 命不好 他爹走得早 撂下他们孤儿寡母 在姬家府上 扩得 一直不如意 后来 已经是你离家求学以后了 他们母死二人 成就是被排挤出了姬家 姚儿你是知道的 为父 虽说是这一家之主 但咱们家里 历来也不是为父 一个人说了算 家里的大小事项 你的那些个叔伯 历来是各有各的打算 原庆母子二人 当年之所以被排挤出门 也皆因 你的那些个叔伯 一同做了决议 为父 也没法阻拦 而今 袁庆那孩子 败在孙家府上 孙家 那可是总司提督府 何等厉害 你是知道的 孙提督那等人物 岂能容得门下的门徒 受此等折辱 你可曾想过 若是何时 那等人物找上门来 我姬家 可如何应对 若非如此 为父 又岂会顺了 那静文公的意 说到此处 姬成辉脸上 已是写满无奈之策 竟然看向陈怀安 陈御史 我不懂你们官场上 是如何往来 但我猜 即便是你 面对孙提督 那等大人物 怕是 也难说 能保全我姬家吧 文婷此言 陈怀和金瑶 不由对视了一眼 双双沉默了好片刻 最终皆是 忍不住失笑起来 你们 笑什么 姬成辉不解 皱眉看向二人 我倒是什么大事 让姬家主如此忌惮呢 早说呀 陈怀笑得发颤 元姓那个孩子 败在孙家府上不假 但不知姬家主是否听闻了 那孩子不过是位分败在孙提督府上 授业之师另有其人 隐隐有所耳闻 据说 是位连孙提督都要给足了面子的大人物 姬成辉点点头 也因如此 我姬家才不得不找些出路 连孙提督都要给足面子的人 哪里是我姬家能够招惹的 哎 很遗憾 姬家主 你已经惹上了 陈怀摆了摆手 他笑道 姬家主口中所说的那个 元姓那孩子拜的师父 连孙提督都要给足面子之人 正是陈谋 谁 是 是你 姬成辉的脸皮顿时一阵的抽搐 元姓那孩子拜下的恩师 是你 就是姬家主不幸的话 我即刻传家谱将元姓带来府上 姬家主当面问他便是了 陈怀耸耸肩膀 他笑道 尾时说来 今日来 我本已有所打算 要就着元姓的事情 与姬家主聊一聊 倒是不成想 今日之事 原来起因在陈某自己身上 如此说来 倒还是陈某给姬家添麻烦了 姬成辉张大嘴 表情忍不住地抽搐起来 他早就听说了 姬元姓近来拜了位名师 又得名师举荐 不仅名位拜在孙家府上 还被列入了皇室天罡位的名录之中 只等今后出师 便是一方响当当的人物 论权论位 都足以凌驾于姬家之上 因如此 他才对当年之事万分的悔恨 当年姬家将姬元姓母子二人 排挤出门 免不了地让姬元姓心怀怨恨 他还是担心 倘若某一天 孙提督因为此事 找上姬家的麻烦 亦或是今后 姬元姓成了一方权贵 回到姬家 为当年之事讨要说法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力 这才在无奈之下 选择应下静门公府的婚约 打算傍上静门公府这个靠山 如此一来 即便是今后 孙家当真找上门来 姬家也有周旋的余地 哪曾想 姬元姓拜的那位名师 竟是陈怀安 陈 陈御师 恕我冒昧问一句 不知你为何 为何 要收元姓那孩子为徒 姬陈徽小心翼翼地问道 反正不是为了帮他报复姬家 虽是很想答得正经一些 但细细一想 说别的 姬陈徽免不了又要多想 索性随口这么一说 也好让姬陈徽安心 元姓是个好孩子 董事又有上进心 扑合我的胃口 他所想的 无非是今后 能昂首挺胸地走进姬家府 将他王父的尸骨接走 风光安葬罢了 陈怀索性两手一摊 所以姬家主 你也别担心他上门报复了 不会有那一天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四十九章 什么叫尽量不推辞 听吧陈怀安这话 姬承辉只觉一阵不知所措 此事着实有些 超乎他的预料了 一时间当真是有些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神色 来面对陈怀安 沉默了好片刻 姬承辉方才 小心翼翼地问道 陈玉石 姬某某妹问一句 你与小女 姬家主慧眼如炬 已然道破了 就用不着我再复述一遍了吧 陈怀安摆了摆手 他笑道 没什么特别的关系 同窗旧友 互相帮上而已 姬家主不必担心 云药的清白 只是方才我所述的事情 还望姬家主能放在心上 姬承辉当然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往好地说 这是明摆着告诉他 姬家今后 有他陈怀照着 什么静温功夫之流 不必太过放在眼里 但往另一头说 这也是陈怀的一句警告 一句好自为之 若是姬家安分守己 自然有他陈怀安关照 但若是做出什么不轨之举 恐怕整个姬家 都要遭受灭顶之灾 一定 一定 不过陈御师 今日的事情 恐怕 还没法就此了事 姬承辉点点头 赶忙硬下 但是脸色却又微微一变 说出来 也不怕陈御师笑话 今日之事 虽是静温功夫的人 退去了 婚约也当众解除了 但 恐怕还是要有劳陈御师 给我姬家 其他的几位管事之人 一个交代 文言 陈怀不由暗下偷笑 新说的姬承辉 也难怪如此小心翼翼了 堂堂一家之主 却是落得许多事情 还得看旁人的脸色 就今天这个事情 倘若姬承辉足够强硬 在姬家有足够的威望 哪里还敢有人多问一句 但偏偏到了此刻 姬承辉也依旧想着 要给家中其他几位掌权之人 一个交代 这一家之主 当真是做得窝囊 自然是要见见其他几位的 毕竟方才我也听明白了 当年我家徒儿被逐出家门 乃是他们的意思 陈某自然是要会会他们 看看是何人 曾让我徒儿受辞等遮辱 陈寰撂下茶杯 笑看向姬承辉 老请姬家主引荐一下吧 这好说 就不知陈御史 打算以什么身份 与他们会面 姬承辉再度发问 眼中不由胜出几分期待来 他很是好奇 陈寰打算如何与其他几人见面 是以巡查御史的高位 还是以姬元庆授业恩师的师位呢 亦或是以姬家女婿的身份 陈寰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不妨就以姬家女婿的身份吧 免得姬家家主在家中不好做主 有个人帮衬着 想来也要方便一些 这应该是姬承辉最期待的答复了 姬承辉在家中的话语权不算太高 姬家的大小事情都无法做主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莫过于姬承辉虽为家主 但嫡系之下 只有姬云瑶这么个女儿 名门大家之中 大都有着这样的情况存在 毕竟女儿今后多半是要嫁人的 除非是嫁一个能让姬家沾光 飞黄腾达的大户人家 莫不然女儿嫁出去了 家中自然是不可能将宗族未来 交给一个万人来打点的 因为如此 作为父亲 姬承辉手中无法握有太多的权力 甚至是许多事情 他根本无权定夺 但若是有个颇为厉害 能够让姬家跟着飞黄腾达的女婿上门来了 事情可就大不相同了 姬承辉能够忍得下静温公府的婚约 其中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缘由 若是成婚 他今后在姬家也能更好地履行一家之主的权利 可不其然 听闻这个答复 姬承辉顿时双眼放光 那这个就有劳陈玉使了 姬某人自知 我区区姬家 没有什么能够报偿的 唯独 一边说着 姬承辉便是一边凑近陈寰几分 压低声音道 唯独一点 若是陈玉使当真看得上小女 姬某人愿意做这个媒人 这就不劳姬家主费心了 春环微笑着摆摆手 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答复来 姬云瑶好不好 好 既聪明又漂亮 还古灵精怪 可爱得很 又有高超医术傍身 还是齐丰颜 轻则娇帅的学生 各方面都是一等一的优秀 但终归是嘴上笑闹一句还行 这样说拜堂成亲 又是另一碗事情了 起码不会是现在 姬承辉也不蠢 一听这话 便明白了陈环的意图 索性不再继续追问下去 那就老请陈玉使 在此稍后片刻吧 我这就将其余几人一并叫来 说着 姬承辉便是转头出了宴堂 留得陈环三人 在宴堂之上等候 你打算怎么办 姬云瑶朝着陈环挪挪下巴 他问道 当真告诉他们 你是姬家的女婿 这话放出去 可就说不回来了 分明是你出了搜主意好吗 陈环不有些无奈地笑看姬云瑶 现在还能如何呀 喘声就走 让靳文公听到消息 再找上门来 这个 姬云瑶挠挠下巴 哎呀 那要么 你觉得怎么补偿那一下合适 你且说 我尽量地 不推辞 还尽量 陈环故作惊讶的模样 瞪大双眼 这种时候 不该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吗 怎么到了你这里 就成尽量不推辞了 姬云瑶吐吐舌尖 你又还不知道吗 借你个胆子 你也提不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来 找你装装样子 要你给你家娘子写租借协议 我真要一身相许 你敢要吗 陈环被噎得难受 心说敢哪 当然敢哪 送上门来的 有什么不敢要的 可要了 这事情就难收拾了 要了一个 往后就不晓得 还有多少个了 见陈环被噎住了 姬云瑶不由失笑起来 所以啊 才叫尽量不推辞 你啊 保不起打这什么主意呢 准备随便把我给打发了 我可不干 你帮了我的大忙 我是一定要好好地报答你的 最次 也该以身相许啊 姬云瑶嘻嘻嘻地笑看陈怀安 她一夜遇到 所以 你要好好地想想 有什么是我能帮上你的 和以身相许差不多程度的 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 再提这个要求 到时候 才是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听得姬云瑶这话 陈环端是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索性只能苦笑着点点头 不再多说此事 只等姬家其他长辈出现 片刻的功夫 便是听闻宴堂之外 传了一阵颇有些不耐烦的抱怨之声 大哥 你可真行 静闻公府的婚约 说辞退就辞退 就是 大哥您可知道 为了求得这份婚约 我们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现在好了 婚约作废 我姬家 今后还有何人能够依靠 今儿来的那个是谁 陈怀安 大哥 这你也信啊 那等人物 怎么可能来我姬家求亲呢 怕是个什么招摇撞骗的家伙吧 门外的争执声 乃是姬家的另外三名长辈 正向姬承辉发难 话语之间 倒是不难听出 姬家人对今日之事的态度 争执声逐渐靠近 燕堂的门飞被推开时 陈怀便也瞧见了 迎门走进来的 乃是另外三名中年男人 看上去 要比姬承辉稍微年轻几分 便是姬云尧的另外几位叔伯了 那几人走进燕堂来 闲尸并未如何把他放在眼里 大摇大摆地 各自找地方坐下 皆是用审视目光 打量着陈怀安 脸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善意来 哼 小娃娃 你就是陈怀安 其中一人挠挠下巴 冷笑着问道 倒是确实听说近短时间 江州来了个巡察御史 名叫陈怀安 就不知冒充此等高官大员 该当何罪啊 呼 一听这话 陈怀安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好家伙 这脾气还真是不小啊 这一上来 就将他打成了冒充金官大员的骗子 也不知这丝从哪来的勇气啊 还未请教 陈怀朝那人抱拳笑问道 积城堂 云瑶的二叔 那人依旧冷声作答 小子 今日的事情 你做的可是有些过分了 若是给不出一个合适的解释来 休怪 诶 我铭铁哪儿去了 陈怀根本也不搭理 物资开始在身上翻找铭铁 翻着翻着 怀从口袋里摸出个什么东西来 朝桌上随手一扔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章 诶 五名铁呢 旁人看到了 其实凑近几分 想要看一看 它扔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这一看不要紧 满汤众人 居是蒙吸口凉气 那是一枚军工章 一枚以极上等皇家军工章 鸡家众人 本以为陈寰是想掏出这个东西来 极有此物的排场 压住场面 刚想开口 却是发现 这不过是个开始 诶 我记得我带了明铁啊 陈寰似是又掏错东西 再次摸出什么来扔到桌上 那是他的私人印章 诶 到底放哪儿去了 工部制造局 总督印 诶呀 我明明戴在身上的呀 御寺巡查令 怎么就是找不到了呀 六部巡查御史腰牌 你莫不是在何处弄丢了 写礼堂总督印 哎呀 这个如何是好啊 滚龙木搬着 满场众人看到这些物件 只觉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起来 陈寰好似个没事人似的 一剑接着一剑 从身上拿出能够佐证他身份 能够表明他地位的物件 每一剑拿出来 都被他万般随意地朝桌面上一扔 军工章硬章等物件 落在桌面上 声音低沉 腰牌手令等物件 落在桌面上 声音清脆 这些声音其实差别不大 落在众人耳中 却皆如晴天霹雳 万丈惊雷 踢得人头晕目眩 终于 陈寰把浑身上下找遍了 最终才从衣袖之下 掏出他的鸣铁来 哎呀 可算是找到了 莫不然今日 连自己姓甚名谁 都说不清楚了 他这才露出几分释然之色 双手捧着鸣铁 递向方才开口的鸡城堂 向他展示上面的字样 京都府 协理堂 御前卿 协理堂总督 工部制造局总督 六部巡查御史 陈淮安 那 吉儿说 明铁为证 别人姓陈 明怀安 没骗你吧 扑通一声 这话刚一出口 满藤众人都赶忙 齐刷刷跪摆下去 以鸡城堂为首 纳简皆是拱着身子 把脸深深埋下去 几乎是贴着地 根本不敢抬头多看一眼 吉儿他们齐声高呼道 欲试大人赎罪 方才陈淮套出那些东西来 怎么说呢 就随便拿起一样 摆在他们的面前 都足以让他们 老老实实地跪下 吉成辉和金银瑶妇女二人 皆是在一旁偷笑起来 新书的吉成堂 也真是平日里 飞扬跋扈习惯了 在陈淮面前 卷敢如此放肆 得亏陈淮是个 爱玩爱演的 不是许多高官大员那样 动辄就是雷霆大怒 莫不然 就凭吉成堂方才那几句话 此刻拿根草叉 举着他的人头游街示众 都不是不可以的 吉家的其他几名长辈 此刻端视下得浑身直打颤 尤其是吉成堂 此刻后辈全是冷汗 几乎把衣服都给浸透了 玩犊子了 这是他此刻唯一的念头 他本想着 陈淮这等高高在上的人物 怎么可能屈尊降贵 亲自上门拜访呢 即便真是与金云瑶洗劫连礼 也该使吉家之人上门去恭维八戒 哪曾想来的竟是本尊 陈淮冷笑着扫了一眼这几人 方才将桌上的物卷收起来 但唯独是把那枚滚龙斑纸给留了下来 套在左手拇指之上 似是无意地拨弄盘玩着 这个小小的动作 更少严堂之上的吉家长辈们 净若寒蝉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这摆明了是在告诉他们 今日吉家是死是活 全凭他一句话 再敢放肆 今日之后江州地界之上 便不会再有吉家了 陈淮重新落座下来 翘膝二郎腿 侧靠于椅子之上 朝着吉城堂几人挪挪下巴 几位都是长辈 何必行此大礼啊 还是起来说话吧 几位都是吉家长权 画师的大人物 陈某一介外人 让你们如此跪着 岂不是失了礼数啊 好片刻 吉城堂几人 方才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却是再不敢落座 只能老老实实在一旁候着 站成一排 他们这形象 好似一排逃课被抓 在班主任办公室门口 罚站的学生 吉城堂几名长辈 心里那个苦啊 心说吉城辉 这走什么狗属运了 这等大人物 居然如此关照着 吉家府上 随便找出一号人来 在一岛之中 都有不俗的见书 自然是人人都能看得出来 什么陈淮和基云摇结合 有子嗣的话 根本就是胡扯 但陈淮不介意 以吉家女婿的身份自居 吉城辉也欣然接受此事 并未说破 足以说明 此事乃是陈淮和吉城辉 早已经沟通好的事情 换言之 陈淮愿意尽一个女婿的责任 好生关照吉家 但陈淮关照的 显然不是他们 而是吉城辉 他们也立刻意识到了 此时此刻 陈淮把他们都找来 为的便是 要帮吉城辉 立住家主的威严 让他们这些个分权之人 全都老老实实地臣服 这一点 吉城辉多年都未曾做到 但今天 陈淮却是必然能够达成 吉云摇 乃是吉城辉的女儿 吉城辉有这么一号女婿 那还了得呀 王小着说 从今往后在这吉家 吉城辉便是绝对的化世人 旁人再也不敢如从前那样分权 家中大小事项 他们也再无掺和的资本 王大了说 若是今天陈淮愿意 将吉家彻底清洗一遍 将他们这些个人 悉数扫地出门 也未尝不可 此刻全看陈淮的心情 几位就这么愣着 没人打算跟我说点什么吗 陈淮扫视一圈几人 他问道 几位既然认下我的身份 估摸着也大都听说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不知几位是否有什么想说的 我可等着听呢 一听这话 吉城堂等人皆是心头一紧 他们当然知道陈淮的意思 这是在说吉元庆的事情 这本身就是他们怕急的事情 吉元庆拜了名师有了高位 今后势必领驾于吉家之上 这是他们最怕看到的 也是他们死死抓住 禁门公府那一纸婚约 将其作为救命稻草的原由所在 毕竟吉元庆 是他们联手逐出家门的 吉元庆是否记恨整个基家 不好说 但记恨他们 乃是必然的 此刻陈淮就在他们面前 作为吉城辉的女婿 也作为吉元庆的师傅 这摆明了 就是冲着收拾他们来的 沉默了两久 吉城堂方才稍微把脸抬起几分 小心翼地问他 今日来是否是为了元庆 你别管我是为了什么 想说什么你就说 陈寰微笑着看向吉城堂 现在是我在问你们几位 先答话 想问什么 答完再问 吉城堂的脸色更是深沉许多 这话入耳 他基本已经确定 陈寰今日就是来为吉元庆讨说法的 大人是想问 当年将元庆母子二人逐出家门的原有 吉城堂深吸了口气 终是鼓足勇气问道 陈寰并未答话 只是朝他挪挪下巴 示意他往下说 吉城堂那个怕呀 目光左右看了看 身旁的另外两人 也皆是一脸惊恐之色 当年将吉元庆母子二人排挤住吉家 本就是他们三个的意思 而今陈寰问起此事 真要说起来 怕是免不了者的陈寰动怒 可若是不说的话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一章 突然来犯的神秘部队 想了想后果 吉城堂终究是怕了 之后信信开口 回大人的话 当年元庆母子二人离家 确实与我三人有些关联 哦 只是有些关联 陈寰的话应抬高几分 那不知有哪些关联呢 除此之外 别的根由又是从何而来 几位慢慢说 今天陈某有的是时间 且听你们说便是了 基城堂文言 不由得一颤 哪还有什么别的根由啊 陈寰这话的意思 很是明确了 今天不弄清楚 当年将纪元庆母子二人 竹出家门 究竟是谁的锅 今日便绝不罢休 几人互相看了看 脸上皆是带着几分绝望之色 他们很清楚 今天必定是免不了 又被收拾了 恐怕此刻 唯有态度诚恳一些 认错积极一些 才能从陈寰手中 求得一丝宽佑了 想到此处 基城堂终是放弃抵抗 长长地泄了口气 这便一五一十地告知大人 此事须从当年 元庆那孩子尚未降生时说起 当年老五 也就是元庆的父亲 曾是我们这一辈里 医术最为杰出的一人 在江州地界上 名气颇为不小 尤其是当年老五外出云游时 曾偶然寻得一处洞天福地 在其中寻得了许多七方 靠着那些七方 老五名声大骚 成为江州地界上 最富盛名的名义 原本老五的才华 得到了不少名流的赏识 更有当年游历致辞的 某位京官大员 曾打算引荐老五去往京城 效力于皇家 但那个时候 老五却有了心上人 我姬家本想着 倘若老五的心上人 门党火队 下聘成约便是 却不想老五的心上人 乃是一介无名无分的绣娘 便是周氏 想来大人已经见过了 起初他二人的婚事 我们也并未过于阻拦 只要求老五成婚之后 去往京城 为皇家效力便是 谁曾想 老五非但不愿 还打算隐退 不再行医 后来元庆那孩子降生 尚不满一岁 老五便突发顽疾 没有任何征兆地走了 留下他们孤儿寡母 我等当年一时糊涂 心想着 就是这孤儿寡母 误了老五的前程 误了我姬家的前程 到头来还渴死了老五 实属不祥 因而 因而动了邪念 将他母子二人 逐出了姬家 说到此处 姬城堂的脸 都快埋到胸口上去了 声音也是越来越小 嫌疑是怕到了极点 今日大人前来 我等深知 此事皆因我等私心太甚 才让元庆母子二人 这些年过得如此凄苦 只求大人 能给我等一个机会 让我等好生赎罪 知道就好 陈寰点点头 面色方才算是缓和几分 会给你们机会赎罪的 不过不是像我 而是像元庆母子二人 一边说着 陈寰一边从衣袖之下 取出一枚平日里 不怎么佩戴的 玉珠配饰来 抛向姬城堂 好生收着此物 随身佩戴 姑且算是一件信物 等到何时 你们完成了 所谓的赎罪之后 再将此物当面归还给我 否则此物一日在你们身上 我便一日保着 这对你们的处置 你应该知道的 我不是在和你说笑 是 一定牢记 一定牢记 姬城堂赶忙连连点头 那不知御史大人今日 就不再打扰了 元庆应该回府了 我还得回去 指导他课业呢 陈寰摆了白手 方式换来莫渊渊 转身要走 云瑶 你呢 所有回去见见元庆 过两天吧 我且先在家中处理点事情 处理好了再去 姬云瑶摇摇头 总归 元庆在您府上 没什么可担心的 收拾好了我便去 好 过几日府上招待你 先走一步 点了点头 陈寰方式领着莫渊渊走出大堂 静止离开姬家府 今天来的目的大都实现了 不留在姬家府上 也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 免得姬家府上的长辈们 当真拿他当上门女婿对待 免不了惹出什么以泥来 一日 天色还漆黑一片 陈寰上写还在睡梦之中 便是感觉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虽说是府上并无什么重兵把守 里外戒严 但要胡彦等人看护 以期红叶在他周围潜伏守护 旁人想要静身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迷迷糊糊的 陈寰也能大概猜出来人是红叶 揉入眼睛 眼前站着的果不其然便是红叶 什么时辰了 陈寰打个哈欺问道 银食出客 何事啊 陈寰一愣追问道 平日里他算是起得早的 也基本要到某食出客才会起来 这才饮食出客 凌晨三点左右 红叶来找他 必定是有什么要事 公子请先随我来 事发突然还请公子莫邀动怒 说着 红叶便是搀扶陈寰起身 这样陈寰更是心头一紧 深更半夜的 红叶上来便要他莫邀动怒 会是什么事情呢 起身霹雳衣上走出卧房 走到廊道拐角处 红叶忽然半跪下去 低头沉声道 禀公子 方才收到消息 一会来路不明之人 忽然闯入鸡家府邸 将鸡小姐掳走了 公子留在鸡家府周围看护的五名弟兄 有四人遭到暗害 伤得颇重 余下一人追出五里外 亦遭到伏击 弟兄们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鸡小姐 我等办事不力 请公子责罚 来路不明的人 把晕妖掳走了 静温公府的人吧 春怀眉头一皱 顿时来了十二分精神 能做出这种事情的 除了静温公府还能有什么人 不敢确定 根据几名受伤的弟兄口证汇报 来人训练有素 行踪鬼魅 且是有着极强的武艺 几名弟兄 即使没能反应过来 便被放倒了 我也曾掩盖过弟兄们的伤势 似乎不像是寻常武功所致 红叶的这话 可谓上陈环普有些惊讶 留在鸡家府附近看护的几人 本就是为了预防静温公府暗害 挑选的可都是轻卫队中 颇为厉害的 不说多的 五人连起手来 红叶想要对付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况且轻卫队的人 那可都是按照训练特战队员的路数 训练出来的 潜伏袭击之类的手段 最是精通 可他们 却是被对方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倒了 甚至其中有四人 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那得是什么级别的高手 亦或者有着何等精锐的特战手段 想到此处 陈环不免生出几分忧虑来 如此厉害的人 显然不可能是静温公府的 若是手握此等高手 静温公府又何必要大费周章地 跑去和鸡家和亲呢 这样一支神秘部队的威慑力 已经算得上十分离谱 想拿下鸡家 直接把鸡家几个掌权掳走便是了 这股神秘部队显然属于别人 这不由得让他想到那个最大的威胁 所谓的那位大人 以及其背后的梅花社 除此之外 可还有什么收获吗 陈环赶忙追问道 若是能有任何一个线索 能够佐证这些人的身份 事情都会好办许多 但红叶却是万般无奈地摇摇头 抱歉公子 没有其他的收获 我收到消息时 那货人已经不知去向了 闻言 陈环不免砸砸嘴 眉头皱得更紧了几分 也罢 先带我去看一看几个受伤的弟兄 立刻让胡彦领的弟兄们 在城中各处搜查 一有发现 立刻来报 是 红叶立刻应答 迅速换然轻卫堆中的一人 交代了此事 方是领着陈环去往几个伤员修去的厢房 进到厢房之中 贤人皆是想要起身相迎 奈何伤得惨重 根本起不来 只好纷纷强撑着抬起头 唤了一声 公子 都躺下莫动 陈环摆了白手走上前去 在贤人身上挨个咽砍着 一番咽砍之下 心头惊诧 顿时更甚 贤人身上绝大多数的伤势 都是拳掌所致 瘀青 红肿 都还算是正常伤势 只是拳脚露数 不像是寻常武功 击打的部位 颇是有些阴狠 唯独是其中一人 那名追出无礼地 遭到伏击的 身上的伤势很是特殊 腿上有一个 颇为打眼的血窟窿 看上去 竟是颇有几分像弹孔 这是何物所伤 陈环赶忙问向那人 回 那人欲要起身 却是立刻牵动伤势 引得一阵剧烈可喘 好片刻后 方才平复下来 回公子 那伙人的手里 似乎有着某种 与公子所造暗器 颇为相似的东西 看上去 有些像是 像是碎发枪 这是方才 一关取出的暗器 那人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将一物递到陈环手中 陈环接骨一看 当即瞪大双眼 那分明就是一枚 用在碎发枪里的 圆形弹丸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二章 恐怖的想法 瞧见这枚 圆形弹丸底一瞬间 陈环只觉自己脑袋 被雷劈了似的 仿佛有着一股刺骨的电流 飞快的流变浑身上下 为了方便量产 统一补给 配装给肖香军士们的 火器装备 全部都是按照 统一的规格制式制造 审查也极为严苛 所用的弹丸 几乎不存在误差 但手里这一枚 与它普及出去的 碎发香弹丸 口径完全不同 明显的小力圈 打磨定型的工艺 也要逊色一些 显然 并非是出自 它所统一的工匠之手 但这丝毫不妨碍 这一枚弹丸 以及那名被重伤的 轻微口中的话 给它带来的巨大的冲击 这种东西的出现 意味着这个世上 另有旁人掌握着和它一样 最起码也是与它相近的 技术和知识 技术上的相似不可怕 毕竟在它的推广之下 已经将许多工匠 带入了火器萌芽 逐渐取代冷兵器的时代 显而今 萧香国各州郡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有人送来一些 当地工匠设计制造的火器 送到他的手上 接受检验 这其中 技术上相似者 数不胜数 但终究是少有人 能够制造出 和碎发枪同等级别的武器来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 碎发枪这个概念 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本就是它 从曾经那个世界 带来的知识 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只能用将神下凡 这样夸张的方式来形容 而这也是它最强大的武器 可现在 同技术同级别 甚至是同类型的热兵器 出现在了某个神秘人 甚至是某个 藏在暗中的敌人手里 这无疑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此刻 陈寰只能按下祈祷 祈祷这个东西 并非是出自什么 对他 对肖香果 有着不轨之心的人 仅仅只是某些个 不老实的家伙 照着他的设计 仿制而成的 千万千万 不要如他之前所想 属于所谓的那位大人 亦或者 梅花社 似乎是看出 陈寰心头 正想着什么可怕的事情 红叶赶忙凑上前来 公子息怒 此时我等一定 以最快速度查办 惊扰公子歇息了 天色尚早 公子还时 公子当心 话没说完 红叶的脸色 忽然猛地一变 一个闪身 便是拦在陈寰跟前 陈寰都还未曾反应过来 便是听得窗户指 扑吹一声 破开一个窟窿 目光惊悚望去 方才瞧见红叶手中 正握着一枚梅花镖 镖头刃间 几乎已经要到他脸上了 你们几个忽住公子 红叶招呼了一声 即刻想追赶出去 却是被陈寰当即叫停 莫去追了 立刻叫人 搜查府上所有角落 确保府上之人 都平安无事 一边说着 陈寰一边拿过 红叶手中的梅花镖 在那梅花镖的刃间上 戳着一张字条 展开来 上面写着颇为简单的几个字 明日宵敬后 子时三刻 城东十里 恭候大驾 胆子真不小啊 望着手中字条 陈寰心头 不又生出几分怒意来 卢走姬云摇 伤及轻微 此刻还敢如此 大摇大摆地上门挑衅 不难看得出 这伙贼 很是不简单 方才那人实力如何呀 陈寰杨凉手中的梅花镖问道 不算极强 但也绝对不弱 红叶立刻作答 刚才揭标 力道平稳绵长 应该是个内加高手 梅花镖上扎着字条 仍能有这般准头 手上功夫不简单 不下于银牌七品 会是何人哪 陈寰捏着下巴沉思起来 曾家的人 不像 曾家本身没有这么大能耐 背后估摸着 也没有这样厉害的靠山 莫不然早也该发作了 不至于等到现在 静温公府 也不太像 虽是静温公府 在他手上吃了瘪 但静温公府的人 应该还没愚蠢到这个地步 用这样的手段 来向他发出挑衅 此事一旦被证实 对于静温公府来说 可谓是满门抄斩的重罪 结党营私在前 袭杀众臣在后 更坚私造军火 这几个罪责 足够静温公府的人 死上千百遍了 即便静温公再怎么蠢笨 也不至于为了一纸婚约 为了这么一个 算不上绝对必要的准备工作 而冒这么大的风险 最有可能的 仍旧是他最担心的一方势力 燕国 梅花社 当年出使燕国 在离开燕国的时候 他便是已经发现了 燕国人手中 已然有了能够发射 铁杀铁蟹等物的火虫 只是那种火虫 还停留在十分原始粗糙的阶段 显而今萧香国中 绝大多数工匠 都能轻易制造 因为如此 此时并未被他太过放在心上 但若是经此出现的碎发枪 当真是出自燕国 出自梅花社之后 那可就当真是个大麻烦了 这极有可能意味着 燕国拥有与现如今的 萧香国同等级别的军备力量 再加上之前 袭击姬家府的那支神秘部队 有着能够按照特战队训练模式 训练而成的轻卫队 轻松拿下的本领 这些种种 让得陈寰不由生出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来 莫非这个世上 还有其他来自他那个世界 掌握这些知识之人吗 他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 到现在为止 都根本找不出任何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不信鬼神之说 相信这个世上没有鬼怪这种东西存在 但又不得不承认 自己身上出现这种 类似于戒施还魂的小段 本就是一件离谱的事情 谁知道这样离谱的事情 这个世上还有没有第二例呢 方才想到此处 陈寰便是立刻摇摇头 打消了这个可怕的念头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四散开来搜查府上各处的亲卫们 纷纷传回了消息 万幸 府上并无旁人被惊扰 也没有任何地方出现外人入侵的迹象 方才来人的全部打算 似乎就只是对他做出挑衅 约他明日子时三刻在城外碰头 请公子吩咐吧 这般狂贼如此嚣张 我肯定要给他们点颜色悄悄 乔得称还脸上半是忧愁 半是愤怒 红叶第一个站出来请愿 余下前来汇报的亲卫们亦是齐声请愿 显然他们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 陈怀安抬头望向头顶的月色 面上标露出几分冷笑来 哼 自然是要给他们些颜色看看 莫不然真叫这些贼子以为 我陈怀安好欺负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三章 下起吗 赌命的那种 隔日 紫时 宵敬过后的林林郡 寂静一片 街上只留下巡夜的兵甲和打羹人 会每隔一个时辰 便提着灯笼穿过长街短巷 走上一遭 他们并非是什么高手 自然也是无从察觉 从他们头顶之上 正有一众黑影 伸手矫健地掠过房梁 翻过城楼偏远处 静直出城而去 方才到了城外 人马便分散开来 其中的绝大多数 隐匿于夜色之中 踪迹难寻 余下两道人影 沿着城东方向 飞快赶路 陈寰带着红叶 不多不少 紫时三刻 已是到了城外十里 放眼望去 前头倒是有一个地方颇为打眼 那是一处矮坡 沿着城东关道一侧 土石高耸出一处七八丈宽的平台 平日里 那里是路过的车马行人歇脚的地方 此刻正有一点灯火 点在那平台之上 不必说 自然便是约他前来相见的人了 陈寰领着红叶 缓步走上平台 映入眼帘的 却是只有一个人 一盏灯火 一张旗桌 陈寰时 倒是当真守时 普多不少 紫时三刻 茶桌边那人 抬起脸来 望向陈怀安 平静地笑道 望着对方的脸 陈怀安不免有些失望 此人面上戴着一副 颇为严实的面具 只能从面具的缝隙里 看见此人的眼睛和嘴 瞧得出此人 有着一双十分清澈明亮的毛子 和一张轮廓 里有几分锋利的嘴 除此之外 便也瞧不见别的样貌了 深更半夜 装神弄鬼 还真是个怪人 还未请教 陈寰尽可能平复自己的情绪 用同样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金运尧还在这伙人的手中 此刻还不是轻举妄动的时候 陈寓师不是说了吗 我是个怪人 上仙下生 陈寓师就叫我 快先生好了 那人怂怂间 答得很是随意 他一边说着 一边悠然摆弄着桌上的茶具 快先生 而今可是腊月里 你不冷吗 陈寰弄弄下巴 噎语道 这莫不是因为家境贫寒 过不了这严冬 方才绑走陈某的友人 想借此求财 买些过冬的衣裳 那人身上只穿着一袭 薄薄的布衣 连件厚衣裳都没有 这看着都叫人冷 陈寰自己 而今也算得是武林中排得上几分名号之人了 不枉多了说 银牌七瓶左右的本事还算是有的 加上一身浑厚的内力 体魄要比寻常人强健许多 但即便如此 也免不了在这寒冬腊月里多添衣裳 如此看来 这怪先生不是个足以不惧严寒的那家高手 便是脑壳有包了 多谢陈寓师关心了 早就听闻陈寓师能言善辩 生了一张能杀人的嘴 今日一见 果然刁钻 领教了 怪先生笑了笑 手上动作倒是十分娴熟 便见怪先生 从烫好的茶具中取出杯子 茶汤过了两遍 方才倒出一杯热茶 朝着陈寓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公子且慢 红叶立刻拦在陈寓院面前 从衣袖之下掏出银针试毒 银针无误 却依旧放心不下 翻手抽出腰间佩刀 横扫过桌面 便是将茶杯托起 递到怪先生面前 你先喝 姑娘银针试过了 也不放心 我不是怕逼人下了什么歧毒 怪先生略带几分讥讽地笑了笑 接过茶杯 一饮而尽 又朝红叶做出一个颠倒茶杯的动作 示意自己当真是一饮而尽 没有任何的问题 继而才换上新的茶杯 倒出新的茶水来 简状 红叶方才收起佩刀 站在一旁 陈寓走上前去落座 茶杯端在手里把玩着 却是不沾一滴 目光只在茶杯上停留着 并未抬眼去看怪先生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喝杯茶吗 当然不是 今天请陈御史过来 是想和陈御史好好认识一下 怪先生露出几分笑意来 伸手指指桌上摆着的棋盘 陈御史 此物眼熟吗 象棋 我还能不眼熟吗 陈寰轻哼了一声 他笑道 桌上摆着的正是一副象棋棋盘 他也猜到眼前这怪先生 作何打算了 和我下棋不合适吧 沉默得有人下落不明 是否平安都还不得而知 你我在此喝茶下棋 未免有些不合时一把 那要看陈御史怎么想了 怪先生依旧笑得淡然 陈御史若是信得过彼人 便可放心 姬小姐平安无事 当然 陈御史要是信不过彼人 担心一下也是理所当然的 只但愿不要扰乱了陈御史下棋的思绪才好 这话怪先生说得平静 但陈寰却是清楚 这话里是毫不遮掩的威胁 言外之意便是 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若不然 姬云瑶的平安可就没法保证了 想到此处 陈寰也只好应下这棋局 你想怎么下呀 就按正常的规矩来便是 不过呢 笔人想和陈御史打个赌 说 怪先生摇摇嘴角 笑看陈怀安 用最平静和蔼的语气 说出了一句恶毒惊人的话来 这盘棋的输赢 赌鸡小姐的命 陈怀安的眉毛 不由皱得更紧了几分 还不是时候 此刻手头还没有发作的把握 还笑在隐忍片刻 你似乎没有给我拒绝的余地啊 陈寰深吸口气 带着满满的讽刺 冷笑道 那就开始吧 陈御史是这象棋的发明者 就不知区区比人琢磨出来的路数 能否入得了陈御史的法眼了 怪先生并未打算插开话题 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摆下棋子 拿起黑子 便开始先手落子 炮八静一 陈怀安暗下里咋咋嘴 会有几分担忧 显然这个家伙 没打算给他拖延时间的机会 此刻 他还在等待着 清卫们传来的消息 只要有人找到姬云瑶 此事并有的是办法解决 唯独在这之前 绝不能有闪失 想到此处 陈怀便将心头杂念 先行抛到一旁 拿起桌上红紫 开始落子 马二进三 这是一部很常规的出居走法 没什么兴起可言 但对头的怪先生 下一手落下 便让陈怀顿生疑惑 炮二平八 平跑封居 做出一个十分冷僻邪门的开局 看得陈怀安都略感到几分疑惑 陈御史可要认真些 比人钻研了许久 自命有些起招 若是陈御史防不住 怪先生将嘴角扬起一个危险的弧度 看向陈怀安 鸡小姐是否能平安 那就要两说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54章 此人强得离谱 棋局持续了片刻 陈怀安的脸色 不由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正如怪先生所说的那样 他的棋路皆是奇招 极难防备 即便是陈怀安应对起来 也颇有些不容易 虽是占了这个世界 没有象棋的便宜 当上了发明者 但正要说起技术来 其实陈怀安的技术 算不上极强的 所用的奇路章法 也大都源于 曾经熟读的那些奇谱 但终归 奇谱是死的 上面的章法路数 再怎么精妙 终究只是死招 超出奇谱 那些华丽的章法路数 便也失去了效果 这是职业奇手 和业余奇手之间 莫大的区别 往往依赖于奇谱的业余奇手 在职业奇手面前 都会手足无措 望着对方超出奇谱 甚至是与奇谱 完全相悖的路数 只能想方设法地 苟活下去 此刻 陈怀安正面临着 这样的情形 怪先生的奇 太强了 强大到 陈怀想变了 所能记得的奇谱 也找不出什么 合适的章法路数 能够与之交锋 就好像这怪先生 知晓他所用的 一切奇谱似的 每一步 都将奇路布置地 超出奇谱之外 让他完全无法利用 奇谱中的路数来破解 只能凭着 算不上多强的奇力 颇为费劲地破着招 假之此刻 散出去的亲卫们 依旧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这样陈怀安更加心软如麻 放在奇盘上的注意力 更是无从集中起来 很快 怪先生的黑子 几乎快要把他的 红子逼入死局 应对开局时 怪先生那一手 平炮风轨所用的 平风马 也被怪先生设法破解 放眼其路 几乎已经落入败局之中 所剩下的 不过是挣扎苟活 等待着被彻底 僵死的一步罢了 放在正常的奇局里 双方若是奇力相差无多 能够看清这一步 到这里就该认输了 但陈怀安很是清楚 此刻绝对还不能投降 哪怕是用一招招废手拖延 都得把时间继续拖延下去 直到亲卫们传来消息 忽然 怪先生的下一步棋 骆子颇有些怪异 原本已经将他逼得 连连颓败的拘 忽然诡异地退了一步 将早已布置好的绝杀 松了开来 陈怀安不由感到怪异 莫非是走错了 他心想 这一步棋没有任何的意义 反倒是让 避死的棋局 突然有了活路 即便是新手 也应该不会犯这样的 低级失误才对啊 更何况这一步棋 往后预料十步之内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是一手绝对的废手 那便只有一种可能 陈怀安抬起脸 带着几分怒涩 看向怪先生 你才羞辱我 怎么会 怪先生失笑起来 只是觉得这盘棋 没有去无穷 若是结束得太早 便没了意思 陈御史 气虚落紫吧 我很想知道这样的局 在你手中 是否还有翻盘的可能 陈怀安咬牙 瞪向怪先生 心头免不了一阵怒意 这家伙 是在戏弄他 羞辱他 陈怀余光飘向红叶 却见红叶动作 轻微地朝他摇摇头 红叶还没有说到 来自轻卫们的消息 轻卫们依旧 没能找到姬云摇 没能确保 姬云摇的平安 他只能继续落紫 又在棋盘上 进行半个时辰的交锋 陈怀彻底意识到了 眼前的怪先生 摆明了是要好生 羞辱他一顿的 每一次棋盘陷入死局 怪先生总会放开一步 给他继续苟活下去的机会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 他不得不抓住机会苟活 偏偏每一次 前后不出十五步 新的死局便是再度成形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 陈怀只觉得 呼吸都变得急促许多 心中的怒意 愈发的旺盛 却偏偏只能咬牙忍着 无从发泄 远处林间 忽然传了一阵鸟叫的声音 这声音让陈怀眼中闪过一缕金光 那是轻卫们通风报信的哨声 训练轻卫队的时候 他便是给每个人 都分发了一枚特制的短哨 按照竹笛的阴阶排布 用不同的阴吕阴阶 来实现远距离的消息传递 不明所以的人听着 好似林中鸟叫声 但他也好 红叶也好 皆是能够立刻听懂 轻卫们传来的消息 慎武完成 轻卫们找到了 那伙贼人的老窝 找到了鸡云窑 确保了鸡云窑的安全 并且能够确保 无论之后发生怎样的变故 鸡云窑都能安然无恙 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信号 这声信号传来便意味着 他终于能放开手脚 好好对待这怪先生了 心头放松下来 陈寰面上的神色 却是依旧没变 依旧保持之前的 愤怒 懊恼 愤愤不平的模样 继而骑路上前 放弃防守 开始发动反攻 哦 陈御史怎么突然开始反攻了 莫不是砍破了这棋局中的生路 怪先生略感惊讶 他好奇地问道 阁下说笑了 阁下棋艺高超 远非我能比 若是有心将死 我早就摆了 既然阁下一直不愿落子将死 索性换我反攻试试 陈寰摆了白手 终于将嘴角扬起些许 就不知阁下是打算放任我反攻 还是打算出手将死啊 果然还是不能放任陈御史反攻 不过 我倒是好奇 怪先生挪动棋子 终于是打算开始最后的绝杀 若是败了 金小姐可就没命了 陈御史不打算再挣扎一下 记不如人 甘拜下风 陈寰耸耸肩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谈谈条件 比如 陈某自命还算有些权势 即便是在五皇陛下面前 也还能说上几句话 阁下不妨试想 害了云瑶 你我必成死敌 换言之 阁下便算得上是与皇权成了死敌 结果如何 想必阁下心中有数吧 陈寰并不回房 继续陆子向前进攻 但反之 阁下放了云瑶 换个陈某力所能及的条件 你我便算是厉害两清 从此各走各路 互不相干 阁下既是我是御史 想必也知道 陈某口中的力所能及 分量不轻啊 嗯 有理 陈玉史所谓的力所能及 分量自然是极重的 说是当今萧香国内 除了皇室宗亲之外 最高的权威也不为过 便是朝堂之上的一品大员 开国元勋 都不见得比得上陈玉史这一句 力所能及 怪先生笑着点点头 捏着下巴 做沉吟状 说起来 我倒是的确有些事情 想请陈玉史帮忙 就不知此事 在不在陈玉史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了 闻言 陈玉心头不由暗笑起来 轻卫们传来消息 便意味着此刻 他也是胜圈在握了 此刻要做的事情 可不是跟怪先生谈条件 而是把刚才受的羞辱 全都讨回来 你说便是了 事关云瑶的安危 该有的诚意 陈某自然不会少你分好的 陈玉挪挪下巴 在怪先生落子之后 继续朝前挪出进攻的一字 此时此刻 棋盘上的局 已经变得有些可笑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五章 反背将军 怪先生的黑子 鞠马炮叫沙 将陈环的红帅 逼入绝境之中 但同时 陈环的单居 已经摆在叫沙的位置 直指怪先生的黑将 怪先生扫了一眼棋盘 竟然笑看向陈环安 那不妨就请陈玉石帮我 将当今的肖乡皇帝扳倒吧 想来凭陈玉石与皇帝的关系 想要靠近皇帝按下杀手 再简单不过了 这 在不在陈玉石 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放肆 此话一出 一旁的红叶立时大怒 闪身便上前 抽刀横在怪先生脖子上 此等五逆直言也敢出口 当真是活你了 公子 此人如何处置 红叶一把将怪先生 暗倒在棋盘上 竟然看向陈环安问道 但是怪先生 似乎并不如何惧怕 反倒是侧过脸来 看向陈环安 他笑道 陈玉石 这就是你的诚意 陈环安冷笑了一声 站起身来 副书走到怪先生面前 用戏谑的目光 俯视怪先生 原本呢 你要是提出一点 有意义的条件 兴许我还会多陪你演一会儿 但你一开口 就是这种不切实际的话 就怪不得我了 一边说着 陈环一边伸手进了衣袖 抽出一股折叠连射弩斗牌 抬手便朝怪先生右手边 一颗老树的树冠上 连射出十只弩箭 弩箭一过 树冠上顿时一黑衣人影跌落下来 身中树箭 一命呜呼 此人是在等你消息吧 或者说 是在看你的死活 陈环微笑着问道 方才下棋的时候 你朝他看了不下五次 陈某没什么大本事 唯独反应还算快 怕是你死了 此人立刻也会回去报信 牵连云瑶的性命吧 怪先生余光飘了一眼 那黑衣人的尸体 他笑道 哈哈哈哈 陈玉石果然机敏 既然发现了 何不早早将他除掉 如此 在下岂不是任由陈玉石拿捏了 方才听你开口提条件的时候 另一个暗藏着的人 便已经回去报信了 陈环耸耸肩 不过很不巧 恐怕他回去报信的时候 只能找到一地死人了 兴许连他自己啊 都要完蛋了 哈哈哈哈 陈怀安啊 陈怀安 不愧是你 怪先生忽然失笑起来 我估摸着 这点小手段也奈何不了你 果不其然 你没让我失望 萧香国有你这么一号人 真是太好了 想来今后 我也不会那么无聊了 今后 陈环摇了摇头 重新装填好连射弩 他指向怪先生 你应该没有今后了 那不一定 怪先生忽然发出一声 噎语的笑声 别过脸看向红叶 嘿嘿 姑娘 我腰间的锦囊里 有个小玩意儿 劳烦姑娘拿出来 给陈玉石看看 看看此物 陈玉石是否眼熟 放心 不是什么会祸及陈玉石的东西 只是个小小的摆件罢了 红叶略有些犹豫 乔得陈环点头 方才伸手 从怪先生腰间的锦囊中 取出一个小小物件来 那是一根女子用的白玉簪 已经略微有些发旧了 但却依旧保存得很好 看得出来 簪子的主人十分爱惜 此物 红叶并不认得 但陈环瞧见着白玉簪 脸色却是猛的一变 这 这是晴秋炎的簪子 这根簪子 是她很久以前 买给晴秋炎的 大约还是当初 秋为刚过 她与宁氏打赌 说要七天赚来三百两的时候 那是买给晴秋炎的东西 簪是不比献如金 到了今时今日 晴秋炎首饰盒里随便一样 都能换上十根八根这样的簪子 但这一根 却是她第一次送给晴秋炎的礼物 也因此 一直被晴秋炎当作宝贝式的珍藏着 放在首饰盒的最上层 怪先生拿出此物来 贤是在告诉她 贤雅居 她想净就净 想出就出 即便是晴秋炎世作珍宝 悉心保存的东西 她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 既然如此 她自然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让贤雅居中的人 纷纷意外遇害 瞧见着白玉簪 陈寰便是丝毫不怀疑 怪先生的本事了 之前怪先生的人 潜入贤雅居的时候 轻卫队的人 他都在府上 红叶胡燕这些都在 虽是没有以最高的战备状态警戒 但也算得上是戒备森严了 可怪先生 依旧能将此物拿走 而此刻 他领着半寿的轻卫出城 红叶胡燕都与他同来 贤雅居中 只剩下一般的轻卫守卫 谁能保证 怪先生手下之人 不会祸及贤雅居呢 陈寰算是明白了 又他前来救姬云瑶 只是怪先生计划的一部分 怪先生甚至料到了 此时此刻的情形 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此刻整个仙雅居 都是他手中的人质 想到此处 陈寰心头不由大惊 以往对付过的人 有位高权重的 有心狠手辣的 但却从没有哪一个 给他带来这等挫败感 对方永远有后招 永远有让他吃别的法子 而他甚至言对方 是谁都不知道 你想怎样 咬了咬牙 陈寰几乎是从牙缝里 挤出这句话来 之前 他不敢拿 姬云瑶的性命安危 开玩笑 因此只能忍着羞辱 等待亲卫们的消息 而此刻 他更是不敢拿 整个仙雅居中 秦秋言 姬云庆母子 莫云云等人的性命 来开玩笑 其实也没想怎样 陈寓师不用那么惊慌 我呢 暂且还没打算 在这林林郡 与陈寓师的轻微队 来上一场火拼 怪先生笑着支起身 红爷不敢再扣着他 他便也轻而易举地 起了身 一边说着 怪先生一边走到 陈寰身旁 拍拍陈寰的肩膀 在他耳边低声道 今次来 只是给陈寓师 提个醒罢了 陈寓师可要好生 记住在下 今后你我 应该还会有 许多见面的机会 来日方长 咱们呢 后会有期 哈哈哈哈 说罢了 怪先生便是 朗笑着走入林间 只留给陈寰一个 神秘莫测的背影 可怕的家伙 陈寰明明嘴唇 心头暗叹 竟然赶忙招呼红叶 给轻微们传了 迅速恢复的音讯之后 即刻便朝城中的 贤雅居 飞奔而去 一路狂奔回到 贤雅居 陈寰方才 长成地松了口气 贤雅居上 并无任何 祸事出现 府上该安睡的人 依旧安睡 守在府上的 亲卫们 也并未受到 任何的袭击 但陈寰 心里 却是十分清楚 这不过是 怪先生手下留情了 单单只是 没有对 贤雅居 发起袭击 而并非是 不能发起袭击 他甚至怀疑 若是方才怪先生 不将此事点破 他依旧蒙在鼓里 是否到了最后 会再回到 贤雅居的时候 瞧见一片 狼藉的残垣断壁呢 光是想想 便叫他赶到后怕 四下宴看过了 姬云瑶也被 送到衣冠跟前 姬家府 亦是派人去通告过了 陈寰终于算是 能够坐下来 喘口气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六章 基本可以实锤了 红叶陪在 陈寰身边伺候着 此时此刻 陈寰看上去 轻松许多 但脸上的神色 依旧不那么好看 红叶从没在 陈寰脸上 见过这样的表情 懊恼 愤怒 疑惑 惊讶 种种情绪混合在一起 让陈寰的脸色 看上去怪异极了 他自然是无法理解 此时此刻 陈寰的感受 陈寰的手里 拿着一把 比手掌长出一截的枪 准确地说 是一把 已经完全具备了 碎发枪形态的 与历史上的碎发枪 相差无多的 碎发手枪 这是从之前 被他从书冠上 击落的那个黑衣人 身上搜刮来的 不出他所料 无论是那个黑衣人 还是那位怪先生 皆是梅花社的人 从那黑衣人的手臂上 他清楚找到了 梅花刺青 在红叶看来 他之所以情绪如此剧烈 是因为遇见了梅花社 是因为秦秋颜 姬云瑶的安危 受到了威胁 但这并不是全部 还有更让陈寰 感到错恶的事情 此时此刻 一个念头 正在陈寰心中 慢慢变得具体 之前遇到的怪先生 有可能 极有可能和他一样 是来自 别的世界的 他无法解释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 更是从未想过 这种荒诞的事情 不止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怪先生的出现 却仿佛让这个可怕的念头 得到了最直接的证明 直到此刻 渐渐冷静下来 细细回想 他才终于想起了 方才和怪先生下棋的时候 为何明显感觉到 怪先生的棋路 有几分眼熟 平炮风居 在他所知的棋谱书籍之中 应当是在梅花谱中有记载 只是梅花谱中的许多棋局 以他的棋力 不足以看透 更无法学以致用 也因此 并未学得多深 此刻细细想来 那怪先生的棋路 似乎就是梅花谱中的棋路 而同时 他几乎能够确定 他看过的那些棋谱 怪先生十之八九都看过 不然绝不可能 步步超出 他所知道的棋谱 步步不在他的预料之中 如果说这些 只是片面的猜测 那此刻被他握在手中的 那把碎发枪 应该算是铁证了 这种东西 造型 样式 制造工艺 都与他认知中的碎发枪 一模一样 与他推广出去的那种相比 区别只在于口径的大小 除此之外 找不出什么别的区别来 但制造此物的方法 而今乃是肖乡国的军事机密 各州郡的制造局 都只能分开制造零部件 且是分配给各州郡制造局 制造零部件中 有许多 适用于掩人耳目的 无用配件 只有经过严格筛选 并接受专业训练的 特派工匠们 才知晓如何组装 利用这些零件 在这样的防范强度之下 没花设的人 自然没这个本事 千里迢迢潜入肖乡国 设法偷走这些设计 即便盗走了 也不该知道 这些零部件如何使用 但碎发枪 出现于梅花设之人的手中 这便只能说明一点 梅花设里 有人知道碎发枪的存在 知道它那个世界的知识 不出意外的话 应当便是今日见到的 那个怪先生了 想到此处 陈寰一时间竟是有些 说不出自己心中 是什么感受 担忧 恐慌 忌惮 还是 一种莫名其妙的 喜悦 就好似武林中人 发现一个 势均力敌的劲敌 文坛中人 发现一个 才化于自己 不分伯仲的才子 那种突然发现一个人 如同宿敌一般 需要用尽浑身解数 榨干身上 每一丝力气 才能取胜的感受 颇有几分奇妙 大概就像是 怪先生之前 所说的那样 大概今后 都不会感到无聊了 陈寰忽然失笑起来 笑到红叶 一脸的错愕 公子这是 在笑什么 没什么 想到一些 有趣的事情罢了 陈寰摆了白手 他笑道 今日的事情 不必对府上人说起 免得让他们担心了 但需通知清卫们 以最高警戒防范 随时提防这伙人 再生事端 另外 我得修出一封 承递给陛下 你拆一个 动作麻利的弟兄 即刻送往京城 等候陛下的吩咐 公子是想 对静闻公府下手 红叶试探着问道 越来越聪明了 陈寰扬了扬嘴角 梅花社 那可是雁国的人 静闻公府前脚吃别 后脚便有雁国人 来找我麻烦 要说中间没点关联 打死我也不行 这要是让我查到一点什么 你说这静闻公府 是不是得拆了呀 皇亲国戚勾结他国之人忤逆 此等重罪 株连九族 绝坟鞭尸也不为过呀 红叶点了点头 立刻明白了陈寰的意思 公子放心 我离开安排 天色尚早 公子还是回去睡会儿吧 睡 睡什么睡啊 陈寰却是一副 精神满满的模样 遇上这等事情 哪还有睡觉的心思呀 之后到我工坊中取书信 下去吧 瞧见陈寰恢复精神 红叶便也安心几分 这才应了陈寰的命令 转身前去吩咐 府上的清卫们 带到红叶走后 陈寰方是一边 打亮着手中的碎发枪 一边朝着府上的工坊 夺步而去 怪先生 怪先生 真是个怪人 自打来到这边 我还从没有把任何人当成过威胁 但这次 你可是个天大的威胁 于公于私 于情于理 我可都不能放过你 一边说着 陈寰一边露出几分期待之色 下次再见的时候 定要让你好看 时辰临近正午时分 阳光大好 透过工坊的窗户 落进屋里 落在陈寰的眼皮上 将她唤醒 迷迷糊糊抬起头来 陈寰忽然瞧见 眼前正有几人列座着 有书有孝 细细一看 方才瞧见眼前 是晴秋元领着 姬云瑶姐弟二人 正摆着一张茶桌 喝茶聊天 等她醒过来 呀 终于醒了 我们都以为 你会睡到天黑呢 瞧见陈寰抬起头来 晴秋元立刻发出 一声噎语的笑声 怪你们太吵了 陈寰伸了一个 大大的懒腰 望着姬云瑶姐弟二人 她苦笑道 看来用不着我安排了 当然不用你安排了 夜里出了那么大事 都不告诉我一声 得亏红叶是老实的 莫不然到现在 我还蒙在鼓里呢 晴秋元撅着嘴 朝她比个鬼脸 她撑道 你也真行 云瑶方才脱险 不见你好声看护着 倒是跑到工房里忙活 说要让他们姐弟相见 也不见你张罗 拦死你算 我不拦点 怎么显得你贤惠啊 陈寰伸摆摆手笑道 笑罢了 方才正色看向几人 既然事情都清楚了 那我便直说了 今次的事情 无论是因何而起 总归是让你们受惊了 尤其是云瑶 你先放心吧 此事我定给你个交代 嗯 全片你安排便是了 金云瑶似是 还有些后怕 点点头之后 又小心翼翼地 看向陈怀安 但你得当心啊 这一伙人 很特别 也很厉害 是我 完全没法形容的厉害 我本以为 跟着师父求学这些年 我多少还算是有些本事 但在他们的手中 却落得如此下场 说到此处 金云瑶的脸上 不明有着几分怅然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艳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257章 这是什么神仙师父 金云瑶追随 其枫岩多年 身在银武卫 预备营中 在金云瑶的念头里 他是萧香国最精锐 最神秘的军队 未来的一员 即便是还未结业 还未正式成为 银武卫的一员 但凭他现在的本事 依旧能够轻松对付寻常军事 可即便如此 面对金次的怪先生和梅花社 别人堂而皇之地 从鸡家府上将他掳走 他竟是连反抗都没能反抗一下 简直是奇耻大辱 这对他来说 可谓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夸张地说 金次梅花社绑架他的举动 几乎否定了他的一切 他所学的经验 学识武艺 在对方面前 都显得那么低诱 就好似一个 姗姗学步的孩子 面对一群 武装到牙齿的壮汉 别人稍于用力 甚至能把他活活捏死 这样的打击想要缓过来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别太放在心上了 这伙人 即便是我带着红叶 领着轻卫 用上全部的家底 也不见得能轻易胜过 换做任何人 估计都是这样的结果 不要沮丧 也一定相信我 心思的事情 早晚替你们 一五一十地讨回来 陈怀安慰几句之后 将目光投向姬元庆 元庆 至于你 我想也是时候 决定一下去处了 啊 师傅 您这是 不要我了吗 姬元庆一愣 一脸诧异地 看向陈怀安 嘿 你这傻小子 怎么一天到晚的 觉得为师不要你了 陈怀安迫有些无奈地苦笑道 这阵为师手头上的事情 你也瞧见了 我猜 我的书信送到京城之后 要不了多久 陛下便会传来明确的指示 而无论这个指示是什么 我料定着江州 或是待不久了 你也该知道 此中的许多事情 牵涉到国家大事 为师身为人臣 为国尽忠效力 乃是头等大事 若是陛下一封圣旨 传我回京 为师即刻叫回京复命 那时候 你得想清楚 是跟为师走 还是留在江州 这话说完 不免让姬元庆有些为难 曾经她跟着孙小颖 足可不受旁人排挤欺凌 但终究免不了 一切庶人的身份 显而今跟了陈怀安 他才终于算是 被人高看了一眼 再也没人敢对他不敬了 就连他的母亲周氏 都因咸雅居门房总管的名头 备受旁人尊重 毫不夸张地说 与陈怀相处的 这短短时间里 他真正挺着腰杆 站直了身子 不再是那个 需要卑躬屈膝的 无助小孩了 但这逝去逝留 却是一个莫大的难题 随陈怀去京城 兴许他能有更好的发展 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但也不得不背景离乡 离开他熟悉的地方 离开曾经对他 百般关照的孙家 如果不去 就觉得有些 愧对师父的好意栽培 为了几分私心 放弃了追求 更高成就的机会 可谓是进退两难 不得不说 他还是年轻 情绪变化 纷纷在脸上写得一清二楚 陈怀一眼便能看透 看来你有些犹豫 为师倒是有个提议 你可以考虑一下 陈怀扬扬嘴角 他笑道 之前为师去了一趟机甲 许多事情 也都打点妥善了 这几日 为师区时刻 等着陛下的回复 不便四下走动 将云摇 领着你回家去吧 那边的事情 自己好生处理 此外 距离来年秋围 还颇有些时日 依为师的意思 你不妨就留在江州 用功读书 带得秋围时 考出一个好的名次来 往后 也好到京城去 更近一步 老夫人同取与否 全凭老夫人的意愿 到了京城 为师自然也会照顾妥善 若是觉得路途遥远 留在江州 这咸雅居 想来也够老夫人休养生息了 至于孙小姐嘛 陈寰带着几分 业余地看向积元庆 等那天有空了 去提督大人府上走一趟 带为师问问提督大人 是否愿意让孙小姐 往京城萧香阁 静修一段时间 听吧陈寰这话 积元庆不由深吸口气 眼中的担忧和犹豫 一时间彻底变作崇拜 别人家的师傅 大都是教书 只点到为止 剩下的全凭徒弟自己求悟 平日里 更是拿徒弟随意地使唤 反观陈寰安呢 教的东西 堪称当今天下无双不说 连今后的仕途归宿 都帮他打点的万般妥当 这是什么神仙师傅呀 打点好了 姬云瑶姐弟二人 秦修妍便是领着二人出了工坊 虽说是早做打算 但终归是 此事少数要数月之后了 大可不必急着决定 有的是时间 给姬云庆考虑 而今他们都很清楚 这段时间 尤其是这几日 陈寰正因为某些事情 而劳心费神 寝食难安 这种时候 最是不该让这些琐事 扰了陈寰的安宁 仅仅前脚刚走没片刻 工坊门便是被另一人推开 听脚步 陈寰便也知道是何人来了 宇生来了 坐 陈寰手里 依旧研究着那只 拆解开的碎发枪零部件 头也不抬的招呼道 走进工坊来的 正是孟宇生 自打之前比武招青被撞破 孟宇生便是一直跟在陈寰安的身边 平日里 红业得空了 并由红业亲自管教 红业忙时 并由胡彦教导 现而今 也已经被列入了 轻卫队的行列之中 只是孟宇生在轻卫队中的编制特殊一些 算是红业的副使 轻卫队的行动 绝大多数时候由胡彦指挥调度 但孟宇生和红业一样 大部队的行动几乎不会参与 只听候陈寰一人调遣 孟宇生走上前来 朝着陈寰一躬申道 公子 昨天夜里的事情 我听红业师父说了 忽然想起些事情来 他来禀报 哦 你说 陈寰这才放下手中东西 抬头看向孟宇生 这一抬头不要紧 立刻便是瞧见 孟宇生的脸上 竟是颇有几分怒涩 显然他是想起什么 很不愉快的事情 让他颇是有些怒不可遏 公子之前遇上的人 可是手臂之上 有一枚花刺青 孟宇生尽可能平复着情绪 用正常语气问道 不错 这些人乃是验过那边一个颇为神秘的组织 名叫梅花舍 当年我陈家 也是被这伙人所害 怎么 你知道梅花舍的事情 听闻孟宇生说起梅花舍 陈寰顿时来了几分兴趣 果然 孟宇生立刻点点头 眼中的怒火 好似把梅花舍这三个字给点燃似的 立刻朝着陈寰拜了下去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公子 小你的家人 正是被这些恶贼所害 往后公子 若是一只怀贼人交锋 请务必将小女派往第一线 小女做梦都想将这些恶贼 抽筋扒皮碎尸万段 无论再危险 小女都不怕 敢请公子成全 光是听这话 光是看着孟宇生脸上的神色 陈寰便是意识到了 孟宇生对梅花舍的人 有着何等的深仇大恨 但这同时 也是让他感到几分好奇 宇生啊 我多问一句 你莫要气恼 我想知道 这梅花舍的人 是因为何事 迫害你的家眷呢 陈寰试探着问道 你放心吧 我并无恶意 只是直到今日 我也依旧不明白这梅花舍 究竟是为何要灭我陈家满门 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不知 你是否有些头绪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 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八章 共同的仇人 孟雨声 却是摇了头 小女也全然不知 那些个恶贼 没有丝毫征兆的来 没有任何由头的 害了我全家 正因为如此 小女才倍感分开 若是我孟家老小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也咎由自取 不愿旁人 但家父 素来狭义亲民 公子 大可到我孟家 就职所在之地打听 论及家父 无人不是 倍感惋惜 也因此 小女 才必须要亲自 守认仇人 当面问个明白 陈怀恩听吧 不免有些遗憾 看来孟雨声和他一样 并不知道 梅花社的人 究竟是为何 要灭他满门 而这样 他心头的疑惑 更深了几分 一个燕国的势力 不远万里 来到萧香国行凶 真要说是 为了祸害萧香国 按理 也该是对那些 宫卿大臣 国之栋梁下手 怎身会想起来 迫害陈家 迫害孟家这些个 算不上 多有影响力的家门 陈家家主 他的父亲 不过是国子间祭九 军权政权 一概没有 为师说来 别说是和他 现在的官职相比了 就是他刚刚 拜入朝堂时 一届六部 巡查父使的官阶 都要远高于 当年的父亲 而孟家 同样算不上 有什么巨大影响力的世家 这一点 他曾差人去查过 当年的孟家 只能算是一家 有几份名气的 武林世家 门下倒是 确实出过几位高手 但也大都是江湖中人 对江山设计而言 并无什么影响可言 总共是因为 梅花社的人 只敢对这个层级的人 下手吧 这可不像是梅花社 这些年所做的事情啊 当初他代表 肖乡国 出使燕国时 梅花社的人 可是对他动了杀心的 敢对异国使臣动手 又岂会怕这些 这是他横竖想不明白的事情 总不能是梅花社 有人未卜先知 知道他臣还会成为 萧香国的动良之财吧 若是如此 又岂会由着他走到今日呢 这诸多的疑惑 怕是也只有等到何时 能够拿下梅花社 才有机会真相大白了 知道了 你放心便是 这梅花社 同样也是我不共戴天的仇家 既然你也有着共同的仇家 请和安心跟着我便是了 我向你保证 迟早 我会让做出当年恶事之人 跪在你我面前 听候发落 下去歇着吧 顺道叫胡彦过来 是 孟玉生点点头 不再多言 齐身走出工坊去 再品刻 胡彦方是到了工坊之中 公子 有何吩咐 胡彦走上前来 躬身问道 陈寰招了招手 是以胡彦上前 你我最早在燕国 所得的那副甲之何在 说是在府上 便去拿来 让我再仔细看看 胡彦闻言不由底一愣 那副甲之 还是当初随陈寰去燕国 时候所用 用了也有些年头了 在陈寰浩雷的不断钻研之下 已经有了许多改进 而今用的 已经要比之前那一副 完善许多了 怎的今日 陈寰忽然对那副 老旧的来了兴趣呢 带着几分疑惑 胡彦这才迅速去将 之前那副甲之取来 销到陈寰的手中 陈寰也不说话 动作颇为麻利地 将那副甲之拆解开来 将各种零部件 逐一焰砍了一遍 脸上的神色 端上旁人有些看不明白 也不知是否 发现什么端倪 公子 这甲之 有何不妥吗 胡彦等了片刻 终是好奇地问道 陈寰却是摇了摇头 没什么 兴许说我想多了 就撂这儿吧 等我和事闲下来 再慢慢摆弄 另外我问你一事 昨天夜里 去寻云瑶的时候 没花车的人布防如何 配备的兵器如何 之前没有来得及细问你 与我详细说说 哦 和公子之前预料得差不多 胡彦立刻回答道 他们手头配备的军械 很接近公子列装 给咱们肖乡军式的配装 那种名叫碎发枪的火器 长短各有一只 也都是只能单次装天 单次发射的 算不上极为精妙 与公子分发给我们的 左轮枪相比 差了许多 弟兄们就是靠着兵器上的优势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至于别的 他们随身佩戴的配刀配剑 就是很一般了 都是寻常铁匠所致 装束甲位也一样 比不上公子分发下来的这些 倒是瞧见他们手里 似乎也有类似于公子所做的 霹雳雷火弹之类的玩意儿 当时还把弟兄们吓了一跳 结果那玩意儿动静不小 威力却不大 并未伤人 说到此处 胡燕脸上不免露出几分惭愧之色 说来惨愧 咱们的兵器甲位比他们强许多 之前却是叫他们偷袭得手 给公子丢脸了 这倒无妨 但听你这么说 这伙人的实力应该颇为不俗吧 陈寰摆了摆手追问道 的确是很厉害 几乎每一个都是高手 若是只凭拳脚功夫 恐怕随便一个都能跟我打成平手 手底下不少弟兄都要逊色几分 也幸亏公子分配给我们的兵器更强 要不然 昨天夜里咱们的弟兄 恐怕得伤亡不少 听闻胡燕如此说 陈寰反倒是稍微安心了几分 经此怪先生摆明了 是冲着他来的 身边带着的 咱也该是梅花社顶尖级别的战力 莫不然如此大摇大摆地 潜入肖乡国对他发难 一旦失守了 想跑都跑不了 便是带足了精锐的 这便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即便是梅花社的精锐 也只是在个人实力 拳脚功夫上胜过他的轻卫队 武器装备全然不是一个级别 也算是能够说明 这厌国之人 在火器军备上 尚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大概算得上是最让他安心的事情了 而今 那怪先生是否和他一样 来自另一个世界 有着另一个世界的知识 还是个未知数 倘若真是如此 艳国那边拥有同等级别的武器装备 甚至是更先进的热兵器 都是迟早的事情 热兵器的研究制造和推广 看来是不得不想办法加快进度了 好了 没必的事了 去吧 还是之前那话 那魂说不准还会不会再出现 让弟兄们提高些警惕 公子放心 我等绝不会再给公子丢脸 他们再敢来 管教他们片甲不留 胡燕豹全应了一声 这才转身离去 留下陈寰独坐于工坊之中 望着桌面上的诸多灵不见 陈寰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此来江州说是休息 说是离朝静养 却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 出现这诸多的麻烦事情 静闻公府 梅花社 这些个天大的麻烦 一个接一个地窜出来 端是叫人 烦不胜烦 而经梅花社的事情 已然上书递交给了皇帝 而经只等皇帝的一封圣旨回复了 对付寻常人 譬如曾家之流 只凭他的身份就足够了 但想要对付静闻公府 这个级别的对手 还得有皇帝许可才行 此来江州 别的物件都带齐了 唯独是出发前 皇帝将他叫去了御书房 让他暂且卸下随身的上方宝剑 留在京城之中 皇帝口头上说的 是他去江州敬仰 佩剑就莫要带去了 免得吓到江州官员们 实则言外之意便是 没有许可之前 不能对江州大员们动手 即便是有动手的理由了 也要先上奏 得到许可再动手 而经只需得到皇帝 恢复他全部的职权 一封圣旨送到江州 将他的上方宝剑一同送来 便是时候去静门公府 好生将此事弄个明白了 转眼已是二月间 正是梅花飘香的世界 咸雅局府上竟然都清闲 自打之前出世之后 莫渊渊也被先行 送回青函山庄 姬元庆还需读书求学 姬云瑶也在上月 一并回了京城 回到萧香阁府夜 府上一时间 变得清静许多 这一日 陈寰正如往常一样 与三五青卫 在院中操练武艺 练得正起劲之时 花儿听闻院墙之外 传来一阵喧嚣吵闹的动静 外头这是怎么了 陈寰停下拳脚 问向几名轻卫 其中一人迅速翻身上墙 抄抄外头扫了一眼 脸上立马露出几分喜色来 他跃下前头 抄陈寰抱拳一拜 公子 看外头的阵仗 应该是哪位钦差大人来了 定是来向公子宣圣旨的 一边说着 那人便是赶忙 抄其他几人识眼色 喂 速速带公子去更衣 我去通报统领 先行去相迎 陈淮安文言不忧暗喜 瞪了个把月了 皇帝的回复终于是到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五十九章 钦差大人道 闲雅居外 街上大批的百姓 皆是饶有兴致的 一路跟着钦差车架 很是兴起 江州虽是有着许多名门贵州 但真正算得上肖乡重臣的 以往只有孙家府一家 钦差造访 也从来只造访孙家 但今日 钦差车架 却是摆明了不去孙家 直奔着别处去了 人们皆是想要看一看 这位钦差大臣 究竟是要去寻何人 跟了一段路 许多人立刻明白了 这是要去贤雅居 找贤雅居的陈先生 不多时候 车架也是到了贤雅居门前 只敲得胡彦等人 早已在院门前站定 纷纷朝着车架 抱拳跪摆下去 功宁钦差大人 马车门帘被撩开了 骑上走下来的 立誓将所有人吓得不轻 即便是胡彦等人 都不免猛吸口凉气 来人不是旁人 正是当朝仅有的两位 正一品大员之一 张平云 张丞相 而其手中握着的 也不是他物 正是陈寰的狮子口上方宝剑 瞧见张丞相的车马 停在仙雅居门前 张丞相一手上方宝剑 一手圣旨走下车马 四下人群 轻刻之间便是沸腾起来 陈先生 这是怎么了 钦差大臣居然找到家里来了 哎哟 你们怎的还敢胡乱喊先生 还没看明白吗 这贤雅居的主子是朝廷的大官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陈先生人那么好 做个大官不是更好吗 就是就是 要是多有些陈先生这样的大官 天下不知有多太平 人群之中议论声四起 颇有几分喧闹 张丞相也并不让侍卫们驱赶 反倒是听着周围 百姓们对陈寰的赞不绝口 脸上很是欣慰 他们这些个身在京中的朝臣 这段日子 可没少听皇帝念叨陈寰安 早有人想差人来打听打听 陈寰在江州过得如何 只是近来 正是皇帝立下太子大位 却尚未照告天下的时候 私下里会见陈寰安 咱是有些不妥的 便只好作罢 不过此刻 听得百姓们都说陈寰是个好官 张丞相便放心了 此行回去 也好对皇帝有个交代 约莫着斩茶的功夫 便见陈寰快步跑出府门 身后还跟着两名女士 一人拿着她的袍子 一人拿着她的顶罐 紧赶慢赶地追在身后 陈寰却是根本来不及等候 上前便拜 张丞相 晚辈今日也未曾有个准备 仓促金失礼了 当面给您赔个不是 哈哈 你这小家伙 看来这一段时日 还算是过得清些 拜下了 就先拜着 我手头拿着圣旨 悬完了再起 免得你还得再拜一次 张丞相 朗笑了一声 这才朝着随行护卫们 使个眼色 将百姓们暂且请退吧 莫要动粗 是 护卫们领命 这才转身引导百姓们散去 小片刻的功夫 街上已是清静下来 早闻丞相爱明 今日晚辈 瘦叫了 晓得张丞相手底下的侍卫 都如此与人亲和 陈桓不免对张丞相 多了几分敬意 你也不唱 一路没少听百姓说你 陈先生的好 接纸吧 张丞相扬扬手中的圣旨 带得陈桓点头 方式打开圣旨宣读道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御使陈淮安 于江州敬仰 所见所闻 以悉数传入镇首 经镇察阅 不免心头哀痛 萧香皇寺之中 竟隐有叛逆之人 实属萧香之大不幸也 令御使陈淮安 自截止时起 恢复一切职权 重配上方宝剑 重领带天 寻守之权 令 加封御使陈淮安 为江州寻察御使 于十五日内 彻查此事 全权处置 事成之后 即刻回京复命 将所知 所得所成 当面告知朕 钦此 臣 写礼堂御前卿 六部寻察御使 陈淮安 领旨 陈淮当即一抱拳 恭敬皆知 和他想的一样 皇帝看过他 地上去的奏折之后 已是对静温公府 动了杀星 归还他上方宝剑 带天寻授之权 且是加封了他 江州寻察御使 令他全权查办此事 显是要让他 好生收拾一下 静温公府的人 这等职权 是他原本的 不曾有的 他虽贵为 六部寻察御使 六部官员 满朝文武 既由他监管审核 但也仅限于 隶属于 六部规制之内的官员 王公贵胄 公卿贵族之类的 大都轮不到他来查办 如曾家那样的 自然不在话下 但静温公府 乃是皇亲 凭他原本的职权 还不足以查办 但加上这江州寻察御使 加上戴天寻守职权 那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毫不夸张地说 之前静温公府 没那么怕他 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他手头并无 戴天寻守职权 只要不是被他抓住 足以定罪 让皇帝下达裁决的证据 他就没有能力 驱动静温公府 但现在有了 哈哈哈哈 小陈呐 起了吧 一路上急得赶路 渴得难耐 富商可有茶水 令老夫吃上一味可好 张丞相递上圣旨和上方宝剑 竟然笑道 这话让陈寰猛得一惊 旁人听不出端倪来 但他却立刻明白了 张丞相的意思 这是只有离京公办 或是修养金官 才知道的暗话 朝廷派出钦差大臣 为的就是向在外的官员 传递圣旨 圣旨送达 是一刻也不能耽搁的 立刻叫先行派出 八百里佳琪的前旗 回京禀报 钦差大臣紧随其后 回京上奏 还说此刻 张丞相是连多寒暄一句的时间 都没有的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 陛下还有秘旨 不可公开 寻处私密之处 单独寻旨 陈寰立刻朝红叶使个眼色 速去整顿院落 令人把守工坊门前 任何人不得靠近 是 红叶立刻转头进门 陈寰这才起身 拎着张丞相 一路走进院中去了 进了工坊门中 房门一关 外头立刻便是有 十几名轻尾 巡视守卫 就连院墙高处 屋檐上方 都有人布防 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陈寰方才回头 看向张丞相 丞相 陛下还有何交代啊 瞧见陈寰办事 如此悉心妥贴 张丞相脸上 更是欣然许多 嗯 不错 小小年纪 却要比许多 围观多年的人 更要老练 不枉费陛下 如此看重你 一边说着 张丞相一边伸手 入了衣袖之下 取出遗物 递向陈怀安 这是 陈怀望着那巴掌 大的布包 疑惑地问道 哦 打开看看 张丞相挪挪下巴 不说破 只淡淡地一笑 陈怀安一脸疑惑地 打开布包 里头装着的是 一块白玉牌 玉牌上 没有任何人为的纹理 除了切工精良 边缴圆润之外 再无任何人为 加工的痕迹 但是白玉自身 有着不少天然的纹理 那纹理 堪称得上 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 纹理如云 其中有一主干 竟如油龙 翱翔在云间 若隐若现 头尾分明 腹声无爪 清晰可见 端是栩栩如生 瞧见此物那一刻 陈怀只觉一阵的 头晕目眩 这些年 见多了大场面 身上足以证明 身份的东西 一抓一大把 随便拿出一样来 都能让旁人 惊得腿肚子发软 但此刻 腿肚子发软的 却是他 即便是他身上 所有的凭证信物 拿出来 夹在一起 都比不上此物的 十分之一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 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章 还不跪下 这 丞相 这未免也太 陈寰只觉自己 话都有些 说不利索了 这块玉牌 有个名字 萧香 传闻此玉 出自萧香国极北 万任雪山之上 宝玉长在冰下 日久年深 旗上的纹理 竟化作云中游龙 被人发现之时 宝光照人 隐隐有龙 吟声作响 当然 这只是传闻 乃是发现 这块宝玉的工匠们 将其进贡 给皇家时的 夸大祈词 但不可否认 这是一块 世间罕有的宝玉 此玉 乃是两代先帝 以前传入皇室的 自传入皇室那一天起 便以国之名 为其命名 皇家认定 此物乃是天降神物 乃是皇家 至高威严的象征 毫不夸张地说 此物 可称镇国之宝 而这萧香玉 也代表着一个 特殊的职权 言出计法 手握萧香玉的人 口中说出的话 便是萧香国的国法 便是萧香国之人 必须遵从的法 自萧香玉 传入皇室以来 历经三代皇帝 时至今日 也仅有过一次 被先帝短暂赐予 一位重臣 当时那位重臣的使命 是代表萧香国 接受典验 他国战败之后的投诚 那次过后 萧香国的国境县 向外扩张了 足足三百里之多 除了此等大事之外 萧香玉 再无赐予臣子的先例 历来都是握在皇帝手中 而此刻 张丞相带来的皇帝的秘址 竟是将此物交到他的手中 不用觉得诧异 朝堂上的规矩 你是明白的 此物要交到你手里 需要满朝文武 七成以上的人联名上述 所以你大可不必觉得唐突 地下此次将如此珍贵的物件 交给你 也是为了让你行事方便些 张丞相摆了白手 他笑道 哦 你也知道 靖文公府 历来是皇帝贵咒之中 权位最高 也最难拿捏的一支 陛下怒其不忠不义 却也无奈 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由头 能够加以惩治 你此次的尚书 可说是给了陛下一个绝好的机会 将这一伙忤逆之辈严惩 你的尚书 陛下已经传越过了满朝文武 也效仿你之前 为你那殉职的护卫求赏 加以笑咽人心的法子 仔细考笑过了满朝文武 你大可放心 此事满朝文武 亦是对你的想法十分赞同 你大可以放手去做 这是陛下传达给你的意思 这块肖香玉 是陛下对你的信任 是满朝文武对你的信任 好生受用 若非万不得已 此物不可轻易识人 老夫相信 此物交到你的手里 必如先帝身边的梁国师一样 所到之处 养我肖香国天威 晚辈定不辜负陛下重托 定不辜负诸位前辈的信任 陈寰郑重地功身报全达道 他明白 张丞相这话 没有说得太过透彻 但其中的意思 不难领会 若是仅仅只需查办 静文功夫 定罪抄家之类 江州寻查御史的身份 加上戴天寻寿的职权 就足够了 但皇帝给他肖香玉 给他象征肖香国最高皇权的信物 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 这是在告诉他 若是能够 务必不要放过此次机会 务必将静文功夫连根拔起 彻底铲除 这是肖香玉赋予他的权利 皇帝迟迟不动静文功夫 根本的原因便在于 没有合适的由头 不能让天下人觉得 皇帝心存芥蒂 不惜手足相残 哪怕静文功夫诸多言行举止 在朝堂 在民间都颇受人议论 皇帝也不能凭着这些 去定一个王公的罪 但结党营私 乃至勾结他国贼人 可不是寻常罪责 一旦定罪 有了切实的证据 王公又如何 照样株连九族 满门抄斩 行了 小家伙 严禁于此 剩下的事情 就全看你的了 老夫还需要速速回京复命 咱们京城再会吧 张丞相伸手拍拍 陈怀恩的肩膀 露出颇为慈祥的笑容来 孩子 这是老夫私下对你说的话 等你回京 寻一日空闲 到老夫府上 老夫府上别的没有 唯独有些沉酿的好酒 到时你我二人小酌几杯 聊天下棋可好 一定 戴婉辈回京 一定去丞相府上拜会 恕我不远送了 即刻便去静闻公府彻查此事 陈怀点点头 打得很是果断 此等重拳 已经交到他的手里 该是时候 去拿静闻公府上 将此事彻查清楚了 静闻公府 府上书房之中 静闻公正倚靠在桌边 手里翻越着一册旧书 忽然书房门被突兀地推开 林莫斯是受了不小惊吓似的狂奔进书房 气喘吁吁地扑到书桌边 父 父亲 请 请速去更衣 歪道 歪道来了辆 金路车 再有斩查的功夫 别要到府门前了 金路车 谁的金路车 静闻公一愣 旋静猛地回过神来 当今肖乡名门贵肘之中 谁曾受过此等封赏 有过金路车这等待遇 可不就只有他陈怀安吗 是陈怀安来了 静闻公皱眉问道 是 是的 父亲 快去准备一下吧 这四只钱在林灵郡 一直都十分低调 今日忽然驾着金路车而来 来者不善哪 林莫颇有些慌乱地催促道 父亲快去吧 儿先到门前去迎接 替父亲拦着他 请父亲快些 免得这丝 借此发作呀 静闻公点点头 赶忙撂下手中书卷 飞快地回房更衣 脸上却是写满了疑惑 陈怀突然跑来 还大张旗鼓地 驾着金路车来 是要做什么 静闻公府门前 林莫带着七八名家仆 等在门前 一脸焦急之色 金路车来得不算很快 这本就是象征身份地位的车脸 并不适合飞驰 车马走得不紧不慢 逐渐靠近静闻公府 这对林莫而言 可谓是种煎熬 他清楚地瞧见 金路车上 陈怀正如一种 颇为玩味戏谑的眼神 看向他 侧靠车脸上 一手托着腮汪子 似笑非笑 金路车 每靠近些许 陈怀脸上的 噎语之色 便是愈发地清晰 终于 金路车 缓缓停在府门前 林莫带着家仆们 骑刷刷的一抱拳 刚要礼拜 却闻陈怀 冷笑起来 林公子架子不小啊 本御史今日成陛下 遇刺车鸟而来 林公子就这么愣着 陈怀冷笑着走下马车 扶手身后 居高陵下一般 看向林莫 尔等 还不跪下 林莫扫力眼 陈怀身上的妆容 立刻意识到 情况不太妙 京中官员 大都知晓 陈怀素来是不爱 穿官服的 因其六部 巡查御史的 特殊身份 许多时候 都需要在六部之间走动 明察暗访 因此皇帝特许他 不着朝服 出入皇城 即便是上朝面圣 也可穿着长服 便装上殿 而这 同样也被京城以外的 官员贵族们知晓 或者说这一点 不在京中的官员贵族 反而更要清楚 更加留神 毕竟要是真被上门暗访 出了什么岔子 凭他陈怀恩的身份 下场可就难料了 大多数人都知道 陈怀恩平时 不会穿官服 也都知道 陈怀恩的官服 不止一身 有正常上朝时 穿的朝服 以前是从二品规格 现而兴 已经升格为正二品 与六部上书的 官服阶级 致使对等 乃是他最寻常的 一身官服 再有一身 乃是一袭 好似泼了墨的 黑色官服 那是他的御史服 穿戴御史服 则意味着 他走到何处 都是在为皇帝办事 一言一行 皆是皇帝的旨意 尤其在京城之中 官员贵族们 最是害怕他 穿着那身御史服出现 还有一身 完全相反 几乎是纯白色 其上绣纹 乃是用亮音丝绣成的 看似朴素 实则亮光之下 堪称璀璨夺目 那是写礼堂 御前卿总司的官服 乃是皇帝决策 家国大事时 招他入宫参谋 才会穿戴的 平时极少穿戴 时至今日 他只在诸多 宫卿大臣们 不知情的情况下 穿戴过两次而已 这三件 算得上是陈环 最为人熟知的官服了 穿戴朝服 说明并无多大事可言 穿戴御史官服 则说明事情颇大 乃是皇帝兽衣 而若是穿戴 玉前卿总司的官服 这说明事关重大 已经到了 关乎家国的地步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61章 本官戴圣言 灵末也识得陈环的这三件官服 知道这三件官服 代表着陈环不同的职责权位 无论陈环穿戴着哪一身来 事情必然都不简单 但也只是不简单 这三件官服三种权位 实则都无法动摇静闻公服 这也是静闻公服 对陈环并无多少忌惮的原因所在 但偏偏 陈环一出现 灵末便立刻皱紧眉毛 陈环安身上 穿了一件墨蓝色的衣裳 头上戴着一顶 铜身墨蓝色的顶带 乍砍之下 像个教书先生的打扮 若是对皇家礼法规格不熟知之人 甚至不会把这当成是一套官服 但是身为皇亲 灵末却是一眼就能认出 这身衣服代表着什么 这身墨蓝色的衣装 有个特殊的名字 名叫戴圣岩 这并非是个官阶 严格来说 这也的确不是一件官服 没有品阶 没有规制 没有配应信物之类的东西 就只是一身衣袍 一方顶带 但这 却是足以让当今 肖乡国之内任何人 哪怕是王公贵族见了 都要心头犯处的一身衣裳 戴圣岩 顾名思义 代表圣上发言 身披戴圣岩 所言之事 便是代表圣上发言 言出既是法 既是肖乡国法 而也在这同时 临摹一眼扫清楚了 陈怀安身上 用于彰显地位的东西 腰间的上方宝剑 手上的滚龙木扳子 这两样 被陈怀安很是体面地佩戴着 显然 这是刻意为之 上方剑 滚龙木 经路车 戴圣岩 这几乎可以说 是陈怀所能拿得出的 最高规格的排场了 放眼当今 肖乡国之内 还真没有哪个朝臣 够资格让他如此对待 也没有哪个朝臣 敢说能拿出 比他更大的排场来 这并非是用以制约 朝臣官员们的排场 这排场 直指皇亲国戚 此乃皇帝赐给他的 与皇族血清 正面叫板的权力 韦诗说来 这身戴圣岩 算是他几样物件里 来得最莫名其妙的了 之前动身来江州时 皇帝曾在他临走前 让护卫陵远送了五十里 送到分别处 林才将这身戴圣岩 交到他的手中 同时附带了一条 皇帝的口谕 若无圣旨传入手中 这身戴圣岩不可示人 今日 陈怀方才明白过来 彻身戴圣岩 就是为他此时此刻准备的 二人之间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 陈怀静静地看着林墨 想从林墨的表情变化中 看出些什么来 比如 做贼心虚 但也不知是林墨的心理素质极好 还是静闻功夫 当真不清楚 他今日找来的目的 林墨此刻 除了不悦不服 以及几分看贼式的戒备之外 也并无什么特别的反应 不像是被登门问罪 心中有鬼的模样 反倒是像对他这个不速之客 颇感无奈 林墨估摸着 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想要从神色之间 观察陈怀 究竟在打什么鬼主意 但让他失望的是 陈怀安的脸色 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自始至终都俯视他 高不可攀 好片刻 林墨终是绷不住了 自知再不行礼 陈怀定要借此发作 也刚好 身后传来脚步声 父亲已经火速赶来了 林墨这才朝着陈怀一抱拳 领着家丁们跪拜下去 姓文功夫长公子林墨 携家仆 公营御史大人驾到 林墨的声音很是不小 不只是为让自己 显得有气势一些 更是为了让后头 来迟一步的父亲听见 以此来告诉父亲 陈怀此来准备十足 需小心行事 这个小把戏 陈怀虽是没有点破 但一眼便已看破了 果不其然 静文功走出府门的时候 脸上已是挂上 几分恭敬之色 摆着一脸假笑 走上前来 微微喊手看向他 臣御史近日光临寒舍 不知有何贵干呢 王爷 陈某近日这副扮相来 你觉得能是来干什么呢 陈怀安也不遮掩 微笑反问 这不由得让 静文功的表情有些僵硬 脸上却依旧绷着笑意 陈御史说笑了 我静文功府 一没收到圣旨 二无钦差传唤 则会知道 陈御史为何而来啊 还望陈御史赐教 赐教不敢当 王爷乃是皇亲 区区陈某 岂敢赐教啊 陈怀安摆了摆手 脸上的笑意 却是忽然转朗 不过陈某今日 倒是十分好奇 王爷身为皇亲 是否是忠于武皇 忠于萧香的呢 陈御史这话 不知是何意啊 一听陈怀安如此说 静文功的脸色 立马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难不成 就因为之前在姬家府上 你我二人之间的 那些不愉快 陈御史便专门上奏了陛下 打算来降罪于我 就只是姬家府上 有些不愉快而已吗 陈怀安不答 反而笑问道 王爷不妨再好好想想 是否还有别的 你 你是想说 之前在京城之中 你我之间的事情 静文功皱着眉毛试探道 看来陈御史的气量 属实是小啊 这么久以前的事情 还记得如此清楚 王爷是觉得 在这里站着说不清楚 那不妨请王爷赏杯茶喝 到府上坐下来 咱们慢慢聊如何呀 陈怀安努努下巴 他问道 此刻 他其实正在试探静文功 姬家府上出了事情 基云瑶被怪先生掳走这件事情 他是下了严令 任何人不许外传的 直到今日 也无人知晓这其中的事情 经此一世之后 姬家府上之人 可谓是吓得不轻 咱是不敢多嘴 也因为如此 直到今天 静文功夫也好 林陵俊的百姓们也罢 都无人知道此事的发生 等待皇帝回话这段时间 他同样也在观察静文功夫 若是静文功夫在事发之后 立刻就有什么 顿逃之类的大动作 那他必然是不会等到 皇帝消息传回 就会先行动手的 畏罪而逃 那便是坐实罪证 便用不着皇帝授权了 但静文功夫闻思不动 就好似无事发生似的 这才有了今天 他找上门来 要么静文功夫是无辜的 当真与此事无关 今日便也既由皇帝给的职权 好生敲打一下即可 要么就是静文功夫 与此事有关 但背后有高人指点 有办法将此事赖过去 但若是如此 静文功夫必有破绽 此刻他等的 就是这个破绽 似是尘还这颇有几分 阴阳怪气的模样 让静文功颇有些不悦 其脸色不由生出几分微怒来 陈御史 你究竟是何用意 搞出这么大的排场 就为了羞辱于我 是 我承认之前 与你有诸多的不快 你索性直说吧 你在陛下面前如何参我 陛下又是令你如何处置 你且直说 用不着给我绕弯子 这话 反倒是让陈寰有些意外 莫不是姬云瑶被掳走这事 当真和静文功夫无关 这一点 他倒是早就想过 毕竟方才上门闹事 被收拾一顿 扭头就回去找事 完了还被查出此事 与燕国势力有关 犯通敌叛国的大罪 这种愚蠢的事情 静文功夫不见得真的能做出来 就连给皇帝的上奏中 他都只写着有此嫌疑 而非是一口咬定 静文功夫与此事有关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看静文功这反应 倒是确实挺像和此事无关的 但今日要查的不止是此事 还有静文功与二皇子之间的往来 以及静文功夫 与其他金官朝臣们的往来 为此 皇帝可是把抄家静文功夫的权力 都给他了 唯独是此刻 他还不想将这权力拿出来罢了 打草惊蛇 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 无论静文功夫 是否犯了叛国大罪 是否有着 与其他朝臣官员 勾结党羽的罪责 此刻都还不到 大张旗鼓抄家的地步 莫不然为了一个静文功夫 这一条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鱼 放跑了其他满满一网的鱼 就不划算了 想到此处 陈寰不由孝道 王爷没有如此紧张 今日来 陛下确实受益我办些事情 但是否办 如何办 都有我来定夺 王爷是个聪明人 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静文功闻言沉默片刻 小心翼翼地看向陈怀安 走进一步 凑到陈怀跟前 低声地说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如此排场来 怕是陛下 连将我静文功夫 抄家的权力 都已经交到你手中了吧 啊 王爷知道就好 陈怀也不避讳 同样低声笑答 王爷既然知道 我今日有权抄家 有些话呢 就还请王爷 开诚不公地 与我说明白 我还是那个话 是否办 如何办 都有我来定夺 今日静文功夫 是否太平 就全看王爷 如何打算了 先跟我来吧 静文功深吸口气 忠实先行松了口 退开半步 朝陈怀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竟然转头看向陈默 沃尔 令人备查 书房待客 是 乔建父亲松了口 林默便也知道 拦不住陈怀安了 赶忙点点头 转身进门招呼 家仆们准备 片刻过后 静文功方式领着陈怀安 进了书房之中 二人在茶桌边落座下来 静文功方式看向陈怀安 他问道 说吧 你想问什么 陈怀却是摇了头 不是我想问什么 是看王爷你想对我说些什么 说着 陈怀端起茶杯敏了一口 王爷不必担忧 有什么就说什么 只要是王爷说出来的 我都愿意歇耳恭听 静文功此刻 已是咬紧了牙 心头暗骂起来 这是摆明了要让自己认罪啊 可关键是 他此刻根本就没搞清楚 陈怀安 或者说皇帝 是想让他认什么罪 招供什么事情 同样的 他也不知道 陈怀安究竟知道些什么 皇帝又知道些什么 胡乱开口 这保不齐 便撞在枪口上了 看来王爷不太情愿呢 那就由我给王爷开个头吧 陈怀安放下茶杯 笑看向静文功 咱们就从姬家的事情说起吧 陈某其实直到今日都还十分好奇 王爷究竟是为何 一心想与姬家和亲呢 不知王爷能否辞教 一听陈怀安说起姬家 静文功方才心里有数 他冷笑一声反问道 哼 原来是想治我一个 结党营私之罪啊 凭你陈怀安的脑子 会想不明白这是为何 王爷图的是姬家的号召力 这我能想明白 但我想不明白 王爷为何要图这号召力呢 陈怀安抿着嘴笑了笑 抬眼看向静文功 或者换个问法 我想不明白 王爷是在为谁图这号召力呢 一听陈怀安这问法 静文功的脸色 立马变得怪异起来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静文功小心翼翼地 瞪向陈怀安 什么叫为谁图 你是在怀疑我静文功府 有忤逆谋反之心吗 陈怀安不答 只是淡淡一笑 姓陈的 你究竟想怎么样 静文功被这淡淡的一笑 彻底惹毛了 是 我承认我静文功府 需要先号召力 需要手握些武力 来应对大小的事宜 但这不都是拜陛下所赐吗 我静文功府府上的护卫 仆从都不可过百 凡过百者皆属私下拥兵 我为一家之主 为家中某些援手 有何不妥 自打你进门开始 便是一副来抓忤逆乱贼的架势 就凭我静文功府求着一纸婚约 就凭我静文功府需要借援手来保全自己 你凭什么将我打成乱贼 乔得静文功那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 反倒是陈怀安一愣 心说这要是演技 那这静文功的表演天赋可真不错 有影帝那味儿啊 静文功依旧没有消气 站起身来 指着陈怀安的鼻子便骂道 你这死言语属实商人 什么叫我静文功府为谁图谋 我乃肖乡王族皇室谱系 何人配得上使唤我静文功府 倒是你 小小年纪却权位滔天 手握重权 连当朝两位一品大员都比不上 朝春之权 制造之权 拥兵之权 你应有尽有 就连太后都对你后外有加 真要说这满朝文武之中 谁会造反 哼 怕是你陈怀安 才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吧 原本听得这话 陈怀都真要相信 静文功与此事无关了 但这后半局一出口 陈怀却是忽然失笑起来 静文功演技不错 但终究是露出破绽了 你 你笑什么 静文功咬牙切齿地问道 我笑王爷一时愤慨 说落嘴了还不自知 陈怀朗笑道 王爷久居江州 上次入京也是许久之前的事情了 就不知是何人对王爷说起 太后对我厚爱有加的 这话一出口 顿时如同一把尖刀 指在静文功的脖子上 让静文功的脸色 在煞事间巨变 怎么 王爷不愿说 那不妨让我猜猜看 陈怀安带着几分 噎语之色 看向静文功 既是知晓太后的事情 那便是皇城之中 位高权重之人 二品以下的朝臣 皆是无权知道的 我算算啊 二品的六部尚书不现实 余下的二品大员们 不是外臣就是武将 也无权 两位一品的大人呢 韩太师年纪大了 很少在外走动 张丞相事务繁多 平日里见都难得见一面 那就只能是另有欺人了 要说能与太后相见的 除了几位皇嗣之外 便只有薛公公了 莫不是薛公公告诉王爷的 静文功不答 心头却已经有数了 十之八九 陈怀已经知道 他是二皇子一党的人 见静文功不答话 陈怀便继续开口笑道 王爷怎么不答话了 莫不是我猜对了 王爷当真是在 替薛公公办事 不会吧 不会吧 你想如何 静文功黑着脸问道 看你这模样 该是什么都知道了 也不算什么都知道 不然方才就该直接抄家了 陈怀怂怂间 从衣袖之下摸出萧香玉 不轻不重地放在茶桌上 萧香玉 瞧见陈怀放在桌上的萧香玉 静文功顿时猛吸口凉气 陛下把萧香玉赐给你了 不然王爷觉得我是为何敢说 是否将静文功夫抄家 都由我输了算呢 陈怀怀扬扬嘴角 他微笑道 所以看在他的面子上 王爷还是好好想想 我想听什么 然后考虑清楚了 说给我听听 静文功夫也不小 我随行带来江州的欣慰不到百人 真要抄家 也颇有些麻烦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63章 自古皇家 是非多 乔得陈怀拿出肖香玉来 静文功便是知道 今日之事 没有转机可言了 他本还想着 只要自己不露出太多的破宅 即便是被陈怀知道了 他是二皇子一党的人 也无妨 就算真要抄家 陈怀也得拿得出 皇帝的圣旨来 皇帝当然不可能 直接给他下达 抄家的圣旨 但他却是做梦都没想到 皇帝会将 肖香玉这等东西 直接刺到陈怀安的手中 此时此刻 手握肖香玉的陈怀安 有着绝对的权威可言 真想抄家 一句话的事情 并可将静文功府 绝地三尺 翻个底朝天 想到此处 静文功终是妥协了 他长叹了一声 摇头苦笑道 也罢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与你直说也无妨 不错 我静文功府 占二殿下仗下 你我都知道 陛下年岁已高 没人说得清楚 陛下还有几多来日 若是陛下驾崩的话 这新帝马 必然是两位殿下之一 我就不信 你陈怀安如此聪明 会没点自己的想法 会没有站在 某一位皇子一边的念头 三殿下文才超然 但却过于沉迷 这武文弄墨 至于掏略权谋嘛 并不擅长 反观二殿下 文掏武略皆属上乘 我身为王公 乃是殿下的书百 相助于他有何不妥 不妥 当然不妥 且是不止一处不妥 不过想来王爷不服 陈某不才 愿为王爷逐一列举 陈怀安摆了摆手 他笑道 其一 陛下龙体安康 为何到了王爷口中 便成了不知还有几多来日 莫不是王爷按下诅咒 诅咒陛下实如多 王爷此举 可不叫相助于二殿下 而是按下扶持 又要扶持二殿下篡位呀 其二 即便退一万步说 陛下当真要立四 要传下帝位 肖像的江山 已是陛下的江山 江山交付给谁 得由陛下输了算的 而非王爷你输了算 说到此处 陈怀安的声音不由抬高了八度 站起身来 瞪向静闻宫 他眼中带着几分怒涩 简而伸出第三根手指 他冷笑道 其三 陈某不是王爷你 用不着站在谁的帐下 武皇陛下龙体康剑 萧香四海生平 旁人还不够资格 让陈某为之效力 陈某棉不知力 只为武皇陛下一人敬忠 陈怀安哪 陈怀安 你这死还真是 静闻宫听罢 反倒是仰面失笑起来 笑过了 方才将讥讽的目光 投向陈怀安 不过这也不怪你 你还年轻 年轻人大都是这样的 我当年也如你一样 满心想着皇兄登基之后 该当尽心辅佐 为萧香尽忠 可你却不知道 生在皇家 身上留着皇室血脉的人 想要太平地活下去 本就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说到此处 静闻宫的脸上 忽然生出几分怒涩来 我且问你 你可知当年皇兄登基之前 我们是兄弟几人 陈怀安须眯着眼 摇撩头 不答话 九人 静闻宫伸手比了个九的手势 当年皇兄排行老三 我是老九 我们兄弟九人 本是感情极好的 直到那一年 父皇将大哥立为太子 自那以后 我们兄弟之间便再没了往日的情分可言 而与我诈相互算计 甚至是不惜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谋害兄弟 你可能会想 我们这是在争权夺势 在争夺太子大位 但你错了 我们所做的这些 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能活下去 当年大哥一人便害死了二哥 四哥 五哥 七哥 四个人 确实到了后来 行事不周 被三哥 也就是你的陛下 抓住了把柄扳倒 这才退下了太子大位 该由三哥继位成名 现而今 你所知道的王公又还有几人 你细细数数 心头便有数了 陈怀恩的眉头不由皱紧了几分 兄弟九人丢了性命的便是五人 而今盛下当今殿下 与常宁公 寿安公 静闻公三位王公 便是再无旁人了 这倒是并未让他觉得有多奇怪 自古帝王家便是如此 真正让他皱眉的 是当今陛下所做之事 静闻公说的简略 但并不妨碍他立刻意识到了 当今陛下有着过人的谋略 这分明是借刀杀人的法子 看来你想明白了 我们这些个王公挂着王公的名号 实则过得如何 如你所见 我给你说句不中听的话 你陈怀安区区一届外臣 如何呢 我们这些个王公还不是处处被你压着 静闻公咬牙瞪响陈怀安 话中带怒道 你当然一心想着尽忠 陛下重用你 连肖香玉这等镇国之宝都能赐到你的手里 你当然愿意尽忠 就不知你可曾想过 若是何时陛下对你动了杀心 欲要将你除掉的时候 你又会如何呢 陈怀安 你足可做上头功 到了那时才是你想尽荣华富贵的时候 一边说着 静闻公一边便是一副雨中心肠的模样 欲要上前来拍拍陈怀安的肩膀 让自己的苦心规劝 显得更亲切一些 却不想 陈怀冷笑了一声 一把便将其拍开 之前倒是没发现 王爷你原来如此能言善变 是陈某小瞧王爷了 陈怀退了半步 冷笑看向静闻公 不过陈某如何为官 如何为人 就用不着王爷教我了 另外 王爷把你我之间的话题 岔开得太远了 还是说回正题的好 咱们还是来聊一聊 王爷是否私通敌国的事情吧 私通敌国 静闻公一愣 竟然面上生出怒色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的事情 我还不屑于你一个小辈计较 但此事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王爷想听 陈某自然如实相告 陈怀安洋洋嘴角 方氏将金韵瑶被那怪先生掳走之势 说了一遍 事出如此 不知王爷做何感想啊 陈怀安挪挪下巴问道 此事陈某思来想去 要么是那伙人恶意栽赃王爷 要么便是王爷当真与此事有关 就不知王爷是否有自证之法了 让你的人搜 静闻公听吧 沉默了两酒 方才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来 搜 对 搜 你不是把抄家的人都带来了吗 富商各处随你去搜去 静闻公咬牙切齿地瞪向陈怀安 今日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好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陈怀安也不拒绝 点点头 空拍两下手 红叶立刻出现于身边 缩吧 且看今日能否还王爷一个清白 是 红叶领了命 立刻便是出门招呼带来之人 开始于静闻公府上四处搜茶 约摸着两个时辰过后 陈怀和静闻公依旧坐于茶桌边 桌上的茶水换了一轮又一轮 终于 红叶手里拎着一口布袋走来 将布袋撂在桌边 朝着陈怀一抱拳道 公子 正午在此 此乃静闻公府与梅花社胡同消息的书信 陈怀端着茶杯抿了一口 余光朝那堆书信上扫了一一 接而看向静闻公 王爷有会要解释的 静闻公的脸色顿时煞白一片 赶忙抓起书信翻看着 我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静闻公一边看着书信 一边仰面大笑起来 连物证都被你寻到了 我还有什么可辩解的 罢了 不劳陈大人你动手 叛敌通国之罪是吧 好 这条命我给你便是 说着 静闻公便是打算一脑袋 撞死于桌角之上 然而这举动 却是被陈怀恩伸手拦下 要论武艺 他可比静闻公高 很是轻易地便将静闻公阻拦下来 你还要做事 静闻公满眼愤恨地瞪向陈怀恩 王爷先别着急求死 容陈某先向王爷道成喜 静闻公府满门 暂时保住了 陈怀恩一把将静闻公按住 他笑道 不过呢 王爷还需修书一封 向陛下说明 与姬家的婚事就此作罢 此外 从今往后 断裂于二殿下之间的往来 若是王爷能做到 静闻公府还有活路 做不到 那陈某就当真是无能为力 只好从王爷上路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64章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静闻公皱颈眉毛 瞪向陈怀安 你这是在羞辱我吗 陈怀微笑着摇摇头 想命王爷此刻 心头定是百般冤屈吧 心想着 这些个厌国的恶贼属实可恶 非但要作恶 还要栽赃到 静闻公府的头上 甚至还伪造了 王爷的笔迹 搞出这些个 通敌叛国的罪证来 让王爷你有口难辩 一边说着 陈怀一边指着指 那一堆所谓的物证 他笑道 其实呢 我今日来前 就已经在猜想 府上到底能不能搜出这些东西来了 实不相瞒 那伙人想要进出王爷的府邸 一如反掌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下这些物证 再简单不过了 有那么玄乎 静闻公颇有些难以置信 静闻公府虽是护卫家仆并不多 但却都是精挑细选 高手众多 真要来无影去无踪 还留下这些罪证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是那么玄乎 陈怀怂怂间 臣么不才 自学府上轻卫 乃是一等一的厉害 放眼当今文武百官家中 找不出更厉害的了 但那伙人 却能进我卧房 从我家娘子首饰盒里 取走一物 而我却浑然不知 彻等本领 想要进出王爷的府邸 自然是易如反掌 随此来之前 我也猜到这伙人 若是真想栽赃王爷你 自然也会留些罪证 让王爷你白口莫辩 也就是这些东西了 不得不说 这伙人真的很厉害 不只是做好准备 就连每一封书信的 新旧程度 磨损 折痕 都做了相应的处理 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真的 陈寰拿起一封书信 来翻看着 嘴里笑道 可偏偏就是这些东西 做得太真了 反而像假的 这是为何 金文公颇有些不解 也有些跟不上 陈寰的脑回路了 若是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王爷岂会所有在府上搜索 又岂会不将这些东西销毁了 留着等我来找 莫不是王爷连这点脑子都没有 陈寰随手撂下那书信 他笑道 王爷一不出走逃避 二不设法销毁隐藏罪证 就摆在府上 等我来查 难不成是王爷活得太久了 自觉乏味 打算就此撒手人寰 你总算还说了句 让我高看你一眼的话 金文公没好气地哼里声 换作是旁人 瞧见这些东西 罢不得立刻将我问斩 踢着我的头颅 向陛下请功去了 倒是你还算清醒 就此一点 我还算是得高看你 陈寰安一眼呢 大可不必 王爷高看我一眼 与我而言可有可无 陈寰安再次怂怂肩 我只关心事情的真相如何 这伙人是为何不找别人 偏偏栽赃到王爷你的头上来的 或者我换一个不太好听的问法 这伙人栽赃王爷你 想借我之手将王爷你除掉 这对他们来说有何用处 金文公府 财权政权兵权都没有 除掉金文公府 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相比之下 江州地界上 倒是孙家更值得他们对付 江州兵马总司提督 一旦有失 整个江州的兵马都会驱龙无首 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但梅花社的人 却是并不关心孙家 反倒是陷害到了 金文公府的头上来 这显然不合逻辑啊 总不能是他们闲得蛋疼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金文公皱眉看向陈怀安 他问道 我得承认你确实有过人之处 若是想明白了什么 你就直说 还不敢说透 终究还是一些猜测罢了 没有证据 陈怀摇摇头 不过若是王爷 可按我说的办 兴许此事 我能查出一些结果来 就不知王爷 是否愿意配合了 上奏陛下 秉明婚约消除 今后与二殿下中断联络 我若如此 你就会保我 金文公府 一家老小的平安吗 金文公试探着问道 也许 陈怀答得很是模糊 王爷应当清楚 是否保得住 金文公府一家老小 不只看我 还得看王爷你啊 闻言 金文公沉默许久 终于深吸口气 点了点头 好 就按你说的办 我即刻上奏一封 辞去王公身份 带着家眷离开江州 至于陛下那边 由你去办吧 有劳王爷了 那陈某就先行打道回府了 恭候王爷的消息 说吧 陈寰便是起身 领着红叶和一众轻卫 转头离开静文公府 带得陈寰走后 大堂门外 方才有一人 缓步走进来 来人不是旁人 正是那日 陈寰见到的怪先生 怪先生走进大堂 轻拍着手笑道 哈哈哈哈 九王爷做得不错 辛苦了 你想害死我不成 静文公脸上顿时怒色 皱气 额头上轻轻都抱了出来 一手指向那些 陈寰并未带走的物证 怒瞪着怪先生喝道 你把这些个东西放我府上 若是他瞧见了 二话不说拿我之罪 咱们都要完蛋的 你知不知道 知道 当然知道 怪先生哈哈一笑 朝着静文公摆摆手 但也如王爷所见 陈寰这个人 与旁人不同 对付他这样的人 得反其道而行之 才能让他顺着自己的猜想去办事 正所谓假做真实真一假 真做假实假一真 用真东西去骗他 才能骗得过 现在怎么办 照他说的做卸下王公身份 那这些年我们的准备 岂不是通通都白费了 静文公沉默了片刻 方才贺问道 不会白费的 照他说的做便是了 他是个体面人 王爷走时他自会相送 到时将他拿下即可 怪先生摆摆手 起身便要走 剩下的事情就不劳王爷费心了 交给在下去办 王爷只需照此行事 莫要露出破绽便是了 说罢了 怪先生便是转头离去 留得静文公一人坐在茶桌边 久久未能平息 而他并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 大唐房檐之上 正有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牵藏着 自始至终 都无人察觉到 他的存在 三日之后 在陈桓队消息的封锁之下 静文公府人去楼空之时 尚且还没有让得 江州地界上之人有所察觉 几乎还无人知道 原本高高在上的静文公一家 在今日天还没亮的时候 举家老小 便是趁着黎明 离开了静文公府 静文公府家仆虽是有限 却免不了满载了七八辆大车 方才将随行的物件 收拾妥当 陈桓随行只带着红叶 策马跟着车队 与走在最前面的静文公 并肩而行 算是代表皇帝 来送一送这位 卸下身份的王公 王爷可曾想好 要去何处了 陈桓望向远处 似是不经意地问道 谁知道呢 这一大家子人 总要先找个地方落脚才是啊 静文公摇摇头 他叹道 你可要记得履行你的承诺 保我家眷平安哪 如何保全他们 王爷其实最清楚不过了 称寰淡淡地笑道 王爷只要对陛下无害 陛下自然也犯不上赶尽杀绝 今次陛下差我来 而不是直接点派钦差抄家 指挥大军前来镇杀静文公府 便是这个道理 但愿如此吧 静文公应了一声 便不再多说此事 将话题带向闲聊 约摸着蓄日东升之时 车队一事走上了官道 自往前便是离开江州的路了 陈某还需尽快回京复命 就不远送王爷了 陈寰停下马来 朝着静文公抱抱全道 此次一别 余生恐怕便再无相见了 愿王爷好自珍重 陈某告辞 不急着走 陈御史 不急 静文公忽然摆摆手 他招呼道 还有些别的事情 需要你陈御史 暂且留下来 哦 不知王爷还有何指教啊 陈寰转过身来问道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五章 以身射险 勾直尔弦 静文公的脸上 花儿显露几分猙獰之色来 抬手一挥 他招呼道 先生人在何处 还不现身动手 话音刚落 便瞧见四周陵墓之间 立刻飞快窜出 数十名黑衣壁体 黑沙遮面之人 个个身手敏捷脚健 只不过短短几次呼吸时间 便已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将陈桓与红衣二人 团团地围住 王爷这是什么意思 陈桓皱眉看向静文公 他沉声问道 莫不是王爷真要造反 打算在此处与陈某厮杀 哼 如你所见 静文公怂怂间 答得很是坦然 哼 陈桓 我不得不说 将你这样的人 对皇帝来说 是个好用的人才 但对我们而言 却是个不得不除掉的祸害 你们 陈桓眉头微微一皱 看来真如陈某所料 王爷不仅是心存叛逆 身边的同僚 毅然寻到敌国去了 若是我猜得不错 一边说着 陈桓一边将目光四下扫视了一圈 竟然笑道 怪先生 出来一见如何 不愧是你陈桓安呀 来了来了 你陈玉士相邀 在下岂敢不来相见 一阵笑声传来 人群之中 怪先生力士走了出来 一边轻轻鼓掌 一边笑看陈桓安 果然是你啊 陈桓须眯着眼 瞪向那怪先生 他冷声笑道 我说呢 之前也没觉得 静文功夫的人 有什么脑子可言 我还好奇 怎么就突然玩起手段来了 原来是用你怪先生 在旁帮衬着呀 笑罢了 陈桓又将目光转向静文功 王爷 此时此刻 你和燕国没花社的贼人 站在一起 陈某是不是可以认定 你便是通敌叛国之人 与梅花社勾结的乱贼了 哼 我早说过了 当今皇帝时日无多 就凭你陈桓安 扶不起当今的皇室 唯有改换新朝 才是萧香的出路 静文功冷哼了一声 面生露出骄傲之色 我与先生已然约好了 将你除掉之后 凭你手中的萧香玉 足可拥有推翻皇帝的资本 到了那时 扶持新帝登基 我萧香国与燕国 互通有无 京城合作 方能所向披靡 天下无敌 京城合作 王爷啊王爷 你还真是长了一副猪脑子 陈桓文言顿时报笑起来 就凭你那点脑子 也配跟人合作 引狼入室 坏我萧香天国的狗东西 叫人当猴子一样的耍 却还不自知 属实可怜 此言 端上静门宫有些愤慨 但他却依旧保持冷笑与不屑 无妨 你此刻也只剩下 还能占点口舌上的便宜了 我这就送你上路 别急别急 送我上路之前 总要让我死个明白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刨根问底 陈桓丝毫不惧 反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模样 怂怂间 他笑道 先问王爷你 方才王爷所述的新帝 是指二殿下 不然还能是你陈桓安 静门宫不屑地气了一声 将死之人 让你做个明白鬼吧 你觉得新帝登基之后 无权无势 无依无靠 能够仰仗的人是谁啊 是我是我们 到了那时 你觉得我还需要如现在一般 万事都看皇帝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活着吗 温言 陈桓倒是丝毫没有觉得意外 只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怪先生 他笑问了一声道 你教他的 怪先生没说话 只是不置科府的松总监 二人不再言语 互相看了一眼 心灵神会 携天子以令诸侯 手段不错 陈桓心下暗笑着 怪先生当真是个厉害之人 一连串的计谋 骗出他的权位 骗出了皇帝赐下的萧香玉 骗来一个改朝换代的机会 能有此等谋略 足以证明此人乃是世间罕有的大财 可称得上是萧香国莫大的敌人 只可惜 选人的眼光差了一些 选了个傻子来做他的盟友 王爷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陈某将死之人 不知还能否从王爷那里 听到什么教诲啊 陈桓朝着静文公弄弄下巴 他笑问道 怎么 还想拖延时间 陈桓 你死了这条心吧 没人会来救你 也没人能来救你的 安心的上路吧 啊 静文公冷哼了一声 抽出腰间配件 便打算上前动手 却见陈桓嘴小一扬 王爷 话别说得太满了 免得牛皮吹破了 很尴尬 说着 陈桓便是拍拍手 嘴里吆喝一声 现身收网 捉拿你贼 话音一落 便见四面八方 数百身披乌鲸战甲的军士 迅速出现 刹时间 已是形成一个硕大的包围圈 将在场之人 悉数包围其中 只一眼 静文公等人 便是认出这些 身披乌鲸战甲的军士 此乃号称 萧湘第一战力的 皇城禁军 京乌营 京乌营军士的出现 让得静文公等人的脸色 在顷刻之间发生巨变 京乌营 乃是皇帝及其子嗣后裔的亲卫 没有特殊情况 是绝不会离开京城半部的 能够让京乌营离开皇城的情况 仅有皇帝出巡 亦或是皇子公主们 带皇帝寻访某地 京乌营的军事方才会随行 但此刻 皇帝自是不可能清零 莫不然早就已经传出消息了 有资格将京乌营军士们带来的 只有诸位皇子公主 静文公猛地想起一个人来 而也就在他猛地想起此事的同时 两道人影已是在京乌营军士们的簇拥之下 从林间走了出来 皇帝的亲卫 林 早在陈寰找上静文公府之前 林就已经提前找过陈寰安 也早已提前陈寰一步 潜入静文公府上 那日陈寰安走后 察觉到静文公与怪先生之间交谈的 正是他 也因为如此 今日陈寰早已知晓了 静文公和怪先生 必定向他发难 而另一人 则是林雪英 静文公猛地回过神来 立刻想明白了 京乌营的人 为何会到此 林雪英和陈寰的关系可不一般 皇城之中早有传闻了 若非是陈寰安自己一直未曾点头 他早就已经是当今驸马了 要说帮衬陈寰安 林雪英绝对是最远帮衬的 忽然出现了金乌营军士们 立刻让那原本数量颇多的梅花社杀手们 显得不堪一击 金乌营乃是肖乡国全军之中 最为精锐的军士们组成 随便领出去一个 丢到寻常军营之中 那都是统军将领级别的存在 无论是实力还是军事素质 都是一等一的强 更有传闻 金乌营的军士们 大都与那天地人三绑无关 莫不然 金乌营的选人标准 应当被定义为 营牌七平以下 一概不收 此刻 区区数十名杀手 哪里是这三百名 金乌营军士的对手 原本父皇还想着 会不会是搞错了 错怪了九王爷 还专程令我同来 若是错怪了九王爷 定要好胜安抚的 林雪英走上前来 轻叹了一声 却没想到 九王爷当真 做出此等忤逆之事来 既然如此 那就休怪国法 容不下你了 金文公咬井牙 私下扫尸了一圈 最终将目光 落在怪先生的身上 他咬牙切齿地问道 先生 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 只见怪先生 扑斥一声笑起来 倒是的确有些意外 不过也还好 还算是没有超出计划 哦 你确定 陈寰冷笑了一声 立刻从衣袖之下 将折叠弩抖走开来 对准了怪先生 而另一只手 已是暗藏于衣袖之中 握住了早已上堂的左轮枪 与此同时 一众金物营军士们 亦是纷纷亮出兵刃 轻衣色的唐刀在手 折叠弩上堂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六章 想抓人 你只管抓 陈某不才 此时此刻只需一声令下 你们这群人 便立刻死无葬身之地 就不知怪先生你 今次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呀 陈寰朝着怪先生挪挪下巴 他笑闻道 莫非又打算驱动我 咸雅居的家眷 岂敢岂敢 在下已经打探过了 陈玉石府上 还有三百金乌营军士把守 还有孙提督帐下 打批江州军士看护着 在下岂敢再去触碰 欢迎先生摆摆手 他笑道 在下倒是的确 还有脱身的法子 但请现在下一人脱身罢了 至于王爷一家老小嘛 陈玉石还是拿去问罪吧 在下属实是保不住了 这话一出口 历史上的静门公脸色大变 先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静门公一脸不可思议的神色 看向怪先生 他贺问道 你这是打算让我举家送死不成 送死不至于 乃是为了大义 牺牲 怪先生嘴角扬起一个诡异的糊涂 他似笑非笑 王爷应该知道 改朝换代 可免不了流血牺牲 在下还得把持大局 暂时没法慷慨赴死 就只能委屈王爷 代在下先走一步了 你 陈玉石 还不拿人 怪先生根本不搭理静门公 满脸的怒涩 他转头笑看陈怀安 王爷一家老小 你想拿下 只管拿下便是了 至于我的人嘛 全凭陈玉石的心情了 不过还请陈玉石 先不急着动在下 在下一介文弱 翻不起什么风浪来的 陈玉眉头不由微皱几分 带着一脸警惕地 看向怪先生 此刻明明该是 大获全胜的局面 但偏偏在他心头 却生出几分 没有由来的担忧 总觉得此事 不会那么简单就结束 但思来想去 他属实是想不到 这怪先生 还有什么能够 威胁到他的法子的 之前被梅花社的人 按下袭击 确实是有些猝不及防 但今次却是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即便是此刻厮杀起来 也无人能够威胁到他 他属实是有些猜不透 这怪先生 此刻还打着怎样的主意 沉默了片刻 陈环方是抬手一挥 他号令道 抢这些个乱贼全部拿下 留下此人 我要问话 是 一众军事们立刻高声应答 上前拿人 不出所料 静闻功夫的人也好 梅花社那些杀手也罢 根本无从反抗 金乌营的威压 三下五除二 便被纷纷拿下 除去了梅花社 有那么几个硬骨头 立战而亡 余下的 皆是被鸡拿到手 不过是半炷香的功夫 已是只剩下怪先生一人 陈环挥了挥手 连人将一旁满口怒骂的 静门功一夹子压了下去 方才看向怪先生 还有何话说 你且说来便是了 陈某洗耳恭听 不敢当 只是有一物 想当面交给陈玉士看看 一边说着 怪先生便是一边从衣袖之下 取出一卷文书来 立向陈怀安 陈环扫立眼那文书 眉毛不由皱得更紧了几分 那文书看上去颇为华贵 规格制度 竟是与圣旨无异 而打开来 那一卷文书果不其然 乃是燕帝清笔写下的圣旨 上面清楚地写着 怪先生乃是燕国派往 肖乡国议事的使臣 官拜燕国巡礼侍郎 品级虽是不高 但却代表着燕国的颜面 代表着燕国与肖乡国之间 那微妙的和平 瞧见这一份圣旨 陈环立刻明白了 怪先生的意思 难怪这次到了此刻 还如此淡定 到了此刻 还能如此平静地与他笑叹 有这一封圣旨 他便动不了怪先生分毫 巡礼侍郎 这个官职 无论是在肖乡国 还是在任何一国 都是极为特殊的存在 这并非是一个长久的官职 唯独在两国建交的时候 才会赤风 当初他代表肖乡国 初始燕国的时候 也曾挂过巡礼侍郎的官位 但因他当年同时也是巡查御史 因而两者职权合并 只挂巡查御史的官阶 按照官阶礼法 巡礼侍郎的职位 只算是从四品 但走出国门 到了别国之后 其职权 却是足可当作正义品的大员 言行举止 皆是代表着一国的门面 代表着一国的立场 而也正因如此 他此刻 绝不能善动怪先生分毫 尤辱他国使臣 乃是官场上莫大的禁忌 稍有不慎 甚至有可能成为两国开战的契机 陈寰立刻明白了 这怪先生如此与他作对 如此给他添堵 十之八九 就是想着让他出手 只有此事挑起两国之间的战事 失敬了 阁下还真是不简单 如此大事 此刻方才说透 陈某倒是真该输一句万幸了 陈寰深吸口气 瞪向怪先生 不过也是我猜测 怕是阁下此刻亮明身份 也是因为阁下 还没做好万全准备吧 若是阁下准备妥当了 该是等我动手之后 再亮出身份 如此 阁下引战的计划 才算是得逞 但阁下提前挑明了 想必还有事情 未曾办妥才对 是啊 还有些事情未曾办妥 怎么说呢 这得怪你陈玉士 怪先生很是坦荡地笑着笑 若是此事换了旁人来处理 恐怕早已被在下拿捏在手 将此事办妥了 怪就怪 此事是你陈玉士来办 打乱了我不少计划 不过也好 好生见识了一下你的手段之后 在下心里更是有数了 倒是还要多谢陈玉士 让在下见识到了 原来贵国之中 也并非都是庸才 显而经做何打算 监视徐李侍郎 艳国使臣 陈某应当邀你同回京城 面见陛下 就不知阁下 是否愿意同去啊 陈环冷笑着问道 怪先生却是摇了头 不去了 萧香皇帝有什么好见的 在下来萧香 只为见见陈玉士 而今见过了 自然也该回去了 陈玉士不介意放在下走吧 还是说陈玉士要秉公办事 强留在下呢 阁下这是哪儿的话呀 别国使臣是屈是流 哪儿能到区区在下来定夺呀 阁下自便 陈环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脸上换上几分 冠冕堂皇的笑意 不过还是奉劝阁下一句 好自为之 陈某虽不知道阁下究竟做何打算 又有什么计划 但阁下若是胆敢犯我萧香 陈某绝不顾心 你我两国说和不算和 但说战也大可不必战 还望阁下好生想想 黎明苍生 莫要以卵击石 记下了 多谢陈玉士指教 那在下先走一步 请便 多谢了 怪先生抱抱拳 朝陈环还了一礼 竟然转身要走 哦 对了 走出两步 怪先生又忽然停下来 转头看向陈环安 陈玉士 你是个很有趣的人 我很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 还望陈玉士多多保重 可莫要言行不慎 施了今日的权势 往后无从与在下切磋较量 若是没有你陈玉士做对手 肖香 群臣就太过无趣了 告辞 说吧 怪先生便是慢悠悠地走向林间 好似一闲雨也喝的闲散游人一般 不知去向 带得怪先生走后 陈环方才暗下里长出口气 发出一声短叹来 唉 可惜了 还是被这丝摆了一道啊 之前一次被这怪先生威胁 没能将其拿下 本就让他颇有些不爽 今次又被这家伙摆了一道 这不由得让他感到几分郁闷 但同时 只有让他颇感几分兴奋 就如方才怪先生所说那样 有这样一个对手 是件极为有趣的事情 莫不然 那些个古板呆滞的家伙对付起来 太没成就感了 如此一人处处算计他 将他的每一步行动 每一个决策都拿捏着 让他不得不将智谋发挥到极致 才能抓住对方的破宅 能够将对方彻底将军 这样的感觉属实不赖 不夸张地说 这怪先生算得上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仅有的两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之一 除了那个害死寒州的幕后黑手 直到今日 依旧身份不明的那位大人之外 再没有第三个人 让他感觉到捉摸不透 难以对付了 早晚要将你拿下 你给我好生等着吧 陈寰暗子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67章 陛下 玩得太大了吧 戴德怪先生走后 林和林雪英方才凑了过来 公子 辛苦了 陛下令我转靠公子 事成之后 择日回京 不着急立刻赶回去 且看公子的意愿便是 公子大可以休息一阵在动身 林朝陈寰一抱拳 他笑道 带我回去收拾一下 即可准备动身吧 免得此事没个结果 陛下担忧 我心里也是悬吊吊的 陈寰摆了白手 拒绝道 只是辛苦你们了 日夜赶路到江州驻我 还没歇上片刻 便又要赶回京城了 公子言中了 责任所在 义不容辞 林再是一抱拳道 既然公子 决定直接回京 余下的事 就交给我等处理吧 公子与郡主大人 休息一日即可 我等 这就将公子的府邸 收拾出来 嗯 府上的东西 将我随行之物 带上即可 其他的 留给我图二母子二人 去吧 辛苦你们了 陈寰点点头 答应得很是随意 林雪英的车年 也被牵住了林间 停在官道之上 二人方是上车归家 落坐在了车年上 瞧得四下护卫都离得不静 陈寰方才压低了声音 问向林雪英 说说吧 郡主大人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陛下还有什么交代啊 听得陈寰这么一问 林雪英的脸色 顿时有些端不住了 那 哪有什么别的交代 林雪英侧过脸去 假装看向窗外 你不觉得 你这做贼心虚的表情 很没有说服力吗 陈寰捂着额头苦笑道 陛下究竟交代什么了 快跟我说说 免得回了京中见了陛下 我说错了话 做错了事情 陛下拿我问罪啊 这个 给你说可以 但你得保证 听完之后 反应别太大 林雪英这才小心翼翼地 看向陈寰安 陈寰点点头 你说 我倒要看看 多大的事 还能让我的反应太大 你今次回京之后 要让你做个决定 林雪英小心翼翼地 看向陈寰安 父皇说 经此一事 足可断定 二哥和三哥当中 必有人暗通敌国 今次你回京之后 由你奸斩 二人当中 斩一人 我的脑袋 陈寰猛地站起身来 还没等惊呼出声 便是一脑袋 撞在马车顶上 撞得一阵 头晕目靴 哎呦 疼疼疼 不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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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不是在 耍我 陈寰捂着脑门 看向陈雪英 脸皮忍不住的一阵抽搐 二皇子和三皇子中间 选一人 奸斩 什么玩意儿 且还不说他一些外臣 奸斩黄色了 单单就是 出斩黄色这种事情 在肖乡国的历史上 就从未出现过 还让他一个外臣来奸斩 这是什么 想的那样 父皇不是真的要 处斩二哥三哥 只是打算 让你验一验他们 哎呦 那你喘这么大气 吓死我了 陈寰揉揉脑袋 呲牙咧嘴道 不过陛下 这玩得太大了吧 想验插两位殿下 有的是别的办法 用得着处斩这么夸张吗 就等着你这话呢 林雪英忽然眼睛一亮 露出几分狡邪之色来 我也觉得 父皇这么做 有些过头了 但父皇说 暂且想不到 什么更好的法子 只能姑且这么决定了 我就知道 你肯定有别的法子 就和父皇打了一个赌 说 你一定有别的办法 陈寰脸皮一抽 所以 所以呢 所以 父皇说了 你若是有别的 更体面的法子 就按你的法子来 若是没有 就让你来奸展 林雪英笑盈盈地 看着陈怀安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果然没错 陈怀安深吸口气 用了不小的力气 才把梗在喉咙中的 那口老血给压下去 简而咬牙切齿地 瞪向林雪英 这何着是你搞的鬼啊 好家伙 这神鬼莫测的操作 没谁了 有别的法子 就用他的法子 没别的法子 就让他去奸展 两位皇子殿下 这玩得也太大了吧 区区陈某 何得何能去干涉 皇帝家的事情啊 说好的为了避嫌 让他来江州呢 说好的不要干涉 利四 以免深陷其中 惹来麻烦呢 何知这些 都是扯犊子是吧 到头来 还得玩得这么大事吧 真是骗子 陈寰心头端是一阵咆哮 不过转头一想 倒也不难理解 毕竟此次的事情 影响确实有些离谱 皇亲国戚 堂堂王公 竟是私通敌国 与敌国暗下勾结 图谋不轨 而这中间 还关系到两位皇子 关系到 这儿那背后 是否也和敌国有所牵连 一个不慎 萧香积业便要葬送 便要拱手送到敌国的手中去 这等天大的事情 即便是皇帝 也免不了难办 这一点 倒是很好想明白 唯独让他难受的是 这么大的事情 我也没要甩给他来办呢 似是陈寰脸上 那生无可恋的表情 太过明显了 林雪英 也颇感几分歉意 他吐吐舌尖 苦笑道 我也是一时着急了 没想到 父皇居然真的准了 所以你看 父皇是最信得过你的 只要你有办法 父皇一定会采纳的 哎 谢主荣恩 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寰用力翻个白眼 双手捂着脸 哭笑不得 哎 罢了罢了 办法不是没有 就算是为了避免 奸展两位殿下的尴尬 想破脑袋 我也得想出办法来 尽快回京吧 路上这点时间 也够我想个法子出来了 哦 对了 先差人送个信 回去给陛下 告知陛下 我另有办法 请陛下先行开恩 先不着急 对两位殿下动怒 带我回去之后 另做安排 好嘞 林雪英答应的 颇为爽宽 转头便探出车窗外 招呼随行的护卫 先行动身 回京送信 看那架势 书信都是早已准备好的 陈寰捂着脸 心头不免哀嚎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错觉 我陈寰是无所不能的 想来 也是离谱啊 他当年只想的 博德功名 安身立命 报得灭门大仇之后 便辞官归田 安享年岁 却不成想 一入朝堂深思海 别说什么 辞官归田 把酒丧麻下了 到了今时今日 麻烦事可谓是 一桩接着一桩 一剑跟着一剑 躲都躲不及 哪还有什么清闲可言呢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八掌 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 隔日清晨时分 车马驶出零零郡 城中百姓皆是明白 那为了到江州不久 却得到万千美名的 咸雅居陈先生 今日便要离开了 不少人夹道相送 一路送着车马 出了零零郡十里开外 人群方才稀少了许多 作为咸雅居新主人的姬元庆 以及代表总司提督府 前来相送的孙小颖 一路跟着称桓的车马 走到官岛前 方才停了下来 师父 您这一去 不知何时回来 姬元庆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 陈寰摇了摇头 苦笑着拍了拍 姬元庆的脑袋 兴许闲来无事 还会回来看看 也可能不再回来了 运功读书吧 待你金榜提名之时 你我师徒 京城相见 是 学生一定加倍用功 尽早求的功名 继续留在师父身边孝敬你 姬元庆用力点点头 不舍之下 满是坚决 都回去吧 不必再送了 我在京城等着你们 说吧 陈寰便是摆摆手 拉上车马门帘 不再作声 悄悄车厢 催着马车起行 旁人不再追赶 唯独姬元庆一人 一路追着马车 追到官岛的岔路口 也不管旁人如何诧异 普通一生 跪拜在路边 久久地叩拜着 直到看着马车 消失于视线的尽头 方才起身 半月后 京城 早朝刚退 御书房中 皇帝正坐在桌边披折子 薛公公伺候于一旁 莫不作声 披了三五张奏折之后 皇帝忽然问道 老二老三 这几日如何了 回陛下 薛公公一低头 二殿下和三殿下 这几日均是闭门不出 依您的吩咐闭门思过 但您并未言明 他们何错之有 因而两位殿下 这几日都颇感惶恐 知道惶恐就好 皇帝轻笑了一声 这几日 可有什么人去见过他们 回陛下 没有 除了每日 去配送饮食的小太监们 再无旁人去见过了 几位娘娘也都明白您的意思 并未去见 嗯 如此就最好不过了 皇帝听罢 方才点点头 结而撂下笔 追问道 派出的探报 又如何回复的呀 陈怀安那小子 到何处了 这个 陛下 老奴要是说了 您可别动气 薛公公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小陈大人 前天就抵达京城了 但却拖了刘尚书的公子来报 说是路途上染了风寒 须在家静养几日 才好面胜 这几日也在府上闭门不出 他染了风寒 骗鬼呢 皇帝闻言顿时失笑起来 这小兔崽子练了素柔功 又跟着齐风炎学了医术 他能染上风寒 如实说来 这小子最近在干什么 陛下英明 小陈大人这几日 确实是在办些私事 也告知了陵大人 说是此事 事关两位殿下 需万般谨慎 做好充分的准备 才好回复陛下 还请陛下稍后几日 皇帝摆了摆手 也罢 这小子的鬼儒爷 历来是极多的 等几日便等几日吧 他还有何话说 一并说来 是 小陈大人 还让老奴送来一件玩物 说是近来突发奇想制成的 想让陛下先试完几日 之后来面圣时 会具体向陛下说明 薛公公点点头 一边说着 一边从衣袖之下 掏出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来 递到皇帝手中 那是一个十分规整的正方体 每面都分成三乘三的九宫阁 各自刷着不同颜色的染料 哦 这是何物啊 皇帝看得新鲜 拿上手试着拨弄两下 便是发现这每一面 都是可以转动的 小陈大人说 此物名叫魔方 是一种十分精巧的木翼 六面各有不同的颜色 一经打乱 没有特殊的方法 几乎不可能复原 花上十天半个月 也不见得能够解开 小陈大人说 这里头封装着一封密信 想请陛下试试 是否能够将其复原成 完整的六面 取出密信 薛公公只向那母匣子介绍道 这小子打得什么鬼主意 皇帝望着手中的魔方 失笑起来 倒是的确有点意思 知道了 差人去告诉他 他的礼物朕收到了 会好好研究的 让他过几日养好病 速来见朕 是 薛公公点了点头 说罢了 便是退下一书房去 再是三日之后 仍是早朝退下 皇帝披过奏折 便如前几日一样 将魔方拿出 开始试着破解 三天的尝试 他也是能够十分轻松地 将其中一面恢复完整 但却始终无法更进一步 为此 可谓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正在此刻 御书房外 忽然躬身走了一小太监 朝着皇帝跪拜下去 禀报道 并陛下 协礼堂陈玉士 在御书房外求见 哦 这浑小子终于好了 宣他进来 是 小太监得令 赶忙快步退出御书房 一出御书房的门 陈环已是等在外面了 小太监赶忙上前 朝陈环一拜 陈大人 陛下宣您进殿 有劳公公了 陈环点点头 这才笼笼一袖 走进御书房之中 陈 陈怀安 叩见 哎呦妈呀 话没说完 陈怀安便觉什么东西 不偏不倚地打在脑门之上 捡起一看 不由心头苦笑 那是皇帝的班纸 想来是皇帝等他这几日 等得不耐烦了 见了他 便摘下班纸砸了过来 小兔崽子 给朕捡过来 皇帝哼了一声 头也不抬地笑骂道 哎 得嘞 陈环答应得十分爽快 赶忙捡起班纸 双手捧着 递上前去 连带着将萧香玉 一并递到了皇帝面前 嗯 这就还给朕了 不再多留着 威风威风 皇帝飘了眼 萧香玉 笑看向陈怀安 这东西若是到了别人手上 那可是想方设法 不会归还的 陈哪敢啊 陈怀安挠挠头 他笑道 再者说了 此物有多大权力 还不是陛下您说了算 你一句话 此物立刻便是无用之物 保不惜留在身上 反倒成了催命符 臣还年轻呢 可不想被您一封圣旨给刺死啊 唉 也不知为何呀 每每与你续谈 朕总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你说你小子 怎么就这么欠呢 皇帝没好气地站起身来 一巴掌拍在陈怀安脑袋之上 罢了 你且说吧 朕交给你的事情 考虑得如何了 陈怀安黑黑一笑 不打反问 那不知陛下的魔方 可否解开了 好你个浑小子 一说这事儿 朕就来气 皇帝的声音 忽然抬高了八度 抓起桌上拼好一面的魔方道 你说你这家伙 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 如此精妙的东西 突发起想就能想出来 朕研究了三天 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可言 如此精妙的木翼设计 你不早早上贡 反倒拿来戏弄朕 你说 你是不是该判 欺君之罪啊 若是陛下 这都要判臣欺君之罪 那臣也只好忍通 拜别陛下 含泪奔赴刑场了 陈寰摆出一脸无奈的模样 长叹一声 他苦笑道 唉 臣走后 还望陛下一切安好 好啊 今天不揍你一顿 你小子就是不老实是吗 来来来 让朕看看 你的武功练得如何了 皇帝听的是咬牙切齿 哪里还有平日里 九五之尊的威严 全然像个市井街头的 小混混似的 撸起龙袍的袖子 不要上前打人 陛下 保重龙体 保重龙体啊 臣不疲了 真不疲了 臣还赶忙嬉笑求饶 挠挠头 他笑道 臣其实是想问问陛下 此物拿在手中 适合感受 陛下英明 想来立刻就明白陈的意思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六十九章 证据确凿 殿下看着办吧 文言 皇帝一愣 略足了片刻的思索 方才回过神来 这就是你给朕的答复 对 这就是臣给陛下答复 臣还点了点头 他笑道 陛下这几日苦心钻研此物 精尘之前说了 此物之中有一封密信 陛下关心密信 因而苦心钻研 换句话说 这里没有陛下 迫切想要查证的东西 因而陛下在上面 煞费苦心 但倘若是其中没有东西 陛下忙于朝政 自然不会将心思太过放在这区区一件玩物上 同样的道理 陛下想要查证 两位殿下是否有通敌叛国之险 大可将此物交到他们二人手中 看他们的反应 不过具体如何办事 还请陛下容臣卖个关子 臣今日夜里便去将事情办妥 三日之后 自简分享 臣还抱拳孝道 当然 查证此事之后 还请陛下自行裁决 裁决断定之事 还望陛下 切莫让臣染指 臣区区一介外姓 进入皇家谱系之争 已是大不敬了 万万不敢再行鉴运了 皇帝闻言 脸上忠实露出几分欣慰之色来 你这小子 倒是比许多人活得明白 若是我肖乡臣子 个个都如你这般 朕也就没有那么多烦心事了 好 以你所说 此事全权交给你去办 三日之后 朕等着看你的结果 臣领命 请陛下静候佳音 臣环抱了抱拳 方氏起身 转头走出御书房去 当天夜里 皇城东西两侧 各有一处陈思阁 平日里 皇室子孙朝堂大员 若是做错了事情 大都会被罚入陈思阁 闭门思过 而今二皇子与三皇子 各自身在一处 闭门而不出 陈思自己是否有过 区区半月 根本无人赶来探望 夜色入微 东边陈思阁的灯火依旧亮着 阁楼之中 二皇子双手复在身后 在阁楼之内来回躲步 脸上满是憔悴之色 忽然 似是一阵夜风吹开窗户 竟然二皇子一跳 赶忙走上闲区 关上窗户 方才等他一回头 身后竟是莫名多出一个黑衣人影 几乎紧贴着他站在他的身后 吓得二皇子险些跌走于地上 二皇子颤颤巍巍地问道 他曾听闻过 诸多关于陈思阁的传闻 传闻中 被罚入陈思阁闭门思过之人 很少有活着走出去的 有的人离奇暴毙 而有的人 则是自知有罪 畏罪自杀 这陈思阁中 本就阴冷沉闷 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 许多人 根本熬不到走出陈思阁的那一天 不是来杀你 是来救你的 那来人声音很是嘶哑低沉 听不出男女老幽 上头传来消息 你已经暴露了 那个陈怀安 已经掌握你的罪证 万幸 那家伙赶路许久 疲惫不堪 终究是让我们找到破绽 将罪证偷了出来 但是 有个很麻烦的问题 一边说着 那来人便是将一副 打乱的魔方取出 递向二皇子 此物 是那个陈怀安所做的机关锁 极为玄妙 难以破解 唯有将这六面 全部复原统一 方能解开 那小子的手艺 我们也摸不透 只能靠你自己了 想办法打开它 我们会帮你拖着陈怀安的 记住 你只有三天时间 若是三天之内 无法将它打开 搞不清楚陈怀 掌握了些什么罪证 我们也帮不了你 务必抓紧 三天之后 我会再来找你 若是你依旧 没能搞清楚 上头就只能气你 拿你灭口了 这 我 你究竟是谁 这到底什么意思 喂 喂 二皇子根本还没搞清楚情况 没等多问一句 男人已是转身翻出窗外 消失于叶子之中 二皇子低头望着手中的魔方 脸皮不由地一阵抽搐 也只好眉头眉脑地坐下来 开始研究起了手里的魔方 同样的戏码 也出现在另一侧 三皇子暂居的陈思阁中 两边都完事之后 皇城门前 陈怀方才落下身影 摘取脸上的面罩 红叶早已将马车停在门前等候着 瞧得陈怀来了 立马拉开门帘 陈怀踏上马车 便立刻策马动身 各处都安排妥当了 车厢里传来陈怀的询问声 红叶立刻应答 公子放心 一切妥当 天罡三十六位 内卫府 金乌营 各方都已经协调好了 足以确保这几日 任何出入之人都无从逃过监视 那就好 能否度过此劫 就要看两位殿下的造化了 陈怀这才松口气 轻声叹道 不知公子觉得 两位殿下 谁有过 红叶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不知道 说实话 我也不想知道 陈怀怂怂肩 无奈苦笑 通敌叛国争夺大魏 这罪责太重了 一旦查证 必死无疑 若非是陛下轻点了我 打死我 我也不过去碰此事 陈儿青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若是我猜得不错 此事过后 朝堂之上 要变天了 一国皇子 堂堂储君 犯下通敌叛国之罪 可谓是国之耻辱 此事 是绝不可能姑息的 因为如此 满朝温武都明白 此事绝不能随意沾染 一旦沾染上了 想脱手都难 怎奈何皇帝清点 无从推脱 而经他所想的 也只能是安心祈祷 祈祷此事 只不过是梅花社的诡计 是拿怪先生的计谋 两位皇子都是无辜的 莫不然 这让他这个外姓臣子 治了两位皇子的死罪 今后在朝中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 尚要担心皇帝 对他生出杀星 拿他权势太甚 影响太大 治他的罪 像要忌惮文武百官 奉承的 攀附的 祸害的 属之不尽 这绝非是什么好事 历朝历代 那些个权倾朝野的外臣 能得善终者 可谓是少之又少 半君如半虎的道理 自古不变 显而今 他可谓是 渐渐被逼上这条路 颇有些 无从回头的意味 这不免得 让他心中暗叹 唉 早知会有今日 当初就不该显露太深 但愿此事 能平安收场才好 往后三天里 朝堂之上 就好似无事发生似的 两位皇子的事情 无人提及 陈寰也好似 恢复到以往的状态 早先上朝 退朝之后 要么被皇帝 交到御书房一世 要么便是直奔 公布制造局去 丝毫不见异样 满朝文武之间 不免开始有人 议论此事 有的说 两位皇子的事情 陈寰是不是 还完全不知道 商讨着 是否得有个人 去跟陈寰说一声 免得他时常 侍奉在皇帝左右 说错了什么话 做错了什么事 而有人觉得 此事 陈寰定是知道 不仅知道 还必定参与其中 只是具体做了些什么 有什么安排 无从公开罢了 实则暗地里 已经开始着手 处理此事了 带着这般猜测 满朝文武 皆是颇有些期待 这此事后续的发展 期待着陈淮安 是否会如以往一样 给他们一个 意外的惊喜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章 问心无愧就好 三天的时间 转头变过 第三日午夜时分 皇城之中 静密无声 陈淮一身夜星衣 遮掩着容貌 趁着夜色 进入皇城之中 在金乌营 内卫府 以及天刚三十六位的 里外监察之下 跃入皇城西侧的 陈思阁之中 方才进入陈思阁 陈淮便是瞧见了 三皇子此刻 正跪足于屋中 后背挺得笔直 膝盖上 横着一把剑 那是他身为 三皇子的配剑 此刻 三皇子就像一位 风霜傲骨的剑客一般 坐得端正笔直 闭目沉隐 似乎是在等候 什么人的到来 听闻窗户被打开的声音 三皇子也不睁眼 只是平静地问道 可下来的还真是准时啊 我本以为 还要等上许久呢 三殿下说笑了 不知三殿下 是否解开机关锁 取得了罪证 若是成功 速速告知于我 我也好联络主上 听你将此事处理妥善 陈淮依旧用着 三日之前那种嘶哑声音 沉声说道 哎 你们这些人呢 真是有趣得很 三皇子忽然失笑起来 口口声声说着 你家主上 要替我如何如何 你们当真能如何吗 皇城内外高手如云 能臣大才数不胜数 就凭尔等 也配动摇我 肖乡军事正事 同样的话 三天前我就说过 今天 依旧不变 想杀我 你大可动手 我自知文弱 定也不是你的对手 但若想以我为由 动摇肖乡 你还是莫要做梦了 尔等鼠辈 不配 一边说着 三皇子 便是将那一方 几乎未曾动过的魔方 摔向陈怀安 你说里面有我的罪证 好啊 拿去交还给陈勋 让他上报父皇 我倒要看看 我何罪之有 三殿下真就如此自信 自己从未犯下什么罪责 陈怀依旧声音不改 用略带威胁的语气问道 深正不怕影子邪 我有何可惧 倘若我陈兄当真查证了何事 我倒真想听听 是何事能让陈兄如此记恨于我 是何事 让父皇治我的罪 一边说着 三皇子便是一边拿起膝盖上横着的佩剑 扔向陈怀安 你我严禁于此 想动手 便用我的佩剑动手 尔等鼠辈的兵刃 肮脏不堪 不配取我头颅 陈怀安听罢 顿时失笑起来 你笑什么 三皇子一皱眉 沉声鹤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 委屈殿下了 陈怀安这才露出原本的声音来 竟然扯下面罩 露出面容 只是殿下这一口一个陈兄 我可属实有些受用不起 往后殿下 可莫要再如此称呼了 区区陈某 可不足以殿下称兄到底啊 是你 怎会是你 三皇子显然还有些没回过神来 愣了片刻 又一把抓起裴剑 拔剑指向陈怀安 三天前闯入陈思格的人 也是你 陈怀安赶忙举手 示意投降 殿下息怒 这事不得已而为之 还请殿下给我个机会 把话说明 可好啊 你说 三皇子沉默了片刻 并未收监 依旧抬剑指向陈怀安 陈怀安也不恼 将自己此去江州 拿下静闻公府的事情始末 输了一遍 简而笑道 因为此事在先 陛下不得不怀疑两位殿下 是否也与敌国暗通 因而设局 试探两位殿下 原本陛下 是令陈某 兼斩两位殿下 以试探两位殿下的忠心 陈某觉得很是不妥 斗胆向陛下请愿 陛下是通情达理之人 准我的法子 这才有了陈某 三日前的来访 我还是不明白 你设此局 是何用意 三皇子依旧不解 皱眉问道 魏正殿下 问心无愧 陈怀坦然笑道 一边说着 一边便是将那魔方 一脚踩碎 如殿下所见 此物想要拆开 其实简单得很 若是殿下 当真心中有愧 定会不择手段地 将其拆解开来 一睹其中所谓的罪证 是何物 但殿下问心无愧 自然不屑于拆解 不屑于知道 这所谓的罪证 陈寰从碎片中 拿出一张 折叠起来的白纸 递给三皇子 陈某手上 从无什么罪证 执意在让陛下自省而已 拙劣小记 还望殿下莫要取笑啊 取笑 我取笑你 三皇子愣了好片刻 方才苦笑着收起箭来 我何德何能取笑你呀 倒不如说 经此一事 我是越发地佩服你了 若非是而今 你是父皇身旁的能人 与你走得太近 只会害了你 我当真是想招你到府上 与你坐而论道 谈天说地 想来 是能从你那里 学到许多东西的 殿下过誉了 陈寰摇了头 他笑道 而今殿下已无可担忧 委屈殿下再在此处休息一晚 明日上朝 我便禀明陛下 即刻释放殿下 辛苦你了 对了 二哥他 如何了 你是否也用同样的法子 试探于他 三皇子尚嫌 抓住陈寰的首尾 追问他 你可一定要与二哥说清楚 二哥年少时曾顶撞过父皇 惹得父皇大怒 他若是不明白你这法子 怕是会念及此事 百般惶恐 你可一定要证明二哥的清白呀 陈寰拍了拍三皇子的首背 也是安慰 殿下放心吧 请殿下安歇吧 我这就去二殿下那边 若二殿下同样问心无愧 陈某拼尽一切 也定保二位殿下周全 皇城东侧 东陈思格 陈寰同时压制身形 借着轻功之便 落在陈思格的窗外 方才欲要推窗进入陈思格 却是忽而听闻 陈思格中 传来交谈之声 这不又让他感到几分诧异 这两位皇子 被软禁陈思格以来 皇城之中 全无一人敢去探望 就连几位贵妃娘娘 都不敢轻易踏足陈思格 且是此刻 早已经过了皇城宵境 皇城内外 更是有着金乌营 内卫府 天罡三十六位 层层把守 能够进到陈思格的人 可谓是屈指可数 即便是天子榜级别高手 都很难说 能够轻易进入 心头疑惑间 陈寰并未贸然进入陈思格 俯身贴在窗边 听着陈思格中 传来的交谈声 二皇子的声音 听上去尤为惶恐 似是在向什么人求助 先生 确定我会没事吗 我一如先生所说 这几日 什么都没有做 只等陈怀安再找来 可 可我还是没底 他到底 到底是知道了什么 一听这话 陈怀安顿是皱紧眉头 看这意思 是有人识破他的意图 并且告知二皇子 此时此刻 二皇子早已知道 三天前找上门来的黑衣人是他 此刻 也正等着他到呢 而陈思格中 与二皇子对话的 听声音是一个年纪颇为不小的老者 老者笑道 殿下不必担心 陈怀安知道了什么并不重要 无关殿下安危 只要殿下按照老朽说的做便是 保你无事 时间也差不多了 老朽先走一步 来日再拜回殿下 殿下 好自珍重 说罢了 那老者便是走向陈思格的卧榻 掀开卧榻 下方竟是有着一扇暗门 那老者蹲入暗门之中 立刻没了踪影 只留下二皇子一人 在陈思格中 惶恐不安 这一幕 被陈怀完完整整地看在眼中 心头顿时不知该怒 还是该无奈 如皇帝所料 两位皇子当中 确实有一人有问题 也如他所料 此人是二皇子 但这也是他很不想看到的结果 证实了二皇子有问题 牵连出来的东西就太多太多了 与二皇子有关之人 帐下的幕僚 府卿 谋士 宾客 估计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满朝文武 但凡与二皇子走得近的 这估计都免不了受牵连 甚至二皇子的生母 萧贵妃 都免不了在此事之中 受到莫大的影响 这势必给朝堂 带来巨大冲击 朝堂中人 怕是免不了遭受一轮清洗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一章 演 你继续演 瞧见他来了 二皇子赶忙收敛起一脸的惶恐之色 患上仿佛事先练习过的神色 看向他 陈寰望着二皇子的神色 心头不由一阵好笑 那神色 冷漠中透着几分桀骜 好似一名高傲不驱的将士 哪怕身陷万军丛中 四面楚歌走投无路 也依旧蔑视敌人手中的刀剑 视死如归 全无半点屈服之意 若非是刚才听见了二皇子 与那老者的对话 一眼瞧得二皇子这副神色 他还真要以为 二皇子这是坚毅不屈 问心无愧了 没等他开口 二皇子便是率先冷笑起来 哼 倒是不成想 你这乱贼来得倒挺准时 我不得不佩服你 王城之中戒备三眼 你却能轻易进出 不简单呢 哦 听二殿下这话中的意思 是不想见到在下了 陈寰患上之前 那种嘶哑低沉的声音 他笑吻道 在下可是还救殿下的 殿下不领情也就罢了 张口乱贼闭口乱贼 未免有些过分了吧 少套近乎 拿走 这是你带来的东西 本皇子不屑拆砍 带着东西 滚 二皇子冷喝了一声 将动也未曾动过一下的魔方 扔到陈寰脚边 陈寰弯腰捡起魔方来 他笑叹 二殿下还真是一声傲骨啊 佩服 佩服 看来二殿下是心中无愧 自觉没什么罪责可言 便丝毫不拒了 那是自然 二皇子傲然道 但他的表情 其实并没有管理得太好 说出这话之时 眉目之间故作镇定的冷傲 立刻消退几分 反倒是显露出些许放松来 显然 这就是他想听到的话 想要伪装出来的事实 得到这个结果 他便松了口气 殊不知 这个表情 深深地把他给出卖了 哼 说起来 这陈思哥其实还算不错 比之于牢狱 已经很是安逸了 陈寰一边说着 一边装作不经意地 走向房中卧榻 走向那个暗门的所在之处 这让二皇子心头一紧 陈寰余光 注视二皇子的神色变化 瞧得二皇子那一副 颇为紧张 却不得不强装镇定的模样 心头愈发好笑 说着 他便在卧榻上落坐下来 一脚踩在暗门之上 这一举动 让二皇子的神经 紧绷到了极致 腮帮子肉眼可见地鼓了起来 显示出 他正用了颇为不小的力气 咬紧牙关 殿下好像很紧张啊 陈寰故意业余问道 莫不是殿下这副 桀骜的模样 是装出来给在下看的 实则心里有鬼 生怕被在下盗破了 二殿下终是有些忍不住了 一把抽出腰间配件 指向陈怀安 你这乱贼 究竟有何打算 少跟我打压名 这是肖乡皇城 由不得你这乱贼放肆 有话就说 没话说 就给我滚出去 原来二殿下还知道 这里是肖乡皇城啊 陈寰一手托着下巴 朝着二皇子挑挑眉毛 殿下既然知道 又为何不曾细细想想 皇城内外如此戒严 别说寻常小贼了 便是天子绑高手 都难进退 区区在下 是如何做到来去自如的 你什么意思 你莫非 是父皇手下的人 二皇子眉头一皱 瞧得二皇子那明知顾问 强装着无辜的模样 陈寰终是忍不住失笑起来 不错 在下确实是陛下手下之人 不过估摸着 二殿下贵人多忘事 恐怕也记不太清楚 我是何人了 一边说着 陈寰一边撤去脸上的面纱 露出本来的样貌来 就不知殿下 是否还能想得起区区在下 当年那个受殿下恩惠 领了封赏的小小亭侯 是 是你 陈寰 瞧见陈寰摘下面纱 二皇子立刻装出一副 大惊失色的模样来 怎么是你 这 三日前来找我的 也是你 是我 陈寰点了点头 哦 我明白了 你这是在替父皇 检验我是否终于肖像 二皇子好似恍人大悟 颇为亲切地走上前来 在陈寰身旁坐下来 一巴掌拍在陈寰肩上 你可吓死我了 我还真以为 你是什么对我萧香图谋不轨的乱贼呢 还心说乱贼之中有此等高手 父皇却 父皇却不是十分危险 原来是你啊 难怪 难怪了 陈寰埋头暗笑 并未作答 哎 对了 三弟如何了 你 是否也用了同样的法子对他 他可还好啊 二皇子继续追问道 好 三殿下一切都好 想来明日 就不必再在陈思阁留宿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三弟无恙 我就放心了 还是你有法子 居然能说懂父皇 二皇子长出了一口气 一脸轻松的模样 换作旁人见了 必定是要觉得 二皇子颇为良善 这种时候 还在先关心兄弟 陈寰却是再清楚不过 这颇为真切地放松 实则是因为 自觉脱困了 麻烦解决了 劫后余生一般地 长出一口气 当然是情真意切了 殿下 是我冒昧问一句 殿下你是否考虑过 太子大位 陈寰忽然眉头眉尾地问道 一听这话 二皇子脸色立马变了 赶忙一脸惊慌地 捂住陈寰的嘴 这可不能乱说呀 我姑且年长你几岁 私底下喊你一声贤帝 你可切莫胡言此事 太子大位得父皇说了算 私下议论那可是重罪呀 二皇子一脸惊恐地叮嘱道 你我私下闲聊什么都可说 唯独这朝政大权 你我不可议论 贤帝可莫要放肆啊 当心火从口出 瞧着二皇子这一副卖力演出的模样 陈寰心头不由感慨 这演技是真不错呀 他点点头 二皇子方才将他撒开 接着拍向他的肩膀 笑道 哎呀 此次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我和三弟可都仰仗着你 才能和父皇和解 等此事平息了 定要好好招待你才是 到时可要来我府上 你我好好饮上几杯 此事倒是不急 陈寰摆了摆手 脸上神色 终是露出几分讥讽和噎语来 毕竟吃殿下的酒 保不齐还得跑到燕国去吃 陈某去过一次 可是真真切切地 不想再去那燕国第二次了 这突兀的话 引得二皇子一愣 玄机一脸莫名地 看向陈怀安 哦 贤弟啊 你这话是何意啊 没什么 陈怀微笑着站起身来 走到厢房门前 推开房门 朝着廊道尽头 守在阁楼之外的军士们 招呼道 红叶 外面领头的是谁啊 带租军士一同进来 贤弟 你这是 二皇子更是不解 赶忙追问 没事没事 殿下不必惊慌 陈寰依旧微笑 摆摆手安慰道 话语之间 红叶已是带着 外头大约三十余名 金屋营的军士 涌入屋内 一进门 军士们便是立刻上前 将二皇子扣住 啊 你们要干什么 二皇子一脸惊慌地 望着一众金屋营军士们 惊声问道 殿下 陈某本还想再与殿下引上片刻 好像殿下过足细影 可惜时候不早了 方才在这屋中的另一号人 估摸着已经跑远了 再不去追 陈某就真的什么都追不上了 陈寰回过神来 派着二皇子肩膀笑道 所以只好委屈殿下了 若是下次还有机会 陈某再陪殿下作戏 一边说着 陈寰便是一边走向暗门 一跺脚 便是将那暗门给踹了开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二章 陆网 看来殿下没什么想说的了 陈寰笑看这二皇子 小疤便冷声吩咐道 刘起浩然 先将他扣押在此 余下地跟我走 去看看这暗道究竟通向何处 是 军士们答应的颇为有力 吭枪之声让二皇子浑身一颤 脸色更是苍白如纸 不见一丝血色 戴德三五军士将二皇子扣在屋内 陈寰便是领着军士们 探入那暗门之中 红叶走在最前头 提防着这暗道中的机关暗器 军士们则是将陈寰围在中间 时刻保护他的安全 陈寰的目光 在这暗道里四下不断张望着 暗道看上去还狠心 估摸着修成的时间 连半个月都还不到 差不多就是在他回京前后完工的 陈寰立刻意识到什么 发出了一声没有由来的笑声 红叶立刻察觉到陈寰的神色变化 小心翼翼地问道 公子何故发笑 没什么 突然想到一些有趣的事情罢了 朝前走吧 走出这暗道 一切便可见分享 陈寰摇撩头 并未打算就此停下 接而招呼军士们继续前行 暗道辖场 从东城司阁一路朝西北方向延伸 那个方向是他最熟悉不过的地方 写礼堂 同时也是当朝两位一品大员的遇刺伏笛所在 暗目着斩茶的功夫 暗道出口已是静在眼前 红叶率先走上前去 小心翼翼地推开暗门 探出头去 四下张望片刻 居然四周并无什么危险 方才护着陈寰走出暗道 暗道的出口 被设在一座原意假山之上 走出暗道 便是一片颇为精致的庭院 陈寰四下扫了一眼 便认出了此处 乃是韩太师的太师府 果然呐 陈寰摇头笑叹了一声 刚语开口 忽然听闻四下里喊声四起 有人高声喊着 捉拿你贼 不过是几次呼吸的功夫 四下里顿时是灯笼火把 亮如白昼 上百号敬畏军士 已是将他们团团 而也就在这时 韩太师走了出来 红叶也好 一众金雾营军士们也罢 皆是面色骤变 但让他们面色骤变的 并非是韩太师 而是与韩太师一同出现的 皇帝 参见陛下 一众军士们 赶忙朝着皇帝跪拜下去 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 皇帝会出现于此处 这突兀的变故 端是让他们回不过神来 但就在众人接跪拜之时 陈寰却是不贵 一脸冷笑着看向韩太师 脸上颇有几分轻蔑之色 大胆陈怀安 见了陛下竟敢不败 看来这些年 确实是让你风头太甚 而今居然连陛下都不放在眼里了 韩太师的声音 苍老却高亢 枯瘦的手臂指向陈怀安 他破口便骂 也怪我等老臣瞎了眼 将你这吃力胖外的狗东西 见送给了陛下 若非陛下圣明 看破了你的诡计 我肖乡必遭大祸 红叶赶忙拉扯陈怀安 又要让陈怀安向皇帝行礼 四下里 敬畏军士们 也纷纷亮出刀剑指向陈怀安 会有一副 要将他就地正法的架势 陈怀安却是依旧不理会 依旧站得笔直 好你这狂贼 果真已经是无法无天了 韩太师怒瞪陈怀安 立声呵斥 家朝皇帝一抱拳 陛下 此贼太过放肆 请陛下下旨 将此贼就地正法 皇帝须眯着眼 看向陈怀安 陈怀安 为何不见你开口啊 平日里 你不是最能言善变吗 陛下想听什么 陈怀 陈怀安怂怂肩 他笑道 是想听陈承认罪行 还是想听陈辩驳几句 您吩咐 陈一定照办 哦 还有辩驳之言 你且说来 让朕听听 皇帝冷笑了一声 抄陈怀弩弩下巴 是 那陈就斗胆 辩驳几句 陈怀一抱拳 抄皇帝躬身 接着看向韩太师 他笑道 是我斗胆问一句 敢问这通往东陈思阁 二殿下禁足之处的暗道 为何修在韩太师的府上啊 到了此刻 想朝老朽身上泼脏水吗 韩太师冷哼了一声 还能为何 自然是因为你与二殿下 里外勾结 为了将这污名 栽葬到老朽的身上 哼 但你失算了 陛下圣明 岂会听你血口喷人 韩太师怕是误会了吧 要修成这么一条暗道 少说也得一个月以上 一个月前 陈某可还在江州呢 哼 这对你来说 又有何难 韩太师依旧冷笑 你陈怀安 手握着工部制造大权 手底下的工匠还少得了 随便打发一批 随便找个理由 都能办成此事 这对你来说 不是最简单不过了吗 啊 这倒是 别说挖到韩太师你的府上 我真想挖 挖到陛下御书房底下 也未尝不可 陈怀安失笑起来 不过韩太师不觉得挺奇怪的吗 陈某人在江州 千里迢迢的招呼公布的工匠们 从一个月前开始动工 从东城司阁挖一条暗道 到韩太师你的府上来 我图什么呀 莫不是在韩太师你的眼中 陈某能够未卜先知 提前知道二殿下通敌 又提前知道 陛下会让两位殿下 禁足陈思格 还提前算准了 二殿下会被禁足于东陈思格 我要是有着未卜先知的本事 何至于此刻 露入韩太师你的手中啊 诡辩 韩太师的声音 顿时抬高了八度 你善于谋算 这一点人尽皆知 更何况你陈寰安 会的妖术还少吗 谁又知道 你是否真有这样的本领 那不知韩太师 又是如何知道我有这本领 提前安排好了人 还请了陛下 在这里堵着我呀 陈寰安业余笑问道 须知我的安排 只有陛下一人知道 而后只有身为当事人的两位殿下 接触到了我的计划安排 连我身边的贴身护卫 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想知道此事 知道我具体行动时间的 要么是陛下说漏嘴了 要么便是两位殿下中的某一位 透露出来的 我反正是不敢怀疑陛下的 韩太师你 由于此事毫无关系 那我属实是想不出来 韩太师你是如何算准这个时辰的 如此看来 岂不是韩太师你的妖法更胜一筹 不错 朕也十分好奇 皇帝点点头 接而看向韩太师 不知韩太师你 为何偏偏选在今日 让朕前来啊 呃 这 韩太师顿觉不妙 皇帝的质问 让他一阵语色 韩太师不愿说 不妨就让我来猜猜好了 陈寰咧嘴一笑 他说道 其实呢 修着暗道的时间 就是张丞相被封了钦差 去江州过送圣者的时候 那时候 两位殿下便已入了陈思格 自然好分辨方位 时间也刚好 陈某不才 这些年在公布 学会不少鉴别之法 单看专时磨损 便可辨认得出来 有了这暗道 韩太师你就方便 进出陈思格了 应该是三天前吧 我前脚刚走 你后脚就找上二点下 将各种事项逐一商议妥善 也确定了我的计划 确定了我动身的时间 今日韩太师 你也算准时间去见二殿下 恐怕就是为了让我瞧见这暗道吧 瞧见暗道 我必会搜查 而韩太师你呢 则是先一步请来陛下 在暗道这头堵着我 如此一来 撕毁二殿下的人便是我 结党营私 叛国通敌的自然也是我 再加上栽赃嫁祸给韩太师你 我这罪呀 怕是诸九族都不够 祖上十八代列祖列宗 都得被绝坟鞭尸啊 说到此处 陈寰脸上忽然浮现出几分诡异的笑容来 这本是一个挺好的计划 在你预想中 方才陛下会毫不犹豫地下旨 将我就地正法 也不会有后面的这些辩驳才对 但你猜为何 陛下没有直接下旨杀我 反而要听我这乱臣贼子辩驳几句 这话一出 让韩太师陷入沉默之中 片刻的功夫 其脸上方才浮现出一片猙獰之色来 哈哈 好啊 好你个陈怀安 属实厉害啊 看来此事你是早有预谋了 韩太师仰命笑道 话音一落 立刻便是抽出衣袖之下 暗藏的短刀架在了皇帝的脖子上 哼 但那又如何 现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此举可谓是吓坏了周围的敬畏们 然而皇帝和陈怀安 却是双双吃笑了一声 韩太师不解 一脸疑惑地看向二人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73章 不再挣扎一下 陈寰看着韩太师摇头笑叹 韩太师 你未免太沉不住气了吧 这就跳反了 不再挣扎一下 皇帝呼而笑道 臣怀安 辩驳之言你说完了 现在该认罪了吧 是 臣认罪 臣怀仰面笑道 臣罪在胆大包天 找人冒充陛下 鉴约陛下天威 请陛下至罪 一边说着 臣怀便是一边跪拜下去 但他跪拜的 并非是眼前的皇帝 而是身后的暗道出口 话音刚落 便见暗道出口的暗门 再次被打开 真正的皇帝 正从其中缓步走出来 他大手一挥笑道 罢了 念在你为朕 找出了这些个逆贼的份上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朕令你铲除奸贼 臣 领命 陈怀安高声作答 简从衣袖之下 摸出童哨吹响 煞世间 天纲三十六位全数高手 便是领着大批金物营军士 翻枪而入 刀剑出鞘 寒光爆起 没等寒太师分清眼睛的情况 一阵剧痛 便从手臂上传来 只瞧得 原本被他架在刀下的皇帝 竟是忽然抱起出手 鬼灭般地牺牲上前 一掌拍开短刀 轻松便将寒太师给扣住 这手臂拧得跟麻花似的 疼得寒太师 那张原本有些辣黄的脸 煞世间一片惨白 眼前的情形 显示有些出乎敬畏们的预料 他们本就只听皇帝号令 此刻出现两个皇帝 一时间端是不知道该听谁的才好了 乔得四下里 金乌营与天罡三十六位诸多高手 将他们团团围住 敬畏军士们 风采迷迷糊糊地反应过来 当中那些个反应快的 赶忙扔掉手中刀剑 老老实实地高举起双手来 而那些个闻声而来的韩府家仆们 可就没这好下场了 金乌营的军士们 随便拎出一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不说旁人了 就凭陈怀安如今 足可排在银牌七品级别的实力 都还不敢说能够以一敌二 一对一算是极限了 这些个韩府的家仆们 又哪里是对手 天罡三十六位 那就更不必说了 随便一个 实力都远在陈怀之上 对付这些个家仆 更是信守拈来 短短不过半住相的功夫 韩府上下已是落得清净 自韩太师起 府上一干人等 皆是被拿下 纷纷被扣在庭院之中 等候发落 而按到另一头 早已被拿下的二皇子 亦是被押解而来 被灵轻手扣住 按在韩太师身旁跪斧 你是何人 韩太师强扭脖子 瞪向身后 正将他擒住的那个贾皇帝 咬牙切齿地问道 轮不到你这奸贼来问 贾皇帝手头一发力 直接将韩太师按趴在地上 落得好一阵灰头土脸 而陈怀身后的真皇帝 扫尸一圈众人 脸上神色冷冽如冰 韩太师 你我君臣一场 几十年了 朕一直都把你当成寿宴恩师 即便畏惧久武 朕也依旧以施礼待你 皇帝一边说着 一边咬紧牙 几乎是从牙缝中 挤出字眼来 朕想知道究竟是何事 让你不顾这几十年的情分 要反了朕 反了肖像 陈怀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静静地听着 但从话音之中 就不难听得出 皇帝心中的悲语怒了 几十年的君臣 从皇帝压压学语 到配官而立 从风华正茂自在快火 到成就王爷 位居久武 一路走来 韩太师见证了一切 无时无刻地 陈怀在皇帝身边 可如今 叛国之贼 却以韩太师为先 这等刺激 怕是放在谁人身上 都难免心头悲愤欲绝 然而韩太师此刻 似乎已经陷入计划失败之后 自暴自弃的状态 他放肆大笑着 再也不见平日里 那副慈祥温和的模样 一头乱发 双目血红 脸上的笑容 争鸣而又癫狂 皇帝啊皇帝 到了现在 你还想继续隐瞒下去吗 你想将肖乡的天下 交给何人 真当我们这些老臣 心里都没数吗 你说 我等人是逆贼 不 你才是 你才是肖乡国 最大的逆贼 韩太师歇斯底里地怒喝道 这话听得陈淮安 颇有几分迷糊 心说打一开始 皇帝不就是打算 立三皇子为太子吗 此事旁人不知 但韩太师这个级别的大员 咱是心中有数的 这也没什么不妥才对 肖乡国人尽皆知 大皇子早要 二皇子为长兄 竟然是三皇子 有资格继承大统的 只有他们两个 而亲二皇子 犯下此等滔天大罪 此刻便是三皇子 稳坐太子大位 这能有何不妥 四世瞧见陈淮一脸疑惑 韩太师忽然看向陈淮安 他冷笑道 陈淮安 虽然皇帝已经下了旨意 不可将太子之位 立于何人告诉你 但想来你早已经知道了吧 就不知凭你的智慧 能否看出什么端倪来 陈淮安没有答话 乔得陈淮安不予理睬 韩太师继而笑道 凭你陈淮安的智慧 不会想不明白吧 费掌立右 自古便是取乱之道 可皇帝却要立三皇子为太子 你可知道这其中是何缘由啊 陈淮安依旧不答 只是默默地看了一眼皇帝 皇帝的面色 也从方才的悲愤恢复了平静 此刻同样是不言不语 只是眼中隐约带着几分杀意 一双眼直直瞪着韩太师 可笑可笑啊 韩太师癫狂地笑起来 陈淮安 你 够了 将这逆贼拖下去 皇帝颇有些暴躁地打断了韩太师 抬手一挥 示意金雾银的军士们将其带下 竟然缓步走到二皇子跟前 俯视二皇子 脸色阴沉 你让朕很失望 二皇子低埋着头 浑身微颤 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此刻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七军叛国通敌 诸多罪责 即便是落在皇子身上 也无赦免一说 回臣司阁中去吧 朕 不想再见到你了 皇帝摆了白手 下达了最后的判决 听来无恙 但在场之人 皆是已经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片刻之后 陈司阁中会准备好 自意所用的物件 白铃三尺 短刀一把 毒药一瓶 之前也不知有多少人自知有罪 无望逃出生天 在陈司阁中选择自尽了 而明日 消息也会传出 二皇子通敌叛国 畏罪自尽 皇帝说罢了 军事们便是将二皇子 带去了陈司阁 留下陈寰和那个假皇帝 站在了皇帝的身后 皇帝脸上 这才露出几分微笑来 这是当皇帝当上瘾了 不敢不敢 臣女戒约 陛下未曾至罪 臣女叩拜陛下天恩 假皇帝 这才赶蒙谢去脸上 乔装所用的妆容 露出原本的面貌来 此人正是姬云瑶 陈寰也一同跪拜下去 和姬云瑶跪成一排 二人皆是埋着头 等候皇帝发落 皇帝望着 好似畏罪般的二人 不由失笑起来 都起来吧 今次你二人皆有大功 但碍于此事 事关皇家颜面 朕无法当着百官面前 大肆褒奖你们 有何所求 此刻说吧 朕 满足你二人 一人一个要求 闻言 陈寰和姬云瑶 方才松了口气 站起身来 姬云瑶率先挠挠头 他笑道 陛下 臣女也没什么要求 只愿臣女从萧香阁结业之后 陛下能准我 进入营武卫 追随师父 有这么点要求 你的本领不差 朕颇感惊艳 凭你的本事 进入营武卫 不是什么难事 臣女这不是担心 陛下念我是女子 切之不用嘛 陛下准我这个 小小的愿望就行 除此之外 臣女再无所求了 姬云瑶黑黑一笑 答得很是坦然 再无所求 你是不敢言吧 皇帝哼笑了一声 转头摆了一眼 姬云瑶 罢了 你不敢说透 朕听你说 此次姬家 虽和静闻公府 颇有牵连 但念在你大功一见 之前发生的事情 朕该不追责 至于营武卫吗 但你从萧香阁 结业出师 自行去找 齐封烟那家伙 报到便是 多谢陛下 闻言 姬云瑶赶忙 再次跪拜下去 如皇帝所言 这话 他不敢说透 姬家与静闻公府 险些结成亲家 这要是真成了 姬家可就和反贼 捆绑在一起了 皇帝若是一个不悦 将姬家 姬家满门抄斩 也在情理之中 此事 陈寰曾答应过他 定时会向皇帝说明 加之此刻 皇帝本就气头刚过 他自然是不敢去提的 万幸的是 皇帝一眼看透他的心思 说出此话 也算是让他 长长地出了口气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四章 陛下 放着我来 皇帝继续看向陈怀安 怒怒下巴问道 你呢 小兔崽子 今次你的功戒 算是为我萧香国 平定了一桩大乱 说是护国安邦 鞠躬至尾 也不为过 你觉得 朕该赏你什么 才是合乎你 此次的功绩啊 陈怀沉默了片刻 明明嘴唇道 陛下 恕臣斗胆 请陛下 借一步说话 这话一出 寺下里的 金雾营军士们 以及天罡三十六位的 高手们 皆是略微皱眉 方才韩太师 拔刀相向 可是让他们 颇有些紧张 此刻陈怀 邀皇帝独处 不免让他们有些为难 皇帝却是并不在意 白白手道 那便都散了吧 朕和他单独聊聊 这逆贼的府上 恶臭担当 走吧 你我君臣 到御书房去了 是 陈怀点点头 这才出门 策马甘在皇帝的车碾之后 直奔御书房而去 御书房前 军士们并排守卫着 御书房中所有的侍女太监 全都被暂时打碾出来 只留下皇帝和陈怀恩二人 在御书房中续谈 这次多亏了你了 皇帝侧口于警榻之上 看向陈怀恩 若不是你 早早料到这些奸贼 定有计谋 恐怕今日 后果难料啊 说到此处 皇帝脸上 终究是浮现出一丝后怕 上一次私下续谈 陈怀便言明了之前 在江州遇上那位怪先生的事情 经过与怪先生的交手 陈怀可谓是越发的小心谨慎了 知晓朝中的事情之后 立刻便猜想 这其中是否还有 更深层次的诡计 万幸 他的猜想 与方才的情形相差无多 他料定了 二皇子的罪责 是刻意暴露给他的 也料到了藏在暗处的人 有心要将他一同打成逆贼 甚至料到那些个贼人 会将皇帝请动 让皇帝出面 亲自裁决他 这一来 即便是将他打成乱党逆贼的计划失败了 也大可挟持皇帝 进而逼宫 皆因如此 这些事 他早早便告知皇帝 在向皇帝再三请愿之下 终于是说通了皇帝 由姬云瑶在今日 一容乔庄 让贼人们 找上乔庄过后的姬云瑶 不至于让皇帝 置身陷阱之中 果不其然 在陈思格 敲间有人撕毁二皇子 又察觉到 陈思格的暗示 乃是新建成的 他立刻便意识到 后面的事情 除了这逆贼头目 是韩太师之外 其余的事情 都被他料到了 暗藏在皇城中 准备随时协助逼宫的一众贼子 早早地便被金乌营 天罡三十六位的高手们解决 因如此 韩太师师事落败之后 根本无人能救他 这些种种 就连皇帝都不免感到惊唱 也正如他所说 陈寰此次的功绩 说是护国安邦 丝毫不为过 若非是陈寰提早料到这些 提早坐下来准备 今日的结局 可就难说了 陛下言重了 陈不过是之前吃了暗亏 今次想让几分记性罢了 陈寰也要撩头 他笑道 你这小子 罢了 此处是你我君臣二人 不必如此拘谨 你且说吧 邀阵私了 是有何疑惑 还是有何要求啊 皇帝摆了白手 急而问道 你今次立了大功 有何要求 你且说便是了 陈寰隆起衣袖 朝着皇帝跪拜下去 陛下恕臣贪心 想求陛下的事情 不止一见 无妨 你说 皇帝并未在意 只是白白手 催促臣寰开口 其 请陛下将韩太师 交由臣来处置 为何 皇帝不解 追问道 之前在南郡作乱 未曾落网的那位大人 而今看来 便是韩太师无疑了 臣曾立誓 活捉此人 定要将其碎尸万段 难得的 陈寰脸上露出几分怨愤之色 他从未有一刻忘记过 当初在南郡 韩州死在他面前的情景 时至今日 他仍能清楚地记得 那一日 韩州微微颤抖着 哪怕自知大县将至 也依旧用温顺的笑容望着他 与他做最后的道别 那一日 他便立誓 定要将这背后一切有关之人找出来 一个不胜地除掉 要将这罪魁祸首抽筋扒皮 碎尸万段 无论此人是谁 为了你之前那个护卫 皇帝立刻明白了陈寰的意思 可以 朕可以把他交给你 任由你处置 但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方才路上便有侍卫来报 安太师畏罪 欲要咬舌自尽 虽然畏果 但却没了舌头 压了喉咙 可惜啊 你没办法当面问清他的罪责了 无妨 陛下将他交给我便是了 只要还是活的就行 陈寰安摇了头 用无比平静的语气 说出了这话 即便他已经是死人一个 埋进了土里 趁也自会绝坟鞭尸 还活着 就再好不过了 闻言 皇帝不免眉头微皱 陈寰安的脸上 很少会瞧见这样的狠色 这样的神情 与平日里那个 儒雅温和的年轻人 全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 阴沉 狠辣 怨毒 无情 诸多情绪 此刻纷纷写在陈寰的脸上 就连皇帝见了 都不免有些担忧 当年的事 对他影响太大了 似乎就是从寒州牺牲那天起 陈寰彻底成长了 从曾经亲手击毙敌人 都得吐上好半天的脆弱少年 成长成了真正的 能够掌权生死的强者 如今 这份积压了许久的仇怨 终究是要报偿了 莫要因此乱了你的心神就好 其他的 全全交给你 朕盖不过问 皇帝点了点头 准了陈寰的请求 接而追问道 你方才说 不止这一个要求 还有何事 说吧 听得皇帝答应 陈寰的脸色 方才恢复起分平静 他答道 其二 臣有一事 百思不得其解 还望陛下能为臣解惑 朕立老三为太子的事 是 皇帝问得直白 臣怀恩答得也直白 韩太师虽为逆贼 但有一言不错 废长立幼 自古便是取乱之道 陛下圣明 为何却要如此呢 臣不敢质疑陛下的意思 唯独疑惑 望陛下指教 你为何疑惑呀 只因这句 废长立幼 取乱之道 不止 或者说 废长立幼之言 只是其次 臣还要聊头 臣坚信 以陛下的英明 咱不会凭一时兴起 决定此事 臣斗胆猜测 要么是二殿下叛乱之事 陛下早已察觉端倪 要么便是二殿下党羽众多 不可继承大位 但若此事早有端倪 陛下应当早已将之处置 故而臣只能猜测 是否是因为朝中 还有诸多二殿下党羽未除 向陛下请教 也是如此 倘若还有诸多党羽未除 臣愿为陛下效劳 皇帝看着陈怀安 沉默了许久 方才叹了一声 唉 你小子 脑子太过聪明了 若是换了旁人如此聪慧 恐怕早就酿成大祸了 静好 你小子懂得审时夺势 知道收敛锋芒 要不然 朕恐怕都容不下你 此事你且不必放在心上了 并无什么未除境的党羽 但其中的缘由 朕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知道了 对你而言并无异处 你只需记住 朕一日还在 你便一日是朕 最看重 最信任的臣子 倘若何时朕不在了 到那时 你自会知道怎么做的 听得皇帝这话 陈怀安不免有些失望 他本想能问出些什么来 得到的 却是这莫棱两可的答案 不过也罢 好歹算是知道了 并非是朝中 还有诸多党羽 他也算是能暂且放心了 起码不用无时无刻的 提防朝堂之上 再有什么权柄滔天之人 伺机报复他了 陛下言重了 臣乃萧香臣子 尽忠职守是臣的本分 陛下龙体康健 自当万寿无疆 臣能有今日 接拜陛下所赐 臣自当为陛下敬忠 绝无而兴 臣还俯首达到 竟然抬起头来 朝皇帝笑了笑 陛下 臣还剩下最后一个请求 当然 这并非是什么 非求不可之事 皇帝挪挪下巴 你说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275章 天 天三千 三千够吗 臣还挠挠头道 臣想求陛下准许 将我们下亲卫 扩充些数量 亦或是 请陛下赐我些许兵权 无需多 不出五百即可 哦 你要这些人手做什么 皇帝洋洋嘴角 业余问道 当初朕许你装配亲卫时便说 给你扩充些人手 可是朕记得 你是回绝不要的 为何现在反悔了 这也不是吃了亏才发现 手头人手不那么够用吗 陈还铺有些尴尬的笑道 之前与那厌果之人 那个怪先生交锋时 陈发现其手下的梅花社 训练有素的高手 颇为不少 陈手下亲卫们 既要顾全臣的家眷 要替我办事 属事有些紧缺 这才 行了行了 你就直说 见了金雾营的军士们 眼馋了 朕赐那些人手便是了 何必扭扭捏捏的 皇帝陡然大笑起来 说吧 五百可够 想好了再说啊 免得过一阵子 你又来找朕耍赖皮 陈还抠着下巴 一脸干笑 颇有些不好作答 五百够吗 显然是不够的 在见识过梅花社的厉害之后 他理想中的数量 手底下起码是要上千 乃至一千五百号左右 训练有素 装备精灵的手下 才有足够底气 去和梅花社正面叫板 但是朝中方才出了叛乱之事 这种时候 兵权最是敏感 估摸着此事传出去 许多手握兵权的武将们 都得想方设法地 对皇帝表忠心 或交卸一部分兵权 或交卸一部分政权 总归是要让皇帝心安才好 偏偏他一概不交 反倒找皇帝给他增添人手 换作旁人 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然绝对不敢说出这种话来 显然皇帝看出 称华安的尴尬 笑了片刻之后 终于给出一个答复 以朕来看 索性这样吧 你在工部制造局的声望 可谓是不小 我萧香军式的新式装备 都仰仗你陈怀安设计制造 你不是想要人手吗 朕给你开个特权 准你掌兵三千 由你全权操练之道 谢陛下天恩 闻言 陈怀安赶忙败了下去 他喜出望外 别急 还没说完呢 皇帝没好气地 摆着陈怀安一眼 准你掌兵三千 但朕有条件 你操练兵马有一手 寻常军事 只需最多三个月 就能被你训练成才 你原本的亲卫 朕准你扩充到五百人 但余下的两千五百军事 每隔三月替换一次 分配到各处军中任职 如此 你觉得是否妥善呢 虽是喜悦被冲淡许多 但陈怀安 依旧心中欢喜 这也不难理解 三个月一换 确保他手中 不会有太多 誓死追随他的军事 也算是从另一个层面上 抑制了他的职权 这是必须的 否则也没法 向别的朝臣们交代 而扩充后的五百轻卫 也足够他保证 最低限度的底气了 起码 自保有余 谢陛下 臣定将此事办好 绝不辜负陛下信任 颇为郑重的一拜之后 臣怀方才起身 准备离开语书房 去办一件 期待许久的事情 报得血仇 告慰寒州 在天之灵 刑部 三思府 早朝刚过 刑部的求尚书 便是急匆匆赶到 三思府门前等候 今日朝堂之上 皇帝只说了 封赏褒奖 陈怀恩的事情 对于昨天夜里 发生的动乱 知词未提 但不少大臣 皆是心中有书 韩太师 未曾出现于早朝上 且是从今早开始 太师府便在动工 颇有一副 要将其拆除的意思 不少人自然也便知道 韩太师 已然完蛋了 而作为刑部尚书 求尚书亦是老早 便是收到消息 说是昨天夜里 韩太师被押入 三思府关押 皇帝直接下旨 让三思府的人 全部撤出 由金雾营的军士 暂时接管看守 等候处置之人前去 全权处理 韩太师 此刻 求尚书 颇有几分好奇 皇帝口中 全权处理 韩太师的人 会是何人 按说 韩太师 乃是当朝一品大员 朝堂之上 有资格全权处置的 无外乎两人 一是同为 一品大员的张丞相 一是作为巡查御史 洗礼堂御前卿的 陈怀安 求尚书本还想着 此等事情 十之八九 该是张丞相来处理 毕竟陈怀安年轻 虽是权威极高 但终究官职要低一些 不达一品 处置一品大员 要多些麻烦 但片刻的功夫 这般想法 便是消退了 没等求尚书 等足一盏茶的功夫 便见陈怀安 已是在 红翼的陪同下 大步走来 求尚书抬眼望去 面色不由地 微微已变 在他的印象里 平日里 瞧见陈怀安 都觉得陈怀 这个小辈 虽是有着 颇高的权威 仍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但却十分的儒雅谦逊 对待他们这些年长些的长辈 大都是兵兵有礼 丝毫不会因为权威高涨 而飞扬跋扈 更不会在人前 显露出兄弟之色 哪怕是旁人 对他不敬 大多数时候 也都是一脸温和的神色 但今日 却不知怎么的 陈怀安一脸的神色 可谓是杀气腾腾 他大步而来 不知道的 怕是一眼瞧见 他这般模样 便要以为 他这是杀上门来劫狱的 陈御师 这是咋的了 怎生如此愤慨 求尚书赶紧抱拳问道 陈怀走上前来 摆了摆手 求尚书不必在意 今日来 是还处理这些私事的 还请求尚书行个方便 今日权当没见过便是了 这是陛下的手谕 一边说着 陈怀便是一边从衣袖之下 掏出皇帝的手谕 交给求尚书 求尚书结果一看 立刻心领神会 手谕上清楚地写着 今日三私府 全权交给陈怀安 任何人无需过问 无需经管 无论这三私府中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皇帝亲自批准的 旁人不必 也不许多问 身在刑部多年 瞧见这手谕 求尚书立刻明白了 想来便是韩太师和陈怀之间 有着什么难解的私仇 这是皇帝特许了陈怀安 自行解决的仇怨 这倒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三私府 乃是刑部最高规格的牢狱 唯有那些犯下滔天大罪 十恶不赦之人 才会被关入其中 关进三私府的人 等同于直接判了死刑 只是具体如何裁决 出以什么样的刑法 需要皇帝说了才算 既然是皇帝授权 陈怀自行解决 便用不上刑部的人插手了 既然如此 陈御史请吧 那求冒人就先走一步了 这是三私府 各处门房的钥匙 交给陈御史了 求尚书点点头 这才将各处门房的钥匙 交到陈怀手中 竟然又凑近陈怀几分 低声道 陈御史 虽是不知 你与韩太师之间 有何仇怨 但容我多嘴一句 还望陈御史 莫要因仇怨 扰了心神 你还年轻 可莫要 生出什么残暴无度的念头来 求尚书放心便是 丝绸归丝绸 如何做人 晚辈心中有数 有了求尚书关照了 完事之后 即刻差人将三私府的门房钥匙归还 陈怀微笑着点点头 一如往常一般 达得兵兵有礼 但这仍是免不了让求尚书心中暗叹 虽然陈怀面上笑得温和 但他却能清楚感觉到 陈怀此刻 已是颇有些急不可耐了 恨不得赶快到韩太师面前 将心头的百般仇怨 悉数讨要回来 自知多说无用 求尚书方是朝着陈怀抱抱拳 转身离去 将这三私府交给了陈怀安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76章 陈玉是今天好大的杀气啊 带得求尚书走后 陈怀方才深吸口气 把手伸向红叶 把刀给我 然后招呼金无银的将士们在外守着便是 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用管 红叶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点点头 举下腰间佩刀 递到陈怀安的手中 他最是清楚不过 这把佩刀 是寒州无一留下的东西 也是陈怀安心头对寒州无一的寄托 此刻他要用这把刀 亲手为寒州讨回血债 我刀入手 陈怀的脸上 在不经意间闪过一丝温和 望着这把已经有些旧的佩刀 陈怀明明嘴唇 一言不发 只觉从这佩刀之上 还能依稀感觉到几分属于寒州的气息 还能依稀回忆起 当年寒州获赠这佩刀之时 将其奉入至宝 千般爱护的模样 手腕一抖 刀身出窍 半子蹭的一声锐响 寒芒若水 锐气凌人 正是临近五间的时辰 阳光正好落在刀身上 寒光照人 透着冷冽与肃杀 陈怀阳阳嘴角 手臂一扬 将刀鞘扔给红叶 握刀在手 大步走进三思府中 三思府内 守卫的皆是金雾营的军士们 敲见陈怀来了 军士们皆是心领神会 纷纷让开道路 三思府正中央 迎面乃是一座 算不得多大的门房 门房之内 有一阶梯通向地下 乃是三思府中 天字一号的地牢 其实用以关押 皇帝亲自打入三思府的重犯的 此刻 韩太师就被关押在 这天字一号的地牢之中 陈怀将目光投向地牢深处 望着阶梯尽头 那忽明忽暗的烛火 嘴角微扬 都在外头候着 我去去就回 地牢之中 韩太师抬起昏黄的眼来 他听到了阶梯上 传来的脚步声 也立刻判断出 这个脚步声的主人 并非是寻常人 从他昨夜被关押在此开始 先后来过几次人 一次是来寻夜检查 牢狱的刑部兵甲 脚步平稳 不急不缓 来检查了一圈 转身便走了 一次是来确认 他死活的衣冠 踩着软底的布鞋 布子轻快 来确认他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便回去复命了 还有一次是还给他喂水的下鲍 脚步畏畏缩缩的 小心翼翼地来给他灌点水 并又小心翼翼地离开 但这一次来人的脚步完全不同 来人似乎刻意放慢了布子 一步一顿 脚下刻意地用了些力气 让脚步声听上去响亮几分 似乎是专门为了让他听见似的 而在这脚步声之外 隐约还有几分 硬物在砖石上摩擦的声音 韩太师立刻意识到了 那声音是什么 那是在地上脱刀的声音 这让他意识到了来人的身份 若是所料不错 这是陈怀恩来了 果不其然 当他望向阶梯处 地牢昏黄的灯光所照亮的 正是陈怀恩的身影 陈怀恩一手托着韩州的佩刀 一手拿着一个牛皮果袋 看上去 颇像是那些个衣冠们 用来装银针等物的那种果袋 久远了 韩太师 陈怀恩走上前来 打开牢门的锁 走到韩太师面前 拉过椅子坐下 把刀和果袋一同撂在桌上 韩太师这才恍然 之前他还疑惑 这牢狱之中的猪椅 是干嘛用的 现在他知道了 这是给陈怀恩用的东西 陈怀恩上下打量韩太师 不得不说 这年过茂迪的老人 落得如此下场 属实是有些凄惨 没了朝堂之上的锦衣一带 韩太师看上去 会有些枯瘦 与任何一个老人一样 身材也是变得有些干枯 身上的肌肉肉眼可见的萎缩 瘦得好似皮包骨头 而其嘴角 时不时的还会渗出些血沫来 他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但却并未如愿死去 御医们可谓是医术颇为高明 保住了他的命 让他无从以死来逃过审判 虽说你哑了 但有些事情该问你的 我总归还是得问的 所以你放心吧 在问清楚我想知道的事情之前 你暂时还不会死 陈寰微笑着说着 一边将那个牛皮果袋 摊开在桌上 韩太师一光飘里眼那果袋 脸色骤变 如他所料 那果袋里装着不少的银针 但他并未想到 那其中还装着许多他未曾见过的东西 哼 别怕 都是我闲得没事的时候 做的小玩意罢了 陈寰随手拿起一样 形如发簪的三寸钝针来 他笑道 哼 就比如说这个吧 这叫褥趾 放在指甲缝里 用拳头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地砸进肉里去 再比如这个 这叫鹤嘴碱 用来剪断筋的 手指脚趾拉 手腕脚腕之类的 还有这个 哎 你怕了 陈寰须眯着眼 笑看着韩太师 望着这些个看似不大 却颇为圣人的物件 再听得陈寰那颇为圣人的语气 韩太师的脸色 都不由变得一片惨白 那可不行啊 堂堂韩太师 敢叛国谋反的大人物 怎么能见到这些小玩意儿 就吓破胆呢 陈寰凑上前来 拍拍韩太师的脸 她有点宁死不屈的精神吧 你不强硬一点 我这些小玩意儿 不就白准备了 放心吧 我呢 学武的同时 也算是学了些医术 虽不说是妙手回春 但吊住你的命呢 还是能够办到的 不会让你随随便便就死了 你可要配合一点啊 可憋死得太快了 哎呦 我这么说话 是不是有点像个坏人呢 韩太师的身子开始发颤 呼吸不自觉地变得急促许多 死 他不怕 到了这个年纪的人 对于生死 早已经看得很开了 即便是真是皇帝赐他一死 人头落地 也不是什么能让他感到恐惧的事情 但此刻 陈寰简简单单几句话 便是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这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 还有如此残暴的一面 他所知道的陈怀安 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陈怀安 从无这样的神色 也从未见过陈怀安还有如此一面 光是看着 都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其实韩太师并不知道 在说出这样的话 做出这样的神色的同时 陈怀安自己心里 也免不了有些诧异 自己原来真的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原来真能摆得出这样一副 穷凶极恶的姿态来 就好似那些个影视剧中 艰险恶毒的行刑人似的 只需看着这一脸的神色 便能让人知道 他此刻正直胜怒 几乎已经到了要癫狂的程度 和之前唬人的时候不一样 这次不是做做样子吓唬人 这次来真的 哼 来吧 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 我有几个问题要先问问你 你点头摇头就行 答得好呢 心许还能少吃点苦头 答得不好 可就别怪我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七章 万事无恙 安心睡吧 陈寒笑盈盈地望着韩太师 先行撂下别的东西 抓起了一根根针来 对准了韩太师的监警穴 第一个问题 当初的南郡府作乱 只是那几大家族建立阎王殿的人 是不是你 韩太师刚想摇头 便见陈寒嘴角微扬 手中的银针已是贴在了他的监警穴上 想好了再等 昨夜乡领太师府抄家的时候 我去查了查 找到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 一边说着 陈寒一边摸出一枚木制的圆牌来 其上刻着一个荷欢花的图案 这是我在太师府上找到的 这东西我看着怪眼熟的 好像之前在南郡见过 飞鹏商会被血洗的时候也曾见过 这样的东西 在太师府上好像不少呢 瞧见此物 韩太师便也自知 无从再做挣扎 只得颤颤巍巍地点点头 诶 这就对了嘛 韩太师 你好好配合 就最好不过了 陈寒这才点点头 露出几分笑意来 但手头迎针 却是毫不犹豫地刺了下去 但这一针免不了 算是为当初的南郡 被你所害的那些人 掀掏几分利息好了 监警学 算是人身上痛感最甚的 几个穴位之一了 迎针刺入 剧痛顿上 韩太师额上 轻惊抱起 双眼之中 立时生出几分血丝来 那和他咬断了自己舌头 想叫都叫不出来 只得是空张着嘴 发出一声怪异的哀嚎声 陈寒并未着急继续开口 而是抽出迎针 在旁边笑看着 一直等到韩太师 呼吸逐渐平稳 剧痛逐渐消退了 方才继续开口 这只是第一问 我还颇有几个问题 想要请教 慢慢来 不着急 今天呢 我有的是时间 陈寒拦拦下巴笑道 这一笑 端上的韩太师 脸皮抽搐不休 恐惧 抑制不住的恐惧 他从未想过 如陈寒这样一个 温和的年轻人 竟是会有一天 让他感受到如此恐惧 陈寒笑得平静 却像是一个索命的厉鬼 朝他露出了 令人毛骨悚然的獠牙来 恍然间 足足两个时辰过去了 陈寒问罢了想问的问题 得到了想要的答复 而韩太师 此刻已是浑身上下抽搐不止 咬破了嘴唇 手脚因为挣扎 被镣靠磨得血肉模糊 身上不少的伤势 已是到了难以描述的程度 换个心理素质 差一些的 怕是瞧见这一身伤势 都要吓得脸色惨白 陈寒撂下手中工具 长叹了一声 两个时辰的盘问 算是问出不少东西来 此次反叛之事 确实和燕国之人有关 和梅花社有关 韩太师背后 所倚仗的 也正是梅花社 但这又并非是燕国的诡计 单单只是梅花社的诡计 盘问之下 他方才知道那梅花社 并非如他所想 乃是服务于燕国的某个神秘集团 那梅花社并不服从于燕国 甚至可以说 梅花社在燕国 掌握着比燕帝还大的权力 毫不夸张地说 梅花社在燕国 旧历史上的曹操 至于汉县帝留邪 说是那梅花社 也完成了 邪天子以令诸侯的 枭雄之举 也不为过 燕帝 燕国皇室 俨然不过是梅花社 手中的一副傀儡罢了 这不由得让陈寰 更是担忧 而经梅花社的爪牙 已经深想萧香 无论是之前的靖文公 还是眼下的韩太师 二皇子 皆是与梅花社有关 皆是被那梅花社 操控于股掌之间 堂堂一品大员 堂堂皇室子孙 能被梅花社所用 端是叫人难以想象 梅花社的力量 究竟大到何等程度 好了 多谢你配合 难得如此暴力行事 说实话 我自己啊 都是有些不太习惯 陈寰将其余东西西数收起来 只留下那一把配刀 握在手中 现在攻势算是了却了 你我之间只剩丝绸了 认得这把刀吗 他拿起配刀 向韩太师展示 这是我曾经的护卫 韩州的配刀 你大概已经不记得 这个名字了 堂堂韩太师 一品大员 暂时不会去在意 一个小小护卫的名字 这个小小护卫 当初随我去往南郡 被你私自建立的阎王殿中 那个名叫白骨的杀手所害 为了救我性命 牺牲在我面前 我还记得当年 你在朝堂之上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说出那番话 现在想来 真是有些可笑 当年听了那一番话 我居然真就相信了 那是你的肺腑之言 那是你韩太师 对我小辈的百般关照 我也真是蠢 当年听那一通话 我居然还遵你敬礼 难以为你韩太师 是个值得我尊宠 值得我学习的忠良老臣 殊不知 你便是我一直要找的仇人呢 说到此处 陈寰不免深吸一口气 想当初 韩周牺牲 他在朝堂之上 试探文武百官 那时的韩太师 言行举止 端是给他留下极深的影响 甚至是一度让他 将韩太师作为自己的榜样 当成了鞠躬尽瘁 为国尽忠的榜样 谁曾想 那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陈寰牵起衣袖 擦拭着手中的佩刀 抬起脸来 看向早已半死不活的韩太师 老贼 该说再见了 这把刀 是我当年护卫的佩刀 我会亲手用这把刀 送你上路的 用别了 老贼 三思府外 红叶微皱着眉头 与金雾营的军师们 一同等候着 他们都知道 陈寰是还替皇帝处决 韩太师的 但谁又都担忧着 陈寰安究竟会如何 尤其是红叶 他最清楚不过 陈寰对韩州的牺牲 是何等介怀 当初他刚进任 韩州的职位 追随陈寰的时候 妹妹有事 陈寰要喊他 总会下意识地 喊成韩州 话一出口 便是满脸创染 这样的情形 过了很长时间 才慢慢地不再出现 显而经仇人就在眼前 俯首待毙 换作是谁 这恐怕都免不了 将心中千般万般的仇怨 给宣泄出来 这也是为何 皇帝要让金雾营的人 暂时接管三司府 将三司府上的其他人 全部打拧出去 就连身为刑部尚书的求尚书 都被一同打发走了 大概皇帝也猜到了 陈寰定会做得有些出格 属实不想让旁人 瞧见他这般模样 忽然脚步声传来 众人齐刷刷地回过头 电视瞧见了陈怀安 从地牢阶梯上 缓步走上来 他本是一身白衣 此刻却叫鲜血 染红了半边衣裳 红得刺眼 脸上衣服上 皆是沾着猙獰的血迹 他却连脸都懒得擦 反倒是扯着干净的一侧衣袖 小心翼翼地擦拭手中的刀 无比仔细地清理着上面的血痕 连刀身上的血槽都擦拭得一丝不苟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278章 大人 武陵大会了解一下 红野看得颇有些难受 赶忙招呼军事们端来水盆 上前给陈怀恩擦脸 等他擦干净了陈怀恩的脸 陈怀恩也擦干净了手中的刀 这才从红野腰间抽出刀鞘来 将配刀收入刀鞘之中 怀抱着那把刀 他额头温柔地贴在刀柄之上 此时 他嘴里低声念叨着 韩周 今日 我履行你我之间的诺言 替你手认了那幕后之人 让你久等了 你在天之灵 好生安息吧 往后 我还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 还有数不清的地方要去 我会带着这把刀 走遍这天下的每一处 就当是我 带你去看一遍天涯海角吧 从前都是你对我说 今次 这话换我来说 万事无恙 韩周 安心睡吧 约摸着小半个月过去之后 朝中方才算是恢复了平静 韩太是与二皇子 最终公开出的罪状是 结党淫私 欺君犯伤 明面上说 这二人皆是被流放到蛮荒之地 但实则朝堂之上的人大都清楚 这二人已经不在世上了 道士自那以后 不少人都明显感觉到 陈寰好像变得轻松许多 好似卸下一个大包袱似的 人都轻快了不少 时不时的 并能瞧见陈寰哼着小曲儿 四下走动 这日早朝过后 皇帝忽然传了陈寰到御书房 进到御书房中 还没等陈寰上前去拜 皇帝便是指着指一旁的茶桌 桌上有一封书信 给你的 看看吧 考虑好了之后 给朕一个答复 陈寰一头雾水地看向茶桌 茶桌桌面之上 摆着一封用锦段封装起的书信 看着装饰便可知道 乃是某个颇有地位 颇有牌面之人 寄给他的 拆开信来扫了一眼 陈寰方才知道 这是墨清云寄给他的信 武林大会 陈寰表情略显几分怪异 信上清楚地写着 再过不久 便是武林大会的日子 江湖上各家名门 宗派 接会齐聚一堂 举行一场武林大会 让各家的小辈新人们 登台切磋交流 嗯 武林大会 这是他们这些武林中人的惯例 皇帝点点头 他笑道 这大会 大约五年举办一次 届时 武林中许多新生的小辈 都会上台亮相 实则和科举相通 这场武林大会 就是给那些小辈们 一个闯出名头的机会 这墨盟主有意思呀 为何会想起邀我参加呀 陈寰怪笑的 还不是去做客 看这架势 是想让我上场啊 这事情 他之前和朕商量过 皇帝这才抬起头来 撂下手中的笔 看向陈怀安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你学的那门素柔宫 是何人开创的吗 墨青云的意思 是让你登台世事身手 是否出彩两说 起码这是个好机会 能让许多武林之中 见多识广的前辈们都看看 兴许有人能认得出来 为你解惑呢 一听这话 陈怀不由眼前一亮 替寒州报了大仇 算是了结一桩心结 加之凭了韩太师 等一众乱臣贼子 近来一阵子 可谓是清闲了不少 而这样他感到困惑的事情 也算不得许多了 他这一身内力的由来 素柔宫的开创人是何人 算是而今 他最大的疑惑了 若是真如墨青云所说 能遇得上哪位前辈高手 可以为他解惑 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可 陈怀挠挠头 我这才刚答应陛下 实验新军 练兵末码 转头便去参加武营大会去了 那陛下赐我的新军 如何操办呢 朕还不知道你 皇帝没好气地哼笑道 你练兵 需要亲自去吗 你真当朕没有调研过 你手下那些个亲卫啊 随便挑一个出来 扔到新兵营房做教头绰绰有余了 用得着你亲自去 陈怀吐吐舌头笑得尴尬 这倒是了 胡燕 等人 那个都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 不单单是训练有素 在训练新人上 又有着许多的心得 即便他真的出门数月不归 胡燕等人 也完全足够训练出一支新军来 不会有丝毫的问题 你怎么想的 想好了 给朕一个答复 陛下都这样说了 那 臣去凑个热闹 陈怀试探着问道 行 那就叫人 给莫青云回话吧 不过此去 有一点 皇帝忽而正色道 陈怀一听这话 心里立刻有数了 这指不定是有什么任务 要交给他呢 不过皇帝一开口 却是让他颇感几分诧异 此去你的行程 要绝对保密 你若是想带上家眷 朕会令一队人马 暗中护送你的家眷们 先到目的地等候 你需另走一路 小心出行 切不可轻易暴露的行踪 皇帝说这话之时 脸色颇有几分凝重 让得陈怀不免感到几分错愕 不过短暂错愕之后 也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深意 这倒是的确很有必要 而今他可是亲手出掉了 韩太师二皇子一党 当朝皇子与一品大元 联手组成的势力 必然是不会晓得 即便是朝堂之上 已经没了他们的党羽 朝堂之外 恐怕也还有不少的附庸之人 这要是大张旗鼓的出行 保不惜走于半路之上 便要被人拦在半道上 乱刀砍死了 陛下深谋远虑 臣先嫌惜过陛下天恩了 臣还抱抱拳 他躬身道 既是如此 还请陛下厚我半日 我且归家 与家中人说明此事 之后何人去 何时去 再给陛下确切答复 臣的家眷 有劳陛下关照了 嗯 无妨 另外 朕有个想法 你且听听 是否妥贴 请陛下明示 皇帝五指倾扣桌面 沉吟了片刻 而后说道 如今韩太师一档 被轻叫 朝堂之上 空缺太师的位子 你 陛下 万万不可呀 一听这话 臣还敢忙扑通一声 跪下来 臣已经受了陛下 态度恩惠 万万不敢再有 更多的奢求 更不敢言叫陛下 哼 瞧把你吓的 皇帝陛然失笑起来 别急 听朕说完 你小子而尽的权位 还需要朕封你一个 一品官职吗 就你现在的排场 走出去 也不见得比 一品大员要小 朕年岁也不小了 自事还算是 懂得为君之道的 大可不必 你小子来叫 但朕的皇子 还缺一个 能辅佐相伴的 良师忠臣呢 而今老二付诸 太子大位 朕已有心传于老三 你知才知智知谋知德 皆属上乘 朕的意思 不妨拜你为太子太师 这官职你也知道 品皆可算是从一品 也属一品大员的行列 但无实权 实权方面呢 保留你之前的一切知权 你看如何呀 这 臣万分惶恐 唯恐愧不能当啊 陛下 臣寰颇有些为难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 家官敬决那么简单了 太子乃是储君 萧香未来的帝王 太子太师 便是辅佐太子成长 辅佐新帝登基的两朝元老 说是肩负萧香的未来 也不为过 这无异于将萧香的未来 直接托付到了他的手里 乔得称还一副为难的模样 皇帝再度失笑起来 不必觉得诧异 以你的才智得行 朕早该如此用你 只奈何太子大位迟迟未定 现如今此事总算有了个结果 这也是你应有的待遇 韩太师虽奸邪叛逆 但早些时候一些话 还是说得不错的 你确实堪称 萧香国之动量 朕的太子托付给你 朕才是最安心的 这话 皇帝说得轻松 陈寰却是听得不那么轻松 恐怕还不止于此吧 陈寰心头暗下苦笑 此次二皇子和韩太师的叛乱 他是让皇帝心中尤为的愤慨 将三皇子托付给他 恐怕不单单是要辅佐教导 更是要让他监视督察 说是太子太师 实则 他还要行使太子太父的职权 监督三皇子的言行举止 确保同样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一次 不过这话 皇帝不说 他便不好说破 许是皇帝知道他心知肚明 不说了 也算是信得过他 即使如此 臣便确实不公了 谢陛下重用 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待此次归来之后 即刻上任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七十九章 道号三五 见陈寰不再推托 皇帝便也知道了 陈寰这是已然明白了 他的意思 不再多说 只是点点头 去吧 回去打点好家眷 差人传信给朕 你的家眷 朕会安置妥善 你只需自己准备好 择日动身便是 是 那陈 心形告退了 说吧 陈寰便是转身 退出御书房去 带得陈寰走后 御书房里屋 太后方才缓步走出来 面带几分愁容 望着陈寰离去的方向 皇帝如此对她 是否有些太过残酷了 太后皱着眉毛问道 若是她今后知晓了这背后的诸多事情 岂不是要恨透了皇帝你 如此也比我肖乡大业落入了奸邪贼人的手中要好 皇帝摇摇头 母后不必见怀此事 朕知过朕自会负责到底 朕也相信她 哪怕今后她恨透了朕 肖乡大业托付于她 也必定没错 有她一日 肖乡便可无忧 唯独苦了这孩子啊 太后同时摇摇头 发出一声轻叹 也罢 也罢 妾由她去吧 挨家乏了 皇帝好生安歇吧 说着 太后便离开玉书房 留得皇帝一人 仰面靠于龙椅之上 望着玉书房的穹顶 沉默不言 在是小月后 汴州 江城 江城乃是汴州边陲上的一座小城 汴州江流湖泊泊多 江城沿着水路 算是进入了汴州的第一道关口 策马来到江州的人 要再赶路 大都需要在这里换成船舶 武陵大会的举办地 最终定在了汴州名门 封烟阁的门下 封烟阁在武陵之中的地位与名声 不比青潭山庄逊责多少 虽是不比青潭山庄 坐拥武陵盟主之位 却也算是武陵之中江湖之上 颇具威望的存在 而其所在便是汴州首府江流郡 而这江城 有着直通江流郡的船舶 因着武陵大会将近 这江城之中也是热闹了不少 来自五湖四海的武陵中人 大都赶往此处 换成船舶 前往江流郡 封烟阁的所在 此乃小城 小城自然是要比那些大城池 少了几分森严的规矩 沿着街头巷尾 随处可见叫卖的摊贩 沿江处 空地里撑着一幅散棚 摆了一家早茶铺子 等船的人多 早茶铺子的生意 便也颇为不错 到此等货船舶的人 大都急于赶路 鸡肠碌碱间 闻着铺子里的香味 免不了的食指大动 索性夺步走进铺子里坐下来 一面等船 一面吃上一口热乎的早茶 铺子里 尘寰颇为豪迈地端起碗来 把一整碗面汤 都给灌进了肚子里 在桌上拍下解闻铜钱 站起身来 迎着出生没有多久的朝阳 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此来的这条路 是红叶给他指的 一来此路人多 不少名门高手 都走这条路 反倒是他这个 实力算不上多强的小辈 在这条路上 算不得多起眼 二来 这路上也清闲 没什么山高水远 车马便可直通 到了江城 即可换乘船舶 沿途景色又颇为不错 也算是颇有清闲了 吃饱喝足 二人方是走到江边去 正好赶上 沿江走了一条大船 正停在岸边上课 陈寰朝着船公 招呼了一声 几位 这船可去江流郡呢 去的去的 小哥若是要往江流郡去 便赶快上船吧 再有小片刻的功夫 便要启航了 那几名船公 一见陈怀安 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 背后背着斗笠 手里提着佩刀 立刻便猜测 他是去参加 武林大会的武林中人 当即开口笑大 这艘船是艘货船 按说是不宰客的 那些名门之人 大都不愿在这货船上拥挤 自然不会去问 上前来问的 要么便是手头不宽裕 要么便是随性惯了 总归大都是一些 好说话之人 若是愿意付出一些 散碎的银钱 他们也不会介意 宰上一场 陈寰饶有兴致地 拍给船公一块碎银子 便是领着红叶走进船舱去 一路上到甲板上 货船能载客的地方不多 大多数人都聚集于甲板之上 随便找一处落座 陈寰也不例外 领着红叶沿着船舰 随处找出地方坐下来 等候着货船起航 不多时候 货船上好了货物 载好了客 便是顺着江流起行 陈寰靠足于船舰之上 找船公们要来一根吊杆 挂了饵料扔进江里面 颇为惬意 忽然 一个身穿红色道袍的小道士 缓步朝他走来 双拳一抱 朝他见礼道 哎 这位兄台 好雅兴啊 相逢介事员 贫道不知能否与兄台同乐佛 自然 道兄请 陈寰点点头 心思却在鱼钩之上 那小道士坐下身来 也拿起鱼杆锤掉 又看向陈寰笑闻道 还没请教兄台贵姓 何方门庭 陈寰不知可否地笑道 小姓陈 没什么门庭 闲散之人罢了 道兄贵姓啊 闻言 那小道士同样笑了笑 同事一介散人 平道明慧多年不用 都市有个道号 名叫三五 陈兄如此换我便是 三五 陈寰一听这道号 不免来了兴趣 不知道道兄这三五 是哪三五啊 有道是无欲 无求无为 不过也只是说得洒脱 实则 也不过是区区在下 没什么本事罢了 三五道长摇头笑谈道 方才听闻陈兄 询问这货船 是否要去江流郡 莫非陈兄 也是去燕丰阁拜访的 正是 道兄也是吗 嗯 也是了 嗯 倒也好 你我一路有个伴 向来 陈兄的本领不小 等到了江流郡 到了封燕阁 可一定要让在下 好好见识一番 三五道长脸上 不免浮现出几分喜色来 我之前听完 今日里 在这江面上 有河道作祟 嗯 之前还担心遇上 不过现在有陈兄在 想必是不会有问题的了 道兄 你等一下 说起来这船 还真是颇为牢靠呢 江面上的风浪颇为不小 在这船上 却是感觉不到任何的波澜 你快别说了 说起来 来此之前 师父还曾说过 若是此来 未曾谋得什么好的出路 索性啊 还是还俗 做些小买卖的好 等参加完这次武林大会 兴许 我就回去做买卖了 呵呵 你也不错 陈寰听得一头黑线 颇有几分求死不能 此刻只求 这三无道长 不是传说中的 Flag体制 没那么大的神通 做到说啥来啥 走哪儿哪儿塌 莫不然 这插得满满当当的 Flag应验了 怕是是一船的人 都要遭殃啊 而就在他心头 暗自祈祷之时 大街 都他妈的不许动 陈寰猛地拍了一把额头 只觉得自己要昏死过去了 人力Flag就会死 果真是自古不变的真理啊 只听得那一声吆喝 船舰两侧 立刻便是甩上七八根银钩 紧跟着便是一群 刺毛炸鬼 面目猙獰的河道 抄着家伙翻身上船 敲得那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模样 立刻便是吓得船上不少人 怪叫起来 而与此同时 又是砰的一声巨蜘 按着船体一阵颤动船来 不出意外的话 是这群河道 把船给凿个窟窿 蒸放水呢 哎呀 我咋就没有早点堵上这丝的嘴啊 陈寰悠悠瞪了一眼身边的三无道长 痛不欲生 他心说 早知如此 打一开始就该拿袜子 堵上这家伙的嘴 不过粗力扫了一圈那些个河道 陈寰倒也算是松口气 都是一些不足为力的小喽啰罢了 要说里头最厉害的 无外乎是领头那个 看上去也就马马虎虎 凑合着能排进低字绑的水准 有个银牌二品上下的实力 不能再高了 他自己就是银牌七品 还有红叶这个银牌九品跟着 这么几个小毛贼 倒是大可不必放在眼里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八十章 河道 河道们显然没有注意到 这不显得货船之上 还有这么两个高手 选择这货船截夺 为的就是避开那些客船上的 武林高手们 殊不知这一笔 却是撞上了真正的高手 都给我老实点 我们只结钱财 老老实实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便不伤你们的性命 谁要是不配合 羞怪大爷的刀不长眼了 领头的河道 脚下迈着一副六倾不认的步伐 大摇大摆地走在甲板上 带着一脸得意的笑 扫是传闲两侧 被吓得缩成一团的旅客们 在其身后 一左一右跟着两个喽啰 手里拎着硕大的麻袋 走到一人面前 便将麻袋递上前去 等到旅客们惊慌失措地 将财务放进去 方才收回麻袋来 陈寰倒是没有着急动手 也没招呼红叶出手 真要收拾这么几个喽啰 简单得很 都不用红叶动手 他上手都跟打儿子似的 他在等 等所有河道都聚集于甲板之上 如此 才好将这些家伙们 一网打尽 免得有漏网之鱼跑了去 一发狠 真把这货船弄沉了 捞人上岸 都是个麻烦事 但终究是有人 没他那么沉得住气 呆 数到毛贼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竟敢如此放肆 你们眼中还有没有王法 没等陈寰开口 倒是身旁的三无道长 率先一步站起身来 一咬牙一跺脚 从身后抽出一把亮银剑来握在手里 力声的鹤马 看那架势 倒是颇有几分大侠的风采 陈寰却是再度一拍面门 哭笑不得 他的眼功可不差 这三无道长在他的眼功看来 实力可不怎么样 连那个河道头子都比不上 这要是动起手来 怕是随便伤两个小喽喽 就能把他按在地上 全方位无死角地来回摩擦 哎呦哼 小牛鼻子 怎么着 打算行侠仗义啊 那河道头领瞥了一眼三无道长 顿时失笑起来 就凭你这细胳膊细腿的 看你这娘们儿鸡鸡的模样 莫不是女伴男装的吧 你要是让大爷说中了 就索性过来 让大爷我快活快活 大爷饶你不死 胆敢这般侮辱啊 数到毛贼给我招打 三无道长被那河道头子 惹得咬牙切齿 怒吓了一声 便是只剑上前 又要动手 可是她那手段怎么说呢 也正如她所说的 没什么真本事 看得出来 手中的招数 只有一板一眼 照着武功路数练出来的 死板得很 而那河道头子 可是常年在刀口上混饭吃的 战斗经验和反应 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 只瞧着她扑上前去时 那河道头领 脸上已是浮现出几分 猙獰狠辣之色 手头的尖刀暗藏 随时准备着避开三无道长 那死板笨住的招数 急而痛下杀手 疏时吃那时快 只瞧那河道头子一错身 三无道长一箭便是落在空处 露出巨大的破绽 也就在此刻 那河道头子手中的尖刀 终于露出蒸笼 照着三无道长的后背行窝 便是一刀刺下 哎呦 真是扶着个二傻子了 红叶 动手 陈寰哀好了一声 下一刻 便是瞧得她与红叶二人的身影 皆使于眨眼之间 消失在了原地 只听得听铃匡郎 一阵打杂声响 众人皆是瞪大双眼 等他们回过神之时 只瞧见一传河道 皆是已经被红叶放倒在地上 而那河道头子手中的刀 此刻端是动也动不得 陈寰一手扣着河道头子手腕 一手将配刀抖出三寸利刃 架在那河道头子的脖子上 面露冷笑 小贼 敢对小爷的道兄吓死毒手 问过小爷意见没有啊 那河道头目手里疼得厉害 哪曾想到 眼前这看上去算不上壮硕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瘦孝的年轻人 竟是有只老虎似的力气 手掌就跟铁钳似的 牵住他的手腕 叫他动也动不得分毫 只觉得是手腕倒被捏碎了去 来 来者何人 报上名来 大爷我不杀无名小鬼 河道头子 好似是在给自己壮胆似的 用力咽了一口唾沫 故作高声地喝道 蜀道毛贼 你也配知道我姓神名谁吗 陈寰又微不屑地哼笑了一声 你 你要坐身 站好别动 陈寰撒开了那河道头子的手腕 嘴里说出了一句意义不明的话来 哭 抬腿便是一脚 没得那河道头子反应过来 便见其身 好似炮弹似的倒飞出去 掠过三巫道长身边之时 险些把三巫道长 一并给刮倒在地上 得快是陈寰眼疾手快 一把拉住三巫道长 莫不然 三巫道长 怕是要滚地葫芦似的 滚下船船去了 而那河道头子倒飞出去还不算 陈寰这一脚可是卯足了力气 非但是脚上发了力 为求镇住这些个河道 这一脚是用上了十足的内力 结果如何呢 只敲得那河道头子的身上 好似打水飘色的石子似的 在水面上声声弹了好几下 方才带着一片涟漪 咕咚一声栽进水里 随后便是一连串的气泡浮起来 那河道头子两眼一翻白 死一势地浮起来 顺着江流飘向远处 也不知道会飘到什么地方去 内力 你是银牌无品高手 不 不对 还不止 瞧着眼前这一幕 三巫道长顿时怪叫起来 而四下里那些河道们 更是惊得面无人色 使得出内力来 并可算是银牌无品朝上的高手 这在习武之人中 是一条尤为明显的分水岭 银牌无品朝下 虽是已有排进弟子绑的可能 但终归是 只能使得出皮毛功夫 没有内力相符 劲道再大 路数再多 也敌不过那一家高手 而银牌无品朝上 便都是能练出内力 发出内力的高手了 拳掌随手一击 并有难以想象的威力 不夸张地说 只需一个银牌无品 打七八个银牌四品 便是轻松如喘气 他们这些个小贼小道 不敢去招惹武林中人 为何 就因为此次前去封烟阁 参加武林大会的 哪怕是小辈当中 银牌无品网上的高手 都有不少 随行的长辈就更不必说了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把他们活活淹死 倘若真是遇上一个 什么银牌七品八品的 怕是掌力一催 能直接拍碎他们的心脉 他们可不知道风采 陈寰已经颇为收敛了 把人踹出去 算不得很招 尽力都散了 外伤疼痛 却不至于留下内伤 倘若刚才那河道头子 没飞出去 内力全部拍进新窝子里去 怕是当场的 叫叫他拍的口吐鲜血 当场暴毙 更不说红翼还在一旁了 乔得四下里这些个河道们 皆是已经吓得魂飞胆丧 陈寰方才算是松了口气 得亏觅上头铁的 尾师说来 他很不想出手 但凡这船上之人能自救 一伙是三无道长真有两下子 能打退这些个河道 他都不想出手 怎奈何这三无道长 唉 一言难尽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八十一章 陈大人想走个后门 陈寰扫了一眼 齐刷刷所在船前边 听后发露的河道们 又瞥了一眼 一脸呆滞的三无道长 摆摆手说 有了道兄 盯着这群小贼了 让他们将风采 抢夺的财物 悉数奉还 把凿客的船舱补不好 办妥了 让他们自行离去吧 懒得拿他们去官府了 他可不想去官府走一遭 免得官府一备案 听闻是他陈寰陈寓室来了 保不准的 当场点起精兵五千 去把这些个河道们 给活吃了 三无道长嘴角抽动两下 这才回过神了 点点头 转身照办 那些个河道 自觉的狠 废话 不配合 等着和大哥一起被踹下水去 顺着江流飘走吗 大哥是否还上在这人世间 都还两说呢 倒是得亏这些个河道 常年在江河上混饭吃 早船堵路麻利 修船补动也麻利 三下五除二 已是修好船舱 让到货船 能够重新启航 唯独是那一排河道 整整齐齐站在船舰边 好似参加游泳比赛似的 陈寰说了一声苦干 一排人便齐刷刷往水里跳 那场面 当真是有几分滑稽 办妥了此事 陈寰便也知道 这甲板上待不住了 索性领着红叶 施展开轻功来 腾身爬上围杆去 靠坐鱼 围杆上头 免得不出一盏茶的功夫 这包里就要被这一传货救的人 塞满了作为谢礼的 地瓜红薯和老面馒头了 哎哟 哎哟哎哟 陈兄啊 你们 你们这些高手 怎么都这么喜欢我高处爬呀 哎呀可累死我了 三无道长跟一壁虎似的 手脚并用 费了老大力气 才爬上围杆来 双手抱着围杆 一脸哭笑不得的神色 高处好啊 没人打扰 清静 陈寰耸耸耸耸肩 说来道兄你也真行 只也敢跟人谅招 得亏那些个毛贼 都是些野狐蝉 真要遇见个高手 想救你都来不及呀 三无道长挠挠头 敢笑起来 哈哈哈哈 这不是行侠仗义吗 倒是不曾想 陈兄居然如此身残不漏 实践实践 有何可敬的 倒不说道兄你 兴侠仗义 才当真可敬啊 陈寰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若是换作以前 不必太久 就几年前 恐怕他也和三无道长一样 根本懒得顾忌自己 是否有这个本领 闷着头 便冲上前去 反倒是现儿经 有权有势 又有武艺傍身 却偏偏不道不得已 便不愿出手 行侠仗义这种事情 反倒成了自找麻烦 也不知道 这该算是成熟了 还是变得淡漠了 三无道长 有一搭没一搭地 与他聊着 陈寰却并未听进去多少 传言这江面走了大半天 天色几乎完全黑下来之时 终于是能够远远瞧见 城池的轮廓了 只听得岩浆水岸 城中传出一声响亮的钟声 结而便有万千灯火 在轻刻之间点亮起来 华灯初上之时 照得那岩浆水岸 亮如白昼 无尽星辰式的 洒在水面之上 此等盛世美景 便是汴州首府江流郡 早就听门这江流郡美不胜收 今日一见 果真是大开眼界呀 陈寰远远望着江流郡的灯火 感慨道 唐代明家苏卫道曾写道 火树银花盒 星桥铁锁开 暗沉随马去 明月逐人来 虽是写的正月十五 但用来描述眼前美景 也并不突兀 此等美景 怕是在现代都难得一见 码头渐进 船上往来的客商们 皆是起身立于船弦边 远远望着江流郡 这绝美的夜景 兴奋不已 更有甚者 张口便是迎出了 文邹邹的诗句来 一号船上的年轻船公 走到桂杆之下 仰面朝着陈寰招呼道 这位公子 江流郡快到了 您看是 给您起一艘小船 送您到水关门前呢 还是跟着咱们的船 从偏关进城呢 走偏关的话 得多花上小半个时辰 您多担担 陈寰朝着红叶使个眼色 红叶便是一把 抓住三无道长 纵身一跃 便落下甲板 不劳费心了 陈寰朝着船公摆摆手 四下扫了一眼 只是撂在船头的竹牌 这个卖我 那船公一愣 连忙摇头道 郁公子 这哪成啊 今次多亏了您出手搭救 我们这一船的人 才免于被那河道劫财呀 怎能让您做这玩意儿呢 您厚上片刻 这就给您打点一艘小船 送您进城 当真不必了 陈寰苦笑着摇摇头 心说 小爷可还想进城找口吃的 找个住处落脚呢 等你们打点好了 小爷怕是早已饿死了 一边说着 陈寰便是一边 把一小块碎银子 塞进那船公手里 一手撩起竹牌 便朝水里扔去 转头来 便招呼红叶 一跃而下 直直跳下船去 这举动 端视影的众人一阵惊呼 赶忙凑到船边看去 那竹牌小得可怜 是平日里船公们 靠暗修补船弦用的 一个人站在上头的部位 得是熟练的老船公 才能驾驭 此处江流虽不算湍急 却是江敏正当中 寻常人 下都下不住那竹牌 更比说陈寰这三个人了 齐刷刷落在竹牌上 换了旁人 得把那竹牌踩断了去 然而众人惊诧之间 却是瞧见三人 好似轻弱红毛 稳稳落在竹牌之上 陈寰站得笔直 一手拉着三无道掌 红叶更是离谱 两个脚尖站在竹牌尾 几乎只有脚趾头 踏在竹牌之上 双手却还能稳稳 抄起竹竿 滑动竹牌 竹牌走在江面上 盐要比这大船 还要稳当 船上众人 免不了脸皮一阵抽搐 这大概就是高手吧 竹牌顺着江流 飘向江流郡的水关大门 到得水关前 陈寰却是眉头一皱 放眼望去 水关前排着不少船舶 小到瑜伽的白棚小船 大到七八丈高的清曼大船 华贵的雕梁船 低调的乌棚船 捐秀的花丈船 皆有 而这数不清的船舶上 放眼望去 皆是武林中人 嘿呀 看来这次武林大会 真是来了不少人呢 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 陈寰杂杂嘴 按下感叹 前头的船 每个小片刻 方才朝前挪动些许 照这个速度 排到他 怕是得到明天早上了 旁人船大 大不了的在船上睡一宿 可他这小猪排 可没法睡上一夜 这倒不免让他有些后悔 没听船家的 大不了都花上些时间 从偏关进去拉倒 即便也要排队 大不了的船上睡一觉 不过很快的 陈寰就瞧见 乘关之下 不止一处入口 另有一处关口 几乎不见有人排队 时不时的 并有几艘看上去 破为华贵的船舶 朝着关口走去 守关的水军 也不多做过问 艳明的身份 即刻放行 想来那处关口 是给有着特殊身份之人准备的 特殊身份 我总该算是 有那么点吧 陈寰捏着下巴揣摩着 堂堂陈寓室 皇帝跟前的大红人 按说到这江流郡 不来上八百十个水军将士 摆开遗仗 郡守太守 亲自出来相迎 那都不算完事的 即便就按照武林当中的 辈分规矩来 他也算是天下名门 杜家的谱系传人 又和武林盟主 莫清云私交甚好 走个后门 应该不过分 这般想着 陈寰便是转头招呼红叶 将竹牌朝着那空闲关口 滑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雁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八十二章 前面那小子 别挡路 这一举动 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旁人的察觉 陈寰立刻便是听见了那些个老老实实排队的传播上 时不时便会传来几声讥笑 这神笑什么呢 陈寰 道长挠挠挠头 苦笑道 哎 前头那处空闲的关口 是给那些名门之人行方便的 咱们去了 怕是只能碰得一鼻子灰 闻言 陈寰立刻反应过来 何知那些个人 是在笑他这区区小背 划着一破竹法子 便敢去名门之人的特别通道凑热闹 难怪笑得如此计讽 何知都是等着看他如何上去吃瘪出丑 就那守官的人打你出来 陈寰顿觉一阵好笑 无妨 且试试吧 万一咱们运气好呢 红叶当然是心领神辉 划着竹牌 朝关口而去 不出所料 方才到那关口前 便是一艘守冲水军的船横了过来 将三人拦下 船上一穿着水军甲胄 似是领队的人 踏在船弦之上 抄陈寰一抱拳 几位请留步 有何指教 红叶停下竹牌来 陈寰副手看向那领队 他笑问道 此处关口专供名门 几位若想由此入城 还请亮明身份 若是几位的身份足可扶重 即刻开关放行 反之 就请几位手续到后方等候 瞧得那领队的态度还算好 陈寰便也放平几份心态 只淡淡的笑问 那不知要什么样的身份 才算是能够服众呢 明门之后 奉旨之人 军政官员等 皆可 一听这话 三无道长坐不住了 扯了扯陈寰的衣袖 陈寰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看咱们这 哪像是能由此通关的 还是到后面稍等片刻吧 陈寰却是不理会 望向那领队笑道 哦 这样啊 那好吧 你且看看这个 够不够啊 陈寰一边说着 一边从衣袖之下 取出一块牌子来 抛向那领队 领队接过来一看 本事并未在意 却是在看清 上头几个字的同时 脸色猛的一变 那上头没别的 一共就三个字 协礼堂 那是协礼堂通用的腰牌 在陈寰身上的诸多物件里 算是没有排面的东西之一了 毕竟协礼堂里 再小的关都有这么一块 算不得什么稀罕玩意 比起他那块 协礼堂总督的牌子 这只能算是个 拿在手里盘着玩的物件 但对于这些个 守成的水军将士而言 这可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协礼堂 那可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机构 里面的人 没有哪一个是他们惹得起的 且不说什么大官了 就是那洗礼堂中最小的官 随便一个主部帐房什么的 那都不是他们能得罪的 那领队是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看上去 年纪轻轻的小辈 竟是一出手 就能掏出这种东西来 不夸张地说 这东西要是亮出来 在场之人 七成以上都得当场跪拜 武陵之中名门众多 这一点不假 但再大的名门 摆在朝廷面前 摆在协礼堂面前 都得老实点 除非是渡家 清潭山庄 那个级别的一方豪杰 皇帝预测的极品以下不败 否则任你宗族门派 再打再拉风 见了协礼堂的人 都得跪下 私下里 立刻便有眼尖之人 看出那领队的神情变化 不用得引起一片哗然 之前他们也曾见过 好几个名门之后进城 却是从未瞧见哪一个 能让这守官领队 露出这样一脸惊悚的表情 那神色 简直就像是 羔羊见了猛虎似的 只觉那领队 吓得腿肚子都在打颤 您此行这是 那领队小心翼翼地问道 陈环仍然是知道他的意思 这是在问 是否可以公开他的身份 协礼堂的人外出办事 大都是有黄命在身 但黄命也有不同 有的出来办事 为的就是风光 扬臂下天威 而有的则是暗访 需要低调行事 陈环须压压首长 示意那领队不要声张 那领队也立马 心领神会 赶紧改口道 信物没有问题 公子三位 请吧 去 给公子打开关门 放心 话音刚落 何人难落 速速闪到一边去 小小竹筏 安敢阻拦我家小姐的去路 没等军事放行 后头便是 忽然传了一声 颇有些尖锐的鹤马声 陈环转头望去 便是瞧见水面上 一点着花灯的花杖船 争大摇大摆地凑上前来 关门前的水路 很是宽敞 可那花杖船 却耀武扬威似的 偏要走在中间 端士忌的陈环的烛牌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得愧是他和红叶 轻功都极好 莫不然 定是要被掀翻到水里去了 众人看向那花杖船 立刻注意到了 那花杖船上 点着一盏 电青色的花灯 花灯灯罩之上 写着一个龙飞凤舞的江字 人群之中的绝大多数人 立刻便是露出 几分恭敬之色来 甚至是连水关前 守关的军士们 都赶忙朝那花杖船 骑刷刷地抱拳 不知江小姐驾到 江小姐跪安 那花杖船 不偏不斜地 停在陈环跟前 船头上站着一位 身穿青衫的中年男人 一小踏着船头 居高临下俯视陈环安 脸上明显带着几分 轻蔑之色 这倒是并未让陈环如何在意 倒是目光朝后一扫 便是瞧见 那位所谓的江小姐 船舱里坐着的 是一个用薄纱遮掩口碑的姑娘 看上去 约摸着二十来岁的模样 倒是生得颇有几分 娇俏灵动 旁人见了 这免不得要垂涎几分 不过也仅限于旁人了 陈环是何许人也 家里娘子清秋颜 那是京城出了名的大美人 皇城之中 与她百般要好的 林雪英算一个 邹英英算一个 金韵瑶算一个 哪个不是一等一的大美人 相比之下 这所谓的江小姐 到底算不上多么出众了 人算不得如何 不过这江家的名头 她倒是听闻过 江家在当今武林之中 算得上是地位 颇为不俗的一家 比之于杜家 青云山庄 墨家这些 稍逊一筹 却算得上是武林之中 头等名门的行列 先皇曾遇赐 凡二品及以下 见之不败 换言之 以朝堂之上 二品官员为界限 二品与二品以下的官员 江家之人 无必行礼参败 唯独是建了一品大员 以及皇亲国戚 方才需要起身行礼 也难怪连这随行的家谱 都如此目中无人了 嗯 这位公子 好轻功啊 船舱内 那江小姐 同样打量陈怀安 在陈怀安身上 打量片刻之后 不由发出一声惊疑 旁的人说不清 这小小猪牌上 站着三个人 需要何等轻功 但江小姐 出身武林名门 却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 陈怀安和洪业都是高手 最厉害的是 陈怀安一手 拖着三无道掌 洪业则是双手 撑着竹膏 能在这种情况下 保证竹牌不沉 已经是颇为不错的轻功了 而陈怀安三人 站在这竹牌之上 端是微然不动 四平八稳 每个银牌六平往上的实力 绝对办不到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八十三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没等陈怀开口 那领队的便是赶忙驱船 凑紧陈怀安 勾着脖子 在陈怀耳边低声介绍道 大人 这位是江家的江涵英江小姐 您可莫要轻易与之叫吧 那江家府在武林之中地位极高 您是朝中之人 与之起了冲突 两头都不好办 还望大人行个方便 莫要与之计较 陈怀安听罢 不由暗自好笑 新书这领队的 倒是挺会做人 听这意思 无非是想告诉她 她一大老爷们 就别跟姑娘家家计较这些了 边图个排查 她图个方便 各取所需便是了 陈怀本也不打算 和这江小姐一般见识 但那江小姐随行的家仆 却似乎并不打算 就此作罢 见陈怀笑而不语 那轻衣中年人 立刻露出一脸 不耐烦的表情 听了我家小姐的名号 儿等的破竹筏 还不速速让开 非要驾船 将儿等掀翻到水里 才知道厉害吗 阿千 出门在外 以何为贵 莫要给公子添麻烦 那江小姐 忽而拔摆手 她笑道 既然这位公子先来 还是公子先请吧 看公子这竹筏 也成得难难 早些进城 总归是好的 这话 多多少少地带点刺 陈怀也清楚瞧见了 那江小姐眼中 颇有几分揶揄之色 公子不走 是在等小女的礼数 江小姐拥拥下巴 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 摆出一副 打发叫花子的姿态 从衣袖之下 掏出一张银票来 甩手洒出来 飘飘然地 落在水面之上 她嘴里 故作惊讶地笑道 哎呀 江峰不小 是小女唐突了 公子若是喜欢 捞起来 晒晒干 一样能用 江小姐什么意思呀 陈怀 朝那漂浮于水面上的 银票 挪挪下巴 她笑问 见陈怀 颇有几分不上道的味道 那名叫阿千的中年人 顿时抬手指向陈怀安 破口大骂 没眼力的东西 我家小姐好心赏你 少不识她一句 再敢对我家小姐不敬 休怪我架着船 从你头上撵过去 此言一出 四下旁人皆是替陈怀安惋惜 摇头的摇头 叹气的叹气 心疏着年轻小辈 惹上江家之人 怕是没一个好下场了 唯独那守官领队一听这话 立马慌了神 旁人不清楚 他可是清楚的 陈怀安那是寻常人吗 那是写礼堂的大官啊 一时间 那领队端时一阵脸皮抽搐 全也不知该如何远场了 反倒是陈怀安 似乎也并未感到几分气恼似的 只是颇为不屑地笑了笑 转头便招呼红叶道 罢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走 此举端是看傻周围人群 面对江家之人 居然如此轻蔑 这小丝 是不想在江湖上混了吗 小赖 站住 陈怀安的举动 令那中年男人心头尤为不爽 当即断合道 还有什么指教啊 陈怀安终是没了耐性 转头看向了那中年男人 眼神之中 也是多了几分冷色 有话就快点说 族下的废话 属实太多了 此举 让那中年男人 不经心头一正 他常年侍奉在 江寒英的身旁 也算是见过了 不少厉害的小辈 最是清楚 那些个高高在上 有着极高地位 和实力的小辈们 大都有着惊人的气魄 误判之间 便可叫人心生忌惮 他也曾见过 不少这样的小辈 而此刻 他明显感觉到了 陈怀身上的气魄 与那些个厉害的小辈 一模一样 甚至还要更胜一筹 而就是他这 短暂的一冷神之间 红叶已是有了动作 只瞧得红叶 脚尖在竹牌上 轻轻一点 身影飘然而起 稳稳落在了 那花掌船上 落在那中年男人面前 我家公子念着出门在外 以何为贵 懒得投你们计较 尔等莫不是觉得 是我家公子 怕了你们这些个属败 一边说着 红叶已是一手 按在那中年男人肩头上 低声喝道 凭我家公子的身份 倘若亮明 尔等方才那般举动 取你们狗命也不为过 你倒是与我说说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胆敢对我家公子 如此不敬 花音落下 便见红叶手头上 猛的一发力 将那中年男人 直接按的双膝跪下 生生将那花掌船的 船头木板 给砸出两个窟窿来 红叶的突然出手 让周围众人 皆是面色大惊 方才不少人瞧见了 陈寰拿出某样信物 官前守卫们 立刻对他百般恭敬 不少人皆是想到 陈寰恐怕有着极高的地位 只是旁人大都想不到 红叶这么个姑娘 跟在陈寰身后 看着像个随行的丫鬟似的 竟是一有这么大的脾气 这么强的手段 那可是江家人哪 武林豪门哪 但人们也立刻瞧见了 红叶在那中年男人耳边 低语几句 说了些什么 那中年男人 竟是脸色陡然变得煞白 浑身都在发颤 瞧见此景 那江寒英立刻察觉坏事了 对方知道他的身份 还敢如此出手 摆明了 是根本不把江家放在眼里 武林之中 江湖之上 能有此等地位 足可不把江家放在眼中之人 不多 更多的是朝堂中人 而无论陈寰是哪一种 都不是他应该去招惹的 意识到这一点 江寒英 赶忙朝着红叶一抱拳 还请这位姐姐息怒 我家下人不懂事 姐姐不要往心里去 老姐姐卖小女一个情面 小女给姐姐赔不是了 卖你个情面 红叶冷笑了一声 话音抬高了八度 哼 就凭你那点微不足道的脸面 也配让我家公子买账 众人听罢 皆是大惊 这话说得足够明白了 这事啊 没完 一听红叶这话 那江寒英的脸上 好脸色 可算是立刻消失不见 全带知的是铁青一片 给你几分好脸色 你便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 是吧 江寒英咬牙切齿地瞪着红叶 宛如母老虎 被人践踏了领地似的 用你方才的话 本小姐也问问你 你又送个什么东西 在本小姐面前 但敢如此放肆 哼 未曾对你动手 已经算是给你留走脸面了 红叶哪里是好说话之人 当即冷笑道 一听这话 江寒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转身 朝向身后的船舱怒道 请二位叔叔现身 替我好生教训这群混账 江寒英话音刚落下 两刀面色留几分苍白 约摸五十来岁的身影 便是先后出现 将那江寒英护在身后 两刀身影 一个须发皆白 一个发色银辉 都已经年纪不小了 但其身上的气势 却是十分厚重 一看便可知道 这二人都是武林中人 但这二人的出现 并不让陈寰和红叶感到丝毫的畏惧 反倒是暗下有些好笑 这二人实力不俗倒是不假 但那是对于旁人而言 这两名老者 一个大约银牌五品上下的水平 一个六品左右 真正的行家离手 一眼就能看得透 旁人看他们 觉得他们气势磅礴 内息浑厚定是高手 但看在行家眼里 却立刻就能察觉到 这二人的内息 即使不由自主地外放 无从收敛 做不到收放自如 这银牌六品 不能再高了 即便是陈寰这个半路出家的 在控制内力 神韵内敛这一点上 都比他们做得更好 这位朋友 方才听你的意思 是想与咱们家小侄女 过过号 这要动起手来 可就莫要怪拳脚无眼了 其中那位银发老者 须眯着眼 瞪向红叶 沉声说道 红叶并未作答 倒不是这银发老者 给他什么压力 只是此刻是否动手 如何动手 还得是陈寰说了算 陈寰不开口 他自然是不好 自作主张的 加纳厄扑暗岛 尾师说来 已经是有些过会儿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八十四章 留着也是个祸害 见红叶不予作答 江寒英不由 发出一声冷笑 而那两位老者的出现 更是给足了 江寒英底气 只瞧见那江寒英 双手换在胸前 高党昂着下巴 冷笑着看向陈怀安 你让一个仆人 替你出头 算什么本事 既然你不愿 给本小姐面子 那今日 便全脚底下 见真章吧 一边说着 江寒英 又一边露出几分 讥讽的笑意来 若是不敢 也可以 本小姐可以放过你 现在跪下磕头认错 把我的鞋底舔干净 否则 啪的一声 没等他把话说完 只听得一声脆响传出 四下众人 皆是猛地瞪大眼睛 动手的是红叶 不等江寒英把话说完 红叶已是一巴掌 摔在他的脸上 在四面八方数不清的 惊骇目光之下 生生地在江寒英 那颇为精致的脸蛋上 抽出一个鲜红的巴掌印来 江面辽阔 这一声耳光声 也颇为响亮 抽得四下里鸦雀无声 唯独这一声脆响 久久会散 江寒英骗着脑袋 双眼瞪得像铜铃一般大 眼里写满了不可思议 他手掌捂着脸颊 方才触碰到那巴掌印 刺痛便是让他好一阵的 呲牙咧嘴 与此同时 一丝淡淡的血迹 也顺着他的嘴角滑落下来 足见红一这一巴掌 颇是有些不留情 这一巴掌 抽得江寒英愣在原地 疼归疼 实则不算什么 毕竟他也是习武之人 受过的苦痛 远超这一巴掌的多了去了 是还算不上什么难耐的伤痛 但他从未想象过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竟是有人敢对他动手 我家公子乃是儒雅君子 不与你这小丫头骗子计较 但是我是女子 没有我家公子那般宽广的胸怀 我家公子不与你计较 这一巴掌 我带公子打 无理之徒 找死 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也让那两名老子的脸上 生出怒涉来 江涵因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 在家里 那个都是被捧在手心里疼爱的 莫说外人了 家中长辈都未曾如此训斥过他 李和生落下的同时 两名老者 已是一左一右上前 又要对红叶出手了 殊不知 就凭他们两个 遇上陈怀安 都还不见得能敌得过 又何来的本事 能与红叶这十里无限 接近天子榜即位的高手过招呢 碰碰 只听两声沉闷的声响 四下众人便是满面惊诧的瞧见 那两名老者 大名鼎鼎的江家可亲 竟是万般狼狈地倒退出奇葩步来 若不是这江家的花丈船 足够宽敞 怕是这二人 皆是要跌落于水中了 而红叶如何呢 红叶脚下不动分毫 好似从未挪动过身形 与这二人过了一招 却是发丝不见一丝凌乱 身上的衣衫 未曾多出一条褶皱来 丝毫也不像是跟人动过手似的 哼 就凭你们也配如此嚣张 放聪明点 带着你们家小姐滚蛋 莫不忍我家公子开口了 儿等想走都走不了 红叶冷眼看着那两名老者 话音森寒 不想惹麻烦归一码事情 麻烦凑到脸上 就是另一码事情了 被红叶如此轻描淡写地逼退 那两名老者立刻不敢再有任何的异动 唯独只能在心中暗自叫苦 将寒英浇灌跋扈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若不是江家在武林之中有些地位 怕是早已让人收拾了 这些年被他护护过 却只能忍气吞声的人不少 今天终究是一脚踢在铁板上了 就单单是红叶方才逼退他们那一手 放眼此刻在场之人 能做到的 怕是不超过一掌之数 这样的强硬实力 让那两位老者立刻怂了不少 这位朋友 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 还请看在江家的面子上 然而没等他们把话说完 江寒英便是已然发作起来 狗屁误会 敢打我 今天不把你好好收拾一顿 我就不信江 江寒英摸着脸上的巴掌印 火烧火燎般的刺痛 把他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当即便从衣袖之下 取出一支烟火令箭来 火折子一点射上天空 你这剑壁 你给我等着 我爷爷一到 就是你的死器 到时候 我一定乱刀花了你的脸 打断你的手脚 把你扔进窑子里 管叫你求死不能 这话一出口 陈寰会儿发出一声长叹 旁人还以为 是陈寰终于怂了 打算就此消失 唯独红叶知道 陈寰这是真的被这疯女人 给惹怒了 罢了 就这模样 留着终究是个祸害 不必留守了 你看着办吧 陈寰穿红叶白白手 无奈笑道 闻言 红叶脸上方是露出几分货真价实的杀意来 伸手便要拔刀 嗖的一声 红叶腰圈的配刀方才抽出不到三寸 便见远处江面上 一只冷剑 急舍而来 打断了红叶拔刀的动作 紧跟着 便见一道人影 竟是从远处大船上纵身跃下 蹭着水面 急掠而来 乔得这轻功强悍的足以水上奔驰的身影 四下人影 皆是经得目瞪口呆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天子榜高手才能做到的 这来人 必是天子榜级别的高手 不过是两次呼吸的间隔 那人影 已是从远处游江大船上赶来 落在江寒英的面前 一袖一挥 把江寒英护在身后 是何人如此大胆 敢对老朽的孙女出手 听得那怒吓之声 无数的目光皆是聚集过来 居然是江家老祖 江家老祖竟然亲自出面 看来这老家伙 还真是把孙女浇灌上了天了呀 看来今日这事要有意思了 在围观之人发出惊话之声的同时 那两名跟随江寒英的老者 赶忙抱拳一败道 恭迎老祖 见得自家老祖亲自出现 害人确实并未高兴 反倒是按下苦笑起来 他们也真是没想到 江寒英竟是当真的任性致死 卷把老祖给他们的保命之物 那只用来在紧要关头 通风暴行的烟火令箭 给用在了此处 实际上他们都能看得出来 陈寒不过是随口一说 红叶脸上虽是杀衣盎然 但却并未打算真的下杀手 不过是吓唬一下江寒英罢了 哪曾想会是这样 江家老祖却是不在意这些 瞧见江寒英脸上的巴掌印 顿时怒火中烧 转头瞪向了陈寒英二人 他口中怒喝道 谁干的 今天不给老朽一个交代 你们谁也别想走 哎呀行吧行吧 想个交代是吧 陈寒摇头叹了一声 脸上终究是浮现出冷色来 抬头看向那江家老祖 伸手入怀 取出自己随身令牌来 无奈洗礼堂总督察 六部巡察御史陈怀安 二等狂贼 十夕之内 给本御史跪下答话 陈怀安 三个大字像是一柄千斤重锤 猛地敲击在众人的心头之上 就连四下的议论声 都被立刻按了下来 这名字他们可太熟了 皇帝跟前的大红人 现如今萧香国万千臣子之中 地位最高 权力最大的一个 一言必知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这还不算完 武陵中人 对朝堂上的官 实则并不那么敬畏 他们更看重江湖上的权位名声 而这 陈怀也有 陈怀在武陵之中最为出名的 不是他的实力 而是他的背景 武陵盟主 清潭山庄 莫青云的至交好友 要好到什么程度呢 身为堂堂武陵盟主 莫青云可以百般放心地把女儿交给陈怀恩教导 让清潭山庄的二小姐追随在陈怀恩身边当个学徒 足可想象 陈怀恩和清潭山庄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还没完 武陵之中真正厉害的 真正能够接触到顶级豪门哪些人大都知道 清潭山庄之下 号称武陵第一豪门的杜家 曾公开宣布 陈怀恩是杜家的普系传人 还不是普通那种上门磕头拜师学成之后就算出徒的学徒 而是普系传人 这意味着陈怀恩的名字是写在杜家普系上的 是有位分摆在杜家的 甚至他在江湖之上可以直言告诉旁人 他是杜家嫡传一脉 字号是杜家嫡传公子也绝无问题 再加上他的官位 加上他在民间的声望 这些随便拿一个出来 都足以将整个江家当场压死 不错 江家也是武陵之中的顶级豪门之一 但是比起杜家 比起青潭山庄 封炎阁之类 差得太远了 就好比某处郡府的统兵太守 与号令天下兵马的三军统帅之间的差距 根本没得比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中文陈寰这三个字 无论是怒火正盛的江家老祖 还是呲牙咧嘴的江寒英 皆是脸色骤变 尤其是江家老祖 脸皮当场开始抽搐起来 他为何能来得这么快 竟以为他们这些实力能够排上天子榜级别的高手 此刻正结伴成船 游江赏约 远处那艘游江大船上 全都是他们这些老一辈的顶尖高手 杜家家主杜文玉 武林盟主莫青云 可都在那游江船上 这要是闹大了 把那尔伟招来了 光是想想 江家老祖便觉一阵惊锁 而此刻 陈寰不知是早就知道 还是无意间瞧见了远处的游江船 目光直直投向那游江船 江老爷子清空真好 踏浪而行 我最多只能走出七尺 此去那游江船 怕是得有不下百丈 老爷子竟能踏浪而来 佩服 佩服啊 陈寰望着那游江船 冷声笑道 不过佩服归佩服 我方才说的话 老爷子是没听见吗 不好 江家老祖立刻意识到不妙 看着架势 陈寰可不像是会松口放过他的 此时此刻 四下里那么多人看着 若是当真跪下去 怕是江家今后在江湖上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可若是不从 凭陈寰的能力 无论是观面上的还是江湖中的 怕是一句话的事情 足可以让江家万劫不复 是丢了江家在江湖上的地位 还是丢了江家的基业 可谓是两难 丢了哪一样 江家都要元气大伤 而更让他脸色惨白的是 就在他犹豫的这片刻功夫里 余光一瞥 便是瞧见那游江大船之上 又是一前一后 两道身影飞速赶来 来的不是旁人 正是莫清云和杜文玉 这两个号称平起平坐 在武林之中至高无上的高手 瞧见那二人赶来 江家老祖顿时脚下一软 自知今日是要完蛋了 陈 陈御师 江家老祖刚要开口 老江 怎么了 这是何人跟你江家过不去啊 莫清云先一步落在船上 一眼望去 瞧见陈怀安 面色一正 江老弟 你这是怎么了 何人与你闹事啊 咱们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杜文玉紧随其后赶到 抬眼一扫 瞧见陈怀安 也是面色一正 二人对视了一眼 不难看出彼此脸上 岂有几分尴尬 他们哪里能猜到 在此处和江家老祖杠上的 会是陈怀安 这话都说出去了 这可咋整啊 二人飞快地交换眼色 虽是无言 但却立刻讨论出一个结果来 那就是 崩 撤 卖 溜 于是二人立刻一左一右地 按住江家老祖肩膀 面色阴沉 话音更是低沉 莫青云须闭着眼 看向江家老祖 老江 你这可就不对了 这位陈玉士是莫某人的挚友 我家小女的师父 你好歹也是长辈 怎么能欺负一个小辈呢 杜文玉意识瞪着江家老祖 哎呀 江老弟 你这可不讲究啊 陈环安这孩子 可是我杜家谱系传人啊 名字录在我杜家的家谱上 咱们那天不是还聊过此事吗 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一听二人这话 江家老祖立刻明白了 玩犊子喽 陈环在一旁 饶有兴致地看着 这二位表演当场变脸 爹笑逼得难受 比排面 不好意思 陈某不是针对谁 陈某是想说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比排面 陈某啊 还从来没有输过谁呢 而那江寒英 此刻也是贪足于传板之上 他本以为爷爷来了 陈环必定完蛋 哪曾想到 他爷爷到了替他撑腰 紧跟着 便来了墨清云和杜文玉 二话不说 便站在了陈环那一边 瞧得江寒英脸上 那万般绝望的神色 陈环索性怂怂间 失笑起来 蒙主 老爷子 咱们就别绷着了 小事一见 这犯不上劳动您二位 我自有法子解决 您二位啊 还是歇着吧 听得陈环这话 墨清云和杜文玉二人 倒是双双松了口气 他们当然会站在 陈环这一边了 也当然会帮衬陈环安 但毕竟 江家好歹也是武林中人 也算是武林之中 有着不俗声望的 名门世家 随意打压迫害 也不是件好事 传出去 也难免地让其他武林中人 心头惶恐 堂堂武林盟主 堂堂武林第一豪门 两家都跑去 帮衬朝廷中的官员办事 这种话传给武林中人们听见了 怕是免不了掉寒心啊 陈环自己清楚这一点 也因如此 这索性不去借这二位的力了 他举目看向江家老祖 面带三分笑 而那江家老祖 此刻只觉浑身都在发颤 论实力 他当然要强过陈环许多 真要动起手来 陈环和红叶加在一起 也不是他的对手 可陈环的身份却 想到此处 江家老祖不免有些为难 左右思索了好片刻 忠实咬咬牙 抄陈环一抱拳道 小友 不 这还请息怒啊 我家小女不懂事 给陈玉士添麻烦了 还望陈玉士大人大量 有何条件 陈玉士直言便是 理所能及 江某绝不推辞 这话 可谓是让在场之人颇感意外 尤其是那些个 在远处违看旁观之人 江家老祖是何许人也 那可是能和墨清云杜文玉 这等顶尖高手 武林豪侠 同城同游 谈笑风生之人 竟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对着一个后生小辈低了头 条件 江老爷子是觉得 陈某像一个喜欢趁火打劫的混账吗 陈环忽然笑问道 这 这一问 反倒是问得江家老祖 一阵的语色 沉默了片刻 江家老祖终是一咬牙 从手上摘下一枚班纸 递向陈环安 陈玉士 这班纸是江某的赔礼 不是什么贵重之物 但是陈玉士 只要拿着这班纸到我江家 但凡有所拆遣 只要陈玉士开口 不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我江家 绝不推辞 如此 能否求得陈玉士 宽恕我家小女啊 老爷子还是会做人的 陈环点头笑了笑 玄机方才看向那江寒英 冷笑了一声 转头便走 她若有什么用得上的地方 我自会去的 另外 江小姐 看你模样 也是来参加武林大会的 陈某不才 把话撂在这了 江小姐遇上陈某的时候 便是淘汰出局的时候 说实话 我不太喜欢你这样的人 说吧 便见陈环重新踏上竹筏 朝着墨青云二人一抱拳道 二位前辈 晚辈先走一步 之后封言格见吧 告辞了 竹筏重新启程 载着陈环三人 直入江流郡中去了 在寺下里 无数人的注视之下 没了踪影 直到陈环走远了 江寒英方才一脸后怕地 朝爷爷低下头 爷爷 我 我错了 我不该得罪此人 请爷爷责罚 瞧着江寒英这一副模样 一旁的墨青云和杜文玉二人 皆是心头暗笑 江寒英这个丫头 飞扬跋扈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少长辈都教育过她 但却并无多大的用处 反倒是今日让陈环好好收拾一顿 老实了不少 二人对视了一眼 墨青云方式出来打个圆场 江家丫头也不必如此了 陈环安这孩子 没你想象的那么狭隘 今日若不是你再三法难 她不会如此压迫于你 今后长点记性吧 是 小女定牢记于心 江寒英赶忙点点头 行了 老江 带着你家孙女进城去吧 出了这么个事 游江也游不起劲了 索性招呼着一同进城吧 墨青云摆摆手 便也不再多说什么 与杜文玉一同转身 回到那游江大船之上 招呼着进城 江家老小 也赶忙下着花丈船进城去了 省得在此待久了 丢人现眼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八十六章 风烟侠采 天下名门 若得江流郡小些的半夜功夫 称桓三人 便是静止去往了风烟阁的所在 江流郡中 江水穿城而过 沿着江流水边 竟是有一方山门 坐落于城池之中 行至山门前 山色飞红 漫山遍野的枫叶 红得好似一抹烟霞 自九重天上飘然落下 拢在这青山之上 熠熠生辉 枫林红叶飘摇处 隐约可见些许楼阁 在枫叶掩映之下 耸立着 细细望去 便可瞧见那些个楼阁 皆是颇有几分 大加风范 那便是在武林之中 地位不逊死于 青寒山中的名门 封烟阁 陈寰三人走上山道 正要踏入山门 陈寰忽然停下来 三巫道长 刚要朝前走 却是被陈寰一把 拉回来 三巫道长不解 刚要开口询问 便听得远处 传来刷刷刷的 一阵破空声响 紧跟着 便是一排 枫叶形状的飞镖 打落于他们面前 在地上依次排开 形成一条 优微显眼的红线 将他三人 阻拦在外 武林大会的规矩 你我皆是外来小辈 不可胡乱闯入 想进门 要按封烟阁的规矩来 陈寰扬扬嘴角 看向前方无人的山路 双手抱拳 朗声笑道 在下陈怀安 些有人前来 一读武林大会 诸位若有教言 便请现身吧 花音落下同时 风铃之间 便有七八道人影 迎面走来 封烟阁的门徒 大都以道人自居 那些个来人 清一色的赤红道袍 先锋道鼓 人手一杆扶尘抱在怀里 走上前来 一同朝着陈怀 抱全环礼 原来陈公子到了 我等早已听闻 陈公子要来 本还算着日子相迎 不成想 公子来得快 我等未曾远迎 海万公子宽幼 啊 碧人封烟阁迎宾门徒 道号延续 公子既然知道规矩 那我等 就多有得罪了 见来人如此兵兵有礼 三无道长 方才松了口气 却见那延续道长 与身旁简皆是一身手 便从腰间抽出刀剑来 迅速列针 将陈怀安团团围住 虽然拿出的都是些木刀木剑 但这简气势可不低 随便一个 怕是都有 银牌无凭往上的实力 没等三无道长回过神了 便见陈怀安 已是纵身上前 而那几名封烟阁的弟子 已是立刻摆开迎敌架势 这是武陵名门的规矩 登门拜山 需先通过考验 这一点 陈怀安第一次去拜访 青潭山庄的时候 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只是当初去青潭山庄 一来是皇帝受益 二来他也不会武功 青潭山庄对他的考笑 也要相对简单 这次可就不一样了 他陈怀安 而今可是度假谱系传人 武陵盟主的挚友 再说不会武功 那便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对他的考教 自然也要按照 最高的规格来办了 武陵之中 登门拜山的规矩 早就已经形成了制式 若是两家宗派家族的尊卑地位 有着一定差别 则无论是登门还是迎门 既以地位尊者为贵 而若是两者地位相差无多 就需要在登门之前 先行切磋较量 考教武艺 分出一个高下来 若是胜了 则登门之人 可享受贵兵之力 亦可在别人的宗派门亭中 指点后生晚辈 反之败了 则登门之人 必须谦卑入门 虚心接受门下之人的指教 陈怀此来 挂的是杜家传人的名 杜家与封烟阁 皆是武陵之中 一等一的豪门 自然是地位对等 没什么尊卑之别 这一场考教是免不了的 而这一场考教在规格上 也有着些许不同 出手相迎的人 以一人 三人 五人的数量 区分礼节的 上中下三等 一人相迎乃是下礼 三人为中礼 五人为上礼 此刻陈怀恩所受的 便是封烟阁 最高规格的礼带 指乔德那延续道长 领着四位师弟 一同击身上前来 欲要联手将陈怀打推 却是瞧见陈怀 身形花儿鬼魅般的一本 避过突袭的同时 已是闪身到了 延续道长的身后 手掌印在了 延续道长后背之上 一招发力 延续道长 已是脚下一阵亮相 显显扑倒在地上 那几名师弟赶忙搀扶 还未发招 便已是自知败了 延续道长 是他们几个里面最强的 实力在银牌六瓶左右 加上他们四个银牌五瓶 联手起来 没有银牌七瓶以上的实力 想取胜 都不那么容易 更不必说 如陈怀这样 一击置胜了 延续道长站起身来 赶忙朝着陈怀一抱拳 接而朝着陈怀 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陈公子武艺精深 我等受教了 请登门 陈怀这才还了一个抱权礼 接而朝着一旁的 三无道长招招手 走了 三无道长在一旁 看得目瞪口呆 这就完了 说好的大战三百回合 打得天昏地暗呢 堂堂封烟阁的登门考教 就 就这 三无道长脸皮好一阵抽搐 他知道陈怀实力不足 却是不曾想到 只愿能强到这种地步 怎么了 愣着不走 还我请你不成啊 见三无道长愣着不走 陈怀方才回头笑问道 三无道长这才猛地回过神来 赶忙跟上陈怀安 沿着登山阶梯直奔封烟阁而去 山门前的登山阶梯 不多不少 刚好六千六百六十六几 走上阶梯 迎面便可敲见封烟阁的所在 不同于清潭山庄的清幽典雅 渡家府邸的灰宏大气 封烟阁单单是从外面看去 倒是朴素许多 像是一个寻常道观似的 院墙算不得多高 围着数大的院落 漫山遍野的枫树笼罩着 虽朴实却也颇有意境 三无道长正四下张望着 感慨着这封烟阁的美景 忽而听得一阵 鸣鸣般的笑声 伴着一阵略显得有些急促的脚步 自封烟阁的院门之中传来 师父师父 你可算来了 我还以为等到你到了 这里的枫叶都落了呢 话音落实 便见少女一溜小跑 从院门中跑出来 也不管有没有旁人看着 纵身一跃 便是挂在了陈寰的脖子上 那个 渊渊小姐 请你冷静一点 严旭道长敲见此状 在一旁颇有些无奈的干咳了一声 墨渊渊却是毫不在意 反倒是朝着严旭道长 比了一个鬼脸 就不 你咬我呀 闻言 严旭道长也只好甘笑点点头 朝陈寰一抱拳 转身领着一众师弟们 先一步地进了院门之中 三无道长这才看清了 墨渊渊的样貌 认清了这是青潭山中的二小姐 武林盟主墨庆云的小女儿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87章 比如 打抱你的狗头 陈寰高举双手 做投降状 脸上皆是无奈之色 哎呀快别闹了 好歹是在别家门下 如此胡闹 成何体动 你也不怕家人瞧见了 恕我对你图谋不轨 嗯 师父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啊 喂 墨渊渊吐吐舌尖 他笑道 我 陈寰只觉胸中一闷 而三无道长在一旁 端是蒙稀口凉气 早就听闻 陈寰和星潭山庄 关系不浅 许多人却是始终觉得 这不过是武林盟主 和朝堂要员之间的 相互恭维罢了 实则并无什么亲切的关联 可今日一见 这谣言可谓是 不攻自破 这关系还能浅薄了 关系浅薄 青潭山庄的二小姐 能跟一个八爪鱼似的 挂在陈寰身上笑呢 而也在这同时 府门之中紧跟着走来一人 看向陈寰笑道 陈大官人好厌服啊 青潭山庄的二小姐 一听你来了 比我还跑得快 抱上便不撒手了 唉 可怜了我 看来是没处上手了 陈寰抬眼望去 望着那一脸憋着笑 还要顾作惋惜状的青秋炎 端是一阵的哭笑不得 不过瞧见青秋炎 他便放心了 之前皇帝答应他 会帮他把青秋炎等人 平安送到封烟阁 现在看来 青秋炎等人 是平安无恙了 一边说着 青秋炎一边走上前来 将墨渊渊抱开到一旁 他笑道 渊渊啊 待会儿再玩 你师父 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先让他 把事情忙完 事情 什么事情啊 陈寰不解 追问道 啊 你不知道 闻言 反倒是青秋炎一愣事 不是说今次武林大会 你作为代表之一 与长辈们共襄大势吗 长辈们陆续都已经到了 可就等你了 这 啥玩意儿 一听这话 陈寰顿时瞪大双眼 他倒是知道此次 皇帝准他来参加这武林大会 就是为了让他来看这些个武林中人做何打算 是否有什么大动作 毕竟武林大会 说是给小辈们一个出人头地的舞台 实则 也是一个将天下武林中人齐聚 共襄大势的契机 每每举办武林大会 必定伴随武林中人 有着某些大事发生 今次想来也不例外 原本皇帝对于这些并不怎么在意 武林中人的事情皇帝大都也不管 但经此不同 韩太师和二皇子的叛乱 方才过去不久 三皇子方才以太子身份上位 武林大会挑在这个时间举办 不免得让皇帝心生疑惑 因如此 才会准了陈寰前来 这一点 陈寰心里是很清楚的 皇帝没有说破 但必定是这个意图 可他当真是没想到 竟会有眼下这般情形 武林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们议事 与他有何相关 怎能就变成了 他要作为代表 去参与长辈们的议事去了 这要当真是长辈们 要讨论什么忤逆之事 岂不是要当场就要手撕他 拿他祭旗吗 想到此处 陈寰的嘴角都不由一阵的抽搐 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 就在封烟阁大殿 让长辈们等这么久 可不礼貌 秦秋妍上前来 理理他的衣衫 拍拍他肩膀笑道 快去吧 忙完了再过来 我带渊渊回去等你 好 好嘞 陈寰颇有些不情愿地打道 接而转头 苦笑着看向三无道长 道兄自行到院里转悠吧 看来我是没有办法和道兄同去了 不敢不敢 陈兄快请 莫要耽搁了大事啊 三无道长赶忙白首 送大神似的相送 好家伙 武林之中那些个泰山北斗级别的大人物一世 从未听说过哪个小辈有资格参与 都不说上座一世了 就是旁听 都不见得哪个小辈有资格 即便是当今天下武林小辈之中最为顶尖 最为有名的那几个 都还没有去一同一世的资格 这事要是传出去 保不惜那些小辈们要嫉妒成什么样子呢 陈寰也不多言 赶忙领着红叶直奔封烟阁大殿而去 飞搬到大殿门前 一抬头 陈寰便是觉得后背一阵的发麻 举目望去大殿之中 也是聚集不少的长辈高手 他所认识的墨清云 杜文玉尔人 皆是坐在高位上 下头还有不少曾打过交道的老辈高手 呀 正说着呢 小家伙来了 墨清云最先瞧见了陈淮安 朝着陈淮立足之处挪挪下巴 满堂众人 便是齐刷刷地看向陈淮安 今日武林一世 你挂的是杜家传人的名号 那么我们这些长辈就嘴上占占便宜 换你一生小陈了 快进了吧 在座诸多 有些你是认识的 不认识也无妨 自己找一处落座吧 墨清云朝着陈寰招招手 他笑道 陈寰举目望去 与墨清云平起平坐的人 总共有七个 杜文玉他自然是知道的 还有之前见过的江家老祖 此刻正目光闪躲 不好意思看他 再往旁边 是身披道袍的一男一女 男的一个 一头乱发 很是随意地披在肩上 身穿道袍 身上却是有一股 狂放不羁的气魄 不像个道士 反倒像个放荡不羁的浪子 旁边 则是一名颇为美艳的美夫 那般雍容华贵之相 与身上的道袍 也有那么几分不相称 不过看那道袍 倒是很好辨认了 此人 想必便是这封烟阁的主人 再往旁的几位 便没有那么明显的特征了 有人慈眉善目 也有鹤发童颜 有人面如刀匹腐凿 也有人生得眉眼如花 这满堂之上 零零总总不下百人 个个都是颇有名气的高手 而这其中实力最低的 也约摸着在银牌八品的实力 他这个银牌七品 坐在此处 可谓是有些突兀的 忽然 其中一号人看向陈怀安 他发问道 莫蒙卓 我左右观摩 这小子身怀内力倒是不佳 但导航上前 还无从掌控完全 有个银牌七品的实力 差不多了 可你说他有本事 伤及天字榜高手 不知是何手段啊 一听这话 所有人都转头看了过来 陈怀也立刻明白了 为何他会成为这所谓的代表了 想必是莫青云多嘴 夸他的时候说漏嘴了 说他有能力创伤天字榜高手 想到此处 陈怀不免悠悠地瞪了莫青云一眼 莫青云也颇有些尴尬地挠挠头 他笑道 诸位 此事暂且不急着说 我之前就与诸位说过了 他的那些本领 事关家国 不是说拿出来就能拿出来的 今日先行一事 若是之后得空了 他觉得无妨 想必会展示给各位的 听着莫青云出来远场 不少人便也会收敛了好奇的目光 不再追问下去 可方才开口那人 却是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反倒是一脸讥讽之色地看向陈怀安 嘴里阴阳怪气地说道 莫蒙卓 你就直说 是想让你关照的小辈来见见世面不就好了 我等又不是什么不讲清面的人 你开口 我们自然不会说什么 何必编出这种可笑的理由来 吴征 你这话过了 莫青云皱皱眉 瞪下那名叫吴征的中年男人 全当是我失言了行了吗 一事要紧 莫要打岔 是我过了 还是蒙中你心虚了 吴征冷哼了一声 我看这小子 怕是朝廷派来监视我们的吧 就凭这么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何来资格坐在殿上旁听 你 莫青云刚要开口喝吗 却见陈寰当中站起身来 罢了罢了 莫前辈不必与这丝口舌相争 陈寰摆了白手 笑看向吴征 他问道 吴征前辈是吧 你说晚辈没有资格坐在这里 那不知怎样坐 才算有资格呀 一边说着 陈寰一边左右扭扭脖子 拳头掰得喀巴喀巴一阵暴响 比如 打抱你的狗头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 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288章 时代变了 前辈 这话一出口 满场众人皆是傻了眼 这吴征 虽说算不上什么顶尖的高手 但好歹 但好歹也是武林中有头有脸的人物 上不了天字榜 在地字榜中称一方霸主 还是绝无问题的 银排九品的实力 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众人何曾想过 陈寰一介小辈 竟是能够说出这种话来 换作别的小辈 敢说上前来和吴征这等前辈 过上两招的都少之又少 岂还不说战胜了 能在吴征手里 撑过一炷香不败 那在小辈当中 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可陈寰这话 打抱你的狗头 这尾巴 已然翘上天去了 不出所料 吴征听闻此言 顿时狂笑起来 一边看向了主作上的 墨青云和杜文玉儿人 一边笑得浑身发颤 汪蒙卓 杜老 您二位关照的这小辈 还真是厉害啊 您二位怎么说 小辈都开口了 可要拦着在下 听着吴征这话 周围不少老辈高手 皆是眉头微皱 吴征这个人 可是出了名的小气 也是出了名的手中 哪怕是与小辈切磋 都没有什么留手的说法 真要动起手来 那可不会留情的 众人皆是颇为担忧 心想着 这要是动起手来 陈寰这小辈 岂不是要吃了大亏 保不齐叫那吴征发难 打实了手脚 都说不定 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墨青云和杜文玉对视了一眼 竟是双双失笑起来 老墨 他可是你青潭山庄的贵客呀 你不护着点 杜文玉笑看向墨青云 他问道 墨青云却是拔白手 他反问 我不会 倒是你老杜 他可是你杜家朴系传人 按说是你的嫡传晚辈 你不护着点 我护他作甚 敢说大话却不敢作为 还有何颜面称之为大丈夫啊 怕敢说便由他去 杜文玉大手一挥 先是看向陈怀安 陈怀安 话可是你说的 可莫要怪我们这些个老辈 不替你兜着 言出必行 此乃大丈夫立身之本 你可明白啊 自然明白 晚辈敢说 自然敢认 陈怀安嘴角一扬 笑得尤为爽快 四周武林中人们都快看傻了 这啥玩意儿啊 小小的傲慢些也就罢了 毕竟年轻气盛 没几分傲骨 算不得年轻人 可怎么老的也这样 换作旁人 怕是这二老拦都拦不及 生怕伤着小辈 断送了小辈的大好前程 可怎的到了陈怀安这里 这二老如此放任 莫不是陈怀安 真有办法打得赢吴征 众人皆是看向陈怀安 守在陈怀身边的红叶 朝后退了半步 彻底坐视人们的猜想 陈怀真打算跟吴征过过招 不是叔叔而已 对头的吴征 此刻也颇感几分惊讶 他本以为 他只需要逼迫一声 陈怀便会自行退却 老老实实地向他低头 莫清云和杜文玉尔人 也定会护着陈怀安 即便陈怀坚持 也必定会开口阻拦 不成想 陈怀不退让 二老也不阻拦 反倒是由这陈怀如此放肆 看着架势 摆明了是想让陈怀就此立威 这不由得让吴征心头一阵地分开 妈的 区区小辈 拿前辈立威 打算踩着前辈上位吗 岂有此理 想到此处 吴征不由露出几分狠色来 同时摆摆手指头 走上前来 既然二老不拦着 那今日便让我瞧瞧 这小辈有何本事好了 吴征冷笑着看向陈怀安 努努下巴道 你是小辈 如何斗 你来定 我也不欺负你 只要不违背武斗的规矩 随你安排 那就多谢前辈了 即使如此 你我间隔时障吧 晚辈不踩 拳脚稍训 暗器厉害些 既是向前辈讨教 还是全力以赴的好 前辈觉得如何呀 陈怀笑答道 可以 十丈是吧 吴征点点头 转身退出十丈之外 朝着陈怀勾勾手掌 来吧 让你先出手 准备好了你随时出手便是 那晚辈就不客气了 陈怀笑了笑 低头开始装填手里的左轮枪 瞧见陈怀拿出的是左轮枪 莫轻元倒是松了口气 看来陈怀也只打算吓唬一下吴征 没打算这样把吴征怎么样 之前在清潭山庄 他和陈怀已经具体试验过了 左轮枪的威力极限 只够对付弟子王级别 也就是银牌九品以下的人 且是想要杀伤银牌九品级别的高手 必须是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 以吴征的实力 若是熟知这左轮枪的威力 不说抵挡 起码闪躲是做得到的 不过吴征未曾见过 咱是不会知道 这左轮枪威力几何 吃别几乎是必然的 此刻 就只看陈怀是打算下狠手 还是精精打算点到为止了 奇观暗器 望着陈怀手中那个 颇有几分神秘的小匣子 吴征不免皱眉问道 对 机关暗器 晚辈不才 略懂些技巧设计之法 这是晚辈护身之物 请前辈多多指教 陈怀在转轮里压上三发子弹 他笑道 一边说着 一边抬枪对准了吴征 前辈当心了 我要出手了 吴征冷哼一声 脸上并不在意 注意力却是已经完全提升起来 牢牢注视着陈怀恩手里的左人枪 这东西比起他所知道的那些机关暗器 看上去小了许多 他不相信这东西能有多大威力 能让他都抵挡不下 但陈怀恩有这般底气 也说明此物不俗 小心使得万年传 见吴征已经准备就绪 注意力也完全集中了起来 陈怀方才心安 他可不想一枪打死吴征 惹来一屁股麻烦 枪口略微偏转 他瞄准的是吴征头上的顶带预官 任凭吴征反应再快 注意力再集中 银牌九品 终究是没办法在猝不及防之下 做出完美的应对的 瞄准 发射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满场高手 届时被这一声巨响吓了一跳 吴征也不例外 而就在他被这巨响惊吓 愣神的一瞬间 一阵震撼感 已是出现于他的头顶之上 玉冠碎成七八块 掉落于地上 他的一头灰发 已是纷纷散乱下来 而对头 陈怀指淡淡一笑 道理一句 前辈 承让了 殿堂之内 鸦雀无声 众人望着那一头乱发 壮若风猛般的吴征 一时间 端是说不出话来 方才听闻陈怀 说自己擅长暗器的时候 不少人的心头 都还暗自发笑 暗器门路 在江湖上 历来是有些不受待见的 不单单是因为 暗器阴狠毒辣 许多人对齐不齿 也因为暗器门路 在高手面前 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即便是天字绑高手 以精纯内力投掷暗器 最多也就能杀伤 银牌八平左右的对手 遇上一个银牌九平的 暗器打出去 都没有什么收效 对方只要反应快一些 便可轻易闪躲 遇上那些擅长画镜 亦或是硬底子功夫扎实的 甚至能够出手应接 吴征属于前者 身法厉害 即便是墨清云 杜文玉这等高手 投掷暗器 这吴征也能闪躲 但方才吴征 却是连反应都没来得及 别说躲了 陈寰的暗器 是如何击中他的 绝大多数人 都未曾瞧见 这也意味着 陈寰方才所使用的暗器 已经超过了 天字绑高手的暗器 满座之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皆是发现身边的人 脸皮一阵阵地抽搐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八十九章 哪个不服 上来挨打 一个银牌七品实力的 年轻小辈 这暗器造诣 居然能胜过天字绑高手 别的不说 只凭这一点 陈寰就足以坐在这堂上一室 封个武林第一暗器高手 也不为过 在座的 擅长暗器之人不少 但无疑不是苦练几十年 年过半百的老者了 其手头的暗器门路 怕是要对付吴征都不容易 可陈寰才多大 习武才多久 等他今后再有精进 再练上个十年二十年的 得是何等境界呀 想到此处 众人方才恍然 哪里是什么江湖传言的 陈寰是因为官职权位 才被清潭山庄和杜家看中啊 这分明是靠实力 得到这两家的青睐 吴征愣在原地 一言不发 御官被击碎的震颤 让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快 太快了 他自命已经做足防备 自视陈寰这样的小辈 无论如何出手 他都能轻松化解 可现实如何呢 他很清楚 方才陈寰对他没有杀星 没有打算真的伤他害他 莫不然 方才这一枪 对准他的脑袋打 对准他的心窝子打 怕是此刻 他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吴征用力地咽了口唾沫 再看向陈寰之时 眼中不免生出几分恐惧来 这是什么妖孽小辈啊 武林之中有这等小辈高手 别的小辈何来出路啊 瞧见气氛差不多了 莫清云方才开口道 如何呀 吴征老弟 这孩子的本领 是否能够坐在这大堂上 与我等一尸啊 足 足够 吴征咬着牙 几乎是从牙缝里 挤出这几个字来 接着朝着莫清云一抱拳 他跪拜下去 莫蒙主 方才是我口出狂言放肆了 请蒙主得罚 此时 他是一败涂地 吴征找不到更好的词 来形容自己了 之前对陈怀安 业余猜忌 此刻又出这么大的一个洋相 再嘴硬 怕是真要叫人笑掉大牙了 不必如此 这孩子 可说是我平生见过 最令人称其叫绝的小辈了 你未曾与他相识 吃些暗亏在所难免 现在认识了 今后好好相处便是 莫清云摆了摆手 他笑道 竟然看向满座众人 不知还有哪位对陈怀安有所不服的 若是有 早早提出来 今日当着大家的面解决 免得今后伤了和气 这话 莫清云说得平静 但四下众人听到耳朵里 就是另一个味道了 这话何意 这话的意思就是 哪个不服的 上来挨打 吴征可是堂堂迎牌九品高手 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前辈高人 在陈怀手中败得如此难看 谁还嫌得蛋疼 要上前去给自己招不自在啊 于是众人纷纷摇头 好似一群波浪鼓 集体成了精 瞧得此景 莫清云不由暗下发笑 而陈怀安也暗地里松了口气 朝着莫清云偷去感激的目光 得亏是莫清云想得透彻 当场帮他把话撂下 算是唬住了这些个老前辈 其实此刻 再来第二个人和他过招 这胜算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这些个老辈 没有哪个是傻子 一切银牌八品以上的高手 见过一次左轮枪之后 只要有所防备 这左轮枪都难有伤及 此刻再来人 怕是只能摸些别的家伙出来了 索性 他瞬间击败吴正的举动 足够惊人 莫清云也帮他立下了足够的威信 此刻端是无人敢再质疑他了 不过莫盟主 我等有个问题 忽然 人群中战齐名老者来 朝着莫清云抱拳问道 这小辈的本领如此之大 让他参加武林大会 岂不是有些 有些不公平 莫清云微笑着问道 那不妨听听他如何说吧 说着 莫清云便是将画风递向陈怀安 陈怀安 你看如何呀 大家伙觉得 凭你的本事去参加武林大会 有些欺负人了 你如何觉得的 晚辈向各位前辈保证 武林大会上 拳脚功夫见真章 此物乃是对敌杀气 晚辈三不会用来护害同胞的 诸位前辈大可放心 陈怀安耸耸肩 他笑道 若是前辈们还不安心 晚辈每次上台前 诸位前辈都可对我搜身厌查 听得陈怀安这话 一众长辈们方才点点头 放下心来 不用这些就好说了 只要是让他带着这等杀气上场 试问哪个小辈是他的对手啊 好了 诸位同聊 陈怀安你们也见过了 其余的事情 咱们先按下布表 先说正事 都入座吧 此事的事情非同小可 诸位还需要多上心几分 莫青云摆了摆手 众人这才重新回到各自位置上坐下来 纷纷将目光投向莫青云 带得众人坐好之后 莫青云方式起身 扫视众人 沉生说道 诸位 今次武林大会 不比以往 莫某人有一事 并未提前告知诸位 在此 莫某先向诸位赔个不是 接下来莫某要说的事情 可能会让诸位心生不悦 还望诸位能够冷静些 听我说完 一听这话 众人皆是不免眉头微皱 而莫青云的下一句话 立刻便让大殿里炸开了锅 这句话就是 今次的武林大会 燕国之人也会参加 燕国之人 惊呼声四起 煞世间 满座武林中人皆是面色惊变 陈寰也不例外 他同样地将疑惑的目光 投向莫青云 燕国与萧香国 素来不算和睦 这和平也不过是明面上的 暗地里的争斗不计其数 而两国的武林中人更是如此 几乎已经到了水深火热 一见面就要拔刀相向的程度 此事不提前说 也是为了避免武林中人脾气大 先行长麻烦 可他属实想不到 此事竟是连他都不知道 莫青云不说 杜文玉不说 就连皇帝都未曾告诉他 而就在这一瞬间 他才猛地反应过来 皇帝为何要让他低调些来 还要专门将他的家眷 护送到此 倘若真的路上高调过了头 让燕国人知晓他的行踪 这指不定 有出什么乱子来呢 敲得众人皆是惊话 莫青云赶忙摆摆手 将气氛压下来 诸位诸位 莫要着急 且听我说完 莫青云面带几分苦笑的安抚道 今次的事情 并非是临时起义 不知诸位是否还记得 我们两国武林之间的协议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沉默下来 陈桓不解 侧身问向红叶 这中间还有什么协议吗 公子不知是正常的 此事也算有些年头了 红叶压低声音 辅在陈桓耳边说道 大约二十年前 两国武林中人 曾以某些冲突大打出手 致使不少人因此丧命 甚至是直接影响到了 两国之间的和平 因此在那以后 两国武林盟主定下了一份休战协议 协议中规定 两国武林中人 不可因私事牵连到家国 即便是不共戴天之仇 也需上报武林掌权人 仅由双方协商后 以公开对决的方式来解决 另外协议还规定了 两国武林之中的小辈们 每隔十年会挑选出最强的一批 进行一场较量 华盛的一方将有权 从对方手中挑选出一侧 心仪的点击带走 甚至是各家门派之下的 不传之密 都在挑选的范围之内 因此两边对这场较量 都看得颇重 所以今年的武林大会 其实是为了选出 参加这次较量的小辈 陈寰皱眉问道 看这架势 应该是了 红叶点点头 面露难色 公子 红叶疏忽 未曾提早提起此事来 此次的武林大会 公子还是 退出 怎么可能啊 陈寰忽然失笑起来 我不过是没怎么想到 两国之间的武林中人 还有这样的协议罢了 要说参加 原本的武林大会 我还没有多少兴趣 被你这么一说 我这兴趣就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九十章 武林大会的真相 乔得陈寰兴致勃勃的模样 红叶不免地有些哭笑不得 这倒是了 单单只是武林大会 陈寰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此来更多的目的 实则是想要壮壮运气 看看有没有人 能为他解惑 告诉他速如共的来历 比武的胜负 打从一开始 陈寰就未曾放在心上 但此事 一旦和燕国之音有关 那他可就兴趣十足了 戴德场面上的声音 渐渐收敛 莫星云方才继续说道 看来诸位心中都有数了 今次的武林大会 不单单是给小辈们 一个切磋较量的舞台 更是要挑选出现而今 咱们肖香国小辈中 最为杰出的一批 与那燕国的小辈们 来上一场较量 今次 燕国那边的人 已经挑选门辈了 此来观摩武林大会 等候结果 待到我们这边的武林大会 结束以后 人选确定 紧跟着 便要开始两边的切磋交流 因此 今次咱们的小辈们 压力可谓是不小啊 孟王主 今次的规矩 也和上次一样 有人举手问道 不错 一样 莫星云点点头 上一次 咱们侥幸取胜 赢得了燕国的一侧点击 今次 他们势必有备而来 不过 诸位 大可不必担心 今次提供给他们挑选的点击 青潭山庄 会全部承报 诸位 大可不必担心 自家的点击外泄 当然了 默默人 对咱们自家的小辈们 还是有着十足的信念 今次 再次取胜 也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诸位回去以后 切记让小辈们放平心态 全当作是一场试炼就好 此次 诸位是否还有什么意见 若是没有 今日的议事先行到此 诸位先回去 通知门下小辈们 详细的事宜 之后再做商议 众人听吧 皆是摇摇头 各自起身 拜了拜莫青云 转身便走 陈寰却是一直坐着 直到大殿之内的人 七七八八走干净了 方才起身走向莫青云 走上前去 陈寰便朝主座上的二人 一抱拳 默默主 杜老 晚辈有些事情 想当面问清楚 你说吧 没外人 想问什么你只管问 莫青云点点头 晚辈想问 今次这所谓的两国比武 是点到为止的切磋 还是生死较量啊 一听这话 莫青云和杜文玉二人 结实一愣 旋即双双苦笑起来 你这孩子 总是反应快人一步 莫青云万般无奈地笑道 如你所想 今次的两国比武 乃是生死较量 也因如此 此时我万万不敢提前胜仗 老辈们都知道此事 想必之后回去了 也会各自叮嘱 自家的后生晚辈们 真正敢登台的小辈 恐怕不多 十年前那次也是如此吗 陈寰好奇地问道 也是如此 那次有不少小辈 都付出了 颇为惨烈的代价 所幸 他们守住了 我们肖乡国的荣耀 莫青云点头叹道 唉 就不知今次 小辈们是否 还能拿出 这般勇气与决心了 都是你 说实话 今日叫你过来 就是想单独告诉你 今次的两国比武 你还是莫要参与了 你若是出了岔子 我和老杜 都没法向陛下交代 啊 不 默默住这话就不对了 陈寰摇了头 笑得坦然 我是必定会参加的 不止会参加 还会亲手地 将那些个厌辜之人拿下 倘若拿不下 才真是没法向陛下交代 听闻陈寰如此说 杜文玉顿时失笑起来 老婆 我说什么来着 啊 这小子绝对不会罢休的 莫兴云意识不免摇头苦笑 想来也是 我这不是也得尝试一下吗 他们当然知道 陈寰不会罢休 只要告诉陈寰 这次的武林大会 事关萧香国的荣耀 要和燕国之人较量 那他也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也罢 猜也猜得到你小子 绝不会善罢甘休 不过有一点 你可一定要多加留心 笑过了 莫兴云方是正色看向陈淮安 他叮嘱道 今次咱们自家的武林大会 还好说 点到为止 各凭本事 这一点不必担心 但你若是真的代表 咱们肖乡武林 参加之后的较量 一定要万般留心验过那边 一个名叫尤子灵的人 他很强吗 陈寰好奇地问道 很强 强得 离谱 莫兴云一脸严肃地介绍道 那个尤子灵 和你差不多的年纪 但不知练了什么启门武功 年纪轻轻 实力却强得叫人不可思议 方才与你叫板的那个 吴征即便是他 与那尤子灵正面交手 胜负都难料啊 闻言 陈寰不免心惊 那吴征虽是被他拿下 但却是靠着枪械袭击 占了对方不清楚实力的便宜 若是正面交手 他是绝不可能打过吴征的 甚至没有办法在吴征手中 走过三五招 银牌九品和银牌七品的差距 就像是银牌七品和银牌五品一样 正面交手几乎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也基本不可能有胜算存在 亦或者更简单的说就是 战胜那人的难度 和正面打赢红也一样 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不可能 似乎是看出了陈寰的担忧 莫庆云赶忙宽慰道 不必太过担心 多加留心即可 此人虽说是实力不足 但也十分怪异 似乎实力很不稳固 忽高忽低 实强实弱 这一点 我们还在调查 咱们自己的武林大会结束之前 想必会有结果 在此之前 你只需要好好的准备 咱们自己的武林大会就行 那就好 辛苦默默住了 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点了点头 陈怀恩这才转身离去 一日清晨 所以说 我被杜老爷子算计了 是这个意思吗 陈怀 陈怀双手死死抱着被子 只露出半个脑袋了 搜在墙角 一脸的悲愤地问道 床边 红叶站得笔直 脸上却好似憋着几分笑容 是的公子 虽然说起来不太好听 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给你个任务 请公子吩咐 去厨房拿把刀 现在立刻马上 一刀铜锁拉倒了 陈怀猛地把头缩回被子里 悲痛欲绝地哀嚎起来 方才 红叶已说 他才知道 这次的武林大会 为了挑选出合适的人选 进一步参与之后的 两国武林小辈之争 各家宗派家族 都以各自为阵营 赛制 类似于淘汰赛 在这当中 清潭山众与杜家 强强联手 作为萧香武林这边的领军人 同时也是各家宗派之人 必须要挑战的对手 而他陈怀安 是这两家联合队伍中 当仁不让的领队 同时身兼领队 主力选手 队一 吉祥物 等等诸都要职 简单地说就是 这支队伍出他以外 便再也没什么人了 你老实告诉我 这到底是他们一早就计划好的 还是临时起义啊 把我当猴耍呀 陈怀安一脸严肃地瞪着红叶 公子也别太过气恼了 说实话 此时也当真怪不得莫蒙主他们 红叶普有些无奈地解释道 公子有所不知 艳国那边此次过来的小辈们 大都是习武不超过十年 但实力却尤为厉害的 那些个艳国的武林老辈们 成天吹嘘他们门下 那几个十年之内 武艺大有所成的小辈 这才让莫蒙主他们 不得不一咬牙 对此次武林大会的人选规矩 做了些调整 陈怀安猛地一拍额头 心中无比痛苦 于是调整成 我一个人打一拳 又病啊 红叶普有些尴尬的 挠挠下巴 要这么说的话 好像公子还真得打一拳 据说如果哪个门派 对自己派上场的弟子 有自信的话 是可以指派一个人上场连战 直到落败的 哎 公子 公子你怎么了 公子 陈怀两眼一翻白 仰面倒下 感觉自己要死掉了 习武不超过十年 有天赋 有实力 若是有自信 可以连战直到落败 这他们摆明了 上台 就不打算让他下来了呀 哎呀 公子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燕国那边 正大力培养年轻一代 相比之下 咱们肖像武林 其实已经落后不少了 年轻一辈中 真正能看大样的并不多 还望公子体谅 哎 好吧好吧 总之就是 这件事我则无旁贷 是这个意思吧 陈怀翻翻白眼 我去 我去还不行 辛苦公子了 这是参赛名单 请公子过目 红叶黑黑一笑 这才把名单拿出来 递向陈怀安 陈怀扫立眼 这别的倒还好 其他宗派家族 少得五个六个 多得十来个 人数不太均衡 但也在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之中 但当他瞧见自己名字时 他奶奶的 红叶 去 拿把刀来 一刀杀了我吧 陈怀一脸悲愤地咆哮道 该说不愧是 清潭山庄 和杜家强强联合的队伍 就是嚣张 别家宗派家族名单上 少说四五个人名 而他所在队伍 参赛名单上 赫然只有两个名字 杜家普系传人 陈怀安 清潭山庄 内门真传 金与同 没了 然后就 没了 红叶赶忙苦笑着安抚 公子你也知道 越是名门大派 越是看重功底扎实 十年之内能有所成的 真的没那么多 莫蒙主和杜老爷子 左挑右选 也只能够选出 这么一个人与你同去 这 当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其他的习武十年之内的 大多连银派一品的实力都上不去 去了也无用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九十一章 奇葩千千万 轻弹占一半 算了算了算了 我就不该来的 自作孽不可活啊 陈寰摆了摆手 一脸不耐烦 说说吧 那个精语童又是何许人也 既然是青潭山庄的人 你应该是知道的 知道 说起来我该叫他一声师妹 哦 师妹 陈寰眉毛一挑 那你这个小师妹如何呀 很厉害 若是他和我同事拜入门下开始习武的话 恐怕如今公子身边的护卫便不是我 而是他了 哦 有这么厉害 一听这话 陈寰方才算是找回几分精神 看来那二老也不算太坑嘛 还安排了这么一个好手与他同区 那便去安排一下吧 如此厉害 还是渐渐的好 相互熟悉一下 才好上场啊 是 这就去安排 傍晚时分 陈寰的住处 艳客的偏房之中 陈寰坐于桌旁 嘴角时不时地便会抽动一下 按理说 金与童身为青潭山庄的真传弟子 临时学到了青潭山庄的儒雅淡泊才对 然而当陈寰见到这位奇女子之后 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便开始困扰她了 这朵奇葩 墨青云从哪找来的 其实说实在的 金与童的相貌算是十分出众的 戴着些许婴儿肥的脸蛋圆鼓鼓的 颇有些可爱 扎着丸子头 一张娃娃脸 十分地惹人怜爱 模样乖巧 但是与那张脸不是那么相衬的 是一副傲人的好身材 怎么说呢 波涛汹涌的大海啊 金与童在青潭山庄诸都弟子中 可谓是一个传奇 十二岁入门 十六岁登上银牌实力 十九岁成功驾驭内力 越过银牌五品 而今年年近二十一岁 习武不过九年 这实力已经稳步在了银牌七品 除开陈寰这样 先天被人灌注内力 一经激活便一飞冲天的特力 如金与童这样的人 在武林之中大多被称为武学奇才 须知 他九年的成就 是许多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 但是常年脱离世俗的修炼 也让金与童的心性 更像是懵懂无知的小孩子 第一眼瞧见着金与童 他还想着 这定是一个胆小怕生的姑娘 却不成想 姑娘一开口 险些让他节操 当场碎了一地 不幸 比如 傍晚时分 陈寰与金与童二人 刚落足于会客厅里 摆好酒水菜肴对座 初次见面 金与童显然有些怕生 于是小心翼翼地问候 那个 你好 他挠挠头说道 师父说 从现在起 我们就是搭档了 不过这种事情 我从来没有做过 还是第一次 所以 请你温柔一点 陈寰盯着金与童 胸中一闷 那什么 你说说看吧 你我搭档 有些什么要求 另外 木蒙主那边 可有什么交代啊 陈寰一边问 一边端起酒杯 鸣了一口 师父说了 凡是和你商量 你可一意孤行 但若是晚上 你要拉着我 睡在一起的话 要先拒绝 考虑好了再答应 金与童 眨巴着一双 水灵灵的眼睛 一脸严肃地答道 不过我看你不像坏人 应该不会 抢走我的枕头 所以可以不用拒绝 一听到此处 只听陈寰扑的一声 金与童常年远离世俗 心思稚嫩了一些 他倒是早就想到了 只是他未曾想到 这金与童会稚嫩到这个程度 叫人说不清楚 这该称之为镖子 还是二货呀 擦干净嘴角 陈寰索性把酒杯推得远远的 不敢再碰 竟然放平心态 追问道 那你跟我说说 你都擅长一些什么吧 既然要合作登台 总归是互相了解一下的好 到时候才好配合呀 金与童只向自己下巴 陈思好伴上 方才作答 师父说 想在武学造诣上 有所建树 要做到心境平和 心胸宽广 有道是有容乃大 这倒是没错 可这好像不是我问的问题吧 是你问的问题呀 金与童一脸无辜的模样 看看陈怀安 双手托住了某些傲人的部位 上下抖了抖 这还不够大吗 就听陈寰嘴里 再次发出扑的一声 这次喷出的不是酒 而是血了 够大了够大了 名不虚传 陈寰捂着胸口 强忍胸闷 用尽全力地问出最后的问题 我是想问 你有没有那种 就是那种有名字的 很厉害的招数 什么大鹏展翅 黑虎掏心之类的 啊 你说这个呀 早说嘛 有的 有的 金与童这才终于听懂了 陈怀安的意思 她点点头 脸上不由生出几分自豪之色来 瞧见金与童这般神色 陈怀安终于长出口气 看来 她终于是明白过来了 瞧得金与童那一脸 颇为自豪的神色 陈怀也不免生出几分期待来 毕竟 这金与童 可是青潭山中的真传弟子 所学的东西 和寻常俗家弟子可不一样 乃是青潭山庄 代代相传的顶尖武学 别人是不同凡响的 加之金与童对其如此自豪 可以想象 这招数必定是十分厉害 十分精彩 想到此处 陈怀安方才松了口气 重新端起酒杯 打算咽一口酒 压一压方才胸中的闷气 一口酒 方才送进嘴里 并听得金与童自豪地拍着胸脯 她笑道 师父之前教过我 青潭山庄 代代相传的青潭本经 里头的绝招可厉害了 我想想 叫什么名字来着 金与童接连思索好几次 让陈寰更是颇感好奇 青潭本经 她是听说过的 在武林中 可是颇为有名 共有欺骗 青潭山中的俗家弟子 只能学习前三篇 即便是红叶 也只学到第五篇 而金与童 可是全部七篇都会的 叫官 嗯 官什么来着 官阴 哦 对了 金与童双手一拍 好似恍然大悟 猛得想起那个名字来 叫官阴坐帘 噗的一声 只见陈寰仰面倒地 连人带椅子翻倒在地上 两眼一翻白 半截舌头搭了出来 这气息只静不出 不出意外的话 大概是死掉了 隔着武林大会 正是开始的时日所剩不多 一时间 来自各地的武林中人 无论是参赛的 还是来围观的 皆是陆陆续续地 赶到江流郡 一时间 江流郡中各处 大大小小的客店住宿 皆是人满为患 而就在这一日 武林大会的开幕仪式 如期举行 仪式的举办地点 被定在了 封烟阁的门庭之中 作为时下武林之中 堪称最盛大 也最隆重的赛事 单单只是开幕仪式 就已经吸引来了 无数的人 清晨 太阳都还没有 完全升起来 封烟阁中 便已聚集大量的人群 有武林中 德高望重的老辈高手 也有前来凑热闹为官的 市井百姓 此来 只为亲眼目睹 当今 肖乡武林之中 堪称得上是 黄金一带的 顶尖小辈们 哇 好多人呀 金一带睁睁大眼睛 四下张望着 忍不住惊呼出声 她东看看西看看 跟个好奇宝宝似的 看什么都新鲜 平日里 她绝大多数时间 都在清寒山庄 清静修行习武 这种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 她可是几乎没有机会见到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九十二章 谁还不是个齐天大圣呢 陈寰一脸淡然地 走在其身旁 把脸埋得很低 尽量不让别人注意到她 倒不是因为低调 也不是为了 不在燕国之人面前露脸 这些她不在意 本就要上台 低调是不可能低调的 而燕国的人 她巴不得赶快找上门来 来一个 便弄死一个最好 她低头 完全是因为墨青云和杜文玉 两个老顽童 把她打扮得太过离谱了 平日里 无论是在朝堂上 还是在生活之中 无论是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她都很少刻意打扮自己 除非是真要代表国家颜面 否则是很少精心装扮的 但今日 却是装扮得尤为骚包 此刻的她 一身几乎是贴身裁剪 严丝合缝的火红长袍 肩上披着一席 飘逸洒脱的流云斗篷 腰间勒着一条 烤旧的腰带 瘦面吞口 十八块鸽子蛋 那么大的清浴 完美地围成了一个圈 她腰里挂着一块无精牌 乃是杜家的身份信尾 然而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她是杜家府上的 朴系传人 地位非同凡响 头顶原本的清浴发官 也被换成一顶 有两根细长凤翅 镶着玉珠的铜棺 无青面纱 遮住半张脸 却又颇为透明 全是个装饰品 一眼就能看清她的真容 随身的配刀 倒是不用替换 唐刀本就雍容华贵 配上这一身十分搭调 被颇为严谨地挂在腰间 刀柄还挂着碎 橘金色的剑碎 随风轻摇 而她一手扣着刀柄 一手捏着斗篷 看那么样 端是威风凛凛 只差一杆方天化己 便是《三国无双》里的吕凤仙 或者来根棍 那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按照莫青云的说法 这是她应有的排场 习武之人 就要有习武之人的样子 尤其是你 作为新一代的领军人 岂能随性拉他 要端庄 莫青云如是说道 而她身边的金与彤 又是另一个风格了 一身颇为炫彩的裙装 活脱脱的像是牡丹盛放 青纱裙摆 如同烟云飘摇 远远看着 简直就像一朵七彩祥云 在人群里飘过来 飘过去 所以说 她其实真敢拿个棍 让自己看上去 更像孙悟空 毕竟连金斗云 都给她准备好了呀 于是这两个人站在一起 毫无意外地 吸引了大量好奇的目光 就好似小孩子去动物园 瞧见两只雪白雪白的草泥马 并拍着吃草一样稀奇 陈寰自命脸皮不薄 还算是能够接受一些 比较羞耻中二的设定 还算是能够接受 旁人好奇的目光 毕竟也是穿过浴室服 坐过金路车的人 什么场面没见过 但此刻 她却是恨不得 找条地缝钻进去 最起码把脑袋钻进去 二人一路走 这四下里 响起一路的惊叹声 哇 好漂亮的姑娘啊 这好像是 青潭山庄的那个金玉桶吧 哇 这二人好隆重的装束啊 看来青潭山庄和杜家府 十分看重今次的武林大会啊 快看快看 那个好像就是那位杜家的谱戏传人 还是朝中大远的 陈寰安陈寓是吧 啊 脸红了脸红了 好可爱呀 小声点 别人可是大人物 岂能如此放肆 啊 不过真的好可爱呀 陈寰咬紧牙 捏紧拳头 这才体会到 什么叫做公开处刑 生不如死 原来社会性死亡这种事情 是真实存在的呀 索性没走多远 他便瞧见了 其他来自肖乡各地的武林中人 那些个前来参赛的小辈们 也是差不多的扮相 不过没他这么隆重而已 青色的制服 倒是看着颇为打眼 有的骚红 有的骚蓝 有的黄澄澄 有的绿油油 甚至还有一群 机油扎实的壮汉们 一身娇艳的鸡老子 瞧着这一片五光十色 陈寰方才暗地里松了口气 站在这群人当中 他好像也就没那么鲜艳了 哎呀 我真是信了莫蒙主的邪了 要是正式登台的时候 再传这么一声 我他们名字倒着些 陈寰抬手扯下面罩 嘴里骂骂咧咧的 却不成想 扯下面罩这个动作 叫四下里 那些个看热闹之人 看在眼里 尤其是被那些个青春少女们 看在眼里 那叫一个激动啊 当场发出了一阵 好似开水壶烧开水的尖叫声 震得陈怀安 头晕眼花 小片刻的功夫 来自各方的参赛小辈 皆是到齐 开幕广场的正当中 早已搭建好的高台之上 各方名门大家长辈们 方才集体亮相 走在最前面的 除了莫青云和杜文玉 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辈之外 另有一位雍容华贵 面色端中的美妇人 乃是这封烟阁的主人 长辈们的出现 让现场迅速安静下来 当得领头几人 走到正当中之时 会场也是彻底安静下来 所有目光 都朝着老辈高手们 聚集过去 莫青云走上最前端 轻轻嗓子 双手附在身后 朗声地笑道 来自各方的后生晚辈们 武林大会近在眼前 你们可都准备好了 莫青云的话 引得台下小辈们 一阵地欢呼 但欢呼声 很快就变成了唏嘘声 怎么说呢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领导讲话 从武林大会的规矩 说到对小辈们 未来的展望 从武林人士和谐相处 说到肖乡武林 勇士长存 前前后后 足足说了半个时辰 以至于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搭了脑袋 衣服快要睡着的模样 陈寰双手还胸 索性盘腿坐于地上 等得百无聊了 而金与彤 更是在一旁 动弄起了飞来的蝴蝶 根本没有去听 莫青云在说什么 以上 希望你们这些小辈们 能牢记于心 那么接下来 正式开始 此次武林大会的抽签分组 莫青云这话一出 满场小辈们 方才好似瞬间满血复活似的 纷纷抬起头来 历届武林大会的抽签分组 都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事情 即便是那些个 对武林中人 不那么熟悉之人 都能很清楚地分辨出 小辈当中 谁强谁弱 谁是值得期待之人 很快 抽签的木箱子 也是搬上台 小辈们逐一登台抽签 算不得有多快 却是井井有条 不一会儿 第一个高手出现了 旁人上台 台下小辈们 大都没什么表情言语 但轮到此人 一身穿着 电青色长衫 手里握着 折纸扇的青年 走上台时 台下互相闲聊的人们 都如商量好的一般 立刻安静下来 将所有注意力 都投向那个年轻人 那就是星月阁的 乌马素吧 你看他的步子 看似随意 却轻若无物 轻功了得呀 可不是嘛 星月阁修在万丈局壁上 哪个门徒不是轻功超凡呀 听说他已经练成银牌七品了 这么年轻就如此厉害 谁要是碰上他 谁可就倒霉了 人群中的议论声 让陈寰迅速认清此人的身份 抽签的规矩倒是简单 上去抽个号码 从甲一排到以九十九 单数为一个半区 双数一个半区 然后甲一对以一 甲二对以二 按照号数对阵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293章 手在茅房里开过光吧 乌马素上台去 一伸手 从木箱里抽出了一块 写着甲二十一的号牌来 让所有抽到双数号牌的人 都长长地出了口气 紧随其后的便是陈怀安 不过相比起乌马素上台时 几乎所有人都投去目光 陈怀上台时就显得没那么被重视了 毕竟绝大多数人 并不关心他这么一个来自朝堂的人 也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以及他昨天出手力压老前辈的事情 对他这么一个在武林中 名不见精壮的后辈 并无多大兴趣 陈怀从木箱中抽出手来一看 嘴角立刻抽动了两下 以二十三 若是没记错的话 之前抽到甲二十三号的 好像是哪家名气不算很大的门牌 名气虽不大 但好像报备参赛的是七个 还是八个人来着 瞧见他的号码 台下立刻就有人发出了 窃喜偷笑的声音 诶 这人是谁啊 运气真差 一个人上台 看样子来人不多 却抽到数量颇多的对手 看来是第一场都走不过了 不见得吧 这人好像是叫 陈怀安 听说挺厉害的 陈怀安 不会吧 就是那个和莫盟主交过手的陈怀安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啊 不对 就是他 之前在水关前 我就瞧见过他 莫盟主和杜老爷子 都颇为关照他 是他没错 最后以那惊呼声 让人群陷入一片哗然之中 一时间 陈怀安之前的诸多事迹 可谓是立刻被搬了出来 什么曾和武林盟主 莫青云交手 平分秋色 什么被曝出是杜家朴系传人 身怀杜家绝血 甚至出现了 民间魔改过的版本 说他曾经孤身以人杀入燕国 大杀四方后 全身而退 人送外号 浴血战神什么的 陈怀是越听越觉得离谱 只好捂着脸退下台来 抽签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倒是确实让陈怀认清了不少同辈之中 鼎鼎大名的高手 星月阁的乌马肃 丰烟阁的少阁主 左丘青瓷 绍安堂的真传弟子 严晶等等 草草算来 银牌七瓶以上 在武林中颇具声望的 有十来号人 当然 金与同也在其中 但另一人就些沮丧了 诶 三无兄 这是怎么了 怎生无精打采的 陈怀一眼瞧见了 刚下台的三无道长 他好奇地问道 三无道长就像一个 双打的茄子似的 搭着着脸 一脸的绝望之色 唉 还能怎么了 出道个厉害的对手呗 三无道长苦笑着 展示自己的号牌 甲七十三 陈怀瞧见这号牌 立刻明白了三无道长的心情 他的对手 已七十三号 那可了不得 那人名叫郑月秋 是个颇为冷艳的冰美人 也是此次 萧香五营大会的夺冠大热门 据说那郑月秋 已经是银牌八平的实力了 许多老辈在他面前 都要留心几分 真动起手来 不少老辈还颇有些敌不过他 极为厉害 倒是不成想 三无道长 第一场就对上他了 好家伙 三无兄 你这手 在猫坊里开过光吗 陈怀却有些无奈地苦笑道 三无道长那两下子 他可是清楚得很 别说是什么厉害的路数了 连像样的武学招数都不会 话虽伤人 但不得不说 三无道长此来武林大会 当真就是走个过场 体验一下氛围 是个凑数的 上来就遇上夺冠大热门 这运气也真是没谁了 二人正聊着 便闻人群之中 传来一阵颇为热气的呼声 抬头望去 不远处正有一生得颇为养眼的女子 青丝极腰 面若冰霜 带着目空一切的气场 朝他二人进步走来 那就是他了 三无道长 普有些无奈地挪挪下巴 他苦笑道 哎呀 我这真是背呀 怎么一上来就遇到这种高手 看来 我是连第一轮都过不去了 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台下 看陈兄你的神勇表现吧 尽力就好 毕竟 哎 这女人 好像是朝我们来的 陈寰正要安慰几句 却见那郑月秋 竟是单手掐着腰枝 脸部轻仪 朝他骂人直直走了过来 目光直直朝向他 看着 眼神像是来找茬的 哎 你们看 郑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 好像是去找人吧 哎 那家伙不是 是那个陈怀安 人群中传来一阵惊呼声 陈怀安眉头微微一皱 下一刻 已是一阵相风 扑面而来 那郑月秋 三两步走上前来 似是为了表明来意 直直走到陈怀安面前 方才挺足 而后先行看向三无道长说 你是我第一场的对手 劝你还是弃拳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郑月秋的话音很是冷烈 听不出半点温度来 倒是能听出满满的自负语不屑 三无道长并未答话 也没有答话的底气 只好咬咬牙 默默站在一旁 见三无道长不说话 郑月秋又把目光投向陈怀安 你就是陈怀安 郑月秋须眯着眼 正在陈怀身上 上上下下打量了片刻 似是有些失望地摇了头 看来谣传终归是谣传 有几分底蕴 但也不过如此罢了 陈怀嘴角扬着几分 略带挑衅的笑意 她笑闻道 哦 不知姑娘你是从何处 听了什么关于陈某的谣言 让姑娘你专程跑来 找区区陈某当面确认呢 郑月秋说了一声没什么 摆摆手 转头便走 你也一样 早些弃拳吧 你我同在一个半区 你要是运气够好 混过前几轮 兴许会遇到我 你也打不过我 省得到时候 被打得满地找牙 陈怀安下一笑 倒是并未多么在意这话 打不过 郑姑娘 你说笑了 没准真打起来 满地找牙的 就是姑娘你了 但她不在意 却是有人在意 这位姑娘 请留步 一声略带几分 不怒的呼声 让她郑月秋 转过头来 便瞧得 晴秋言 不知何时到了 正撒开 陈寰的阻拦 走上前来 这位姑娘 未免有些 太目中无人了吧 莫不是姑娘自觉 这武林大会上 已经无敌了 晴秋言的面上 并无怒色 但这话音 却是能让人明显 听出怒意来 两女相争 顿时影的周围 诸多人的围看 郑月秋 他们都认识 但却几乎 无人认得 晴秋言 不知这二人 究竟是为何争了起来 只觉得两个 都是大美人 如此针锋相对 似乎是因为一个男人 立刻勾起了 不少人的兴趣 嗯 不会武功 郑月秋皱着眉 在瞧见晴秋言 根本不会武功之后 脸上的不屑之色 便更是显著几分 接而又瞧见 陈寰有心阻拦 立刻心领神会 哦 原来是家中妻妾 护短来了 哼 需要女人将你 护在身后 便可看得出 你当真是配不上 你的那些名气 管好你的女人 闲杂之人 少来凑热闹 否则 休怪我不客气 说罢了 郑月秋 转头便走 只有他一阵 叫人咬牙 切齿的冷笑声 青秋言 气得牙根痒痒 秀着实 无从发作 伟师说来 此情此景 可不是他能随意发作的 莫不然 怕是免不了惹的 大打出手了 忽有一只大手 颇温柔地 按在他的脑袋上 便听陈寰笑道 乖 不生气 咱们秋言那么漂亮 可千万不能和 尖酸刻薄的 深闺怨妇度气 莫不然气得同他一样 满脸都是褶子 可就不好看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九十四章 深归怨妇说你了 陈寰的话音不大不小 但刚刚好的 能够让郑月秋听得清楚明白 你说什么 果不其然 一听这话 郑月秋立刻皱眉转过身来 眼中带着满满的怒涩 直直瞪向陈怀安 他力声鹤温 其身上衣袍突兀的一响 显已是动了内力 欲要动手的模样 这一举动 可谓是吓坏旁人 赶忙猛地闪开老远 内戏一动 衣袍作响 这是银牌七品以上高手 才有的本事 摆开了架势 这内力开始发挥作用 一举一动 都有惊人力道 手足一挥 一山烈烈 一看便知 这郑月秋动了真火了 不少人心头皆是叹息 看来陈怀安 竟是要倒大霉了 然而陈怀安非但是不避讳 反倒是愈发紧逼 我说深归怨妇满脸褶子 关你屁事啊 你是自觉是一个深归怨妇 还是自知脸上全是褶子 跟个鬼似的呀 只瞧见陈怀冷笑一声 毫不客气 身上一时一袍清晓 脚下一步踏出 站稳架势 周遭众人再是猛的一惊 那气场 可丝毫不比郑月秋来的差 甚至是将那郑月秋的气场 给压低几分 还不客气 你不客气可给我瞧瞧 你今天敢碰我家邱炎一根头发 别说参加武林大会了 你得被人抬着回去 你不是挺无敌的吗 可别被淘汰太早了 到时候我亲自送你下台 这话一出口 别说是旁人了 就连晴秋炎都不由得一愣 心说陈怀平时挺温柔的呀 怎么今日动这么大火去 而这一举动 梁郑月秋察觉到他的不凡 脸上神色不经微变 之前他打量陈怀时 可并未察觉到 陈怀身上有如此深厚的内力 换言之 陈怀能将这股内力 把持得很好 不想外露 便绝不会外露一丝一毫 说是如臂实质 也不为过 能将内力 拿捏得如此精妙 足以可见 陈怀已有资格 被称之为高手了 比起许多大名鼎鼎的小辈 强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但这 仍是不足以被他放在眼中 在他眼里 陈怀终究是差他太远太远了 哦 原来是有高人传功 难怪底气十足 陈怀安是吧 很好 我记住你了 郑月秋嘴角微扬 脸上的轻蔑 削减几分 却也是并未散尽 但愿你能兑现今天的狂言 不过我估计 你连第一场都过不去 收人传功 捡钱人的便宜罢了 说到底 不过是个无能之辈 还是先想办法 走到我面前再说吧 行啊 等着呗 到时候被淘汰了 可别恕我不留情面 好走 不送 陈怀挪挪下巴 便是不在大理正月秋 转身拍了拍三无道长的肩膀 一把牵起晴秋元的手腕 转身便走 留得四下众人 忍不住发出一阵感慨 这陈怀安 真是好大的脾气啊 晚上之后 陈怀居所之内 怎么样 开幕守站 有没有信心呢 墨青云一脸 见兮兮的笑容 拍了拍陈怀的肩膀 问道 墨墨主 你觉得 我是直接奔放点 告诉你 我有信心比较好 还是应该先围组一点 问问你这个 所谓的白衣堂 究竟什么水平 陈怀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反问道 他料到了 墨青云这些老辈 想让他早些出场 但却没想到 这些老辈们这么积极 大概是看过 他之前在宴堂上 丽亚老辈的表现之后 个个都对他 满怀期待的缘故吧 他虽是已23号 但却是第一个上场 开幕是第一场较量 就是他和那个白衣堂 报名参赛的 八名门徒的比试 什么水平 你还不清楚 凭你现在的实力和眼力 不是扫一眼就能明白吗 不过你得注意一点 对你 我们这些个老辈 就一个要求 既然是第一场 又是燕国之人看着 就一定要赢得漂亮 赢出我萧香武林的风采 得得得 有话呀 您直说 陈怀赶忙打断了 墨青云的长篇大论 免得又要听上一个时辰 宇童不出手 只你一个人动手 一煮箱之内 解决战斗 墨青云严谨一概地笑道 我申请骂一句脏话 涉及到家眷那种 不回 你有半个时辰准备 快去吧 会场很快就布置好了 你家娘子那边 已经交代好了 到时候一炷香打不完 今晚你就等着睡地板吧 墨青云颇为放肆的大笑道 说罢了 起身便走 惹得陈怀好一阵地哭笑不得 不过转头一想 这也怪不得这些老辈 倒不如说 即便没有这些老辈们交代 第一场 他都不得不这么做 正如墨青云所说的那样 现场 有艳国之人看着 旁人不清楚 他却是最清楚不过 就他忌惮那位怪先生一样 艳国的人 对他陈怀安 也抱着十足的忌惮 这第一场较量 乃是他第一次 在武林中人面前公开亮相 也是第一次 在艳国之人面前公开亮相 若是拿不出压倒性的胜利来 对自己人而言 无非是觉得 他名不符实 没那么厉害罢了 但放在艳国人的眼中 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得赢 还得赢得漂亮 莫不然 丢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脸 时间不长 便是有封烟阁的门徒前来 告知他会场已经布置妥当 细细一问 陈怀安方才知道 对方在这一场 把全数八个门徒 都给派上台了 这不免让他好一阵无奈 却无处发作 这是此次武林大会的规矩之一 允许以多胜少 武学奇才 毕竟也不是大白菜 不是每家门派家族都有 那些个缺乏顶级天才的宗派家族 只能在数量上取胜 尽可能多派上几个门徒弟子 在面对那些个顶级天才的时候 才不至于输得那么难看 当然了 对方提出团战 他便也可以多人上场 金与彤和他一起上场 只不过应了莫清云的要求 不动手 在一旁看着罢了 行之会场 四下人群早已落座 正当中围着一方杖许高 长宽皆有十余杖的擂台 颇为宽敞 瞧见他入场 人群中立刻传出一阵呼声 浴血战神陈怀恩的故事 不知道从哪个贱人嘴中传了出去 此刻也是传遍人群 瞧见他出场 欢呼声立刻响了起来 而对方八名身穿白衣 看上去训练有素的年轻小辈 也是齐刷刷地站在擂台之上 陈怀也不含糊 脚下一发力 便是展开轻弓 纵身而起 稳稳落在擂台上 陈怀的目光 在对面的十二个人身上 一一扫过 没扫过一个 脸上的无奈之色 便是显著一分 三品 三品 四品 三品 五 啊不对 还是四品 陈怀越看越尴尬 我怎么感觉有内幕啊 一会儿我们怎么打 对面人不少 静语童有些小激动 扯扯陈怀的衣袖问道 显然 他并没有能理解 莫清云的意思 莫蒙主的意思是 你在一旁看着就行了 不必出手 陈怀恩摆摆手笑道 那我岂不是很无聊 不行不行 你得给我找点事情做 文言 金与同利可不干了 一脸严肃地看向陈怀恩 那要不这样吧 猪迷藏 你还当鬼 就站在这里别动 从一数到一百 你就可以睁眼来找我了 如何 陈怀恩怂怂肩膀 一听这话 金与同的脸色 才好看了几分 好呀好呀 那你喊开始吧 你喊开始 我就开始说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九十五章 我跟你说啊 我特敏感 双方行礼 其余人 离开擂台 随着裁判出声事宜 双方行过礼节 这场比赛 便是正式拉开序幕 我是不是可以开始数数了 金与彤扯着陈环衣袖问道 数吧 偷看是小狗啊 陈环淡淡地笑了笑 带着金与彤 闭上眼睛 开始数数 方才转身看向 那八名白衣堂的门徒 诸位 对不住了 恐怕得让你们几位 受点委屈了 陈环心头 暗自抱歉道 那八名白衣堂门徒 瞧见陈环迟迟不动手 满心都想着陈环是忌惮他们 当即开始喊话道 对面的那位 我们知道你名气不小 但是我们有八个人 就算你再厉害 也不可能 你要干嘛 虽是听见了不少奇怪的声音 但金与彤仍是没有睁眼 依旧老老实实地闭着眼数数 小片刻的功夫 私下里变得安静许多 金与彤也差不多数到了一百 睁开眼 却瞧见陈环 并没有如约躲起来 反倒像是刚打扫完屋子似的 拍着双手灰尘 朝他走来 不是说好捉迷藏吗 你怎么没有躲起来 金与彤嫌有些不乐意了 气鼓鼓地看着陈环问道 抱歉抱歉啊 这里太空旷了 没什么地方可躲啊 陈环耸耸肩 他平静地笑道 你找到我了 下次我来当鬼 你来躲 金与彤这才点了点头 他并未留意到 在陈环的背后 那八名白衣堂的门徒 正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吐着半截舌头 两眼翻白 也不晓得是否还活着 裁判 我抗议 这个小辈不讲武德 他这根本就是在杀人 眼看着自家门徒 被陈环一顿胖揍 白衣堂领队的老辈 终究是坐不住了 他站起身来 冲到擂台边上 指向陈环大骂道 却是话音出口之后 才猛地发现 场边的裁判 此刻尚且还满脸呆着的神色 嘴角一边抽搐 一边望着台上的陈怀安 半赏说不出话来 不等裁判开口 反倒是陈怀先回头笑道 这位前辈大可放心 晚辈手头自有轻重 贵门的列位兄台都无大碍 不过得好生歇息半日了 比我而已 都是自己人 我岂能下死手啊 这话 怼得那白衣堂领队 哑口无言 是啊 在场那么多高手 谁又看不出来呢 陈怀哪里是放水啊 分明是放河 放江 放海 自始至终 陈怀只凭借身法 快速穿梭于几人之间 每次出手 都无比精准击打在 对方的下巴 或是颈尖 发力不轻不重 刚好足以将对手击晕 而不致伤残 解决八个人 只花了他不到一百秒的时间 一柱武林人士 惯用的青檀香 这才少了三分之一都不到 听见白衣堂领队的骂声 这裁判 方才猛地回过神了 赶忙上台 确认白衣堂的门徒们 全部平安无事 方才举手失忆 宣判陈怀一方 或者说 陈怀个人的胜利 下方席位中 静悄悄的一片 没有欢呼 也没有掌声 九成九的人 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真是太快了 一一敌八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 这会是一场恶战 陈怀会无比艰难 不被逼得用尽手段使出权力 绝无获胜的可能 但事实确实 别说什么绝招手段了 白衣堂的八个人 连陈怀的三成本事 都没逼出来 这对于武林众人而言 还算是能够接受 毕竟陈怀明面上的实力 就在银牌七品 而白衣堂的门徒们 普遍是在银牌五品以下 一一敌多 不是什么难事 但对于不了解内情的 看客们而言 这样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说好的第一场只是热场呢 说好的得冠大热门 是那些什么郑月秋 乌玛素呢 这又是何许人也 而这一场 尤其是让那些个参赛的 小辈高手们无比失望 他们对于彼此了解都不少 唯独对陈怀安 可谓是一无所知 只知道从名分上说 陈怀是度假谱系传人 用的应该是度假的武功 但实际上 从这一场 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只能得出两个简单的结论 陈怀内功和轻功 接触上乘 银牌七品的水准 没有水分 另外 陈怀估计医术也不浅 十分熟悉 人体的经络穴位之类的 除此之外 看不出别的东西来 这绝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一个未知且强大的对手 是最可怕的存在 此刻 陈怀安的存在 无疑像是一根尖锐的钉子 钉在了每个参赛小辈的心头之上 直到好伴上之后 不知是谁率先发出掌声 紧跟着 才有数不清的掌声 如潮水般涌来 让整个会场变得喧嚣起来 观众席上 瞬间爆发出议论声 有人惊疑 有人感慨 有人赞叹 一切皆有 反倒是陈怀安 好似对这不感兴趣似的 领着金与彤转身便走 留给人们一个酷毙的背影 不出所料的 赢得场中不少正值青春的少女 一阵的尖叫 除了会场 陈怀并未着急打道回府 而是领着金与彤 走进会场之外的凉亭之中等候着 我们不走 金与彤没好气地问道 不急 我们是第一场 三无兄就是第二场 应该很快的 等他打完了 咱们一起回去 陈怀靠坐在凉亭中 平静地笑道 他估摸着三无道长 过不去第一轮 等等也好 免得三无道长输着笔试 万般沮丧地出来 一个人孤零零回住处 想想也怪可怜的 似乎是等得无聊 金与彤忽然看向陈怀安 做贼似地压低声音说 你刚才动手打人的时候 其实是刻意压着内力的吧 你身上的内力 是出生的时候 高人传功得来的 怎么 哪里不对劲吗 陈怀点点头 竟然好奇问道 没 只是感觉到 你身上的内力 很是浑厚 但你用起来 缺小心翼翼的 想来 是没能完全掌控 金与彤答得很是平静 却想陈怀 不免有些惊讶 倒不是惊讶于金与彤能看出这一点来 而是惊讶于金与彤这好人才 既然也能这么正常地和她讨论问题 但没等到惊讶完 金与彤的下一句话 便是让她险些被一口老血给呛死 你别看我没你那么聪明 在敏感度这一点上 你可比不上我 金与彤拍着胸脯 一脸自豪地说 我可敏感了 跟我做过的人 都是我特别敏感 做 做过 陈怀 陈怀嘴小忍不住抽搐起来 嗯 我从小就和师父一起做 也和师兄弟们做 还有那些来清潭山庄求学的 踢馆的 都做 哦对了 还有你的那个侍卫 红叶师姐 也做过 金与彤点点头 像是回忆起什么美好的事情 一脸满足 竟然看向陈怀安 她笑问道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们也来试试吧 我跟你说 我可厉害了 陈怀的嘴角抽出的幅度更大了 你可别说了 再说下去 哎 不对啊 陈怀猛地回过神来 你说的做过 是做什么呀 切磋武功呀 金与彤一愣 眨眨眼睛 歪头看向陈怀安 不然 你以为是什么 我 我以为是 做饭烧菜呢 你看你这闹的 陈怀有些尴尬的挠挠头 黑黑一笑 蒙混过关了 想来 以金与彤那过人的智慧 是无法理解她的意思的 正当她打算说些什么 缓解尴尬之时 忽然瞧见 一群穿着衣冠服饰的人 正用木架抬着什么人 急匆匆地 从会场里冲出来 木架上躺着之人 满脸皆是痛苦之色 依侧手臂竟是被生生打断 断骨 已然刺破皮肤 露出皮肉之外 细看之下 那不是旁人 正是三无道仗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二百九十六章 怎么打 这样 瞧见此景 陈寰顿时怒上心头 武林大会上 拳脚无眼 受伤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年轻小辈手里没有轻重 打断一两根肋骨 打断手脚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就是收手不及时 亦或是手头失了轻重 打断骨头 也是极限了 若是如此 也算是无妨 学艺不经吃了苦头 怨不得人 但再莽撞的小辈 自知失手伤了人 也会立刻收手 可三无道长的伤势之惨烈 绝非是意外所知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分明就是丝毫没有收手 摆明了 就是要打断他的手臂 三无道长的对手 本就是今次的夺冠大热门 郑月秋 郑月秋本就是银牌八品的实力 别说是三无道长了 其他几个呼声极高的小辈 对上郑月秋都会无比吃力 凭他的实力 对付三无道长 三成功力都嫌多 但他却丝毫没有留守的打算 出手也并无半分怜悯可言 难怪这一场打得这么快 陈寰赶忙招呼金玉彤跟上去 方才要走 却是忽然被身后传来的谈笑声 给留住了 转头望去 便瞧见一群人 粗拥着郑月秋走出来 男女皆有 凑在郑月秋身旁 好似一群哈巴狗似的 点头哈腰 只为能让郑月秋多看一眼 而郑月秋走在正当中 可谓是一喜风发 脸上满是傲然之色 看得出来 此刻他正颇为享受这样的簇拥 玉彤 辛苦你跑一趟了 你先跟过去 看看三无兄如何了 我马上就过来 陈寰头也不回地交代了一声 金玉彤没有答话 只是默默点点头 转身就走 凭他的智慧 没法理解陈寰此时此刻的心情 但他明白 陈寰生气了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但他却十分清楚 每当陈寰头也不回地交代什么事情的时候 必定是生气了 不会再转头笑看着谁 也不会用平和语气 与人商量 他只会头也不回地抛下一句没有商量的话 然后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没人能拦得住他 赵姑娘 刘布 陈寰走到路中间 抬手拦在郑月秋面前 敲见拦路的是陈淮安 郑月秋脸上立刻浮现出几分冷笑来 怎么 来替你的废物兄弟讨说法了 一边说着 郑月秋一边双手换在胸前 他冷哼道 他要是有你一半的本事 也不至于说得那么凄惨 一朝就惨败至此 这种人 恋武何用 说起来 他其实该感谢我 感谢你 陈寰双眼微虚 沉声问道 对 感谢我 郑月秋怂怂肩 他该感谢我 废了他的手臂 断了他继续习武的念头 今后做些别的事情 也算是不必荒废年岁 照这样算 他自然应当感谢我 哦 明白了 你断了他习武的念头 其实是为让他今后过得更好是吧 陈寰露出一脸恍然之色 仰面笑道 言之有理 有你这话 我也就安心了 之后若是遇上 陈某也一定为郑姑娘着想 费了姑娘武艺 好让郑姑娘你今后过得好一些 放肆 竟敢这样跟郑小姐说话 陈寰话音刚落 一旁粗拥着郑月秋的哈巴狗们 当即便是不乐意了 其中一号看上去颇为壮硕的家伙 挺直胸膛走出来 一把便攥住陈寰的衣领 握拳怒骂 立刻给郑小姐赔礼 否刘怪我打断你满嘴的牙 怎么打呀 陈寰冷眼扫了一眼那人 没等那人反应过来 也是一拳甩在那人脸上 这样 待着那人仰面倒在地上 陈寰方才笑稳道 纳斯双手捂着脸 在地上左右打滚 嘴里立刻渗出血墨子来 两颗断牙 立刻叫他吐了出来 私下里 簇拥着郑月秋的一群人 皆是颇有几分愤慨 却没有一个赶上前出头的 之前陈寰在台上 一滴八的场景 那是所有人都瞧见的 此刻叫他随手放倒的 亦是一个银牌无品上下的家伙 余下的这群人 可没有那么大勇气 扑上来出头 郑月秋的脸色 此刻也变得有些不太好看了 他本想着 身旁这些人会出头 围了陈淮安 管叫陈寰吃些苦头 却不想 反倒是这群人被陈寰给镇住了 他不能出手 这一点他很是清楚 陈寰的身份地位颇为不俗 不仅仅是在武林之中 在官场上也是一号人物 不在擂台上 私底下敢对陈寰动手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即便是他的家族宗派 也不敢轻易去招惹 罢了 懒得跟你们叫吧 陈寰摆了白手 转身要走 郑姑娘 你今日所言 陈某会好生气着 来日你有在擂台上相遇 自己留心些吧 陈某言出必行 若是郑姑娘 你败在我手里 今后便也大可告别武林了 说吧 陈寰便是拂袖而去 急匆匆地赶往医馆所在的方向 乔得陈寰走远了 郑月秋方才暗下松一口气 关于陈寰的事情 他比旁人知道的多一些 郑家不仅是在武林中名气不小 在官场上也有些关系 也曾听闻过不少关于陈寰的传闻 尤其是他最为清楚 陈寰手中有着许多的大杀器存在 擂台上 陈寰不拿出来使用 但这私底下可不好说 这是他最为忌惮陈寰的一点 也是此刻不好贸然发作的原因所在 陈寰安 我倒要看看 真在擂台上遇见了 你拿什么跟我斗 他心头暗自冷哼了一声 郑月秋意识转身便走 由着那被打断牙的家伙满地打滚 看也不曾多看一眼 封烟阁医馆 陈寰火急火燎地冲进医馆门内 还没走上两步 便有一名医官凑上前来 朝他做了一个静声的手势 陈公子莫要高声喧哗 公长老正给小大长虚骨 陈公子请稍后片刻 有劳了 不知三无兄他蓄骨之后 是否还能继续习武 陈寰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出所料的 那一关长叹礼声摇摇头 唉 小大长又毕得筋骨结伤 即便是以公长老的医术 能接续起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今后拿捏重物都要万分小心 更别说习武了 陈公子 还是好声规劝一下他 让他今后多加留心吧 一听这话 陈寰的眉毛立刻皱成一个穿子 拿捏重物都要万分小心 还谈什么习武啊 虽是相处时间不长 但他也很是清楚 三无道长善用的是全掌招数 也并非是个左撇子 大多数的招数章法都要依赖右臂 而今右臂被废除 等同于直接断了他习武的路子 将他的武功给废了 这对一个习武之人而言 可谓是天大的打击 知道了 我会好生宽慰他的 辛苦各位了 陈寰颇为郑重地朝那衣冠抱我拳 带得衣冠转头继续忙碌 陈寰方是落坐在一旁 沉默不语 他不太好 我看过了 也去问过师父了 师父说 连他也没有办法 抱歉 金语彤缓步走过来 带着一脸歉意地看向陈怀安 一抬头 陈怀便是瞧见 金语彤脸上挂着些汗珠 显是刚才做了什么 极其耗费体力的事情 一听这话 他方才明了 从会场到医馆 即便是以他的轻功 来回一趟也需要些时间 金语彤这是从会场赶到医馆 确认过三无道长情况之后 又狂奔回了会场 去找莫清云学问办法 之后再狂奔回来 在这短短片刻的功夫 来回了三趟 而他一脸歉意 大约是因为没能找到一个好办法 自己辜负了嘱托吧 说什么傻话呢 你抱歉个什么劲啊 臣缓苦笑摇头 别放在心上了 此事我自会处理 我认识不少名医 之后得空了 自会带他去拜访的 没用的 金语彤摇摇嘴唇 他低声说道 师父说 拱长老是当今武林之中 公认的第一名医 截许金谷的本领 普天之下无人能及 连拱长老都治不好 这天底下 便再无旁人能治得好了 这话像是一把细针 横七竖八地扎紧陈寰的心里去了 他不再答话 只是默默地埋下脸 不言不语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雁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九十七章 前路茫茫 好半场 医馆礼物的门延 方才被一鹤发童颜的老者撩开 老者一脸遗憾地走出来 一边擦拭手上鲜血 一边走向陈怀安 可是陈怀安陈公子 老者问道 陈怀安点点头 将半是期待 半是担忧的目光 投向老者 老者三一眼看出了 陈怀安的心思 无奈地摇了头 老朽已然尽力了 用尽了毕生所学 也只能得将那小道长的 手臂接续起来 但要再习武 不可能了 老朽才书学前 公子莫怪 不敢不敢 晚辈的三无兄 谢过公长大恩了 陈怀赶忙白手 站起身来 朝着公长老 深深的一鞠躬 公长老赶忙搀扶 拍着陈怀的尖头 苦笑道 大可不必 小道长还需要 大约一炷香的功夫 方才能清醒 公子好生陪陪他吧 此事对他的打击 恐怕会极大 还望公子好生宽慰 免得他想不开呀 辛苦公长老 陈怀点点头 竟然转头看向金与彤 你也辛苦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替我转告秋颜医生 说我晚些回去 不必等我了 金与彤并未有任何的意义 同时点点头 朝着公长老一拜 转身离去 带得旁人都走了 陈怀方才深吸口气 走进里屋去了 里屋之中 虽是已经收拾得十分干净 但仍有几分血腥味 尚未散惊 三无道长躺在榻上 右臂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几根木条夹板固定着他的手臂 外头一层又一层地包裹着 纱布绑带 他半睁着眼 脸上倒是不见什么痛苦之色 大概是服了麻沸汤之类的东西 尚未完全清醒 却发现陈怀来了 他转过脸来 看向陈怀安 露出一个迷迷糊糊的微笑 陈兄来了 让你 让你见笑了 怎么会呢 陈怀安摇摇头 拉过椅子在床边坐下来 刚要开口 三无道长却是抢先一步开口 陈兄 不必说了 你们刚才在外头说的 我都听到了 三无道长笑着说 陈兄不必为难 此事本就与陈兄你无关 岂能皆因我的无能 让陈兄你平白背上重压 只不过是右臂 今后再难出力 再难习武罢了 有什么 有什么 大不了的 话是坦然的话 可说到一半 三无道长的表情 几乎已经是不受控制地扭曲起来 双眼通红 红得好像滴出血来 眼角忍不住地落下泪珠 麻沸汤的效果还未散尽 让他连咬紧牙关 忍住眼泪都做不到 自幼举目无情的他 被一老道收养 跟着老道学了一些拳脚功夫 满心想着 要在武林之中江湖之上 闯出一片天地来 殊不知 凭他那点功夫 放在江湖上根本算不得什么 全胜状态下 尚且只算一个无名小卒 而今将武功废了 还谈什么闯出名堂啊 陈寰坐在一旁 不知道该如何宽慰才好 三无兄 若是不嫌弃的话 之后跟我走吧 兴许我能帮你找一个安身之处 陈寰小声提议道 心想着 兴许能将三无道长 纳入轻卫队的行列之中 虽是无从在习武 但依靠轻卫队的装备和作战能力 也足以让三无道长 有个好的归宿了 但三无道长却是摇了头 不劳陈兄了 待我这几日养好了伤势便走 三无道长擦擦鼻子 他答道 师父年岁已高 我还需回去替他养老送终 待他何日 师父他老人家不在了 我自会做些别的打算 若是走投无路之时 再来投靠陈兄 还望陈兄你莫要嫌弃呀 怎么会呢 别说傻话 此物你说好了 陈寰一脸严肃地说着 竟然从衣袖之下 取出一块木制令牌来 塞进三无道长手中 这是我的私人令牌 专用于我直属的轻卫 持此令牌 虽无什么特权可言 但进出各处关爱 皆可免于验查 优先同行 也算是能为你提供些许方便了 另外 无论何时 若是遇上麻烦了 持此令牌到京城找我 无论何时 有我在保你无忧 那就多谢陈兄的好意了 陈兄早些回去歇息吧 之后还有比试 我正困乏 就 就不多留陈兄了 三无道长很是珍重地 将其放进衣服里衬理 贴着新屋子收好 且而侧过身去 不再看向陈怀安 陈怀安知道 这是三无道长在下逐客令了 不愿被他瞧见狼狈的模样 于是只能点点头 道了一声珍重 便是转头走出医馆去了 殊不知这一别 究竟何其长久 再相见时 又是何等的物是人非 往后三天 武林大会可用四个字来形容 意料之中 没有任何出人意料的展开 被寄予厚望的小辈们 全部轻松过关 并未出现什么 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的超级大黑马 也没有哪个声名远扬的小辈 败在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对手手中 一切风平浪静 这其中 最为人所惊惊乐道的 算是陈怀安和郑月秋二人了 这两人可谓是截然相反 第一天的陈怀安 凭着迅雷般的一一敌八 而备受瞩目 但在之后几天里 大都是一对一 最多的一场是一对三 赢得同样轻松 但没有了一一敌八那种冲击力 不过人们也发现 陈怀似乎因为什么事情 失去许多耐心 出手不像第一天那么张弛有度了 也不再像第一天那样温和 反倒是颇有几分暴躁 看那模样 像是要赶快结束这些无聊的鄙视 直入主题似的 反倒是郑月秋 在这几天的鄙视之中 显得收敛许多 不再像第一天 对阵三无道长那样下狠手 也不知是因为第一天的行为被训斥了 还是有什么别的顾虑 三天的武林大会 淘汰了绝大多数实力不济的人 两边半区 也只剩下那些个被寄予厚望 大名鼎鼎的小辈高手们 两边半区各有四人 八强席位已然确定 这日离场 陈怀恩根本没打算多留 静止便朝居所走去 三无道长休息两天 今天一早便已经走了 只留下一封简短的字条 上面写着江湖再会 好字珍重八个字 不知去向 而陈怀恩已经领到了明天的比我安排 得知自己明天的对手是乌马素 在他这一半区的四个人 分别是他自己 星月阁的乌马素 邵安堂的严晶 以及郑月秋 接下来的一场四强赛 乌马素是他的对手 得等到战胜乌马素之后 才能和郑月秋交手 从下一场开始 才算是真正的较量 在过去三天里 他根本没有使出什么厉害手段来 速罗公真正强悍的地方 甚至来不及表现 对手便已经无从招架了 这几日他所用的 也仅仅只是杜家家传武学中 基础的那些拳脚功夫 其他几个人也一样 直到今日 都还未曾暴露出真正的实力来 这不仅仅是保留实力 同样也是为了避免过早的 被厌国之人看破了路数 杰恩心里皆是清楚 他们之间的较量还是其次 今次武林大会 真正重要的是绝出几人 与燕国那些顶尖的小辈们较量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298章 让什么让 不许让 正带陈寰要走 身后忽然传了一声招呼声 陈兄 还请留步 陈寰转过头去 便瞧见新月阁的乌马素 争一边招手 一边快步走向他 走到面前 便是颇为礼貌的一抱拳 陈兄 听闻明日你我登台较量 逼人特来问候一声 不知陈兄能否赏脸 你我寻雅处 小卓亮杯呢 乌马素抱拳笑闻道 见兄台相腰 陈某自当奉陪 陈寰抱拳 还历历历 淡淡地笑道 对于乌马素这个人 他还是十分看好的 这几日较量中 乌马素算得上是 最为温讯的一个 每每取胜 还不忘上前将对手搀扶起来 宽慰几句 取胜了也不骄纵 反倒是低调谦和 性子颇为温良 无论是长辈还是小辈 对其评价都颇为不错 谈笑间 二人已是一同走进了 封烟阁的十四所在 十四高有四层 四层乃是雅间 平日里是门中长辈待客之初 近段时间 也是来自各方的名门高手们 作而论道 把酒言欢的好去处 二人一走进十四之中 并有不少人议论起来 那便是陈怀安和乌玛素吧 这两人可都是高手啊 对啊 可不是吗 前几日的比武之中啊 这两人都是轻松取胜 明日他们便要交手 今日还能把酒言欢 哎呀 不愧是大家风范啊 就不知明日他们二人之间的较量会如何了 哎呀 想想都觉得精彩啊 稀稀缩缩的议论声中 二人并肩走上了四楼雅座 闭门落座 陈兄 是我貌美 这几日看下来 陈兄其实根本未曾使出什么厉害的手段吧 乌玛素一边给陈怀倒酒 一边笑闻道 陈怀双手接过酒杯来 同样微笑 你不也一样吗 这几日 我也未曾瞧见你们几位用出真本事 不有些遗憾呢 陈兄说笑了 乌玛素摆摆手 他笑道 毕人其实也没什么本事可言 唯独身法 还算是有些自信罢了 比之陈兄你 自然是不及的 今日邀陈兄来 也是想与陈兄做个商量 哦 商量合适啊 陈怀一愣 追问道 哦 都有冒犯 与陈兄同来的那位道长遭了不测 毕人已经听说了 甚是叹晚 也明白陈兄心中 必定是怨愤难平 这几日 看得出陈兄颇有些急不可耐啊 想要在擂台上讨回公道了 乌玛素带着几分歉意的叹息道 为此 毕人能为陈兄做的 仅有一事 明日你我登台较量 毕人登台便任父 以免你我交手 耗费了陈兄的精力 在队上的郑月秋 少了把握 一听这话 陈怀不免眉头微皱 兄台这话何意啊 切磋较量 各凭本事 何来任父一说 兄台这是在施舍陈某不成吗 自然不是这个意思 陈兄慧眼 想必也知道 那郑月秋 极难对付 乌玛素 赶忙摆了白手 不瞒陈兄 那郑月秋 而今实力 已然站在了银牌八品的顶峰 只差些许 便要步入银牌九品的层次了 我等一只相比 相差甚远 全胜之下 尚且难说与之交锋 若是再损了几分精力 还弹何交手啊 亲友遭人迫害 何其悲愤 碧人深有体会 因此也深知 陈兄心中愤懑 陈兄不必介怀 碧人无非 是替陈兄免去几分麻烦罢了 不必了 兄台 陈环摇撩头 笑得坦荡 你也说了 那郑月秋 强过你我许多 若是明日在台上 我连你都胜不过 还谈何对付郑月秋啊 若是兄台当真有心助我 明日累台至上 还请兄台全力以赴 莫要有一丝一毫的留守 一边说着 陈环一边露出几分自信之色来 陈某不才 一定用尽全力 让兄台说得 心服口服 听得陈环这话 乌玛素 不免有些无奈 陈兄 恕我直言 即便是全胜状态 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对上郑月秋 都没有丝毫胜算可言 除非 陈兄你直言相告 说你如今 已经有了银牌九品的实力 莫不然 先与我交手 而后再战郑月秋 必败无疑 虽是知道这话 说出来有些刺耳 但乌玛素 依旧选择直言相告 关于陈兄你的诸多事情 我曾有过不少耳闻 很清楚陈兄你是什么样的人 也因如此 才甘愿认负 那郑月秋仗着实力伤人 断人前路的举动 属实为我武林中人所不耻 陈兄还是 哎呀 乌玛兄 你就别坚持了 相信我 可好 陈还武折头苦笑道 若是乌玛兄不幸 明日你我交手 且先斗上一招 若是到时候 乌玛兄觉得 无有必要保全实力 再行认负 好意 我绝不回绝 如此可好啊 这 好吧 既然陈兄坚持 在下 便不再强求了 乌玛素 沉饮了片刻 终究只好点点头 韦诗说 陈还的实力究竟如何 没人知道 即便是莫清云 杜文玉这些老辈 都不知道 毕竟陈还自步入武林以来 从未有过 权力与人交战的记录 无人知道 他权力以赴之下 究竟能发挥出 多大能耐来 外界盛传 陈还的实力 是银牌七品 但要偶尔有人会说起 陈还对于身法 对于拳掌 对于内力的运用 水平早已经超过七品了 但从那种 游刃有余的状态来看 保不齐 就已经有了 银牌八品的实力 这一怀疑最大的根由 就在于 陈还对于内力的把控 实在是太过于精妙了 这几天的比武 看下来 所有人对于陈怀安 都是同样的感觉 悠闲 他就像是在擂台上散步一样 没有刻意的起落说放 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作为 牺身上前出手制胜 从始至终 看不见他发力 看不见他招数之间的 起乘转合 就好似与人亲切地打招呼似的 走上前去 伸手拍一拍对方的肩膀那样 轻描淡写 但结果 往往是他的对手 被他的拳掌一击击溃 算上第一天的一笛八 在他手里接过招的 有十几号人 却是没有哪一个 真正撑到了 他发出第二招 而自始至终 旁人甚至没有察觉到 他动用了内力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许多在武林中 成名已久的老辈 都还不见得能做到这一步 内力这种东西 本就玄妙得很 想要将其完全渗透 如臂实质 没有几十年的经验积累 很难做到 当今天下小辈之中 更是找不出几个 能做到这一点之人 强如郑月秋 也做不到这一点 也是因为 郑月秋之前 面对三无道长时 下手明显过中 明显有强用内力 伤人的嫌疑 才让他在禁忌日里 颇有几分非议 如此看来 陈寰对于内力的驾驭能力 甚至还要超过郑月秋 这是旁人无法想通的一点 当今天下小辈之中 名气大一些的 大体都是天赋异禀 自行练出的内力 除了陈怀安 唯独郑月秋 是受了前辈传功 内力霸道异常 而陈怀安 同样是高人传功 且是习武的时间 短于郑月秋许多倍 按理来说 能够掌握自身内力 都已是不易了 能比郑月秋 还要驾轻就熟 于情于理 都颇有些说不过去 乌玛肃上下打量陈怀安 满心好奇 却不好多问 似乎也是察觉到 乌玛肃好奇的目光 陈怀低下头笑了笑 他说 乌玛兄不必觉得好奇 不过是传我内力的高人 颇为厉害 我所学路数 也有些特殊罢了 不敢妄言 是什么天大的本领 但为有人讨个公道 足够了 乌玛肃点点头 不再多问 只朝陈寰一举悲道 那就预祝陈兄 马到功成了 正好 明日也让我好好领教一下 陈兄的高招 两人小酌几杯 并未再多说什么 笔尖出了十四 各自离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二百九十九章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隔日一大早 天刚蒙蒙亮 会场里已是坐满了人 比之前几日 人们的热情 可谓是成倍的增长 从今天开始 便要进入八祥战的赛事了 也是武林大会 真正精彩的部分 留下来的八个人 每一个都有这过人的天资 乃是肖香武林小辈之中 顶尖的存在 交锋之精彩 必定也远胜过之前 之前的比试中 未曾瞧见这些小辈们 使出什么真本事 但在后面的赛场之中 这些压箱底的本领 皆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八强赛的第一场 就已是让不少人充满了期待 一方是星月阁的乌马苏 号称当今天下小辈中 第一身法高手 仅凭身法 便将之前的所有对手 轻松玩弄于鼓掌之间 而另一方 则是陈怀安 旁人大都还没有摸清楚 陈怀安究竟强在何处 但其身上那股气场 已是颇有几分老辈高手的味道 之前的几场交手 颜像是老前辈在指教后生晚辈似的 赢得轻松血液 显然也并未使出真本事来 这两人队上 必定是要碰出一些激烈的火花来才对 人们皆是这么期待着 不多时 二人已是暗示到了会场之中 自擂台左右两侧走上台来 相隔着五丈开外 互相抱拳行礼 乌马肃心里头 其实仍就是有些放心不下 他能猜到陈怀安的实力 应该在他之上 但应当是很难和郑月秋 平起平坐才对 此战若是消耗过大 之后对上郑月秋 只怕会更加艰难 但陈怀似乎并不在意 行过礼便摆开架势 依附要全力出手的模样 乌马肃皱皱眉 虽是担忧 但仍是摆开架势 准备迎战 昨天他和陈怀有约在先 不必留守 对攻一招 若是这一招 足以证明陈怀有实力 对付郑月秋 二人便拉开架势 斗上一场 反之他会直接认夫 这让他多少有些期待 期待陈怀安会使出怎样的手段来 而就在他沉吟的这片刻之间 只瞧得陈怀安 已是如雷霆闪电一般 在一眨眼之间 到了他的眼前 好快的神法 乌马肃心头猛的一惊 星月阁的神法 是当今武林之中最为出名的 不说最快最强 但最起码 星月阁出来的高手 神法普遍要比别的武林中人 强上一大截 乌马肃历来对自己神法 有着十足的自信 同辈之中 在神法上能够胜过他的人 寥寥无几 即便是强如正月秋 在神法上也要逊色他一筹 但陈怀安的出手 让他感到无比的惊叉 快 极端的快 快到他甚至怀疑 自己全力施展神法 是否能和陈怀安相媲美呢 陈怀安的出手很是简单 朴实无华的一张 这是他们约好的 一掌对攻 不用任何花招 只拼内力 乌马肃立刻翻手 拍出一掌相迎 二人掌风刚一接触 只听到二人 皆是一炮一阵 烈烈作响 似是一圈 凶悍刚某的气静 在二人中间猛地炸开 而在这一掌 发出的一瞬间 乌马肃终于明白了 陈怀安为何如此有自信 为何会拒绝他的好意 为何要坚持 先对上一招 让他输得心服口服了 这样单纯 比拼内力的对攻 最能体现出实力差距来 鹰牌五品的习武之人 与鹰牌七品对攻 即便是用尽全力 也无从动摇对手分好 只会是自己惨败 那种感觉 就好似皮肤汗疏 而此刻 身为鹰牌七品高手的乌马肃 正是这样的感觉 厚重 凝实 滴水不漏 这是他在这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一掌中 最直观的感受了 厚重如山 任凭他这一掌发出几分气力 根本无从动摇陈怀安 哪怕是一分一毫 凝实绵长 好似这一掌之后 还有源源不断的内力 连绵不断 滴水不漏 找不到任何一丝的破绽 找不到任何一点 能够瓦解其内力的漏洞 好似一块没有任何缝隙孔洞的钢板 拍了过来 无从破解 吴马苏的脚下猛地连退了七八步 方才颇有些狼狈地稳住脚跟 而陈怀安 好似根本未曾发力似的 缓缓收手 清扫衣袖 抬眼看向他 他笑道 吴马兄 如此 是否可以安心与我斗上一场了 安心斗上一场 吴马苏暗笑了一声 嘲笑自己无知 原来自己当真是坐锦观天了 满心想着 陈怀与他一战 恐怕会消耗颇大 会影响之后与郑月秋的角逐 经过方才一掌 他才终于意识到 他想多了 把自己想得太过强悍了 陈怀若想赢他 哪里用得着消耗什么气力啊 就凭刚才那一掌 他便已经能够断定 陈怀的实力数倍乃至十数倍的超过他 陈怀的一掌 精准无比地拿捏在了 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上 一掌之威 刚好破开他的内力 让他不得不狼狈后退 卸去力道 就不伤他分毫 不至于让他如之前的三无道长那般 落下凄惨的伤势 这样的掌控力 别说是年轻小辈了 就算是许多老一辈的高手 都无从拿捏得那么细腻 而这更是说明了一点 陈怀根本没有出权力 想到此处 乌马素心头 不免一阵感慨 原来昨天找上陈怀安 并非是给予陈怀安好意 而是从陈怀安那里 不得几分好意 若非是他昨天好心相助的举动 恐怕此刻 陈怀安会以一种 碾压的姿态来取胜 而非是这般点到为止 陈怀安是银牌七品吗 别开玩笑了 陈怀安的实力 绝不迅速于郑月秋多少 甚至在内力掌控之上 还要更胜一筹 乌马素别别嘴 脸上有些落寞 也有些释然 落寞的是 不单单是一个郑月秋 而今又多了一个陈怀安 有这样他不得不仰望的强大实力 而释然的是 自己大可不必担心 影响到陈怀安之后的对决了 以他的实力 大概还不足以影响到 陈怀安之后的对决 如何 乌马兄 还要继续吗 陈怀弄弄下巴 他笑问道 乌马素 深吸口气 脸上终究是露出几分兴奋之色来 哈哈 继续 今日就让在下 好生领教一下陈兄的高招吧 他抬头笑道 笑罢了 便是身法一动 朝着陈怀发起猛攻来 台下 立刻也是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 只消得二人身影 在台上飞快的闪转腾挪 拳脚交锋之间 颇显激烈 看得台下众人 热血沸腾 殊不知越是出手 乌马素越是感慨二人之间的差距 如同天底之格 任凭他如何出手 使出什么样的招出来 陈怀皆是能够轻松化解 其手中所用的 自始至终 都不过是一些度假的寻常武学 一朝一世 乌马素都认得 这不免让他感到几分绝望 就好比 你使用奥义 天降龙闪 对方使用普通攻击 成功化解 你使用镜术 李莲花 对方使用普通攻击 成功化解 你使用了必杀 八荒六合 唯武独尊功 对方使用普通攻击 成功化解 无论他使出 何等精妙的武学 使出哪一门 星月阁的绝技 陈怀的手头 始终都是那些 朴实无华的 基础拳掌斩功夫 剑招拆招 无一例外 这不禁让乌马素 生出几分绝望来 更是让他台下 那些个眼见的高手们 心生惊悍 顶尖高手们 都明白这是为何 其根源在于 内力差距太大了 这差距大到了 陈怀只凭内力一摧 便可一例详实惠 破解乌马素的 一切招数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三百章 您都不紧张 我紧张啥呀 席间 莫清云和杜文玉二人 同时看向陈怀安 莫清云终时忍不住笑道 老杜 你说今次 让这小子参赛 会不会对别的小辈 不太公平啊 嘿 谁说不是呢 这小子 哪里像个小辈啊 杜文玉摇头笑叹道 不过这样也好 让小辈们都知道 人外有人 也好让燕果的那些家伙们 好好看看 我肖像武林 无论是老辈还是小辈 皆不拒他们 有理 不过我倒是颇有些好奇 这小子 现在究竟实力几何 老杜 应该是知道的吧 究竟是银牌极品 莫清云转过头来 好奇地问道 极品 等他对上正月秋 那个小妮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杜文玉神秘兮兮地笑道 老实说 我刚知道的时候 可是被他吓坏了 嘿嘿呀 不过不能我一人受死惊吓 我得看看 你受了惊吓时 是什么表情 啊 哈哈哈哈 场上的交锋 足足持续了一炷香的功夫 二人的交手 几乎没有停歇 但自始至终 陈寰都好似立于不败之地 每一次出手 每一次交锋 乌马肃 都无法从陈寰手中 取得哪怕一丝一毫的优势 反倒是越发地感觉到 疲劳袭来 就连引以为傲的身法 都明显变慢许多 而陈怀安如何呢 台下的看客们也好 台上的乌马肃也好 都能明显感觉到 陈怀安根本没有 丝毫的疲惫之下 乌马肃甚至能够清楚看到 陈怀安额头之上 连一滴汗猪都不曾有 气不庸出 面不耕涩 全然跟个没事人似的 游刃有余 这差距太大了 几乎达到了一个 无法逾越的程度 这是乌马肃 最直观的感受 除了在星月阁 与师尊长辈们讨教的时候 有过这样的感觉之外 他还从没有在任何一个 同辈之人的手中 体验过这样的感觉 终于 当他彻底用尽了自己手段 确认自己再无任何可能 战胜陈怀安时 他停下动作 举起双手 示意自己投降任父 放弃这场比试 是在下坐井观天了 陈兄的本事 远是我十倍不止 在下心服口服 乌马肃略带几分无奈地笑道 想想 刺激真傻 居然还跑去规犬陈怀安 打算主动认父 成全陈怀安与郑月秋的交手 满心以为 凭自己的本事 这多少能让陈怀吃别几分 殊不知到头来 自己拼尽了权力 却连陈怀的真本事 都没逼出来几分 这种挫败感 属实是太过难挨了 陈怀抱抱拳 什么都没有说 没有宽慰 也没有揶揄讽讽 只是朝着乌马肃 很是平静地笑了笑 其实乌马肃不弱 只可惜 遇错了对手 乌马肃所学的 星月阁武学 严格意义上说 应当算是外练的武学 对于内力的依赖程度不高 乃是依仗深法 借由速度取胜的门道 这样的法门 在内力道行不高之前 有着极大的优势 尤其是对付那些 内力还不纯熟的对手时 一拿一个准 但若是碰上那家高手 威力便会大打折扣 破不开对方的防御 再快的速度 也是枉然 方才的比试就是如此 陈寰其实胜过他的地方 并不算多 速罗公并不是以速公为主的武学 在速度上比不上乌马肃 但却因为内力的差距 乌马肃始终无法破开他的防御 每一招每一事 都像打在棉花上 无从发力 自然也无从取胜 望着乌马肃一脸落寞 又无奈的模样 陈寰不免憋憋嘴 心头略有几分愧疚 他原本并不打算 让乌马肃输得这么难看的 依着他自己的意思 这一场 应当是要使出速罗公中 真正厉害的手段来 用自己最得意的招数 来击败乌马肃 以此 来作为自己对乌马肃的尊重 但莫清云和杜文玉两位老前辈 皆是否决了他的想法 此刻鄙视 用什么手段如何取胜 皆是两位老前辈的意思 按照二老的说法 如此可以更好检验出乌马肃的实力 是否能够列入之后 与厌国之人交战的行列之中 同时 也能保留他这张底牌的实力 不被厌国之人提早察觉 愚公是最好的打算 但愚思对乌马肃残酷了一些 好在乌马肃的性子足够坚毅 即便惨败至此 也并未丧失斗志 反倒是走上前来 朝着陈怀安 郑重地报了报全 陈兄高招 今日在下切实地领教了 望陈兄之后的笔事一帆风顺 另外 乌马肃凑近陈怀安几分 低声地笑道 若是之后 与那厌国之人交锋时 用得上在下 陈兄只管开口 在下定当不遗余力 为陈兄扫清阻碍 多谢 辛苦五马兄了 改日得空 你我再寻一处畅饮 陈怀安点了点头 二人这才谈笑着下台 打算去到席间 看一看接下来的笔事 却是不等陈怀安落座下来 便是瞧见陈怀安向他投来目光 朝他使个眼色 示意他到会场外交谈 看那模样 似乎是有什么话 要对他说似的 见状 陈怀安赶忙起身 走出会场之外 方才出门 便见陈怀安 已是先一步出门 等在了会场门外 随我来 陈怀安招了招手 领着陈怀安 走进会场边的凉亭之中 落座下来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场就是你对上郑月秋了 如何 紧张吗 莫轻云落座下来 笑看着陈怀安问道 莫莫主 有话您直说 陈怀安耸耸肩 您明知下一场该郑月秋上台了 不留我在会场观赛 反倒叫我出来闲聊 想来觉得没什么看头 您这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不紧张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这小子 脑子转得真快 莫轻云顿时失笑起来 哦 不错 郑月秋的比试没什么看头 我大可以直接告诉你 凭你方才表现出来的实力 与他交手 足以平分秋色 拿出些真本事来 想赢他 也不是什么极其困难的事情 毕竟普天之下 能在三十岁以前达到银牌九品的小辈 屈指可数啊 陈怀眉头笑了笑 沉默不答 银牌七品 那是他老早以前的实力了 银牌九品 才是他现如今真实的实力 而这 也是他自信十足 是要替三无道长讨回公道的底气所在 越是苦练肃罗弓 他便越是感受到 这肃罗弓 那堪称离谱的强悍之处 寻常武学 想要练到银牌九品 每个十几二十年 甚至是三五十年的功夫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这肃罗弓 与他继承而来的那浑厚内力 堪称是天作之和 肃罗弓精进一分 对那股惊人内力的掌控 便会加深一分 以至于现如今 论及内力掌控 许多老辈都不及他 之前初到封炎阁 在大殿之上 若不是墨清云提早告解过他隐藏实力 那与他叫板的吴征 还真不见得打得过他 赢 你一定赢的 不过对你有个小小的要求 墨清云手指亲口桌面 低声地说道 你的肃罗弓 只准用出自渡家武学的那部分 余下的部分 不可暴露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三百零一章 万中无一的奇才 为何 陈寰不解 周梅问道 他有把握胜过 郑月秋 这不假 毕竟银牌九品 和银牌八品顶尖 实力之间的差距 终究是巨大的 无论郑月秋 再怎么接近银牌九品 终究是没有胜过 银牌九品的实力 这一点 并无任何疑问可言 在他自己银牌八品实力 无限接近于银牌九品时 曾和红叶交手 用尽一切手段 都无从取胜 甚至连和红叶交手的资本 都没有 直到真正有了 银牌九品的水准 方才算是能和红叶 过上几招 但 禁止他使用 肃罗公的半数手段 限制 可就大了去了 肃罗公乃是 刚柔并济之法 其中钢的部分 脱胎于度假武学 是肃罗公里的基础招式 而柔的部分 乃是创造这门武学的人 自创而成 这二者单独拿出来 都足以排进高深武学的行当 足以与当今武林中 那些赫赫有名的武学争锋 但二者相辅相成 方才是肃罗公 真正的精髓所在 只准用归属于度假武学的部分 便也意味着 肃罗公真正的妙处 发挥不出来 肃罗公的威力 也要大打折扣 怎么 你一个银牌九品 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莫星云洋洋嘴角 也遇到 莫非 不准你用完整的肃罗公 就不敢和郑月秋那逆子交手了 陈怀恩别别嘴 并未作答 不敢倒是不至于 即便只用度假武学 他也丝毫不惧郑月秋 实力的差距摆在那里 想赢 不是难事 真正让他有些失望的是 无从施展完整的肃罗公 便也无从寻得 认识着武学的人 无从知晓 肃罗公的来历 这才是他参加武林大会 最主要的原因所在 此时看出陈怀恩的失望 莫星云轻叹了一声 他笑道 哎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此时并非是我的意思 而是陛下的意思 一边说着 莫星云一边伸手入怀 取出一封书信 递向陈怀恩 不是什么圣旨秘旨 寻常书信罢了 你拆开便是 陈怀恩带着几分疑惑 结果来拆开 信上 果真是皇帝的笔记 信中明确写明了 要求莫星云好生监督 不可让他暴露身怀 肃罗公一事 尤其是在燕国之人面前 此事需要慎之诱深 以防燕国之人 对肃罗公起了歹心 对他不利 瞧见这封书信 陈怀恩心头 不免更是失望几分 皇帝都开口了 此事自然是没得商量 用不着失望 一切安心 关于这肃罗公的事情 我已经托人 帮你各方打听了 若是能有什么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不急这一时半刻 莫星云伸手拍了拍 陈怀恩的肩膀 他宽慰道 况且陛下所言 也极为有理 这肃罗公 若是被燕国之人 所知晓 恐怕会不择手段的 设法抢夺 对你而言 是莫大的威胁 还是稳妥起见的好 莫要凭一时任性 惹来了天大的麻烦 陈怀恩点点头 算是应下此事 见陈怀恩答应 莫星云方才安心 竟然话锋一转问道 说起来 燕国那边的人 与我们交涉过 两方的比试 各派三人上场 可有心仪的人选 我无所谓的 陈怀恩怂怂间 坦然笑道 不过那郑月秋 是否能去 就不好说了 我可说不好 到时候脾气上来了 会对他下多重的手 保不齐呀 也将他废了 你这小子 莫星云颇有些 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他丝毫不怀疑 这话的真实性 陈怀恩说得出口 这自然也做得到 论实例 郑月秋 乃是银牌八平 顶尖水平 而陈怀恩 是银牌九平 论背景 郑家虽是武林之中 名头不小 在官场上 也有些关系 但终究的 在陈怀恩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陈怀恩若是当真出手 强如郑家 也只能自吞苦果 报复 开什么玩笑 罢了罢了 此事由你自行处置 不过只一点 莫要太过 现而今要紧的事 是对付燕国那边的小辈 死人恩怨 你自己拿捏便是 莫星云摆了白手 并未阻拦 不提他了 倒是那燕国的小辈 有那么一号人 有必要与你说说 何人 陈怀好奇地问道 强如郑月秋 在年轻小辈中 算得上是顶尖级别的存在了 这等实力 莫星云都不以为然 却是单独要拎出一个燕国小辈 与他细说 想来此人的实力 非同小可 今次燕国来的三个小辈里 领头的一个七岁习武 而今和你差不多大 名叫魏无双 之前偶然与他师父聊天 听他师父话里话外的意思 那小辈的实力 恐怕也在银牌九品 能对付他的 估计只有你一人了 加上陛下对你的限制 与他交手 对你来说 更是个莫大的挑战 到时量力而行 胜负还是其次 你是万万不可出什么意外的 闻言 陈寰不免一阵心惊 和他差不多大的银牌九品 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概念 他若不是有着 这天赐红福般的一身内力 加上这玄妙无比的素柔功 别说银牌九品了 凭他习武这么点年头 能否到达银牌一品 都还说不准 而对方七岁习武 硬是凭着天赋 练成银牌九品 这可不是简单一句天资聪颖 就能够解释的 这是真正万里挑一的武学奇才 但这并不足以动摇他分毫 莫蒙主 我还是之前的话 但凡对手是厌过的人 我就绝没有作罢一说 谁胜谁负 手底下见真章便是了 陈怀安坦然笑道 莫清云点点头 不再多劝 他很清楚 这对陈怀安来说 是不可动摇的信念 无论谁来劝 都是劝不住的 二人谈笑之间 会场之中花响起一阵欢呼声 隐隐能够听见 有人在高喊 郑月秋的名字 想来 是郑月秋在此取胜 挺进了四墙 敲定了接下来 会成为他的对手 陈怀安转头看向会场 脸上不免露出几分笑意来 他嘴里雾字念叨 两天后的此时此刻 便是你落败的时候 时间来到武林大会的第六天 经过之前五天的较量 四墙席位已然落下 今日乃是四墙站开幕之时 其中一场 是封烟阁少阁主 左邱清辞 与另一号年轻小辈的较量 不过这一场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是无趣的 那年轻小辈 名不见经传 许多人连其姓名都未曾听闻过 一路上也并未遇上 什么极其强悍的对手 表现得中规中矩 说强不算极强 说弱倒也不算弱 这样一号人 对上贵为封烟阁少阁主的 左邱清辞 胜负自然没有多少人关心 十之八九 左邱清辞将会轻松取胜 进军决赛 相比之下 另一场较精彩多了 陈桓对上郑月秋 一个是金色武林大会 出现争容 仿若横空出世的奇才 一个是武林之中 早已声名雀起的天才小辈 加之这二人 本就这私人恩怨在其中 这场比试还未开始 不少人便已嗅到了 十足的火药味 不出所料 这日天色尚且蒙蒙亮 会场里便已坐满了人 等待着这场大戏的开幕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三百零二章 谁先动谁是狗 会场通往擂台的门厅前 晴秋妍一路送陈寰走到门口 上前替陈寰礼礼衣领 待会儿上场 可要当心些 那个郑秋妍 手头没劲没中的 可莫要让他伤了 晴秋妍脸上 免不了带了几分担忧之色 小心翼翼地叮嘱道 之前三无道长的事情 他是最清楚不过的 毕竟是和陈寰同路而来的人 再加上之后的几天 郑月秋的每一场对局 他都在场观摩 最是清楚 郑月秋的路数 即便是心里清楚 陈寰要比郑月秋强 强出很多很多 也依旧免不了担忧 安心吧 就凭他 伤不了我的 你且看着就是了 你家相公多大能耐 你还不清楚吗 陈寰倒是丝毫不见紧张 反倒是伸手捏了捏 晴秋妍的脸 打去道 就你那点能耐 把你瞪死的 晴秋妍比个鬼脸 美好戏地白了陈寰一眼 方才挥了挥手 快去吧 要是叫人打伤了 休想我去医馆陪你 把你撂在医馆 我转头就回京城 那你多半没机会了 陈寰耸耸耸肩 目送着晴秋妍 走进看客们使用的 入场大门之后 方才举步走进会场之中 一进会场 四下里便是欢呼声骤起 震耳欲聋 摇看擂台之上 郑月秋已然站定 双手抱在胸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他 脸上半是冷傲 半是不屑 倒也不奇怪 在郑月秋的眼中 亦或者说 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 陈怀安撑死了 也就银牌八平 撑死了 也就能和乌马素 这些小辈们齐名罢了 与他郑月秋比起来 还差得远呢 陈怀安倒是不在意 纵身上台 缓步走向郑月秋 没想到啊 还真让你混到了这一步 郑月秋冷笑着 看向陈怀安 轻挑地笑道 倒也无妨 你和之前那个小道 本也是一路人 之前如何将他击败 今天也一样如何击败你 正好你们二人有个伴 但愿你有这个本事 陈怀扬了扬嘴角 并未多言 只是面色平静地走到 郑月秋 间隔十丈的位置站定 等候裁判宣布开始 乔得陈怀一副 漫不经心的模样 郑月秋不免心中一阵不悦 换作旁人 此刻面对他 估计脚都开始发抖了 可陈怀安自始至终 好似看都懒得多看他一眼似的 瞧见二人站定 裁判方是一抬手 高呼了一声 比赛开始 立刻就退下台去 台下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收声 将注意力悉数集中到了擂台上去 等待两人的较量 正式拉开序幕 在人们的猜想中 这二人如此针锋相对 定是一出手便斗得不可开交 可出人意料的是 二人皆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仿佛没有听到裁判的声音似的 十息 二十息 三十息 五十息 近乎半炷香的时间过去了 二人依旧没有动手 依旧站在原地 动也不动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不懂了吧 高手都这样 没有绝对的把握 是不会出手的 不错 这二人看似不动 恐怕实际上都在悉心策划着如何取胜 等着看吧 他们一旦出手 必定是精彩无比呀 台下开始传出议论声来 只是这般议论 猜得有些偏差 陈寰不动手 是懒得先动手 银牌九品 打银牌八品 还要先手抢弓 就属实是有些可笑了 况且 出手碾压 远不及后发之人来得有冲击力 他要的 可不是简单的胜过郑月秋 是要将郑月秋那近乎病态的高傲 彻底踩碎 而郑月秋不出手的理由就更简单了 纯粹是因为傲气 他坚信自己才是那个不可战胜之人 陈怀安 区区挑战者罢了 还没有资格让他先行出手 不过时间长了 他便越发不爽起来 以往与他交手的对手 大都是尽可能地抓住机会 抢先出手 以求占据几分先手优势 可陈怀安却不以为然 这让他很是不爽 而更让他感到恼火的是 陈怀安居然抬起手来 手心朝下 向他勾勾手掌 掩人一副长辈传唤小辈 甚至是主人斗狗的姿态 招呼他先行出手 这等羞辱 他岂能忍下 他猛地一咬牙 郑月秋终时耐不住性子 先行发起进攻 只见其身形猛的提速 好似离弦的剑 飞奔向陈怀安 与此同时 已是一记鞭腿 直直抽向陈怀安的面门 郑月秋最擅长腿弓 腿法堪称一流 之前就是靠着凌厉的腿弓 一招便费了三无道长的手臂 瞧着郑月秋先行出手 不少人都替陈怀安捏了一把汗 那可是当今肖香武林公认的年轻一代第一高手啊 如此凌厉的攻势 陈怀安如何才能接得下呢 而就在所有人或期待或担忧时 一声清脆的声响 突兀的在擂台上响起 啪的一声脆响 经得台下看客们猛的一愣 这脖子都伸长了好几分 只敲陈怀台首一巴掌拍下 便是将郑月秋凌厉无比的鞭腿给拍到一旁 一副拍苍蝇的模样 而郑月秋竟是险些脚下一个亮枪 仰面栽倒下去 会场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之中 人们错愕地瞪大双眼 望着台上的两人 不知道该做何表情 该如何评价 陈怀那好似驱赶蚊虫一般的动作 伪实是太过随意了 人们曾幻想过不知多少种结果 无论是陈怀被一击击溃 落得凄惨下场也好 还是陈怀使出什么厉害手段 和郑月秋拼个平分秋色也罢 甚至是陈怀深藏不露 反过来一招制胜 将郑月秋秒杀 人们都曾设想过 即便陈怀真的展现出惊人实力 一击便战胜郑月秋 人们大概都不会感到如此错愕 但偏偏 陈怀给出的结果 出乎了众人的预料 他没有一招制胜 此刻二人的较量仍在继续 但也并未如人们所想的那样 或是惨败 或是势均力敌 他用一种让人看不懂的方式 轻松化解了郑月秋的攻势 轻松到此时此刻 就连郑月秋自己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台上 郑月秋愣愣地稳住身形 脸上满是迷茫之色 他自命 方才的一气鞭腿 就算是面对其他同辈中人 即便是有能力招架 也非得使出些真本事来 最起码得卯足力气 才有可能抵挡下来 若是如三无道长那样 武艺算不得精准 怕是这一击足以直接造成重伤 但陈怀安只是随手一挥 一巴掌便化解了他的攻势 胆敢如我 郑月秋咬牙瞪向陈怀安 厉声地喝道 武斗交手 面对对手进攻 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 出手也是万般随意 漫不经兴 乃是一种十分轻蔑的表现 对于郑月秋而言 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羞辱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三百零三章 你还真是够弱的呀 陈怀并未否认 只是冷冷地笑了笑 你又只有这点本事 我今日如你 你又能如何呀 闻言 郑月秋更是咬紧了牙关 他乃是一带天骄 何曾受过这样的折辱 可偏偏方才一击 也是让他心头生出深深的粗恶来 他自己最清楚不过 方才的出击 威力十足 银牌七品往下 根本不可能应接 每个银牌八品的实力 连招架都难 要做到陈怀这一般 随手一挥便将其破解 需要何等身后的内力 需要什么级别的实力 他无法相信 陈怀有着和他一样的实力 只能将此归结于 陈怀有着某种奇特的武学 定要你好看 郑月秋深吸了口气 定下心来 竟然将脸上的轻蔑之色 悉数收敛起来 拿出了最大限度的认真与专注 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陈怀安的身上 即便再不愿意承认 他都已然认清了 陈怀安不好对付 实力不会逊色于他 务必要拿出权力 才能设法取胜 反观陈怀安倒是丝毫不及 心头反而是有着几分无奈 若不是陛下有旨 若不是之后 还要考虑对付厌骨之人 方才一掌 定是打断你的腿 陈怀安心头暗叹道 皇帝不准他暴露肃柔宫 郑月秋的战力也得考虑进之后 对付厌国之人的行列之中 现在还不是伤他太甚的时候 莫不然方才的出手 可就不是简简单单一掌 拍开郑月秋了 银牌九平打八平 就两个字 吊打 若是没有这些忌惮 陈怀安有绝对自信 三招之内 郑月秋必死无疑 奈何现在不好出手 也只好将这报复的心思 放在心理层面上了 无从重伤郑月秋 替三无道长讨回血债 已是莫大的遗憾了 别的层面上 他可不会放过郑月秋的 和刚才一样 陈怀依旧抬起手 手心朝下 朝着郑月秋勾勒勾手掌 这样郑月秋更是勃然大怒 口中当即发出一声满含怒意的利和声 纵身上前 腿弓 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腿比拳掌有力 也比拳脚修长 拳脚交战之中 擅长腿弓的人 往往都能占据上风 能够依仗着腿长优势 不断地压制对手 郑月秋此刻 也正做着这个打算 他看过陈怀的每一场较量 深知陈怀安的武功 皆是拳掌路数 林里的腿弓是最大可行 这正是他最擅长的东西 这是一个极为简单明了的意图 台上台下 但凡不是傻子 都能明白这一点 但是 当真能如愿吗 陈怀扬扬嘴角 暗笑了一声 将一只手臂背在身后 只留右臂抵挡 郑月秋的腿弓 不可谓不快 招招都是气势十足 哪怕是不会武功 不懂武学路数之人 都能一眼看出 郑月秋的那暴风雨般的攻势 极为凶狠伶俐 然而 陈怀的应对 却依旧简单地令人发指 单手上下挥动 时而出掌 时而出拳 时而用手腕手肘抵挡 自始至终 他只用一只手 自始至终 他脚下未曾挪动一步 越是猛攻 郑月秋的脸色 就越是难看 怎么可能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在接连不断的进攻之中 郑月秋的心神 已然出现一丝动摇 忍不住在心头惊呼起来 他是银牌八瓶顶尖水平的高手 即便是和许多武林之中的老辈相比 都只强不弱 放眼肖香武林 即便是老一辈的高手中 能应对他这凶猛攻势的 大体都是一方名流了 更别说同辈 之前观看陈怀和乌马苏的交锋时 他还曾嘲笑乌马苏 被陈怀当成后生晚辈一样的指点教育 毫无还手之力 直到此刻 他才真正感受到了 陈怀恐怖的底蕴 固若金汤 滴水不漏 这是他能够想到的 最恰当的形容词 他只觉自己是和一面墙较劲似的 无论如何出手 无论使用怎样的凶狠 怎样精妙的招数 都无法越雷池半步 而陈怀安只用了一只手 忽然 陈怀似是防得有些不耐烦了 手上招数突兀的一变 手腕猛的一沉 将郑月秋凌厉的一腿给扣落 不等郑月秋站稳身形 陈怀已是栖身上前 第一次发起进攻来 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实力吗 真是够弱的 陈怀扬了扬嘴角 倾笑了一声 与此同时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拳 不带一丝花哨地落在郑月秋的尖头之上 只凭掌力一摧 郑月秋已是如同断线的风筝似的 倒飞出去老远 方才万分狼狈地站住了脚跟 银牌九品的内力 陈怀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掌 在瞬息之间便引爆了全场的看客们 无论是肖香武林的 还是艳国之人 无论是年轻小辈 还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们 无论是认得陈怀恩的 还是初见陈怀恩的 惊呼声 在没有任何提前约定的情况之下 无比整齐地在整个会场响起 无数惊诧的目光 齐聚于陈怀恩的身上 每一个都好似要把眼珠子 瞪出眼眶似的 在武林之中 其实不单单品这一个分级 银牌七品开始 微小的功底差距 体现出的实力都是天差地别 也因此有着更加细致的划分 银牌七品八品 皆可分为下中上绝四等 譬如之前的乌马素 和此刻的郑月秋 就分别属于中八品和绝八品 皆是银牌八品 以字之差 实力的悬殊却是极其巨大 绝八品的郑月秋 能够以几乎碾压的姿态 胜过乌马素 但是绝八品 终究只是八品 再强 面对九品 也是枉然了 上至九品 划分变更细 细致为高低九段 譬如之前的吴征 算得上是银牌九品中名列前茅的 实力可以定义为银牌九品七段 而红叶 在弟子榜中属于顶尖实力 无限接近于天子榜金牌实力 乃是银牌九品九段 陈怀恩的实力 比之这二人 实则有着不小的差距 仅仅只在九品一段 配上速罗公全力以赴 在战里巅峰 大约能在九品三段上下徘徊 这对于那些个距离天子榜一步之遥的高手而言 不算什么 但对于郑月秋 对于满座看客 对于那些个对他抱有质疑的人而言 银牌九品这四个字 就像是一座万人高山 从天而降 狠狠砸路于面前 压得人喘不过气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304章 你又有个什么用 若是我没有数错的话 从你我开始交手到现在 我让足你前后12招 这是我第一次发招 一招而已 你便落得如此狼狈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郑姑娘 立足于武林的实力吗 陈寰缓步走向郑月秋 面带几分微笑 步子不紧不慢 我记着你之前说 我三无兄那般人 在你手头一招惨败 习武无用 眼下 如你郑姑娘这般人 习武多年 声名显赫 却在我手中 走不过一招半事 你倒是与我说说 你习武 又有何用啊 说到此处 陈寰已是走到了 郑月秋的跟前 方才的一击 对于郑月秋而言 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冲击 更是心神上的冲击 直到此刻 陈寰走到他的面前 他依旧没能完全回过神了 依旧呆呆看着陈寰安 脸上的神色 不断在错愕与惊悚之间变换着 他习武多年 天资卓绝 世间罕见 是每一任教过他的师父 对他的评价 每每提起他郑月秋 武陵中人 皆说他是肖香武陵 未来的希望 是肖香武陵今后的领军人物 必能在今后 获得和墨青云一样的成就 时至今日 他仍旧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 仍旧享受着 人们景仰的目光 从未想过有朝一日 自己会在一个同龄人的面前 落得如此狼狈 但此刻的事实 是陈寰站在他面前 好似一座无法逾越的山 将他曾经向往的一切美好未来 都给阻断了 好似只要陈寰立在这里 他便瞧不见前路 瞧不见那些 曾被他当作理所当然的未来 鲜花 掌声 权味 一瞬间 这些仿佛都与他无关了 陈寰俯瞰郑月秋 冷笑了一声 目光转向了官塞的席位间 他看向燕国之人的席位 看向一众燕国老辈高手们 粗拥之下 那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 看见那个人没有 魏无双 燕国年轻一辈中的第一高手 银牌九品 陈寰用冷肃声音说道 我不知道他有多强 最起码 他不会比我弱 那是我等肖香后辈 必须要战胜之人 敌他不过 我等便守不住肖香的尊严和脸面 可就凭你郑月秋 连我都敌不过 何德何能能胜过他 何德何能 做肖香武林 未来的领军之人 你若是一个宅兴人后 纯粮政治之人 倒也无妨 尽力就好 输了笔试 起码不至于一同输了尊严 但很可惜 你不是 就凭你 若是输了他 不单单是输了一场笔试 输给燕国一侧武学秘籍 我肖香的脸 要一并地被你扔到地上 人人踩踏 你以为你是谁 郑月秋紧咬着牙抬起脸来 怒瞪陈怀安 你有什么资格说叫我 不就是想给之前那个小道报仇吗 有本事 你便打残了我 一边怒喝 郑月秋也是一边飞快地起身 再度朝着陈怀 发起猛攻来 他很清楚 这是徒劳的 实力上的绝对差距 已经决定了胜负 任凭他如何挣扎 都不可能再对陈怀安 构成任何的威胁了 此刻支撑他再度出手的 仅仅只剩下倔强了 瞧见郑月秋再度出手 陈怀不免安叹了一声 脚下一措 错开郑月秋的攻势 一掌拍在郑月秋的腹上 将其逼退 让其狼狈倒地 将而飞快追击上弦 猛的一拳 贴着郑月秋的脸颊 砸在了地上 打残你有何难 别说是将你打残了 便是将你打死 也不是什么费力的事情 若非为了之后 两国比武考虑 尚需留你出力 你害我三无兄断毙那一日 便是你的死期 陈怀安缓缓收拳起身 转身冷笑道 好生想想吧 想想之后 是否情愿为我 肖像武林出一份力 你若不愿便也罢了 我肖像武林 不屈你这么一号 飞扬跋扈的大小姐 有的是人甘愿出力 说吧 陈怀便是朝擂台边走去 不等裁判宣判 便是纵身一跃 跳下擂台而去 不必再比下去了 陈怀清楚 郑月秋清楚 台上台下之人都清楚 郑月秋侧过脸 望着距离脸颊 不过三寸间隔的地面 心头一阵地后怕 冷汗在瞬间浸湿了后背 青砖地面 此刻也是寸寸崩裂 留下了一个 仅有两寸大的拳眼 身余三寸 这一拳若是打在他的身上 恐怕此刻 他的脑袋 已经如西瓜般的 破裂开来了 台下列作在一起的几位老辈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皆是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 好办上 郑家带队老辈 郑月秋的叔父 郑青山 方才颇为郑重地 站起身来 朝杜文玉一抱拳 弯腰一半 诶 这是干什么 杜文玉一愣 他问道 杜老 郑某带兄长 行此一拜 多谢贵门后生 手下留情 郑青山埋着脸 低声说道 声音不大 却将人能够清楚听见 话语之间 那清晰的 不能再清晰的后怕 试想方才 陈环不曾留守 一拳落下 这结局如何 郑月秋毫无疑问地 会命丧当场 而郑家 无可奈何 此事经郑月秋 行凶在先 陈环无论如何下手 皆属于情理之中 即便是当真致死 郑家又没这个资本 去拿陈环如何 武林中也好 官场上也罢 郑家在陈环面前 算不得什么 手掌翻腹之间 便可拿捏 即便是今日 郑月秋当真血剑三尺 宁丧台上 郑家所能做的 也只有忍气吞声 郑月秋年少不懂事 桀骜轻狂 虽然是不愿轻易屈服 但郑青山作为长辈 却最是亲属不过 放过郑月秋 放过郑家 不过是暂时的 不过是陈环 以大局为重罢了 倘若今次 没有燕国之人找上门来 没有之后 两国小辈之间的 抗衡与较量 方才那一拳 会要了郑月秋的命呢 不必如此 那孩子并非是什么 誓杀暴虐之人 行事历来稳重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杜文玉摆摆手 他安抚道 不过小郑啊 你可要好生记着 武林大会结束之后 可要拿出点诚意来 好生去探望一下 那个负了伤的小道 能帮则帮 莫不然 这小子可不会罢休啊 一定 晚辈会牢记于心的 多谢杜劳点拨 郑青山赶忙点点头 这才重新回到席位上 坐下来 陈寰并未在会场多留 下一场对他来说 没什么可看的 银牌九品的实力 已经显露出来 之后的对手是谁 并无多大的所谓 他的目标 只有燕国之人 只有同为 银牌九品实力的魏无双 巧的是 刚一走出会场 陈寰便是乔间 另一侧的出口处 也有一人 正带着几分不耐烦地走出会场 顶经一看 正是那魏无双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 订阅收听 第三百零五章 又闻怪先生 那魏无双 升得倒是 颇有几分英雄像 身高七尺 剑眉星目 四方国字脸 升得是刚毅如铁 面上自带有三分冷色 不言不语 也叫人觉得威严 这般样貌 若是摆在军武之中 即便是个大头兵 也保不惜让人 认作了哪位将军 那魏无双 也在同时瞧见他 一双略显蓝散的眼瞳之中 方才闪过一缕金光 举步朝他走来 陈怀安 陈公子 幸会幸会 在下魏无双 久仰大名 魏无双走上前来一抱拳 以武林中人 标准的抱拳里招呼道 看那模样 倒是爽朗大方 陈怀上下 打量一番魏无双 反倒是眉头略微一皱 心说这丝 好深厚的内力啊 凭他如今的实力 只要对方实力 不超过银牌九平五段 一眼望去 都能从对方的气韵神形中 判断出对方的实力来 这魏无双 面色中正平和 气息悠长浑厚 吐纳之间 颇有几分力量感 能够很清楚地判断出 此人擅长硬底子功夫 内力级别 最起码也在 银牌九平一段 甚至隐约间 有触及二段的可能 再看其臂膀剑说 左右双手 虎口处皆有老茧 便可知道 此人善用短兵 虎口老茧靠里向内 顺着拇指根部延伸 乃是常年使用 劈砍动作导致 由此便可推断出 此人善用双刀 双减之类的兵器 怎么 陈公子这是在 验看在下的武艺吗 察觉到陈怀恩的目光 魏无双 却并未感到恼火 反倒是露出几分笑容来 哼 若是如此 陈公子不必看了 魏某善用双刀 乃是姿佑开始操练的 到时 你我若是有幸过招的话 你会见到的 倒是说起来 陈公子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方才我才知道 原来陈公子你 也是银牌九品的实力 之前竟是眼拙 将陈公子 与那些个俗人混为一谈 失敬失敬 不过 魏某倒是也十分好奇 不知陈公子 擅长的究竟是什么门路 这几日只看出陈公子 你处处留守 朝朝隐匿 竟然分辨不出 陈公子用的究竟是 和门和派的武学 不知能否替在下 指点迷津啊 魏公子也不必问了 陈某说不上擅长什么 待你我过招的时候 你也自会瞧见 陈寰摇撩头 学着魏巫双的口气答道 这道并非是藏拙或是敷衍 说得谦逊些 就是这样 没什么特别擅长的 但若是说得放肆些 嚣张些 这话也能说成 我每样都会一点点 就那么一点点 宿柔公的强 不单单强在刚柔并济 相辅相成 更是强在其章法路数 可以套用到一切门路上 拳脚也好 刀兵也罢 管他刀枪剑戟 辅越勾差 宿柔公的门路章法 皆可套用 换言之 陈寰没有最趁手的兵刃 任何兵刃拿在手里都能施展 无外乎 是而今工部制造局 制成的糖刀 优为好用 加之他随身的配刀 乃是寒州当年的遗物 一直以来 他便都配刀使人 更偏爱用刀罢了 没什么特别擅长的 那也便是样样精通了 看来陈公子所学之法 属实玄妙啊 魏无双自然是听懂其中的意思了 微笑赞叹道 如此看来 魏某今天倒是当真遇上了一个 颇为有趣的对手 希望你我到时能有一场精彩的较量 一边说着 魏无双一边凑近两步 在陈寰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之前所说的任何话 都未曾让陈寰有半点神色的变化 但偏偏这一句一出口 历史便让陈寰的脸色骤变 魏无双低声地笑道 你我打得精彩的话 陈公子好像肖香皇帝交代 魏某人也好向先生交代 先生性怪 性子也怪 若是怠慢了与公子的切磋 想必先生要不高兴了 听闻这话 陈寰心头不免生出几分担忧来 若是此事 仅仅只是两国武林中人之间的事情 倒是问题不大 无外乎是些私底下的争斗 武林大会规模再大 终究是无法影响两国的国事 但听闻魏无双说起其背后的人 正是那位怪先生之后 此事立刻变了味道 如此看来 那怪先生 非但是手握燕国那边极高的政权 连燕国那边的武林中人 也被其掌控在手 简直就像未曾加冕的皇帝一样 而更让他感到担忧的是 若是如此 经此燕国之人前来参加武林大会 必然也和那怪先生有所关联 其背后的目的尚且可知 但想必是不会简单的 之前的皇帝叛乱便是那怪先生所策划 这等大事都能被其轻松玩弄于鼓掌之间 很难想象这一次那怪先生又在策划着什么惊人的事情 瞧见陈寰的神色颇有几分惊诧 魏无双方才露出几分笑意来 朝着陈寰点头示意 转身要走 先行告辞了 魏某十分期待你我之后的较量 希望陈公子莫要让在下失望 说罢了 魏无双方是转身离去 也就在魏无双离开的同时 会场之中忽然响起一阵惊华声 似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陈寰赶忙飞奔赶回会场 一进会场 便是猛的瞧间擂台上 竟是封烟阁的阁主 以及莫清云两位老辈 都已飞身上台 一人搀扶着口鼻肾血 左丘轻辞 一人拦着对头 那满头乱发 壮若风魔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 看上去像是发狂似的 手头完全没有轻重可言 再看左丘轻辞 俨然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 气息浅薄 若是再不送去医治 恐怕性命都堪忧 万幸此刻 莫清云拦住那年轻人 而那年轻人 也渐渐恢复理智 回过神了 知道自己下手太重惹了祸 赶忙朝着封烟阁阁主 毕恭毕敬的意外 阁主大人 晚辈所学之法 受之于 以山野隐居的室外高人 施展起来过于猛烈 一时失手 还望阁主大人莫贵 晚辈愿承担 少阁主一切后续治疗 所需要的费用 绝不推卸 那年轻人 双手紧贴裤缝 话语间 满满都是歉意 对面 封烟阁阁主 看了看怀中 奄奄一息的 左丘青词 摇头长叹道 哎 罢了罢了 这也怨不得你 不过小家伙 你需牢记 你这手段 可不是切磋比武的手段 可万万不要随意 对自家人施展 方才有我们这些个老辈拦着 方才并未酿成大祸 我等老辈不在时 可万万要当心呢 听得出来 封烟阁阁主很是心疼 左丘青词 自幼便在封烟阁随他习武 早已被他当成了 自家闺女一般对待 此刻 左丘青词被打得奄奄一息 昏迷不醒 换作谁人瞧见了 这心里都不是滋味 那小辈赶忙点头 朝着封烟阁阁主 再次一鞠躬 方才转身离开 夺冠大惹门之一的 左丘青词 惨败于一个无名小辈 此事让得满座之人 皆是惊得哑口无言 之前 陈寰轻松赢下郑月秋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已经让人们大惊了 不过终究也还算好 毕竟陈寰的名头 多多少少的还是有人听过 还是有人知道 陈寰有着不错的功底 可那无名小辈 当真是从无一人听闻过 之前的几场较量 也未曾表现出如此夸张的实力来 以至于满场看客们 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可眼下 就是这么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辈 竟是能够将左丘青词 重伤致死 看那架势 恐怕实力 不输给陈怀安 怀安 随我来 墨青云瞧见赶回会场的陈怀安 纵身跃下擂台 快步走上前招呼道 陈怀安赶忙点点头 跟上前去 显然 墨青云这是发现了什么 要与他细说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叙道的小疯子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306章 流氓甲和流氓乙 墨青云一路领着陈怀安出了会场 将陈怀安带到住处 闭上房门 只由得二人在屋内 方才开口 你在精种掌权 可曾听说 方才那小辈的名讳 那小辈 名叫古清禾 墨青云一脸严肃地问道 就如那小辈所言 他所学的东西 恐怕并非是我 肖像武林各家的门路 乃是师诚与隐士高手 这小辈是京城人士 你可认得 陈怀摇了头 在肖像国 古这个姓氏并不多见 京城之中也并无姓古的人家 自然不会是什么名门大户 墨青云说 看来这个小辈 当真是有些抚远 遇上了世外高人点拨 不过这世外高人 恐怕也不是什么善茬 墨青云停顿了一下 又无奈地苦笑道 你方才没瞧见 这小辈的招数章法 简直狂野到了极点 施展起来 简直就像是要把对手碾压似的 可怜青瓷那丫头 之后和燕国之人交手 恐怕她是出不了力了 伤得如此严重吗 陈怀不由眉头微皱 挺重的 倒是不影响功底 不过即便治好 也得安歇好一阵子 之后的笔石再让他上 恐怕会危及到性命 墨青云摇头叹道 不过这姓谷的小辈 倒也确实是个高手 小看他了 之后若是与他对上 可要当心些 方才我看了小辈的招数 张发极为凌乱 可不好对付 之后你和他交手 务必要留神 陈怀恩点了点头 神色也不免有些无奈 若是陛下不限制我出手 我倒是不怕他 可现在 我经历吧 若是皇帝 没有限制他使用肃若公 对付古清河 其实算不上什么麻烦事 以肃若公里的若公 对付这种以蛮力取胜的对手 最是简单 在奈何 皇帝不准他用 不过也正好 连左倾秋辞都被重创致死 足以说明 那古清河发起狂赖 足有银牌九品级别的战斗力 倒也正好热热手 且看一看 只凭被限制的肃若公 是否能够应对这样的对手 毕竟之后 还要面对魏无双 这个货真价实的武学奇才 若是连古清河这一关都过不去 之后对上魏无双 也只会是惨败 古清河战胜左丘青辞 竞军决赛 可谓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没人想过 古清河会以这样的姿态晋级 一时间 古清河俨然成为一匹 黑得发亮的超级大黑马 而陈怀安 足以同样出人意料 第一次参加武林大会 就大方一彩的天才小辈 更是让今次的武林大会 变得扑朔迷离 原本在人们的预料中 今次武林大会 最终的胜负 应该会出现在 左丘青辞和正月丘两人之间 最终的决赛 也只会是这两人之间的较量 殊不知这两人 皆是倒在了四墙 被更加离谱的年轻小辈 斩于马下 一时间 所有人对这最终决赛的兴致 在下时间提到了最高 期待这二人决出胜负来 这场胜负 将会直接决定 之后面对燕国小辈时 谁是领队 也将直接决定 未来十年之内 萧香武林之中 谁才是真正的新生代领军人物 陈寰居所之中 隔着决赛 还有最后一天的休息时间 这一日 陈寰闲来无事 正在居所外的河塘边 架着一杆鱼杆垂掉 也不去管 是否有鱼上钩 只盘腿坐于水边 闭目养神 忽然 晴秋颜面带几分为难之色 朝他走来 拍拍他的肩膀 陈寰一回头 便瞧见晴秋颜肩上跨着行囊 这衣装 也换成了方便出行的便装 看着架势 是要离开封烟阁了 这是做什么 离家出走吗 陈寰一把拉住晴秋颜抱在怀里 捏着晴秋颜的脸蛋 他也遇到 畜品 父亲差人来送信 说是陛下 担心之后燕国之人不老实 特地增派了军事到此 护送各家家眷 先行归家 以免燕国之人发难 前几日 已经陆续走了不少人了 近日 来接我们回京的军事也到了 我和母亲 得动身回京了 本还想再次陪着你 直到你夺冠归家呢 现在看来 是没机会啊 早些回去也好 没什么好看的 陈寰怂怂怂间 他笑道 此事 他其实早就有数了 那日知晓 魏无双背后之人 是怪先生之后 他便立刻差人去给皇帝报了信 韦师说来 军事们前来护送各家家卷归家 本就是他向皇帝提的建议 毕竟那怪先生 连肖乡皇帝都能利用 手段之多 知强 端是令人防不胜防 这一点上 陈寰是绝对不敢掉以轻心的 唯独秦秋妍不在此处 被皇帝保护在安全地方 他才好放开手脚 去和对方较量 秦秋妍并不知道这些内情 此刻 唯独只是遗憾和担忧 知道无妨 老实说 我也看不懂 乌林中人的较量如何精彩 是否留下无所谓 唯独一点 秦秋妍双手捧着陈寰的脸 一脸严肃地看着陈怀安 他叮嘱道 一定 一定要好生保重自己 这几日 我见过太多被重伤 甚至性命堪忧之人 我知道 你比他们强 但也一定要好生保重 我可不想改日收到消息 匆匆赶去医馆 小女浑身都是赏 慧心疼 陈寰凑上前去 额头贴着清秋妍的额头 低声笑问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 清秋妍眼神朝着侧边略做闪躲 脸色微红 你这家伙 虽不见多陪我 不见多骨架 他终归是我家相公 我心疼你 我心疼谁去啊 没等他把话说完 便被陈寰以一种颇为流氓的方式 堵了嘴 扒击一口亲上去了 你也不怕叫人看见 挣扎着推开陈寰安 晴秋妍的脸色 羞得好似个红苹果 一双玉手 攥着陈寰的衣领子 又羞又闹 陈寰却是仰面笑得像个傻子似的 看见就看见呗 我同我家娘子亲热 谁还能拿我问罪不成吗 你我婚约 那是在户部有文书入库的 便是陛下亲子来了 也管不了我 你 就不该操心你这傻子 晴秋妍端使一阵哭笑不得 没好气地撒开陈寰安 站起身来 李李一群 转身要走 我走了 母亲已经随军士们上车等候了 不陪你闹 自己保重 早些回家 一定 陈寰安点点头 也不起身相送 继续拿起鱼竿 方才便是道别 免得送到车马边 人多了不好下手 带得晴秋妍走远了 陈寰安脸上 方才露出几分郁闷之色来 若不是那怪先生 让他无时无刻 都得为家中知识操心 也大可不必 如此小心翼翼 请秋妍走后 另一人 方才凑了过来 一听脚步声 陈寰便是知道 是谁来了 你要坐下钓鱼 我没有意见 但请别说出一些 奇怪的话来 陈寰 头也不回地说道 哦 京与彤打了一声 在陈寰身边坐下来 双手抱着膝盖 好奇地看着陈寰安 你刚才在和那个秦姑娘打架 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呀 我 陈寰只觉胸中一闷 时至今日 他可算是明白 为何墨青云要安排 京与彤随她一起来了 不是来帮她的 也不是如墨青云所说 让京与彤来 是为了给她做个替补 以备不时之躯 这明摆着 就是给她找了一个吉祥物 这时不时的 能把人气死那种 自打第二天比武开始 京与彤便没有上过场了 从始至终 都是她一个人上 大概墨青云也清楚了 以她的实力 没必要准备替补 不过京与彤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她颇有几分意外 师父说 明天的笔试 我先上 京与彤忽然抬头说道 师父说 那个古清禾的招数 有些怪异 路数不明 让我先去试试她的本事 你再上 你觉得如何 没有必要 陈寰耸耸耸肩 一口否决 用不着去涉险 左丘轻辞都没打过她 你去 反而危险 回去告诉默盟主 好意心领了 不过明天呢 你还是不要上台了 果然和师父说的一样 京与彤忽然笑起来 师父说 像你这样温柔的人 是不会让别人去冒险的 看来师父说的没错 真好 我最喜欢温柔的人了 说着 京与彤突然凑过来 在陈寰脸颊上 巴唧就是一口 清完了 转身就跑 不等陈寰反应过来 便听闻京与彤 远远地传来一阵笑声 我会在台下给你加油的 看你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307章 我是在跟熊打架 肖乡武林大会的决战之日 终于如期而至 会场之中 人声鼎沸 但终究是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人们欢喜的是 今次的武林大会 见识到了不少年轻一代的高手 见识到了 如陈寰这样 仿若横空出世的小辈高人 肖乡武林 未来可期 愁的却是 那些个原本被拒予厚望的小辈们 此时此刻 已经全部遭到淘汰 武林大会的最终决战 居然是在两个武林中 并无多少名胜的小辈之间展开 这不免得 让人颇感到几分诧异 与遗憾 今日陈寰来得颇早 等在擂台之上 等候着古清河的到来 不多时候 古清河也是换好了 所能拿出的最隆重的一衫 走上台来 没等裁判开口 古清河便率先开了口 在下深知 自己的功底不及陈兄 手段施展起来 也颇有几分不好收敛 昨日意外 已是让在下倍感愧疚 今日 你我还是先做个约定吧 一边说着 古清河一边点人一柱青檀香 插在擂台边角上 这一柱香燃尽时 只要陈兄还未下台 那陈兄便赢了 我已向列位前辈们说明情况 香燃尽时 若是胜负还未分 诸位前辈会即刻上台 助我收手 还望陈兄多多留心啊 古清河这话说得很是恭敬 但这话听起来 却不像是什么极为恭敬的话 这种感觉 属实说的话 还挺奇妙的 明知对方是好心好意 但这话听上去 却多少叫人有些不爽 陈寰扬扬嘴角并未多说 只是点点头 为了之后与燕国小辈们的交锋 保留实力是必然的 若是无法快速胜过古清河 他自然会想办法保全自己的实力 有古清河这话 倒是方便多了 乔德二人准备妥当 裁判便也未曾多说什么 喊了一声开始 便立刻退下台去 就在裁判下台的一瞬间 陈寰方才摆开架时 便是猛然察觉到 这古清河竟是已然冲到他的面前 好快 不仅是台下的看客们 就连陈寰安都被这速度吓了一跳 之前遇上的对手里 乌玛速算是最精于身法的一个 其身法速度甚至还要超过郑月秋 但眼下 这古清河的速度 还要在乌玛速之上 其实当古清河一拳袭来之时 光是听着那虎虎的拳风 陈寰便立刻察觉到不妙 这一拳 绝对有着银牌九品级别的威力 猝不及防之下 陈寰甚至无从立刻出口关机 只得朝后猛力一跳 暂且拉开距离 而不出他所料的是 古清河的这一拳落在地面之上 刹时间 青砖地面都被砸裂了口子 这威力 可不比之前 他致敷郑月秋那一拳来得小 而在这同时 陈寰察觉到古清河身上的戾气 不知是使用了什么奇特的武功 此时此刻的古清河 给人的感觉 就好似一头出笼的野兽一般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凶利的气息 双眼之中血丝遍布 让他的一双眼睛看上去 好似冲血了一样 而其身上的骨头似乎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稍微有所动作 便能听到身上的各处关节 发出了喀巴喀巴的爆响 真不知是什么奇特的武功 能让他进入到这种奇妙狂野的状态 还真是眼拙了 这哪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辈啊 这才是大boss吧 陈寰心头不由暗叹 速度 力量 招数 威力 古清河的各方面能力 都要胜过乌马肃 郑月秋等人 毫无疑问 在这个状态之下 他竟远远胜过了其他同辈众人 别说是那些参赛的小辈了 就是换个银牌八品的老辈高手过来 这恐怕也很难对付 难怪强如左丘钦此 会被他打成那样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 也难怪 莫清云都免不了提议 让金宇童仙上场 试试古清河的身手 此刻 陈寰心头不免松了口气 幸好没听莫清云的 让金宇童先上来 莫不然 金宇童那单纯 甚至有些呆萌的性子 恐怕免不了跑去硬碰硬 碰得一身的伤 就在他飞退还没落地的间隙之间 古清河的追击 已是追了上来 他的速度太快了 就像是猎豹一样 瞬间那爆发 加速 追击 让人猝不及防 但陈寰也不是吃素的 在飞退而出的同时 早已做好了招架的准备 速柔弓的一大特点 便是在于对内力 有着无比精妙的掌控力 在飞退出血同时 陈寰也是运起内力 握掌撑拳 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便见古清河追上前来 一拳挥出 陈寰也在这同时猛力地挥拳 但下一刻 陈寰的脸色便是猛的一变 两人挥拳的速度皆是极快 旁人甚至来不及察觉 他们两人出手的轨迹 但是陈寰却是清楚瞧见 在两人拳头即将触碰在一起的时候 古清河忽然变招 拳头一松 张开成长 稳稳接住他的拳头 竟然在一瞬之间 击身上前 另一手握拳 直逼他的胸腹之间 电光火石之中 陈寰几乎是本能做出了 最正确的反应 立刻松开拳径 换手割挡 横跪一掌 挡在胸腹之间 这才算是拦下了古清河的进攻 不过这一拳的力道 当真是惊人 即便拦下了 也已经没有了发力的余地 陈寰当即便是 被这一拳的威力先飞出去 足足倒飞出去 杖许开外 方才双脚落地 我去 我是在跟熊打架吗 陈寰玉光飘了一眼手心 方才接下古清河一拳的手 此刻正微微发颤 手心一片的通红 疼得好似被刺穿了一样 这一拳要是挨在身上 怕是隔夜饭都被打吐出来 下方看台之上 莫清云和杜文玉二老并肩坐着 脸上皆是有着几分担忧之色 老杜 你说这小子光凭手头能用的招数 能赢吗 莫清云咋咋嘴 转头问道 难说呀 他所学的武功 虽是有一部分脱胎于我杜家的武学 但终究杜家武学中那些至强至猛的招数 他未曾习得 能否取胜 全看他今天的临场发挥了 杜文玉摇了头 同时没有丝毫底气可言 难为他了 不过他若是能赢得这场比赛的话 便也足以说明 他有资格成为金字的领队 成为今后小辈们的领军人了 且看他的本事吧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三百零巴掌 看我葵花点血手 擂台上的交锋 迅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古清河表现出了 出乎众人意料的强大、速度、力量、压制力、反应速度 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水准 以至于台下不少老辈高手都忍不住发出同样的惊呼 这……这真的是个年轻小辈吗 当真不是哪个老辈高手靠着什么奇门艺术返老还捅了 所幸陈寰有着银牌九品的实力作为底气 即便是只是银牌九品一段 实力也是货真价实 加上对于内力的精妙掌控 虽使与古清河斗得有些费力 却始终没有落得下风 唯一让他有些恼火的事 或者说有些无奈的事 速罗公没有办法全面施展开来 想要还击不太容易 斗了小片刻 太师摸清了古清河的门路 刚猛、训捷、毫无保留的正面强攻 靠不讲道理的暴力来碾压击垮对手 想来之前 左丘轻辞就是在这种狂猛的攻势下 疲于应付 最终露出破窄 被古清河所伤 对付这种刚猛路数 还得靠巧劲 硬碰硬是个笨办法 很容易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 可惜使不得速罗公中别的手段 莫不然对付古清河会轻松许多 素柔公的柔公乃是古清河最大的克星 但此刻 偏偏只能靠力气正面应接 不免让陈寰感到一阵的不爽 余光一瞥 陈寰立刻瞧见 勒台边的清檀香已经烧了一半了 清檀香本就烧得快 以他的实力 在支撑半炷香不是什么难事 按照约定 香烧完便算是他赢了 但他不想这么做 没有旁人看着也就罢了 但而今 燕国的人在一旁看着 魏无双还在一边看着 靠拖延时间 凭之前的私人约定取胜 不免有些难看 也免不了的让燕国的人 将他 将萧香武林给看扁了 要赢便要赢得漂亮 他心中飞快闪过这个念头 陈寰立刻与古清禾拉开了尖阁 虚发一招 逼得古清禾手头一顿 趁着这个空气 他迅速飞退到三掌之外 脚下站定的一瞬间 古清禾已像是一头猛兽般的扑了上来 但是 任凭他速度再快 三掌之隔 也无法眨眼便知 这样陈寰有了足够时间来反应 挡开来拳 陈寰终是展开了反击 素如公不让用是吧 还真以为小爷 没别的招数了 一丝笑意 浮现于陈寰的脸上 下一刻 他已是栖身上前 只瞧得陈寰出手极快 一息个实力高强的老辈们 立刻看出了 陈寰在做什么 点学 这是谁教他他的 看台上 莫清云和杜文玉二人 几乎是同时惊呼起来 肖像武林之中 点学的手段名头虽大 但真正会用的人可不多 虽然没有所谓的定身 这样堪称无解的效果 但点学这门手段 也是武林之中极为厉害的招数 其核心在于 靠内力与指力结合 封锁阻塞对手的经脉骨骼 从而实现限制打断对手动作的目的 无论是擅长外练硬弓的高手 还是擅用内加功夫的高手 碰上会点学的对手 都免不了头疼 若是有效击打相对应的学位 无论是外练高手的力道 还是内加高手的内力运转 都会受阻 实力会大打折扣 不夸张地说 实力相仿的两人交锋 一方会使点学的手段 那几乎毫无悬念地会获胜 但这手段可谓是难上加难 放眼当今武林之中 会用之人 堪称是凤毛麟角一般稀少 光是内力的要求 就足以将无数人拒至门外 要练成这点学的本事 最起码需要将自身的内力 运用纯属 如笔实质 方能拿捏妥当 换言之 入门的条件 便是银牌七平以上 而后 身法的速度和灵活性 也必须是极为上乘 方能追赶上对手 实施点学 再然后 还需要有这足够精准的 判断力反应力 以及强大的预判布局 能抓住一切机会 甚至诱导对手 暴露出破绽 从而完成点学 最后 还得有扎实的医学知识 熟知每一个学位 熟知这些学位对应的经络 以及击打之后 带来的效果 寻常说来 一家高手 大多会点学 但仅限于实战之外 用以输精活络 亦或是封锁他人的经络器脉 方便行医等等 真正能将点学这门手段 运用于实战当中的 当今萧香武林里 甚至没有一个有名的 上得了台面的 顶尖高手当中 根本找不出 善用点学之人 而这 也是二老惊诧无比的 关键所在 善用此法之人 不是一家传人 便是有些 不入流的旁门左道 根本没有一个 上得台面的高手 咱也没人能去教会陈淮安 如何把这对内力 深法 反应布局等诸多能力 斗着严苛要求的手段 在实战中施展出来 唯独一种可能 有人教会了陈淮安 关于点学的医学知识 如何放进实战中 纯凭陈淮安自己开发 这 该算作是陈淮安自创的门路 二老互相看了看 发现对方的脸上 同样也是一副 不知所措的神色 自创的路数 应该不至于太强吧 他这么年轻 总不能一拍脑门 就真的自创出 卧槽 话没说完 墨庆云的口中 便是忍不住地 爆出了粗口来 他和杜文玉尔人 甚至说 满场所有的看客们 都心想着 陈淮安如此年轻 即便是真的自创出了 能够用于实战的点学之法 效果也会不尽人意 只能算作一个 兴起的常识罢了 殊不知下一刻 陈淮安便是给出了 一个明确的答复 只瞧见 他借着前后不过 一次呼吸的间隔 飞快地出手点学 在古清禾身上 落下七八指 竟然迅速地 与古清禾拉开距离 而后古清禾的 右臂右腿 整个右半身 竟是立刻抽出两下 病得瘫软下来 手脚皆是软绵绵地 失去力道 让那古清禾一个亮枪 跌倒在地上 动也动不得分好 居然 居然真的有用 擂台之下 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猛地响起 无论男女老幼 位分高低 皆是同样的动作 古清禾方才还生龙火虎的 攻势凶猛如野兽 不过是一转头的功夫 便是如同半身贪了似的 跌倒在地上 这傻子也能看明白 这是陈寰的点穴之法起了作用 实战之中 面对古清禾如此凶悍的攻势 只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陈寰竟是真的完成了点穴 成功地让古清禾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一幕看上去 云淡风轻波澜不惊 实则要比任何激烈的对攻 都要让人惊诧 所有人都是瞪大眼睛 看向陈寰安 甚至于燕国的高手们 都瞪大了眼睛 将目光牢牢锁定在陈寰安的身上 挪不开分毫 此刻人们感慨的 不是陈寰的强大和果敢 而是他做到了 无数武林中人梦寐以求 却始终无法实现的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雁 作者 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 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309章 惊艳四座的神迹 典学这一手段 因其强悍的制约能力 一直以来都颇手追破 但始终无人能够归纳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武功 将之运用到实战当中 即便是强如墨青云 杜文玉这样的天字榜高手 在瞬息万变的实战之中 都无暇去施展这种容不得半点差错的精妙手段 偏偏陈环做到了 偏偏还是在面对如同野兽一般疯狂凶狠的敌人时 人们望着眼前这一幕 心头不经一阵的惊口 古青河的攻势迅猛狂暴至此 陈环亦能施展点穴将其制服 若是碰上一个速度不及古青河 力量不及古青河的 在陈环的手里 岂不是连半点还手余地都没有 甚至是不少老辈高手 心头都不免闪过一丝良意 年纪轻轻 并有银牌九品实力 天字榜高手级别内力传承 再加上这神鬼莫测的点穴手段 以及那些堪称鬼斧神功的暗器 武林当中能胜过陈环之人 当今世上还有几何 恐怕只有那些个天字榜高手 才能有能力和陈环正面一战吧 目光扫了一眼台下面色精华的人们 陈环不由暗下偷笑起来 其实这些远没有人们想得那么夸张 他这点穴手段是自创的没错 之前在齐丰岩手底下求学的时候 他便已经开始学习医术了 后来又在江州 从基家学得不少的医术和医家手段 点穴这门手段 便是纳什学会的 不过纳什学到的点穴 仅限于行医 书经活络 止血止痛之类 无法运用到实战中去 真正给他灵感的 是他曾经被封住的 守哨阴心经 当初 某位高手封住他的守哨阴心经 让他那一身惊人的内力 无法发挥出来 无从施展 直到后来被齐丰岩所解除 内力方才显露出来 从那时起他便在想 若是能将此法运到实战之中 定是威力不俗 之后的诸多经历 也促成了此事 素柔公对身法内力的迅猛提升 师承姬家的医术 以及那颗与生俱来的大心脏 和无时无刻都极端清醒的脑子 都成了此法的必要条件 此法最初的成形 来源于某次与红叶的对练 那是他第一次尝试 将点穴之法用到实战之中 也是第一次在红叶的手中 取得了主动权 若不是他而经能掌控的内力 比至于红叶而言 还有所差距 点穴总能起效的时间太短 那一次 他应当能够战胜红叶 经过诸多尝试之后 此法终于算是完成 效果强弱 全看内力的差别 若是对手的内力强过他 点穴的效果便会逐渐缩小 用在红叶身上 只能持续不到两次呼吸的时间 若是用在莫青云杜文玉这个级别的高手身上 恐怕撑死了 也只能稍微阻合他们一下 眨眼间便会失效 但若是此法用在内力弱于他的人身上 那便是另一个概念了 只要对手的内力弱于他 无从抵御他的直力 一旦被他点穴成功 挨上他七指以上 轻则手脚贪软 重则周身麻痹 动弹不得 之前对上郑月秋时 他并未使用此法 理由无他 郑月秋配不上他使出此法来 赢下郑月秋 是要为三无道长出一口恶气 得用碾压姿态 靠点穴 那郑月秋可就输得太轻松了 此刻不同 赢 是赢给那些厌故之人看的 同时也要想着 让古青河最大限度的保全实力 点穴 虽然是最有冲击力 也最能保全古青河的做法 古青河的内力终究比不上他 功底差了许多 前后七指 三指封住守少阳 三指封住足少阳 最后一直点在弹中 让他古青河半边的身子 都陷入麻痹之中 没个十息的时间 绝不可能恢复过来 这足以敲定他的大获全胜 也足以惊艳在场的所有人 不出他所料 蛮长看客们 脸上皆是惊察之色 各家门庭下的家眷亲属 都已被提早疏散送走 剩下来的皆是武林中人 咱最能看得明白 他这一手制胜的手段 何其惊人 肖像武林这一边 不论老幼皆是惊中待喜 差一致于 脸上也免不了自豪之色 尤其是莫青云和杜文玉二老 看向艳国之人时 都不免得得瑟几分 仿佛在说 看见没 这就是我萧香国的小辈 别的小辈能做到吗 反观艳国那边的人 脸色可就难看了 一个个的 好似活吃苍蝇一样 表情不受控制的 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唯独魏无双 和始终坐在魏无双身旁 似是燕国领队的 那位灰发老者 二人的脸上 并无多大的表情变化 只能默默地看向陈怀安 神色略带几分严肃 目光扫过满场 陈怀不免松了口气 他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不暴露肃楼公 只用这手段取胜 惊艳全场 却有所保留 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 大获全胜 不知能否裁决胜负了 陈某不才 厚着脸皮囚个投名 应该不过分吧 陈怀朗笑了一声 便是将目光投向了 莫清云所在的席位 双手抱拳 他笑稳道 莫清云这才猛地回过神来 那个谁 裁判阁下 胜负一分 上台宣布吧 裁判这才猛地回过神来 赶忙上台 宣布了陈怀安的胜利 不过终究 满场的绝大多数人 上下还没能回过神来 在他们眼里 上一刻 古清和尚还在用狂猛攻势 压制陈怀安 此刻 陈怀安便是已经莫名其妙地赢了 不少人甚至都反应不过来 陈怀安到底做了什么 唯独是方才 隐约之间听到点续二字 方才知晓 是陈怀安用了 常人所不能及的手段取声 场上少了几分欢呼 并非是因为看不上陈怀安 仅仅是因为 留下来之人 皆是武林中人 皆是深知 此刻陈怀的胜利 不过是一场小胜 不过是绝出了 此次肖香果与燕果小辈之间的较量 谁是领头之人罢了 真正要紧的胜负 还在后头呢 莫星云也深知这一点 当即起身 自下方棺材席位上 飞升而下 稳稳落在擂台之上 将陈怀护在身后 目光看向了 看他另一侧的燕果之人 燕果的朋友 我肖香小辈们 已经决出了坐死 之后的较量 你们打算如何安排啊 来者是客 且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莫星云话音刚落 便见燕果那边 领头那位灰发老者 站起身来 同样脚下一踏 展开轻功 飘然落在擂台之上 老夫唇不韦 有理了 那老者落下身来时 陈怀明显察觉到了 莫星云有一个 上前一步的动作 抬手将他护在身后 好似在提防着 那老者对他不利似的 简而低声地 向他介绍道 对此人 多加留心几分 此人是燕果武林中的 一员管理长老 权位不低 实力也极强 乃是天子榜级别的高手 混号摘星手 拳掌功夫超凡 且是这丝历来城府极深 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万事留心 陈怀安赶忙点点头 燕果武林之中的高手有几何 都是些什么路数 他可就是完全不知道了 不过听莫庆云这么一说 便也能知道此人 定然不是什么好对付的货色 想必是那种心狠手辣 诡计多端的家伙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一品孤野 作者来时路远 由续道的小疯子 甘草儿领衔演播 欢迎您订阅收听 第三百一十章 两门顶级绝学 那老者淳不韦 倒是并不在意二人的窃窃私语 只看着二人平静地笑道 哈哈哈哈 莫蒙主 之前看了你们的武林大会 老夫倒是颇感惊艳 今次你们肖香国的小辈 还真是出人意料啊 老夫之前预测的几人 居然一个都没能走到最后 反倒是这位陈公子 让人颇感意外 说来陈公子 你的大名 老夫是听过的 那淳不韦微微笑着 看向陈怀安 看向陈公子 之前陈公子代表肖香国 出使我验过 便听闻公子 闻才斐然 今日一见 武功也极假 闻韬五略 样样过人 果真不愧为肖香 动粮之才啊 淳不韦微 客套的话就不必说了吧 你直接说便是 之后的交量如何安排 还有 你验过今次 准备好的诚意呢 又是什么 墨星云打断了淳不韦的客套话 挪挪下巴问道 哈哈哈哈 诚意自然是带足了 一边说着 淳不韦便是一边 从衣袖之下 取出一册古谱书记来 向满场众人展示 竟然高声介绍了 此书乃是我燕国第一大宗派 无量衙的三大绝学之一 名叫清风度 乃是一门顶级审法秘籍 想来列位都是武林中人 对这清风度应该不陌生吧 闻听此言 台下顿时传出一阵惊呼声 就连墨星云的脸色 都不由露出几分惊诧之色来 陈怀安听闻这个名字 同样心惊 他虽是对燕国武林了解不多 但燕国的无量衙 却是武林之中 颇为响亮的一个名字 其地位 丝毫不逊色于清潭山庄 在萧香谷的地位 而其绝学清风度 更是武林中人渴望的典籍 传闻这清风度 高低可分五重境界 只需炼成第一重 身法便可称得上是登堂入室 若是习得三重 足可凭此身法 纵横武林 而若是将之炼之大成 炉火纯青 万君从中万剑之下 亦可进退自如 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而这门身法的名气达到巅峰的 是当年燕国一位顶尖高手 传闻当年两国之间 曾有过一场小规模的战端 虽是结束得很快 但却也成就了不少人 其中就有一人 乃是燕国无亮牙的高手 传闻那人 在一万五千军事中间来去自如 竟是在半日之内 从一万五千军事之间 连斩萧香十六名战将 自身分毫未损 自此一战成名 若不是后来 此人妄自尊大 落入险境之中丢了性命 怕是时至今日 此人在江湖上的地位 不知高到何等程度 拿出这种东西来作为赌注 足以可见燕国之人 有何等胆色 而在这胆色的背后 是自信 还真是舍得呀 如此珍贵的秘籍都拿出来了 看来今次贵国武林很是自信 莫星云点点头笑道 对纯不韦的诚意倒是颇为满意 那不知贵国又如何呢 今次拿出来的又是什么东西 纯不韦看向莫星云 反问道 萧香国自古变成上国 比之与我燕国 那富强了不止十倍 想来莫蒙主今次拿出来的东西 只会比区区在下拿出来的更好吧 这话说的满场萧香之人 颇有几分不悦 这不摆明了上门挑衅来的吗 反倒是莫星云 很是平静地笑了笑 同样伸手入怀 举出一侧点击来 高举过顶 此物诸位不陌生吧 众人看向莫星云手中点击时 倒吸口凉气的声音 轻刻之间传遍了会场 那不是书页 而是一卷古朴的竹简 斑驳的竹纹 清晰地展现出了此物的古老 而在其上 依旧清晰可见几个大字 清潭白解 此物 但凡是萧香之人 但凡对萧香武林有几分认知 便可知道此物的大名 此乃是清潭山庄的镇派之宝 自清潭山庄初见之时 便已存在的 清潭山庄开宗立派的绝血 萧香武林中 号称至高无上的萧香武绝之一 居然把此物都拿出来了 看来莫盟主还真是信得过这陈公子啊 望着莫清云手中的清潭白解 淳不为不由感慨到 陈寰心头亦是感叹 以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来算 等同于两汉时期 纸张已经存在 书籍之类的东西 也都大抵能够用纸张制造成册 竹简这种携带不变的物件 已经被渐渐淘汰了 唯独那些年代久远的典籍 尚且还以竹简形式保留着 莫清云手中的清潭白解 就是如此 传闻此典籍 乃是距经大约百余年前 清潭山庄的初代庄主所创 其中记载着 一切清潭山庄武学的根基所在 刀枪剑戟 执掌拳脚 内功轻功 一切清潭山庄的武学 都被记录其中 乃是清潭山庄的立身之本 将此物拿来 足可以见得莫清云有何其大气 原本准备的是别的东西 此物不打算拿出来的 莫清云怂怂间笑得坦荡 哈哈 不过瞧见你 验国之人拿出的东西贵重 我便也不好敷衍了事了 如何 这样的诚意足够了吧 哈哈 足够 自然足够 清潭山庄的绝学 放在何处 自然都是满满的诚意 纯不韦朗声笑道 尖转头看向陈怀安 不过正式的较量 我看这次 还是一场定胜负吧 一场 莫清云眉头一皱 之前不是说 带了三个小杯过来 怎么突然又变成 一场定胜负了 莫清云很清楚 纯不韦的意思 乃是陈怀和魏巫双二人 一场定胜负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燕国此次来的小辈 包括魏无双 皆是无亮牙的门徒 武学章法露数皆是一致的 若是打三场 大可以让陈怀最后上场 先好生观摩一下前两场 熟悉一下燕国小辈们的武学招式 毕竟 陈怀酸实力过人 天赋异禀 但终究在武林之中 闯荡的时间太少太少 即便是对于古清河等人而言 都是后生晚费了 尤其是对燕国小辈们的招数 可以说是一概不知 如此上台 直接面对对方的最强者 显然对于陈怀而言 有着诸多的不利 那淳不韦倒是并未坚持什么 三场也行 不过这几日看下来 真正能代表 萧香国出战的小辈 可都得好生歇息一阵 我等不介意多等几日 全凭莫蒙主定夺吧 闻言 莫清云方才算是松了口气 他当然巴不得 能让小辈们好好修整一下 待他修整完备了 再与燕国小辈交锋 而今还能参加之后较量的 除了陈怀安 剩下的两人毫无疑问的是 郑月秋和古清河了 不过这二人 可都需要花些时间调理一下 郑月秋是精神情绪上需要调整 而古清河是身体状态上 还是打过三场吧 你燕国的小辈们 千里迢迢来一趟 岂能不给他们表现的机会 较量就定在 七日之后吧 如何 我们的小辈需要时间调理 调理好了 便让他们大展拳脚 莫清云挪挪下巴提议道 没问题 那今日便先行告辞了 今日之后再来捣扰 淳不韦点点头 夏儿转身一挥手 燕国小辈们便是纷纷跟随他 走出会场而去 怀安 委屈你了 咱们自家武林大会的优胜之事 之后再替你庆祝 莫清云转身拍拍陈怀的肩膀 今次交给你来领队了 且看你们的 莫莫主安心吧 我早也说过 只要对手是燕国之人 我便是咬碎牙 熬断骨头 也绝不会输的 陈怀用力点点头 这是他绝不更改的信念 且不说此事 是否事关销香颜面 事关清潭山庄的立身之本了 单单只凭一点 魏无双和那怪先生有关 他便绝不能输 武林大会的场子 尾师说来 散得有些草率 七日之后还有大战 让那留下官赛的人们 大都无法放松下来 即便陈怀安已经夺得了冠军宝座 也依旧没法立刻为其喝彩 相比起之后的决战 武林大会的优胜 反倒是显得渺小许多 唯有之后的决战结束了 方才是能够放松的时候 这一点 陈怀安自己也再清楚不过 在那散场之后便闭门不出 悉心调理自己的状态 本集播讲完毕 下一集精彩继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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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ш 主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